第951章 不入西天 堕入轮回 佛光 见光 交织一处 天地之间仿佛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 恐怖的气静 使得齐天妖王 陈云香以及杨顶天都是连连倒退 三人皆是露出惊骇之色 这股力量之强 他们三个若非退的急时 必然会遭到波及 只怕会当场生死 此刻即便只是稍稍沾染了一些 就已经是让三人受到了重创 尤其是陈云香 这股力量对他克制最大 使得他的鬼体都差点溃散了 即便是下方书院内的众人 也是一个个被震得东倒西歪 修为较低之人 更是直接晕了过去 哎呦 叶青云也是站不稳 一下子往后栽倒 脑袋一下子磕在了石阶上面 眼睛一翻 直接晕了 只有大毛和霸天虎 注意到叶青云晕了过去 其他人都未曾注意到 大毛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 并未在意 霸天虎则是眼神古怪的瞅着叶青云 心想 这家伙怎么可能会晕过去 转头一看大毛 这狗咋这么淡定啊 搞不明白 这一剑太强了 沈苍望声音激动不已 超越问鼎的一剑 绝对可以斩杀那鬼仙 奥荒也是双手紧握在一起 所有人都认为 魔佛波寻这一剑足以斩杀鬼仙 可唯有魔佛波寻自己 手握圣剑断罪 目光望着上方 并未露出轻松之色 狂笑声响起 正是鬼仙的声音 众人听到他的声音 不由奇奇惊骇 他竟然还没死 超越问鼎的一剑 难道都无法诛杀他吗 难道天地之间 当真没有可以杀死他的力量吗 鬼仙再度出现 他的确没有死 只是身躯之上 有着一道极为恐怖的剑痕 几乎要鬼仙整个人劈成两半 但他的鬼仙之体太过强大了 即便这一剑之威 更在九重雷劫之上 却也难以一剑将其磨灭 不仅如此 鬼仙手掌一抬 那不远处的鬼族民工之中 涌现出一股磅礴气 注入到了鬼仙体内 使得鬼仙的伤势在不断痊愈 这一剑很强 胜过九重雷劫 鬼仙宁笑 目光望着魔佛波寻 可惜啊 你这一剑之力 还能再发挥出来吗 魔佛波寻沉默不语 他这一剑 已经是极限了 并且是在降龙浮虎 两大罗汉虚影的加持之下 才可以施展出来 再来一剑 不是不行 但需要时间酝酿 可眼看着鬼仙伤势即将痊愈 岂会给他再度酝酿的时间 魔佛波寻看了一眼下方 目光落在了叶青云身上 只是看了一眼 魔佛波寻就收回了目光 似乎已经知晓 该怎么做了 他将圣剑断罪举起 指向了西方 波寻在此 借西方极乐之力一用 可 一道飘渺如序般的声音 从那西方照耀而下的佛光之中响起 似乎是那西方极乐世界 给予魔佛波寻的回应 嗡 无边佛力 再度顺着那道西天佛光 涌入魔佛波寻的体内 不可能 你 鬼仙大惊失色 你已成佛 他已经发现得太晚了 借助西方极乐之力 波寻再度挥出一剑 这一剑 由圣之前 剑气纵横呼啸 将鬼仙再度吞没 这一次 鬼仙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而众人也可以清晰看见 鬼仙的身躯 再一点点溃散 从双脚开始 直至身躯 再至头颅 鬼仙露出一丝惨笑 他没有想到 自己好不容易脱空而出 好不容易等到百家 都已经顿入中原 正以为自己可以大展手脚 横行天下 却没想到 会有这般的下场 回想自己的一生 从一个弱小不堪的孤魂野鬼 一直修炼到鬼仙之境 经历了多少 可最终也不过是一场空 不甘心啊 他太不甘心了 可即便是有再多的不甘心 眼下也只能接受现实 灰飞烟灭 我虽死 但我鬼族不会就此沉浸 鬼仙在最后的时刻 终于是发出了声音 只见鬼仙将自身最后的力量 朝着远处重重打出 那股力量 很快就消失不见 众人不知他做了什么 但不知为何 都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仿佛将来会出现什么 不得了的大事 你借助西天极乐的力量 才可以将我灭杀 天地之间 依旧没有人可以将我战败 没有 哄 鬼仙最后的声音消散 他的身躯 也在无边佛光之下 化为了乌有 就此灰飞烟灭 而不远处的鬼族民工 也随之分崩离析 鬼族民工所有的鬼族 除了一部分的鬼族 在之前就逃窜了 其他的鬼族 包括鬼仙与三尊鬼弟 尽数就此与命 总算是赢了 奥黄长输一口气 鬼仙死了 鬼仙死了 太好了 我们活下来了 所有人都是激动欢呼 宛若劫后余生 玄金殿和书院之人 不管认不认识 此刻都是激动地拥抱在一处 也难怪 鬼仙降临 鬼族重现 之前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都觉得难逃一死 没想到真的击败了鬼仙 自然是无比的欢喜 魔佛波寻也是露出一抹释然的笑容 他看了看手中的圣剑断罪 光芒暗淡 似乎已经耗尽了力量 此剑 天命未尽 就让你留在人间 等待下一位的持剑之人吧 魔佛波寻说完 圣剑断罪飘然而去 没入了海中 与此同时 西方天际 出现了一道金色的漩涡 波寻 你已在人间成佛 斩杀鬼仙 更是抵消过去一切罪念 洪亮的佛印 自那金色漩涡之中传来 似乎是来自于西方极乐 现在 西天之门为你而开 此刻入西天佛门 可登佛位 得想正果 这道声音 带着高高在上 仿佛是在给予波寻恩赐 众人皆是看向魔佛波寻 这是要去往西方极乐世界 成为真正的佛陀啊 不过也难怪 斩杀鬼仙 功德无量 确实是足够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魔佛波寻将欣然成佛的时候 我 不入西天 魔佛波寻竟然拒绝了 放肆 一声怒喝 西天成佛 乃是恩赐 容不得你伤了 声音之中 饱含威严 再问你一次 入不入西天 我 不入 魔佛波寻再度拒绝 声音 却是愈发平和 丝毫没有在意那西天之声的怒火 众人都傻了 波寻这是干什么 好不容易斩杀了鬼仙 得到了西天成佛的机会啊 竟然拒绝 他莫非是疯了吗 这可是无数佛门僧者 苦修无数岁月 都求不来的机缘啊 但魔佛波寻 真的拒绝了 好 西天之音再度响起 你若不入西天 便夺你佛身 灭你修为 让你堕入六道轮回 承受轮回之苦 轰咙咙 一道佛掌落下 重重轰在了波寻身躯之上 波寻一身佛力 尽数消弥 身躯也在寸寸碎裂 众人惊憾 心中无比担忧 可也帮不到魔佛波寻什么 只能眼睁睁看着波寻身躯陨灭 只剩下了一道魂魄 哄 又是一道佛掌落下 波寻魂魄 直接消失 已然是去往轮回之地 众人唏嘘无比 刚刚才灭了鬼仙 为人间求得和平的魔佛波寻 却因为拒绝西天成佛 反而落得如此下场 似乎 这西天极乐 也并非是如世人所想的那般美好 就在那西天漩涡即将消散的时候 唉 一声轻叹 响彻天地之间 一道纯白身影 自昏迷在地的夜青云身上 骤然飞出 赫然是当初在大唐长安上 空出现过的白衣叶青云 白衣叶青云 矗立在天地之间 抬头望向了西天方向 西天极乐 你们的事情 我等会再来算账 啊 您 您是 刚才还威严无比 轻易就将波寻 打入轮回之地的西天之音 此刻竟然颤抖起来 声音之中 满含震惊与恐惧 白衣叶青云 身形一动 消失在原地 而在茫茫幽明界 两只金色蝴蝶刚刚出现 正要飞往阎罗殿 却见白衣叶青云 骤然出现在 那两只金色蝴蝶之前 主人 两只蝴蝶震惊无比 没想到 他们的主人会亲自到来 这一次 让我来吧 白衣叶青云 轻描淡写地说道 下一刻 却见白衣叶青云 轻轻踏出一步 轰隆隆 整个幽明界 轰然巨震 所有幽明界的恐怖存在 皆是战力恐慌 幽明大帝 出来见我 第952章 幽明大帝的恐慌 白衣叶青云的声音 顷刻间就传遍了 整个浩荡幽明界 幽明界一切存在 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都惊呆了 这是何人 如此的猖狂 竟敢让幽明大帝 出来见他 幽明大帝 那是何等存在 执掌幽明界的至高强者呀 放眼九天十地六到三界 也找不出几个地位 能凌驾于 幽明大帝之上的存在呀 哪怕是那位九天先尊 以及西天极乐的佛祖 到了幽明界 也不敢对幽明大帝 这般态度吧 这人是谁 简直是猖狂的没边了 擅闯幽明界 本就是滔天大罪 更何况 是在幽明界 公然挑衅幽明大帝 等于是罪上加罪 只怕是要被幽明大帝 一根手指碾死吧 幽明界的一些存在 已经按耐不住了 想要站出来 为幽明大帝 灭掉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尊驾清零 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 惶恐不安的声音响起 令得整个幽明界的 无数存在呆滞了 全都傻了 那是幽明大帝的声音 平日里高高在上 威严深沉 让幽明界无数存在 都要敬畏无比的幽明大帝 此刻 他的声音之中 竟然带着惶恐不安 简直是不可想象 一道幽光 自幽明界深处 迅疾而出 以最快的速度 飞到了白衣叶清零的跟前 那幽光化为一道黑袍人影 面带惶恐之色 对着叶清零深深一拜 拜见 尊驾 幽明大帝本想 道出这位的无上真名 但想了想 还是没有真正道出 因为他担心 自己一旦道出 这位尊驾的无上真名 只怕会惹怒对方 到时候 自己这个幽明界 怕是要地覆天翻 永无宁日了 白衣叶清零 副手而立 目光只是这面前 毕恭毕敬的幽明大帝 没有开口 但就是这般不开口的姿态 让幽明大帝 心中越发的紧张 忐忑 不安 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身体微微颤抖 没办法 九天十地 任谁在这位面前 都不可能保持平静 白衣叶清零 似乎是故意为之 就是要敲打幽明大帝一番 许久未见了 幽明大帝 终于 在幽明大帝 已经快要绷不住的时候 白衣叶清零 总算是说话了 声音很是平和 就仿佛是在与一位 多年未见的老友 打招呼一样 但就是这般平和的语气 却让幽明大帝 差点吓得尿了裤子 幽明大帝 记得太清楚了 在无数岁月之前 这位尊驾 就是用这般语气 与九天十地的一位大能说话 结果那位大能 下一刻就当场陨落 魂飞魄散 连同那位大能身后的势力 也一并化为了乌有 眼下 这位尊驾 居然也有这样的语气 和他说话 幽明大帝 心中害怕呀 我不会要死了吧 幽明大帝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地上 尊驾饶命 一介之主 此刻却是在白衣叶清零面前 卑微求饶 都快哭出来了 也幸好 幽明大帝是孤身前来 没有带任何人 而幽明界的其他人 也没有谁敢贸然来到此地 没有人看见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 幽明大帝此刻 竟然在对着一个人下跪 若是有旁人知道的话 整个幽明界都会炸锅 我只是来问你一些事情 白衣叶清零淡淡说道 啊 幽明大帝抬起头来 错愕地看着白衣叶清零 波巡之魂 现在何处 白衣叶清零 懒得废话 直接问起了波巡之魂的下落 呃 波巡之魂是被西天极乐打落下来 正要前往六道之中的畜生到 轮回转世 此言一出 白衣叶清零 脸色微微一沉 下一刻 他直接抓起了幽明大帝 身影刹那消失 在出现时 已然是到了畜生到轮回之地 幽明界 乃是死者魂归之处 连通六道 而六道之一的畜生到 乃是六道之中 最为下等的一道 若如畜生到 便转世为牲畜 所要经历的一切 可想而知 一个巨大的墨盘 悬浮在半空之上 墨盘之上 无数魂魄在哀嚎惨叫 这些魂魄 会被墨盘碾碎 然后再重新聚合 最后进入墨盘中心的 那个黑色洞窟之中 就此投胎转世 波巡的魂魄 也来到了这里 他承受了墨盘碎魂之苦 魂魄已然重新聚合 但波巡过程之中 并无任何惨叫 甚至连神情 至始至终 都未曾有丝毫变化 眼看着鬼差们 即将将波巡之魂 推入那黑色洞窟 住手 就在这时 一道立合声响起 鬼差们一震 齐齐看去 却见是幽冥大帝来了 顿时吓得不轻 全部跪了下来 拜见幽冥大帝 幽冥大帝 直接冲到了波巡之魂面前 一把就将 差点掉下去的 波巡之魂给抓住了 波巡之魂 也是一阵错愕 没想到 会有人突然来阻止 自己投胎转世 幽冥大帝 才是真的松了口气 他生怕自己出手 晚了片刻 这波巡之魂 就坠入畜生道了 一旦进入轮回 他可就束手无策了 不过 那位应该还有办法 可以把人捞回来 白衣叶青云 也来到了这里 与波巡相见 圣子 波巡惊惊愕地 看着白衣叶青云 没想到叶青云 会直接来到此地 你为何不入西天极了 白衣叶青云直接问道 波巡苦笑 我没有资格入西天极乐 也无心成佛 白衣叶青云 眉头微皱 你想百世轮回 去找到阿秀吗 波巡沉默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成佛 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成佛又能如何 他只想再见到 当年的那个少女 就算再历经百世轮回 即便是坠入畜生道 也无怨无悔 哪怕不能相认 只是远远看上一眼 也好啊 至于梁念秀 波巡早已明白 他不是当初的阿秀 只是茫茫大千世界 一朵相似的花罢了 圣子 请你成全我吧 波巡对着白衣叶青云 攻身一拜 白衣叶青云 轻叹一声 幽冥大帝 波巡昔昔日所念之人 已转世多少次了 幽冥大帝不敢怠慢 赶紧运转神通 回禀尊驾 已转世十六次 第953章 中原又来人 白衣叶青云点了点头 再度看向波巡 你也听到了 你心心念念的阿秀 已经轮回转世十六次了 波巡神情如常 所以 我更要去轮回中找到他 言语之间 满是坚定 不曾有丝毫的动摇与犹豫 这等态度 让幽冥大帝 也不禁有些钦佩 不愧是能让这位 尊驾亲自现身的人 果然心性坚定 异于常人 白衣叶青云 也完全明白了波巡的信念 他舍弃成佛之机 不惜舍弃一身修为 抛下佛陀之身 只是为了在轮回之中 找到阿秀 不管要经历什么 不管要承受什么 都无法动摇 魔佛波巡的信念 就算白衣叶青云 不来到此地 魔佛波巡 也会自己走上这条路 无怨亦无悔 我可以帮你 让你下一世 就能与他相遇 白衣叶青云 如此说道 魔佛波巡却摇了摇头 我还要赎罪 赎罪 白衣叶青云 有些疑惑地 看着魔佛波巡 魔佛波巡 双手核实 我造了太多杀念 死在我手中之人 不计其数 我必须要 偿还这些罪念 轮回路上 他们的一切苦难 都让我来承受 白衣叶青云 连连摇头 你斩杀了鬼仙 已经偿还了 魔佛波巡 却并不这么认为 我愿时势轮回 受尽人间磨难 偿还罪念 替那些死在我手中的 无辜之人 积累福报 愿他们转世轮回之后 可得享福报 说到这里 魔佛波巡目光 看着白衣叶青云 圣子法力无边 还请成全波巡的 一番用心 白衣叶青云 也没有在劝说什么 他固然法力无边 可以做到 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但对于魔佛波巡的恳求 他自然也要成全 即便是要受苦 也未必要入畜生道 白衣叶青云说着 轻轻一抬手 眼前的魔佛波巡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只往另外一处地方而去 多谢 圣子 魔佛波巡最后的声音传来 去吧 时势轮回苦难之后 你会见到你相见的人 白衣叶青云笑着说道 你会与他相守百事 一代魔佛 就此走向了轮回之路 世间再无魔佛波巡 只在轮回路上 多了一个赎罪的人 而在魔佛波巡 去往轮回之路的同时 两只金色蝴蝶 也来到了浮云山下 飞到了梁老汉妇女的家中 此时已是深夜 梁念秀已然入眠 两只蝴蝶 化为了童男童女 关于魔佛波巡的一切记忆 就此消除吧 童女出手 将一段记忆 从梁念秀的魂魄之中取走 梁念秀睡得更加安稳了 虽然他不是波巡 所念之人的转世 但也算与波巡 有过一些缘分 我们会护佑 你一世平安 童男童女对视一眼 各自将一道气息 打入了梁念秀的眉心之中 随后飘然离去 幽冥界内 白衣叶青云 将魔佛波巡 送入了轮回之路后 便打算离开幽冥界 在离去之前 白衣叶青云 又看了一眼 在旁恭敬无比的幽冥大帝 我的事情 你应该知晓如何处理 明白明白 在下一定守口如瓶 所有见过尊家的鬼差 都会抹去记忆 嗯 你很有前途 我看好你 说完 白衣叶青云 拍了拍幽冥大帝的肩膀 随即消失在了幽冥界 幽冥大帝愣在原地 随即狂喜 这位尊家 居然拍了我的肩膀 还说我很有前途 很看好我 啊 我太幸运了 此刻的幽冥大帝 激动欢喜的样子 仿佛是得到了糖果的孩童 西天极乐 佛陀所在之地 修佛者得想正果 便可入西天极乐 成为真正的佛陀 而如今的西天极乐 正处于惶恐不安之中 因为之前白衣叶青云的一句话 让西天极乐的所有佛陀 都紧张得要死 生怕白衣叶青云 来找他们算账 阿难家业 快把西天之门关上 别他们还开着了 生怕那位进不来是怎么的 哦 西天之门刚刚才被关上 还没等西天一众佛陀松一口气 哄 西天之门瞬间崩溃 一道身影 踏着破碎的西天之门出现 正是自幽冥界而来的白衣叶青云 西天诸佛 奇奇亥然 一个个都恨不得钻到自己的连台底下去 好个西天极乐 还敢把门关上 白衣叶青云冷笑了一声 他直接将目光看向了不远处的两个佛陀 正是阿难和佳业 阿难和佳业 二连猛逼 刚想出言解释 哄哄 白衣叶青云抬手之间 便抹杀了这两人一身的佛陀修为 让他们两人境界大跌 尊驾还请手下留情啊 别接 你们谁都逃不掉 白衣叶青云懒得多言 脚下微微一踏 轰隆隆隆 整个西天极乐巨阵不止 上至佛祖 下至寻常尊者 全部境界跌落 尤其是佛祖 一身无边修为 直接损失了一半 佛祖叫苦不迭 却也是一点怪罪的话 也不敢多言 还要好言好语的相送 再有下次 西天极乐也该改换门庭了 白衣叶青云留下这句话 飘然而去 只留下一众苦涩无比的佛陀们 人间 豫章书院 众人看着昏迷不醒的叶青云 一个个也都是不敢随意乱动 直到白衣叶青云出现在天穷之上 看着下方的众人 白衣叶青云轻轻抬手 无形之力落下 所有在场之人的记忆 都被改变了一些 忘记了白衣叶青云的存在 只记得波寻击杀了鬼仙之后 就此消失不见了 做好这些 白衣叶青云 便一下子飞回到了叶青云的眉心之中 这一切 只有大毛看在眼里 他也是唯一一个 记忆不曾改变的家伙 而且也已经习惯了 大毛走到了叶青云的边上 伸出舌头 舔了舔叶青云的脸颊 叶青云恍恍惚的清醒过来 一睁眼 就看见一张狗脸 凑在自己跟前 还对着自己伸舌头 叶青云赶紧翻身坐起 脸上湿漉漉的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好你个大毛 趁我昏迷 居然敢舔我 大毛摇晃着尾巴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有本事 你来打我呀 笨蛋 叶青云正想擦脸 忽然 体内一阵不寻常的感觉涌现出来 叶青云一阵 随即狂血 果然 金色气息弥漫出来 叶青云顿时觉得 自己体内的灵气大增 我突破了 叶青云着实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突破了 从开灵中期 踏入了开灵后期 而在场众人看着叶青云 身上的金光 一个个都是骇然失色 天地本源 他们无法想象 一个人身上 竟然会有如此浓郁的天地本源 这简直太恐怖了 上古圣人能炼化一丝 都已经足以笑傲天下了 这位叶高人 身上的天地本源 也未免多得太离谱了吧 令人害怕 只可惜未曾见到叶高人 真正施展天地本源的威能 中原之地 灰雾蒙蒙 一道漩涡突然出现 紧接着 一声高炕的鸟鸣之声响起 一只珠红色的神骏孔雀 自漩涡之中飞出 珠红孔雀的背上 坐着一名傲然美丽的红衣女子 在其手中 拿着一把绿色的扇子 轻轻摇曳 紧接着 又有树道身影相继飞出 兵家的那个废物 出去这么久 一点进展也没有 毕竟那家伙在兵家 也不过是个二流子弟罢了 与我等天骄不可相比 哈哈 说的也是 红衣女子回头看了看那几人 你们去海外吧 我一个人去那浮云山即可 好 几人未曾多言 随即兵分两路 当下 红衣女子驾驭孔雀 手持宝扇 直奔浮云山 第954章 骄傲的女人 红衣女子骑着孔雀 悠哉悠哉地飞在天上 速度并不快 但很稳 红衣女子轻摇宝扇 时而顾盼 似乎是在打量这片与中原十分不同的天地 红衣女子出身高贵 乃是中原道家嫡系传人 从小便是显露出过人的资质 并且有着名师指点 有着诸多的资源 可以随意享用 六岁便达到了巨原境 八岁宁丹 十岁踏入通天境 十五岁便毫无阻碍地成为恋神强者 十九岁就成为了龟翘境 可谓是顺风顺水 被誉为中原道家八百年 才能出现一个的上城天才 现如今 才不过二十六岁的红衣女子 就已经是化缘后期的存在了 按照她的师门长辈所说 红衣女子资质太好 修炼速度太快 不能再继续这样 毫无节制地提升下去了 若是在这样的话 只怕三十多岁 就要出击到问鼎境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红衣女子三十多岁 就去突破问鼎境 会引来天地所渡 以后将会气运大减 事事不顺 甚至可能会有境界跌落的危险 所以 红衣女子在达到如今的修为之后 就已经没有怎么修炼 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打磨心境与魂魄上面 唯有将心境与魂魄都打磨到圆满之境 才能够去突破问鼎 这样对她的将来更好 而化缘后期的修为 在中原百家年轻一辈之中 已经算是名列前茅了 能够压她一头的 也只有那屈之可数的几个妖孽了 所以 红衣女子有着骄傲的资本 她生来就是骄傲的 就连她坐下的这只孔雀 有着远古圣兽的血脉 同样也是骄傲的 虽然这只孔雀的圣兽血脉十分微薄 但至少是货真价实的圣兽后代 不是什么歪瓜裂枣 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这孔雀和她的主人一样 平日里都是指高气昂 这一次 红衣女子代表道家自中原而出 为的乃是两件事情 一件是鬼仙的动向 存放在中原道家手中的鬼仙之心 突然间自行消散了 这就证明 鬼仙死了 而在道家看来 鬼仙就算躯体不全 也不是四镜之地的修炼之人 可以杀死的 此事必然蹊跷 所以要派人出来查看一番 另外一件事情 便是与之前接连出现法家 儒家的圣人气息有关 此事之前 就已经让中原百家之人十分在意 派出了一个兵家之人出来查看 本以为能够很快就查清楚 结果倒好 那兵家传人 只查到了一个浮云山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最近更是传回消息 自己因为某些无法言明的原因 导致肉身损毁 现在正忙着自己重塑肉身呢 此事本来兵家想要掩盖消息 结果还是走漏了出去 一时间 兵家成了百家其他人的笑话 据说兵家的几位大佬 气得差点拎着兵家至宝 就要出中原去大开杀戒了 兵家当真是越来越不堪了 还是得看我道家之人的本领 红衣女子看不起兵家 也看不起其他百家 百家之中 围到长存 这就是道家的傲窃 红衣女子扫视四方 越看越视面露鄙夷之色 这四镜之地 当真是比不得中原 天地间的气息 都是如此的污秽博杂 令人作恶 不像我中原之地 空气之中 都是弥漫着香甜 红衣女子 越看越是失望 这四镜之地 根本就不是人呆的 自己赶紧把事情办完 然后赶紧回中原 以后也再不会来 这等污秽不堪的地方 那兵家之人的消息 说是四镜南荒之地 有一个叫浮云山的地方 颇为古怪 连她也难以踏足 红衣女子拿着一枚玉剪 里面是有关浮云山的消息 一条堪比化原中期的真龙 当真是可笑 只怕是被幻境所迷惑 把幻境之中的情形当真了 红衣女子不屑一笑 压根就不幸 这玉剪内的消息 真龙 连我中原之地 都已经见不到真龙了 区区南荒 能有真龙 做梦都没有这么离谱的 为了应对 可能会遇到的幻术 这红衣女子 可是专门带来了一件的门宝物 砖破幻术 呵呵 任凭你的幻术如何厉害 我只要把宝物寄出来 就无所遁形 不紧不慢地飞了一段时间 眼瞅着浮云山也快到了 就让我来看看 让那个兵家废物 吃了大亏的浮云山 到底有什么门道 红衣女子驾驭着孔雀 非常的利索 直接就朝着浮云山顶飞去了 嗯 在山顶上 郭小云正挥动锄头 在她师父的田里心情劳作呢 结果突然头上传来一阵阵 十分惊人的气息 郭小云抬头一看 就看见了一只神采翼的孔雀 以及孔雀山坐着的那个 一脸傲气的红衣女子 郭小云有些疑惑 这又是谁啊 还骑个孔雀呢 还真是够有排面点 也不知道 是不是师父的朋友 红衣女子正在打量浮云山 越看嘴角 越是撇得厉害 这什么地方啊 两三间破房子 一个破院子 还有一个少年在地里干活 这算什么不凡之地啊 红衣女子十分的失望 看来那兵家废物的消息 果然是不能信 说得太离谱了 红衣女子不禁摇了摇头 这位姐姐 你从何而来的 郭小云倒是很有礼貌 朝着红衣女子挥手问道 姐姐 红衣女子顿时冷哼一声 下巴一扬 你这重逼的小孩 叫谁姐姐呢 你也配叫我姐姐 郭小云顿时无语 自己还好好的和她打招呼 结果对方居然是这等态度 不过郭小云也没生气 她本就脾气很好 也懒得和对方计较 继续闷头干活 红衣女子也无视了郭小云 打量起了山顶的几间房子 嗯 那是什么地方 与其他的房子有些格格不入 红衣女子忽然注意到了 那间比较新的房子 与其他的房子的确有所不同 这引起了红衣女子的注意 我倒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古怪 红衣女子和孔雀一起落了下来 然后直接就朝着那间房子走去 郭小云扭头一看 不由一正 随即仿佛明白了什么 怪不得这姐姐脾气这么大 原来是内疾啊 第955章 真把这儿当澡堂子了 红衣女子带着好奇 踏入了这个略显昏暗的房子里面 里面有点黑 看不太清楚 但却有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嗯 红衣女子脸色一变 这味道自己以前从未闻到过 有点上泡 又深深地吸了一口 不知为何 脑袋都变得精神了一些 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 这是什么味道 居然会让我产生如此反应 红衣女子十分惊讶 这味道一开始的确不好闻 但多吸了两口之后 她就已经彻底接受了 甚至觉得这味道 有一种说不出的曼妙 看来这地方还真有不惯 红衣女子心中暗暗窃喜 自己就是比那兵家的废物要强 一来就摸到了这浮云山的隐秘之处 不像那兵家废物 被一道幻境所困 估计连浮云山的真面目都未曾见到 还以为这山上有真龙 当真是笑死人了 连这等隐秘之地都未曾发现 看来还是我技高一筹 就让我来看看 此地的庐山真面目吧 红衣女子怀着浓重的好奇心 继续往里走去 里面更黑 但味道也更加浓郁 红衣女子脸上浮现出一抹陶醉之色 她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这股味道了 太独特了 自己从小在中原长大 还从未闻到过如此独特的味道 红衣女子当即便是运转法眼 嗡 眉心之中 一只金色树眼浮现出来 这是盗门法眼 极为厉害 而眼前的一切 自然也在她的这只法眼之下 无所遁形 看得清清楚楚 红衣女子低头一看 顿时就愣住了 紧接着 她的脸色变得极为惊恐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从茅房里面传出 吓得在外面厨地的郭小云 一个机灵 手里的锄头 差点甩飞出去 在外面等候的孔雀 也是惊了一下 赶紧就要冲进去 搭救自己的主人 却见那红衣女子 已经自己跑出来了 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主人你怎么 孔雀口吐人言 极为关切地问道 红衣女子浑身颤抖 脸色煞白 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她根本无法想象 自己刚才看到了什么 那是她这辈子 都没见过的情形 太恐怖了 太震撼了 太 可恶心了 哦 红衣女子 实在是忍不住了 直接弯着腰杆呕起来 一想到自己刚才 还陶醉那股味道 深深地吸了几大口 她就恨不得 把肠子都吐出来 主人你别吓我啊 到底怎么了 孔雀急得都快哭了 觉得自己的主人 是不是在里面 遭到了暗算 还是中了什么毒 才会有如此的反应 郭小云在不远处 瞅着 一脸的困惑 这红衣姐姐 莫不是有孕在身 不然怎么吐得这么厉害 还有那只会说话的孔雀 原来是一只妖兽 难怪这么神奇活现的 也不知道 孔雀的肉好不好吃 郭小云心里 不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仿佛是受到了 自己师父叶清云的影响 很容易就往吃的方面去考虑 孔雀急了 怒火中烧 直接就往茅房里冲去 敢暗算我主人 我定要将里面的 卑鄙之人揪出来 别 红衣少女都来不及阻止 孔雀已经是熬的一声 张开翅膀就冲了进去 还不等孔雀发威 只听扑通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 掉进了水里一样 啊 紧接着 比红衣女子之前 更加凄厉的惨叫声 从茅房里面传出 轰隆 一只浑身沾满粪水的孔雀 直接将茅房给撞破了 冲天飞起 双翅一阵之间 粪水如同雨点一般落下 郭小云赶紧躲闪 那红衣女子 却是没有来得及躲闪 自己的坐骑 弄得满身都是误会 啊 红衣女子 再度惨叫起来 啊 孔雀也在天上惨叫 主仆两人一个比一个叫得凄惨 把整个浮云山都惊动了 三妖从林子里探出头来 好奇地看着天上 这一看 卧槽 这只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浑身沾了屎啊 大公鸡在半山腰望着天上 看见了那只沾屎的孔雀 眼中满是鼻翼之色 他抖了抖自己的机关 昂首挺胸 直接就朝着山顶而去 孔雀此刻悲愤欲绝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刚冲进那黑乎乎的房子里 正想把暗算自己主人的家伙揪出来 结果脚下一滑 直接一个滑铲 滑进了粪坑里面 幸好孔雀反应及时 立马就冲天起 还把茅房的屋顶给撞破了 可即便如此 身上该沾染到的地方都沾染到了 原本柔顺美丽的孔雀毛 此刻也黏糊糊地沾在一起 臭不可问 把孔雀恶心地直想吐 孔雀连连抖动翅膀 想把身上沾染的污秽抖下来 可哪里能抖得干净 忽然 孔雀看见了屋子后面的池塘 水看起来挺干净的 太好了 孔雀眼前一亮 赶紧朝着那池塘冲了下去 哗啦 入水声响起 孔雀直接钻进了池塘里面 使劲搓洗着自己的羽毛 池塘底下 真龙九兄弟全部猛了 已经很久没有人来 他们栖身的池子里洗澡了 今天突然就来了一只孔雀 还是一只浑身沾满巴巴的孔雀 怎么爹 真把咱们兄弟几个的地盘 当澡堂子了 我可娶你妈的吧 龙三直接出手 一爪子就把孔雀拍飞了出去 孔雀还没洗干净呢 就感觉池塘底下 一股聚力袭来 直接就把孔雀拍到了天上 孔雀梦了 这池子里 莫非有不干净的东西 孔雀立即朝着池子看去 就见池水荡起阵阵涟 一条龙尾若隐若现 孔雀大惊失色 吓得连身上 还黏着屎都给忘了 赶紧飞回到了红衣女子身边 红衣女子正在气头上 见到孔雀一脸惊慌失措 身上还没洗干净 不由的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对着孔雀脑袋上拍了一下 孔雀一脸委屈 但还是要把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告诉红衣女子 主人 那池子里有龙 龙你妹 红衣女子刚想大骂 忽然间就顿住了 眼神惊愕地看着孔雀 你刚才说什么 第956章 红衣女子的震惊 真的有龙 就在后面那池子里 我亲眼见到了 孔雀忙不迭地说道 红衣女子顿时惊异起来 真的有龙 难道那个兵家废物 并没有胡说八道 不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破地方怎么会有龙 一定是幻术 哼 你这没用的东西 中了幻术 上下还不自知 红衣女子没好气地训斥道 又对着孔雀脑袋拍了一下 孔雀被拍得一愣一愣的 幻术 难道真如主人所说 我中了幻术吗 哼 让我看看 这四周到底有什么幻术在作祟 红衣女子一拍腰间储物带 直接取出了一面巴掌大小的铜镜 这是道门宝物悬光镜 可以看破幻术 对于幻术非常有效 红衣女子带着磁宝出来 就是为了应付幻术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红衣女子当即飞到了半空之上 目光看向了屋后池塘 摇动手中悬光镜 口中还念念有词 那悬光镜也在闪烁着淡淡的光滑 可摇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幻术 这可把红衣女子整懵逼了 没有幻术 这怎么可能 我还就不信了 红衣女子直接飞到了池塘上方 对着池塘水面一个劲的摇晃 手中悬光镜 池塘底下 真龙九兄弟 看着上面那个摇晃镜子的女人 一时间都是有点无语 二哥 他晃啥呢 不知道啊 估计是脑子有点不正常吧 你看他身上也粘着好多石尿呢 可别给吓到咱们这里来啊 放心 他要是赶下来 我直接一巴掌 把他扇飞出去 哎 咱们兄弟几个命苦啊 这地方本来就小 隔三差五 还有人接来泡澡 老九老八 要不然 你们还是自己去 找个地方待着吧 太急了 啊 红衣女子看着毫无反应的悬光镜 彻底愣住了 没有幻术 难道这里真的有龙吗 池塘边上 郭小云也是有些无奈的看着他 这位姐姐 你要不然 还是先去洗洗吧 他都觉得 红衣女子身上太脏了 这姐姐长得还挺好看的 怎么感觉精神不太正常啊 莫不是刚才在茅房里受刺激太大了 闭嘴 红衣女子气不打一处来 眼睛恶狠狠地盯着郭小云 你这重天的小子 看你忠厚老实 没想到却是一个卑鄙无耻之徒 居然弄出那种污秘不堪之地 还暗算我 郭小云 好吗 我啥都没干 就在边上老老实实的厨地呢 你突然骑个孔雀药物扬威的过来 我都没说啥呢 你自己莫名其妙跑盲房里去了 跟我有啥关系 又不是我把你推进去的 你把我师父的盲房顶都给弄塌了 我都还没找你算账呢 还要骂我卑鄙无耻 郭小云很事无语 坏小子 吃我一掌 红衣女子也是嚣张跋扈惯了 此刻怒火中烧 也不管弄没弄清楚郭小云的来历 直接一掌就朝着郭小云而来 郭小云吓了一跳 赶紧连忙躲闪 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你身上太臭了呀 你手上还沾着屎呢 郭小云惨叫连连 疯狂逃窜 没办法 任何强者面对一个手上沾了屎的人 都会敬畏三分 根本不想与之有任何接触 红衣女子却是对着郭小云紧追不舍 周身法力运转 身上的污秽被尽数驱散 但臭味肯定是散不了的 小子 哪里走 红衣女子脚下一动 运转到门之法 瞬间就追上了郭小云 同时一掌直接打向郭小云的后心 这一掌十分狠辣 若是寻常修炼之人挨了这一掌 必会当场毕命 碰 郭小云躲闪不及 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掌 整个人飞了出去 但紧接着 又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好疼 郭小云一阵呲牙咧嘴 没想到 这个红衣女子力道这么大 打得郭小云后背一阵生疼 差点背过气去 红衣女子却是十分惊讶 自己这一掌 就算没有权力以赴 但归翘近以下的人 根本就顶不住啊 这小子看起来一脸憨厚 像个中田娃 没想到修为居然还不低 硬扛自己一掌 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好小子 你果然卑鄙 竟然还隐藏修为 红衣女子冷眼盯着郭小云 越发觉得郭小云心机深沉 他之前都没看出 郭小云是何等修为 当然 现在也看不出来 哪怕是在道门法眼的加持之下 也无法看到 郭小云究竟是什么境界 只有一团混沌一样的东西 十分古怪 郭小云十分冤枉 这红衣女人怎么一口一个小贼 一口一个卑鄙无耻 也太没礼貌了吧 这位姐姐 你到底要干嘛 郭小云无奈道 你这卑鄙小贼 别叫我姐姐 我没你这样的姐姐 啥 呸 我猜不是你姐姐 好吧 这位阿姨 小贼看招 红衣女子又冲了上来 这一次 她出手更加狠了 台掌之间 蕴含道门之力 郭小云这一次 没有再被动挨打 出拳应对 拳掌碰撞之间 碰 一声闷响 随即两人各自倒退 嗯 你也有道门之力 红衣女子面露震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郭小云 郭小云刚才那一拳 竟然蕴含着 与她一模一样的道门之力 虽然境界不如自己 但若说纯粹程度 似乎还要在自己之上 这不可能 你竟然会有道门之力 你到底是谁 红衣女子死死盯着郭小云 出言力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问问阿姨 你是谁呢 郭小云不满道 还把茅房的屋顶弄塌了 我是否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生气的 说话间 郭小云看着这红衣女子 你要是帮我 把屋顶修好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说什么 红衣女子觉得自己 是不是听错了 这个该死的小子 居然要自己去给他修茅房 等等 你刚才是不是又叫我阿姨了 是啊 我拍死你 红衣女子再度喊怒出手 就在红衣女子 对着郭小云穷追猛打之际 孔雀也飞了过来 想要相助自己的主人 但同时 大公鸡也从山路上冲了上来 一见到那孔雀 大公鸡便是熊啾啾气昂昂地扑了上去 第957章 大公鸡我们走 孔雀也没想到 一只大公鸡 会突然朝着自己冲过来 本没有把那大公鸡放在眼里 正想随手将其拍飞出去 结果定睛一看 这大公鸡来势汹汹 而且个头很大 比自己小不了多少 咯咯咯 大公鸡扇动翅膀 口中发出高炕的鸡鸣之声 大机关如同火焰一般抖动 一下子就扑到了孔雀跟前 孔雀双翅一盏 一股狂风席卷而出 但大公鸡却是纹丝不动 一头撞在了孔雀身躯之上 这一下 把孔雀撞得连连倒退 也把孔雀给撞得有点猛逼 这哪里冒出来的一只怪鸡 力气这么大 大公鸡可不跟你讲道理 他似乎就是看这只孔雀 很不顺眼 很想把这只孔雀 按在地上抱打一顿 又嗷嗷叫地冲了上去 社会我鸡个 鸡狠话不多 眼见这大公鸡如此嚣张 孔雀也是怒了 我好歹也是中原出来的 虽然是个坐骑 但也是有着归翘中期 修为的妖兽啊 你不过是一只鸡而已 敢在我拥有 古老血脉的孔雀面前 这一般狂妄 看我不把你这一身鸡骨头打烂掉 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贵血脉 孔雀直接飞到了天上 双翅山洞之间 道道如同利刃一般的狂蜂 对着大公鸡席卷而下 大公鸡却是丝毫不拒 同样双翅一盏 更加猛烈的狂蜂呼啸而起 哄咚咚 两股狂蜂碰撞之间 竟然是大公鸡更胜一筹 嗯 倒是我小觑你了 孔雀眼神一变 运转自身妖力 这是洞真格了 但站在地上依旧是昂首挺胸 骄傲十足 鸡哥 要不要咱们出手帮忙呀 不远处 三腰探出头来 对着大公鸡问道 大公鸡脑袋一扬 直接无情拒绝 帮忙 收拾这只杂毛孔雀而已 还用得着帮忙 鸡也有单枪匹马 就可以把他干死 找死 孔雀运转妖力 巨大的威压轰然而来 大公鸡仰起脖子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鸡鸣之声 哥哥哥哥 这一声鸡叫 震得天穷失色 让孔雀的妖力瞬间大乱 几乎难以稳住身形 要从天上跌落下来 就连不远处的三腰也是同受影响 一个个头晕目眩 体内的妖族血脉更是产生了本能的畏惧 嗯 正在追着郭小云打的红衣女子 也听到了这鸡鸣之声 浑身气血沸腾 立马回头看去 这一看之下 红衣女子瞳孔不经一缩 这这只大公鸡 莫非也有古老血脉在身 红衣女子再抬头一看 自己坐骑的反应 顿时更加骇然 孔雀为何如此不堪 她顿时想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可能 难道说 这只大公鸡身上的血脉 要凌驾于自己的坐骑之上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红衣女子连连摇头 绝对完全不现实 这孔雀虽然是她的坐骑 但有着古老的血脉 寻常妖兽在她面前 根本无法保持平静 尤其是在飞禽妖兽这一脉上 更是天生的王者 哪怕是修为高于孔雀的飞禽妖兽 在孔雀面前也要保持三分敬畏 可这只大公鸡 居然能让孔雀妖气大乱 无法保持平静 红衣女子内心固然不愿意相信 但眼前的情形 却让她不得不对大公鸡另眼相看 看来此地却有古怪 红衣女子没有继续去追打郭小云 而是纵身一跃 飞到了孔雀身上 不要慌乱 她一只手按在了孔雀的头上 相助孔雀平稳下来 孔雀面露慌乱之色 眼神带着金锯之色 主人 那只大公鸡身上的气息 让我有些害怕 红衣女子眉头紧皱 看来这只大公鸡 也有古老血脉 不过 这倒也便宜了你 主人 红衣女子咧嘴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将这只大公鸡杀了 取其精血喂养你 足以让你体内的血脉 更上一层楼 孔雀文言大喜 多谢主人 我祝你斩杀此机 好 红衣女子骑着孔雀 要先将大公鸡斩杀 取大公鸡的精血 来喂养孔雀 以红衣女子的实力 再加上坐骑孔雀 大公鸡固然神勇 但也绝对不是对手 必然要惨死当场 郭小云岂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他立马跑到了大公鸡边上 然后也不管大公鸡愿不愿意 直接就骑在了大公鸡背上 大公鸡 我们走 郭小云一拍大公鸡的脖子 然后带着大公鸡 就飞到了天上 看似是大公鸡在驮着郭小云 实则是郭小云在带着大公鸡 欲空飞行 这一幕 把三腰都给看傻了 郭小云骑着大公鸡 与对面骑着孔雀的红衣女子 对峙起来 场面相当有意思 当然 骑着孔雀 自然是比骑着大公鸡 要更加有气势一点 这位阿姨 你要是在这里胡闹的话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郭小云有些生气地说道 红衣女子 气得胸膛一阵起伏 阿姨 我明明才二十六岁 风华正梦 你这小子一口一个阿姨 是不是没长眼睛啊 杀 红衣女子骑着孔雀 直接冲向了郭小云 郭小云也不废话 仁皇剑翻手而出 一剑劈出 哄 恐怖剑气 瞬间便是让那红衣女子 和孔雀都是大惊失色 好厉害的一剑 红衣女子急忙运转到门之术 嗡 阴阳双鱼图浮现身前 硬看郭小云这一剑 当 阴阳双鱼图骤然溃散 但也挡住了这股雄魂剑气 你这小子 没想到还拥有如此宝物 红衣女子看着郭小云手中的人皇剑 心中暗暗赞叹 此剑就算放在中原之地 也绝对算得上是上等宝物了 郭小云却是突然间 把人皇剑收入了囊中 然后眼神有些古怪的看着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冷笑 怎么 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想要认输了吗 郭小云神情更加古怪了 就连大公鸡的神情 也变得冷傲起来 阿姨 要不然你还是回头看一眼吧 郭小云忍不住说道 回头看一眼 红衣女子一正 随即冷笑 小子 跟我耍心眼 你还嫩了点 想让我回头 然后出手偷袭我是吗 哼 我身为盗门传人 岂能不识你这点伎俩 我回头又怎么样 你有机会偷袭我吗 说话间 红衣女子迅速回了一下头 你看看 我回头了 后面什么眼 红衣女子 忽然间愣住了 在他身后 八条真龙正低着头 都盯着红衣女子 一个个龙爪插腰 表情一个比一个拽 跟一群街溜子似的 小老妹 你怎么回事 龙老八语气拽拽地问道 第958章 街溜子真龙 众所周知 福云山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 其实分为两大社团 以大毛为首的福云山妖兽小分队 成员有兔子 三妖 杨鼎天 以及大公鸡 还有一大社团 就是一直藏在后院池塘中的真龙九兄弟 这两大社团 一直都是互不干扰 相比起较为活跃的妖兽小分队 真龙九兄弟 则要低调得多 他们平日里 都很少现身 几乎一直都在池塘里待着 也就龙九曾经去天武王朝 外出宫干过一段时间 最后也灰溜溜地回来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 真龙九兄弟 真就对外面的神情不闻不问 现在福云山真正的主人还没回来 大毛 兔子 杨鼎天 也都未归 眼下福云山又来了一个捣乱的 真龙九兄弟 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此时此刻 除了龙大之外 龙二到龙九全部现身 一个个嚣张跋扈地 站在红衣女子后方 直接把红衣女子给看猛了 而红衣女子身下的孔雀 也是吓得浑身乱颤 直接就从空中跌落下来 连带着骑在他身上的红衣女子 也是跌落在地 孔雀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直接把脑袋埋进了土里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你们谁都看不见我 而红衣女子 则是立刻翻身而起 眼神难以置信地 望着那八条真龙 不可能 这世上不可能还有真龙 红衣女子连连摇头 即便是亲眼所见 她也绝对不相信 世上有真龙的存在 退一万步 就算世间还有真龙存活 但也不可能忽拉一下子 就冒出来八条真龙吧 所以这亥然的场面 绝对不是真实的 幻术 一定是幻术 红衣女子立即镇定下来 她想起了那个兵家之人 传回中原的消息 说是在这浮云山 见到了真龙 看来消息的确不假 自己今天也见到了 不过自己毕竟不是那兵家废物能比的 这等幻术 被我一眼就看穿了 红衣女子不禁冷笑 她直接将悬光镜再度击出 区区幻术 看我随意破之 红衣女子催动手中悬光镜 想要将眼前这夸张的幻术给破除掉 幸好我带了悬光镜 否则还真要被这幻术给震住 悬光镜连连闪烁 在红衣女子的催动下 一次次运转起来 可 四周的情形 啥都没有变化 那八条真龙 依旧是矗立在那里 一个个神情古怪地盯着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 神情微变 但还是没有慌乱 原来如此 这幻术果然厉害 悬光镜一时间 竟然都破不了吗 红衣女子加大力度 将更多的法力灌输到悬光镜之中 嗡嗡嗡 悬光镜的光芒更加耀眼 一股奇异之力涌现出来 弥漫四周 这的确是一件能够看破幻术的宝物 出自道门高人之手 极为厉害 这世上的幻术 除非是触及到了仙术的层次 否则基本上都会被这悬光镜所看破 红衣女子将悬光镜催动到极致 就算是再厉害的幻术 也将无所遁形 但 那八条街溜子真龙并未消失 依旧是用细血 古怪的眼神在看着她 红衣女子 这下彻底愣住了 没有消失 难道这是达到了仙术层次的幻术吗 所以 悬光镜无法破除 我还就不信了 红衣女子一咬牙 猛然一拍眉心 道门法眼再度出现 同时配合悬光镜 两者的力量 合二为一 就算真是仙术级别的幻术 也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了 嗡 法眼光芒 与悬光镜之力 同时照耀在了八条街溜子 真龙身上 街溜子真龙们 一个个面露不屑之色 压根就懒得动弹 照吧照吧 使劲的照 看看 你能照出个什么玩意来 红衣女子还在这里使劲的 想要勘破换术 另外一边 大公鸡和郭小云 已经落了下来 八条真龙都出来了 这红衣女子 也用不着他们来对付了 只见大公鸡 直接冲到了那孔雀的跟前 孔雀此刻还把脑袋埋在土里 完全不敢露头 这可就便宜大公鸡了 对着孔雀一顿猛踹 那大鸡爪子 噼里啪啦落下 快得都出残影了 把孔雀踹得惨叫连连 整个身子都踹进土里去了 红衣女子也看见了 自己做棋被狂揍 心里也是十分焦急 顾不得换术不换术了 赶紧冲了过来 想要阻止 却见八条真龙齐齐一动 直接拦在了红衣女子前面 小老妹 龙老八瞪着眼睛 瞅着红衣女子 你说 你挺大个人了 长得也人模人样的 你做起把房子撞破了 还把咱们兄弟几个的池子 给弄脏了 这不得给他一点教训吗 而你身为主人 也要负起责任来是不是 红衣女子呆住了 这条真龙说话的样子 怎么这么像地痞无赖 虽然他也没见过 什么地痞无赖 但想象之中 应该就是 和这条真龙差不多的样子吧 你们不是幻觉 你们真的是龙 红衣女子呆呆地说道 呵呵呵呵 八条真龙都是笑了起来 笑声很猖狂 红衣女子 则是十分的怀疑人生 我这是来了一个什么地方 那仲田的少年 身怀道门之力 一直拥有 古老血脉的凶猛大公鸡 还有八条活生生的真龙 以及 那个可恶的毛房 这他娘的 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红衣女子 此刻突然很想回家 原来外面的世界 这么危险吗 此刻 孔雀已经被大公鸡 从土里揪出来了 大公鸡用爪子一顿乱揪 把孔雀身上的毛揪得满地都是 孔雀根本就不敢反抗 只能是在大公鸡的爪子下 哀嚎惨叫 着实是有些可怜 啊 红衣女子大叫起来 周身法力涌现出来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们是真龙 他猛然间跃起 运转道门之力 直接冲向了龙老八 哎呦 还敢动手 小老妹 这可是你先动手的 跟谁俩呢 八条真龙也不讲什么江湖道义 直接一起动手 片刻之后 红衣女子惨叫一声 从空中跌落下来 被龙儿一巴掌扔在了地上 另外一边 孔雀也被大公鸡用爪子按在地上 郭小云走到了红衣女子跟前 蹲下来看着他 小贼 你等着 你给我等着 红衣女子虽然被制服了 却依旧很不服 对着郭小云叫嚣 郭小云一脸无奈 阿姨 你还是先把我师父的茅房修好再说吧 第959章 委屈的玉英子 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小贼 你叫谁阿姨呢 呃 我不叫你阿姨叫啥 你没资格叫我 哦 那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要不是一身法力 被那八条该死的真龙封住了 红衣女子绝对要跳起来 在追着郭小云打 红衣女子十分憋屈 她一身浑厚的修为 都还没来得及施展 就被那八条真龙给镇压了 太难受了 虽然那八条真龙很厉害 但如果红衣女子想走的话 也并非是走不了 但她毕竟是太单纯了 初出茅庐 空有一身修为 但却是没有足够的经验 所以才会被八条真龙给镇压 此时此刻 郭小云蹲在红衣女子跟前 不厌其烦地询问着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一开始还很不配合 时不时出言大骂郭小云 但在郭小云 如同老僧念经一般的毅力之下 红衣女子终于是崩溃了 别念了别念了 我说还不行吗 红衣女子一脸无奈地坐在地上 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虽然已经听了 不知道多少声阿姨 但阿姨这个称呼 依旧是让红衣女子有些抓狂 我是到门传人 道号玉英子 玉英子 那你这名叫什么 我这名就不必说了吧 那怎么行 我当然要问问清楚 等我师父回来我也好 给他交代啊 我真名不好听 还是别说了 这有啥的 名字又不是你起的 是你爹娘起的 再不好听 也是你的名字呀 就像我 我叫郭小云 我名字就是我师父起的 玉英子阿姨 你这名叫什么啊 张 张翠花 呃 我还是叫你玉英子吧 这一段对话 把俩人都给整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 郭小云才继续开口询问 你从何处而来 中原到家 你是中原的人 来福云山做什么 调查福云山的秘密 就你一个人吗 我还有几个同伴 他们去海外之地查 另一件事情了 郭小云一番盘问 算是把这玉英子 给问了个明明白白 就差把玉英子 穿了什么颜色裤衩子 都给问出来了 这玉英子倒也很识趣 知道自己现在受制于人 也没有做无谓的抵抗 能交代的都交代了 不能交代的 自然是咬死不说 郭小云本以为 很难从这玉英子身上 问出什么东西 却没想到 这女人如此单纯 相比之下 郭小云反倒是觉得 自己有点狡猾了 问得差不多了 郭小云看向那八条真龙 几位龙叔叔 辛苦你们了 没事 龙二笑着说道 随即八条真龙 回到了池塘之中 当然 施加在玉英子身上的封印 可没有解掉 玉英子 依旧是被真龙们的力量 所压制着 一身法力难以施展 池塘底下 八条真龙 来到了龙大的面前 如何 龙大淡淡问道 那小老妹修为很高 可惜一点也不老辣 白瞎了 她那一身修为了 龙老八撇嘴道 龙大懒得理会龙老八 而是看向了龙二和龙三 你们觉得呢 龙三很是直接 大哥你太小心了 就他那种货色 都不需要二个 我都能应付得了 龙二点了点头 老三说的没错 这女子修为确实很高 但应该没怎么与人交过手 论战力的话 只怕还不及上次来过这里的兵家传人 龙大恩了一声 即便如此 也不能放松警惕 主人还未归来 福云山需要我们守护 若是在有中原之人到来 依旧不能大意 面对龙大的叮嘱 兄弟八人也是不敢怠慢 琪琪点头 玉英子被滴流到了毛房顶上 她一脸茫然 不知所措 郭小云指了指 已经踏了大半的毛房顶 阿姨你看看 这是你做其弄的 我师父要是知道了 肯定要大发雷霆 所以 你还是赶紧把它修好吧 玉英子猛了 她看了看下方的大洞 又看了看郭小云 你让我修毛房 对啊 你让我堂堂到门传人 二十六岁风华正茂的大美女修毛房 你就算二百六十岁 也得把这毛房屋顶 给我修好 对于这件事情 郭小云十分的坚决 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开玩笑 这毛房 可是师父最为重视的地方 没看到整个福云山 就属这毛房修得最好吗 现在屋顶塌了 要是不修好的话 万一下个雨啥的 那毛坑不就要被淹了吗 一旦毛坑被淹了 那水不就都流出来了 所以不管如何 这毛房是一定要修好的 既然是那孔雀壮坏的 那自然是要让玉英子这个主人 来负责修好 压根就不和你商量 我玉英子 岂能受你这般羞辱 玉英子咬牙切齿 双目泛红地盯着郭小云 我就算是死在这里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会修这玩意的 郭小云一脸无奈 一把按住玉英子肩膀 往前推了一下 这可把玉英子吓得面无人色 你干什么 你要做什么 小子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 郭小云却又推了一下 玉英子人一阵亮枪 已经是站在了屋顶 大洞的边缘处 只要再再被推一把 人就要掉下去了 玉英子脸色完全变了 你别推了 我要掉下去了 那你修不修 我 我修 玉英子终于还是服软了 郭小云没有再推他 而是从储物袋里 拿出了几件工具 都给你准备好了 有啥不会的问我 说完 郭小云就下了屋顶 刘玉英子一个人 站在茅房屋顶上凌乱 我堂堂到门传人 天之娇女 现在却要在这鬼地方修茅房 无量天尊啊 我这是造了什么年 比起玉窟无泪的玉英子 他的坐骑孔雀 却是更加凄惨 此时此刻 孔雀身上一根毛都没剩下 被大公鸡拔干净了 大公鸡十分霸道 此刻骑在了光秃秃的孔雀背上 骑着他漫山遍野的转悠 第九百六十章 玄京殿的邀请 就在浮云山十分热闹的同时 远在海外之地的大毛 此刻迎来了杨顶天的挑战 一座孤岛就在豫章书院的附近 大毛和杨顶天相对立 一旁站着面无表情的齐天妖王 齐天妖王是来观战的 他本来不想来的 但想了想 还是来了 不为别的 就想看看 大毛现在到底是何等实力 至于杨顶天 虽然觉醒了麒麟血脉 实力突飞猛进 但在齐天妖王看来 依旧逊色于自己 只有大毛 是齐天妖王始终无法看透的 不久前 齐天妖王和大毛交过手 那一次 似乎是屏风秋色 但齐天妖王后来隐隐觉得 大毛似乎还有所保留 所以这一次 齐天妖王除了观战之外 也想再和大毛比试一番 杨顶天眼神挑衅地看着大毛 似乎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了 你真要跟我打 大毛一脸平静地问道 呵呵 难不成你怕了吗 杨顶天得意洋洋 鬼仙一战结束 才不过两天 杨顶天就憋不住了 不断传音让大毛出来和他比划比划 大毛原本不想搭理 但见杨顶天这家伙越来越猖狂了 也只好出来接受杨顶天的挑战 面对嚣张的杨顶天 大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紧 杨顶天嘴角一撇 让你们以前整天欺负我 现在我杨顶天崛起了 先从你开始 等我回了福云山 再把以前欺负过我的家伙 一个个都走一遍 我杨顶天从今往后 就是要做扛靶子 杨顶天越说越激动 麒麟之威弥漫四方 倒也挺唬人的 齐天妖王看了杨顶天一眼 又看向了大毛 大毛依旧很淡定 只是眼神之中带着几分玩味 你可别忘了 是谁带你去那麒麟地动的 杨顶天一正 有点尴尬 哼 就算是你带我去的 那又怎样 大不了 我等会手下留情 不让你输得太难看吧 大毛咧嘴一笑 那好 随即伸出一只狗爪子 朝着杨顶天勾了狗爪子 你过来啊 杨顶天顿时大怒 竟然敢如此轻视自己 真以为他 还是原来那个弱小的杨顶天吗 杨顶天轰然而起 裹挟麒麟之力 一头朝着大毛狠狠撞来 攻势虽然简单粗暴 但的确是威势惊人 寻常化缘境强者 根本就难以抵挡 就连一旁的齐天妖王 都不免露出赞叹之色 麒麟血脉 当真不凡 面对如此一击 大毛的反应只有一个 狗爪子抬起 对着冲过来的杨顶天 就是一巴掌 啪 杨顶天来得有多快 飞出去就有多快 哄咚咚 杨顶天一下子摔在地上 右脸打了几个滚 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 杨顶天猛了 他瞅了瞅四周 我是怎么过来的 他转头朝着大毛看去 就见大毛 依旧是稳稳当当的 蹲在原地 都没动弹过 起了怪了 杨顶天有些摸不着头脑 下一刻 杨顶天再度冲了上来 但结果还是一样 又被大毛一爪子拍飞出去 这一下 杨顶天摔得可就有点疼了 脑袋在地上 足足滑行了十几丈 不可能 我明明变厉害了 怎么还是打不过这条狗 杨顶天气恼无比 有些无法接受 大毛晃了晃自己的爪子 还来吗 来 我又没说 当然要来 杨顶天可不会就此轻易认输 他将自身血脉 尽数运转 轰轰轰 麒麟之力不断澎湃 周身红光闪烁 好 一声麒麟怒吼 震动整个孤岛 老实点 还不等杨顶天出手 一只狗爪从天而降 轰隆 一下子就把杨顶天 给拍进了大地之下 整个孤岛 也是在请客间四分五裂 当狗爪子抬起来的时候 杨顶天已经被拍得昏迷不行了 甚至被打回了原形 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这场狗狗和麒麟之间的较量就此结束了 胜负已然分明 大毛赢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赢多少次了 赢妈了 一旁的齐天妖王露出了震惊之色 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大毛 你究竟有多强 齐天妖王忍不住问道 大毛晃了晃自己的脑袋 也没多强 刚好够用 刚好够用 齐天妖王愣住了 这算什么说法 还能这么形容的吗 齐天妖王不禁升起了一股战意 他也想和大毛再比试一次 大毛见他的样子 就知道这猴子心里想了什么 没必要和我比试 以后有的是架打 齐天妖王一正 啥意思 大毛用狗爪子指了指一个方向 那个地方很快会有不少人冒出来 估计也会有人找上你的 说完 大毛悠哉悠哉地飞走了 对了 包把这家伙送到浮云山去 大毛的声音又远远传来 齐天妖王走到了阳顶天身旁 将其一把拎起 随即朝着浮云山飞去 至于大毛刚才所说的话 齐天妖王自然能够理解 大毛所指的方向便是中原 叶青云站在海岸边上 副手而立 眺望远方 神情专注 目光沉稳 仿佛是在思考着什么 月提侠和惠空站在叶青云的身后 两人都很疑惑 叶青云站在这里 已经有一会儿了 一句话也不说 就这么望着远处的大海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他们也不敢多问 毕竟在他们的眼中 叶青云的一言一行 都必然有其深意 或许叶青云此刻 再感悟天地大道 也说不定 惠空啊 叶青云忽然间说话了 惠空一正 赶忙上前 圣子有何吩咐 叶青云搓了搓手 你吃海鲜吗 啊 惠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吃海鲜吗 叶青云又问了一遍 惠空一脸困惑 圣子 何为海鲜 叶青云一阵无语 好吧 问了也白问 叶青云站在这里看了半天 其实就是 在想一件事情 自己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好像还没吃过这海里的玩意 要不然弄点来尝尝 小月月 你帮我抓条鱼上来 叶青云对月提侠说道 抓条鱼 月提侠有点疑惑 公子 要抓什么鱼 呃 能吃的鱼 哦 月提侠直接一跃 钻进了海水之中 没过一会儿 哗啦 破水声响起 一头巨大的海鱼 被月提侠扛了出来 卧槽 叶青云瞠目结舌 这鱼个头就踏马离谱 公子 这个鱼行吗 月提侠问道 嗯 可以吧 叶青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鱼 打算先尝尝看 却在这时 哗啦 那大鱼的鱼嘴 忽然张开了 一个人从里面钻了出来 叶公子 那人对着叶青云 招手打招呼 叶青云瞅着此人 奥天少主 来人正是玄金殿的奥天少主 叶青云不禁一阵无语 这家伙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第一次出现 就是从一头海兽嘴里冒出来的 现在又突然从这条大海鱼嘴里出现 怪吓人的 叶公子 我奉父亲之命 请叶公子去往玄金殿做客 奥天少主钻出来之后 便是对着叶青云恭敬行礼 去玄金殿做客 叶青云有些诧异 奥天少主似有难言之隐 实不相瞒 是我玄金殿来了几个中原之人 我父亲不敢得罪他们 而这几人只名点姓 要见一见叶公子 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是来求叶公子 一部玄金殿了 第961章 四大天骄 中原的人 叶青云一愣 一旁的惠空和月体侠 都是神情巨变 中原 这可是一个极有分量的字眼 中原之地 自上古年代之后就充满了神秘 外人不为所知 以往想要探索中原的人 进入中原之后 无一例外 皆是就此销声匿迹 再未出现过 所以 四镜之地的人 对于中原这个地方 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敬畏 甚至连提都不会去提及 眼下去突然有中原之人到来 而且就在玄金殿中 自然是让月体侠和惠空 有些震惊 两人都是不由地看向了叶青云 他们两人 以往都猜测过叶青云的来历 叶青云种种的神通手段 就很像是从中原之地而来的 但是现在 惠空和月体侠 都已经不认为 叶青云来自中原之地了 因为叶青云的手段 太过匪夷所思 只怕是在中原之地 都不一定能找到 与叶青云相媲美的存在 中原的人找我干嘛 叶青云疑惑问道 傲天少主有些尴尬 其实是他父亲傲慌 将鬼仙一战的过程 都告诉了中原之地的人 其中自然也不免提及了 叶青云的存在 这几个中原之地的天骄 便对叶青云很感兴趣 想要见一见叶青云 于是就让傲天少主 来请叶青云去一趟玄金殿 他们知晓叶公子颇为不凡 所以想与叶公子 你结识一番 傲天少主如此说道 算是说得比较委婉了 他可不敢把那几个 中原天骄的态度说出来 哦 这样啊 叶青云点点头 也没有怀疑什么 那看来中原的人 也是挺和善的嘛 叶青云如此说道 傲天少主嘴角一阵抽搐 心中更为苦涩 和善 中原那几个天骄的态度 可与和善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父子俩 在那几位面前 都只能卑躬屈膝 要多卑微 有多卑微 没办法 玄金殿 虽然也算是一方大势力 但在中原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况且 玄金殿本身就是 百家之中的阴阳家 扶持起来的 这一次前来的中原天骄 其中就有阴阳家之人 自然是要看他们的脸色 对了 你们玄金殿有海鲜吗 叶青云忽然问道 海鲜 傲天少主冷了一下 虽然这俩子他都认识 但结合在一起 他就听不懂了 呃 敢问叶公子 何为海鲜 傲天少主小心翼翼地问道 叶青云摸了摸额头 好吗 这活在海里的人 都不认识海鲜 海鲜 就是海里能吃的东西 像什么鱼虾蟹之类的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总之 只要是海里能吃的玩意 都叫海鲜 叶青云耐心解释道 傲天少主这才明白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海鲜啊 怎么样 有吗 叶青云颇为期待地问道 有有有 当然有 傲天少主连忙说道 他当然要说有 别说海鲜了 只要叶青云愿意去玄金殿 就算是 把他自己给炖了 端上桌都行 叶青云笑道 到时候你可不能小笑 傲天少主连连作医 叶公子放心 海鲜管够 那就这么定了 叶青云转头看向了月体侠 去把八天虎带上吧 与此同时 大毛也从不远处晃悠着过来了 叶青云立马对着大毛招了招手 大毛屁颠屁颠走了过来 你这老狗可有口福了 叶青云使劲揉着大毛的狗头 我带你去吃海鲜 深海之下 闭波荡漾 一座晶莹剔透的宫殿 矗立在海底 这座宫殿便是玄金殿 玄金殿四周都有阵法笼罩 除非是能够看破法阵 否则就算是站在门口 都看不见玄金殿的存在 再加上玄金殿位于海底深处 本就极为隐秘 所以这么多年来 只有六院知晓玄金殿的存在 其他事例一概不知 玄金殿内 傲天少主的父亲傲慌 正一脸恭敬地 陪着几个年轻男女 这几个年轻男女坐在椅子上 一个个都是趾高气昂 谈笑之间 未曾把奥黄这个玄金殿的主人 放在眼里 奥黄心中苦涩 但表面上却也不敢 有任何的不敬 没办法 这几个年轻男女 都是来自于中原之地 更是中原百家之中的天骄 每一个都极有身份 奥黄不敢得罪啊 随便得罪哪一个 估计要不了几天 中原真正的大能 就要出来灭掉他玄金殿了 奥黄殿主 你让你儿子去请那个叶青云 怎么现在还没来 一个身穿紫袍 面容俊秀的青年 有些不耐烦地对奥黄问道 此人名为徐少阳 出身中原百家之中的墨家 并且是墨家年轻一辈之中 排名前三之列的天骄 下一任墨家巨子的候选人之中 他也在其中 徐少阳也是这几个年轻男女之中的 为首之人 地位不下于去往福云山的道家女 天骄玉英子 奥黄赶紧回答 我这就问问 他连忙拿出传讯预检 与奥天少主取得联系 一番交谈之后 奥黄松了口气 几位 犬子已经请来了那位叶公子 一个时辰后 就能抵达玄金殿 几人文言 都是面露不耐之色 还要再等一个时辰 当真是麻烦 奥黄苦涩 这几位都是没耐心的主啊 总共四位天骄 除了墨家天骄徐少阳之外 有来自阴阳家的天骄楚人 年轻轻轻 却已经是得到了 阴阳家少司命之位 是阴阳家这五百年来 最年轻的少司命 还有来自法家的天骄剑天鸣 法家年轻一辈最强的剑道奇才 九岁之时 便与法家六大名剑之一的 正法剑互相感应 成为了正法剑之主 如今才不过二十岁出头 但论同境界的战力 这剑天鸣 只怕是这几人之中最强的一位 还有一人 乃是中原儒家的传人 是一个看起来娇小可人的少女 名为林仙仙 此女看似没有其他人如此耀眼 但却是儒家数千年难见的 玉儒之体 玉儒之体 天生纯粹无瑕 无需修炼 从小便可感悟儒家治理 他虽无修为 但只要他愿意的话 可将自身的玉儒之体 化为无穷战力 一个完全无法以常理来看待的怪物 傲慌是真的很慌 这几个家伙 各顶各的变态 心中只能祈求叶大公子 你赶紧来吧 除了你 谁能应付得了这几个家伙 第九百六十二章 初会中原之人 一条大鱼 在海中游动 直奔玄京殿 大鱼的体内 正是被傲天少主 请来的叶清云一行人 月提侠 惠空 自然是跟随左右 霸天虎一脸面瘫的 被月提侠抱在怀中 脑袋依旧正在那软乎乎的地方 大毛 趴在叶清云的身旁 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 叶清云看着黏糊糊湿漉漉的四周 几次欲言又止 直到一股股鱼腥味扑面来 叶清云实在是忍不住了 那个什么 咱们为啥一定要在鱼肚子里面啊 傲天少主回过头来 有些尴尬 叶公子 这是最快也是最稳抵达玄京殿的方式 叶清云人 都快被这四周的鱼腥味给熏晕了 你难道不觉得 这地方很难闻吗 傲天少主尴尬的笑了笑 还请叶公子稍稍忍耐 玄京殿马上就到了 叶清云闻言 也只好继续待在这里 他感觉自己有点晕车 不对 试运船 好像也不对 应该叫晕鱼 叶清云觉得自己再晕下去 可能就要吐出来了 他赶紧盘系而坐 运转自身灵气 金色的气息在叶清云周身浮现 不断流转 叶清云顿时觉得整个人好受多了 心想能修炼果然好啊 只要稍微运转灵气 身上的不适就立马消失了 而傲天少主眼见叶清云周身的金色气息 吓得脸色大变 心头十分骇然 天地本源 他又一次看见了叶清云身上的天地本源 如此的浓郁 简直能把人吓死 傲天少主大气都不敢喘 满脸都是敬畏之色 这天地本源如此浓郁 哪怕是有一星半点落在他的身上 都足以将傲天少主直接压死 终于 大鱼停在了玄京殿大门之外 一行人从大鱼的嘴里纷纷跳出 叶清云由于盘坐太久 腿有点抹了 跳下来没站稳 直接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 公子 圣子 月提侠与会空赶紧上前搀扶 傲天少主也是吓了一跳 心想这位叶高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叶清云赶忙爬起身来 连连摆手 没事没事 就是没站稳摔了一下 他脸上有点挂不住 好丢人啊 才到人家门口 就摔了一跤 幸好没有其他人看见 他却不知道 在玄京殿里面 奥荒以及自中原而来的四位天骄 把大门外发生的事情都看在眼里 尤其是叶清云 他现身的时候 更是引起了四位天骄的注意 就在他们都在惊异不定的时候 叶清云直接摔了一个大马趴 样子极为狼狈 把殿内的几人一下子整无语了 奥荒一脸古怪 偷眼瞅了瞅四位天骄的反应 这位中原天骄 一个个都是眉头紧皱 显然是对于叶清云 这么一个别致的出现方式 十分意外 奥荒 此人当真是你所说的绝世高人 徐少阳立即就有点怀疑起来 呃 确实是他 奥荒尴尬不已 呵呵 看起来有点蠢蠢的 林仙仙嘴角上扬 语气之中带着几分细血 他们四人心中 原本还对叶清云有着几分好奇 想看看到底是何等的存在 会让奥荒父子如此赞不绝口 结果现在一看 好像并没有像奥荒父子说的那么厉害吗 此时 玄金殿大门打开 奥天带着叶清云一行人走了进来 刚一进去 徐少阳四人的目光 便是落到了叶清云身上 并且都隐含着一股威压 他们可都是化元净的强者 这四人的威压一起到来 绝对是非常可怕的 没有足够的修为底蕴 会在寝刻间被威压震的吐血 甚至可能会肉身崩溃而死 他们四人之所以如此 也是为了试探 至于叶清云会不会被他们四人的威压 直接杀死 那根本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死就死了 那就代表叶清云不过是一个寻常之辈而已 杀一个寻常之辈 对于他们这等中原天骄而言 根本就不算什么 和捏死一只蝼蚁 没有什么区别 但叶清云却是恍然未决 此刻正在好奇地打量四周 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威压 四位天骄 眼见叶清云居然毫无反应 不由都是心中暗暗诧异 莫非刚才他的举动 是故意在迷惑我们 四人面面相去 不禁都有如此的猜测 奥荒此刻赶忙上前 拜见叶公子 奥荒对着叶清云攻身一拜 奥荒店主叶某前来叨扰了 叶清云笑着说道 无妨无妨 叶公子能来我玄京殿 那是我玄京殿上下的荣幸 谈何叨扰啊 奥荒连连摆手 对了叶公子 这里有四位来自中原的朋友 他们得知了叶公子的名声 也想与叶公子你结识一番 可以可以 我真最喜欢交朋友了 奥荒这才带着叶清云 来到了徐少阳四人的跟前 叶公子 这四位便是来自中原之地的年轻俊杰 奥荒十分恭敬地为叶清云介绍道 站在叶清云身后的月提侠和惠空 也在看向这四人 这一看之下 月提侠与惠空都是瞬间变色 三个化缘剑 还有一个少女 虽看不出修为 却蕴含着一股更为神秘的气息 中原的人都这么离谱吗 随便出来几个人都是这么厉害 这位是中原墨家的天骄徐少阳 这位是中原阴阳家的天骄楚人 这位是中原法家的天骄见天明 这位是中原儒家的天骄灵仙仙 奥荒依次为叶清云介绍道 这位便是在下向四位提到过的 叶清云叶公子 四人审视着叶清云 叶清云倒是很热情地 朝着四人报了报权 四位 叶某有理了 徐少阳微微醋眉 你莫非也是上古百家的传人 叶清云闻言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不是啊 不是 徐少阳觉得有点奇怪 他在这叶清云身上 隐隐感觉到一股与自己熟悉的气息 其实不仅是他 其他三人也都有着与徐少阳一样的感觉 仿佛叶清云身上 有着诸子百家的所有气息 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这位叶公子 我听说海外六院对你十分推崇 正好我也出身儒家 倒是想与叶公子你探讨探讨 不知叶公子可否赐教 林仙仙性情直爽 有话也是直说 当即便是第一个要对叶清云发难 第963章 六眼飞鱼 叶清云瞅着这个娇俏可人的少女 探讨探讨 你要说探讨一下人生和理想 那我可就不困了 探讨如学 这有啥意思的 叶清云摇了摇头 表示拒绝 林仙仙顿时神情僵住 叶清云也没理会这林仙仙的反应 转而看向了奥荒 奥店主 我正好有点饿了 不如先吃饭吧 先吃饭 这句话 直接把奥荒父子 以及那四位中原天骄都给弄懵了 只有惠空和月提侠十分淡定 他们早就习惯了 甚至月提侠也是一脸期待的站在叶清云身后 他也想尝尝 叶清云之前所说的海鲜到底是啥滋味 呃 叶公子你说什么 奥荒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吃饭呀 我是来吃海鲜的 不是奥天少主说这里海鲜馆够的吗 叶清云很是认真的说道 奥天少主赶紧上前 对奥荒解释了一番 奥荒一听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有有有 海鲜自然是有的 他又转头看向了徐绍阳四人 见着四人神情都不是很好看 心里又是一颤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大家都是来做客的 不如一起先吃饭吧 叶清云倒是很热情 以赴反客为主的样子 先吃饭 有啥事情吃了饭再说吧 徐绍阳四人面面相去 他们本来想直接对叶清云发难 要探出叶清云的底细 但被叶清云这样一弄 反而是有点不知所措了 叶清云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他的反应是四人都完全没想到的 叶公子自己吃吧 我们就不必了 徐绍阳淡淡说道 这样呀 叶清云也没勉强 那就麻烦奥店主了 不麻烦不麻烦 奥荒可不敢怠慢叶清云 连忙令人去准备了 但命令虽然传达下去了 但奥荒的手下人们 可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海鲜 啥玩意叫海鲜啊 虽然店主已经解释了 就是能吃的东西 可问题是 玄金店的人从上到下 谁吃东西啊 而且玄金店众人 本身就是交人族与人族 结合之后的血脉 他们从来也不会去吃海里的东西 现在奥荒这命令一下 他们都苦恼起来 到底什么才算是海鲜呢 思来想去 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准备了 过了半个时辰 一盘盘海鲜被端了上来 叶清云早就坐在那里等着了 同样在等着开吃的人 还有月提侠 他甚至比叶清云还要开心 我身为一个竖妖 却能吃到海里的东西 这也太幸福了吧 吃海鲜 吃海鲜 我小月月要吃海鲜 只是当海鲜被端上来的时候 叶清云和月提侠的反应截然不同 叶清云目瞪口呆 看着眼前这一盘盘奇奇怪怪的东西 这都是傻啊 长得一个比一个丑 看起来就不像是能吃的玩意啊 尤其是那长了六只眼睛的五彩大鱼 比叶清云整个人都要大 还正正好摆在了叶清云的跟前 把叶清云整个人都挡住了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叶清云忍不住问道 我要吃的是海鲜啊 可不是海怪啊 这泥马一个个都踏马太像海怪了 看着就不敢吃啊 我吃了不会感染海怪病毒 也变成海怪吧 这是什么鱼啊 怎么眼睛这么多啊 叶清云忍不住问道 奥荒赶忙开口 叶公子 这是海中一种很少见的鱼类 名为六眼飞鱼 啥 六眼飞鱼 顿了顿 奥荒继续道 此鱼生下来只有两眼 成年之后可达四眼 提醒长到最大的时候 便会有六眼 而且 此鱼能够离开大海 腾空飞起 故此名为六眼飞鱼 奥荒说得头头是道 叶清云听得一愣一愣的 好家伙 没想到 还真有六眼飞鱼这种东西 今天还真见到了 叶清云看着那六眼飞鱼的六只眼睛 不由得一阵起鸡皮疙瘩 密集恐惧症犯了 再一看 旁边的月提侠 已经欢快地吃上了 把一根又长又粗的触手 往嘴里塞 咀嚼的声音 响彻整个玄境垫 叶清云面容抽搐 这玩意好吃吗 好吃呀公子 这可太好吃了 和以前吃过的东西 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 月提侠一边吃着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一整根粗粗的触手 就这么被月提侠给吞了下去 叶清云见状 也尝试着吃了一口眼前的六眼飞鱼 仅仅只是一口 就让叶清云直呼卧槽 这玩意味道真是有点上头啊 一个字形容就是鲜 而且肉质十分的爽口 咀嚼之后 还涌现出一股回甘 丝毫吃不出海腥味 叶清云放下心来 接连吃了几口六眼飞鱼的肉 又来到了一个红壳大螃蟹的跟前 叶清云也不问这是什么 使劲把大蟹钱扯下来 吃了一口蟹钱里面白花花的蟹肉 好吃 叶清云彻底放下心来 和月提侠两人火力全开 也不管什么体面不体面了 直接狂吃起来 就连霸天虎和大毛 也是一人 趴在一只比他们大好几倍的紫皮龙虾上面 惬意地啃着龙虾肉 至于会空 自然是不肯吃这些海鲜的 他毕竟是出家之人 戒律仍在心中 此刻他站在叶清云和月提侠两人之间 双手合十 满脸悲悯的送念佛经 不过看起来 他的念经 似乎更是让两人吃得心安理得 徐少阳四人就在一旁冷冷看着 一开始 他们四个还满脸的不屑 眼中充满了鄙夷 心想这所谓的叶高人 居然如此的猝俗不堪 简直令人笑掉大牙 尤其是他那副饿死鬼一般的吃相 更是完全上不得台面 可看着看着 四人的神情都是渐渐变了 因为叶清云和月提侠 吃得太香了 四人一直都盯着看 渐渐也被影响了 真有这么好吃吗 林仙仙秀眉微微醋 看样子似乎是也想尝尝 给你 叶清云直接就把一个大蟹钱 朝着林仙仙丢了过来 林仙仙下意识地接过 一看这蟹钱跟他人差不多大了 里面白花花的蟹肉 看起来十分诱人 你不会也想吃吧 徐少阳 楚人以及见天明 皆是眼神古怪地瞅着林仙仙 第九百六十四章 浩然天下 林仙仙被他们三个看着 一时间也有些尴尬 说实话 他很想尝一尝 这个白花花的蟹肉 尤其是都到了自己跟前了 岂能不吃一口 可身边三个同伴都看着呢 你也不好意思吃啊 都别绷着了 你们一人一个 说话之间 叶清云又接连丢了三个大蟹钱过来 徐少阳三人一人接住一个 一时间 四位骄傲无比的中原天骄 此刻各自捧着一根大蟹钱 一时间都是不知所措 等等 好像哪里不太对啊 我们不是来会议会这个叶清云的吗 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要不然就尝一口吧 林仙仙忍不住说道 徐少阳三人 你看过我看他 最终也都是 没能抵挡住这大蟹钱的诱惑 一人吃了一小口 本打算一丝一丝也就行了 可结果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了 一整个蟹钱 被四人稀里哗啦给吃完了 所有的干干净净 吃完之后 四人面面相去 都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这些天骄 从出生起吃的 就是各种天才地宝 根本就没吃过这种玩意啊 本以为这种粗鄙之物 根本不会有多好吃 结果没想到 这鲜美的味道 香甜的蟹肉 实在是无法抗拒啊 简直是一下子就为他们 四位天骄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这世上 还有这么好吃的玩意呢 中原也有海 但中原之海 却是一片极为诡异的地方 即便是进入中原之地的百家 也只是探索了一小部分 更别说去吃海里的东西了 据说中原之海里面的生灵 都极为强大 随便出来一头海兽 都能够掀起一场灾难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叶青云也吃饱喝足了 此刻抹着嘴巴 对着四人说道 四人很不想承认 但刚才的吃相 已经是把他们四个完全出卖了 我跟你们说 这海鲜就得吃原汁原味的 本身就足够鲜美 不需要再去如何烹制 叶青云仿佛是来了兴致 很是认真的对四人说道 四人正正地看着叶青云 奥荒 奥天也是愣在了原地 这位叶高人 怎么好像对吃这一方面极为在行啊 这可真是所罕见啊 够了 徐少阳实在是忍不了吧 他一声呵斥 打断了叶青云的话 叶青云冷了一下 一旁的奥荒父子 也顿时紧张了起来 叶公子 你这些把戏 就都收起来吧 徐少阳冷冷盯着叶青云 叶青云挠了挠头 这怎么还急眼了呢 叶青云丝毫不慌 直接从旁拉过一张椅子 就这么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二郎腿一翘 还从橱袋里 拿出了一根牙签 叼在嘴里 样子有点拽 惠空也是如同护法金刚一样 站在叶青云的身后 一双佛眼 瞪着徐少阳四人 月提侠见状 也赶紧放下手里的八爪鱼 连忙来到叶青云身后 双手插腰 昂手挺胸 对着徐少阳四人 也是直瞪眼 不得不说 这仨人该装模作样的时候 还是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尤其是叶青云 那副大佬坐姿 再加上嘴里销魂的小牙签 就差一副拉风的墨镜了 可惜 叶青云并没有 捣不出墨镜这玩意来 现在系统都溜走了 就更加做不出来了 四位也都是体面人 咱们好好说话不行吗 非要把气氛弄得这么僵 叶青云一脸平静地说道 徐少阳四人 还真被镇住了 有点惊疑不定地 看着叶青云 心想 这是刚才那个叶青云吗 怎么感觉 判若两人了 而且不知为何 一股莫名的威压 从叶青云身上弥漫出来 无形之间 就已经笼罩全场 不仅仅是徐少阳四人 就连奥荒父子俩 以及其他玄京殿之人 尽数都感受到了这股威压 一时间纷纷变色 尤其是徐少阳四人 他们修为极高 并且各个都是天才之中的天才 但在这股无形威压之下 竟然浑身 都不由自主地紧绷了起来 体内的力量 都有点不受控制地运转起来了 如此情况 让徐少阳四人 都有点心惊 他们四人可都是化缘强者呀 就算是面对很多老一辈强者 都没有这般情况出现过 眼前这个叶青云 莫非当真 是秀为深不可测 远在他们四人之上 他们一时间 有点吃不准了 林仙仙再度一步站出 叶公子 你现在已经吃好了 也该与我探讨一下 儒家学说了吧 叶青云微微一笑 可以 林仙仙也露出一抹笑容 那不知叶公子 对我儒家学说 知晓多少 叶青云摸了摸下吧 大概 都懂一点点吧 都懂一点点 林仙仙嘴角微微一瞥 他自然是不信 叶青云这种说法 林仙仙虽然没有修为 但他是天生的欲儒之体 纯粹无瑕 只要是他愿意 可以将儒门的一切 都尽数掌握 儒家不知多少先被高人都断言 不需要太久 三百年之后 林仙仙一定会是 中原儒家的钢顶之人 所以 他非常自信 叶公子 我这里有一幅字 是我十岁时所写 林仙仙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幅字 既然叶公子对我儒家 颇有造诣 就请叶公子来指点一番吧 说话间 林仙仙便是把这幅字给打开了 众人也是齐齐看去 只见齐上 写着四个大字 浩然天下 虽然只有四字 却仿佛包容了儒家的一切 李峰更是苍劲有力 十分的干练 这四个字整体看来 显得大气磅礴 并所见之人 都忍不住生出一股豪迈之胆 奥荒父子 神情极为震撼 这幅字 若是一个如门老辈人物 写出来的 倒也就罢了 可这四个字 却是林仙仙这么一个少女所写 而且 还是他十岁时所写的 十岁啊 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就能写出这么一幅字来 简直太恐怖了 足以让那些自认书法大家的存在 羞愧致死 好漂亮的字 惠空和月提侠也是心中赞叹不已 他们多次见过叶青云的莫宝 而林仙仙这幅字 依旧可以让他们两人如此赞叹 可见 这幅字的确是十分出色 叶公子 我这幅字 你觉得如何 林仙仙颇有些骄傲地说道 叶青云叼着牙签 走到了跟前 仔细瞅了瞅这幅字 写得不错 很符合一个十岁孩子的水平 林仙仙脸色一正 你说什么 第965章 天下无双 叶青云笑了笑 这幅字确实不错啊 十岁孩子能写出这样的字 很了不起了 这话听起来 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但总感觉不太对劲 好像是在故意讥讽林仙仙一样 林仙仙脸色有些难看 那请问 叶公子的书法造诣又当如何 能与我这十岁时所写的字相比吗 叶青云连连摇头 林仙仙不由笑了 看来这家伙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你这是十岁写的字 我好歹这么大了 这么比 不是欺负你吗 林仙仙笑容顿时僵住 徐绍阳三人 也是不可思议的看着叶青云 这家伙疯了吧 这幅字 虽说是林仙仙十岁时写的 但林仙仙十岁时 就已经有极高的书法造诣了 钟原儒家年轻一辈之中 能在书法一道与之相比的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他十岁时的书法 就堪称今世之作了 你叶青云 还敢瞧不起 人家十岁时所作的书法 叶公子竟然这么说了 那我等到时都想见识 见识你的书法 阴阳家天骄处人冷声出言 眼中有着几分不屑之色 确实 我也想见识一下 法家天骄见天明 淡淡说道 徐绍阳没有说话 却也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叶青云 叶青云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这么热情 那我也只好现丑了 会空 圣子有何吩咐 取笔墨只验 启禀圣子 我没带 你踏马 叶青云正想来一次 闪耀众人眼球的装逼行为 气氛都到这里了 结果你这死光头 没帮我把笔墨只验带出来 这不是故意让我丢人吗 整段垮掉 会空也是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一阵尴尬 还好傲慌反应快 赶紧让手下人 把笔墨只验都拿上来了 这才没有让叶青云尬住 嘿嘿 当才只是酝酿一下情绪 叶青云还不忘缓解一下尴尬 随时提起了沾满墨水的笔 我倒看看 你这家伙究竟有多少能耐 林仙仙心中冷笑不已 但当他看见叶青云握笔的姿势 以及叶青云的神态时 林仙仙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他是书法天才 也很清楚 书法造诣最讲究的 就是一个落笔时的状态 落笔瞬间 状态上加 自写出来的书法也会上加 如果状态不好 那么无论你中间想如何扭转 也是徒劳无功 最终只能是呈现出一幅下诚之作 所以儒家之人都坚信一种说法 称之为下笔如有神 而叶青云此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在林仙仙看来 已经不仅仅是下笔如有神了 完全可以称之为下笔即是神 叶青云落笔了 四个大字 请课间完成 没有丝毫的迟滞 一气呵成 显得十分自然 白纸上 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天下无双 莫痕未干 但却已经是有一股难以言明的气势 透指而出 在场之人看着这幅字 无不惊骇 他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道孤傲无双的身影 独立在天地的尽头 那是一道怎样的身影 爵士 超凡 天下无双 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这身影无比的清晰 却又透着朦胧 在林仙仙的眼中 这道身影就是他儒家的至圣 在徐少阳的眼中 便是墨家初代句子 在楚人的眼里 则是阴阳家缔造者 而在见天明看来 自然是法家出圣 反正在不同人的眼中 通过这幅字所看到的绝世人影 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 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 那就是 这幅字太完美了 完美到 简直不像是人世间应该出现的字 仙人林凡 以摇齿之水为末 以仙树之之为笔 只怕也做不出这等完美无缺之字 光是看一眼 都让人觉得身心舒畅 仿佛修为都有所增异 沉默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甚至都无法发出惊叹之声 因为他们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这幅字 仿佛任何的言辞 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其高度了 哪怕是林仙仙 这个心高气傲的儒家少女 此刻也已然呆滞 她身形摇晃 几乎要无法站稳了 和叶清云所写的这四个字相比 她手中那浩然天下四个字 就显得黯然失色了许多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摆在一块 足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哪怕是在外行的人 都可以看出这两幅字的差距 噢 忽然间 林仙仙喷出了一口鲜血 林师妹 徐少阳三人顿时紧张起来 林仙仙登登登连连倒退 脸色浮现出一抹病态的苍白 并且 眼中的神采也变得暗淡了一些 楚人赶紧上前 轻轻抓住了林仙仙的手腕 一看之下 大惊失色 欲如肢体竟然有损 什么 徐少阳和剑天明神情震惊 林仙仙天生无暇的欲如肢体 此刻竟然出现了损伤 是这幅字 林仙仙指着叶清云所写的这幅字 我的欲如肢体 因为这幅字而损伤 众人齐齐看向叶清云 而叶清云则是一脸猛逼 什么鬼 我就写了一幅字而已 虽然写得很好看 可你也没必要吐血吧 什么欲如肢体有损 我都没碰你一下 不再这么碰瓷的吧 奥荒父子目瞪口呆 随即不禁骇然 叶高人竟然如此厉害 一幅字 就破了林仙仙的欲如肢体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林仙仙双拳紧握 心中极为难受 自己与生俱来的欲如肢体 天生无瑕无垢 不需要修炼 只需经研儒家之学 就可达到极高境界 甚至成为儒家新一代的半圣 也不无可能 但这也要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这天生无瑕的欲如肢体 不可有损 一旦欲如肢体有损 就如那精美无比的瓷瓶之上 出现了裂痕 即便是再细小的裂痕 欲如肢体便是一样的情况 天生无瑕 不能有损 一旦受损 几乎没有办法 再让欲如肢体恢复如初 好你个叶清云 当真是如此很多 楚人大怒 手指叶清云 叶清云一脸错愕 你这么激动干嘛 我 楚人一时雨色 他当然激动 因为他一直都对林仙仙心有爱慕 只是一直不曾表露出来 此刻见到心爱之人受创 情急之下自然是有些失态 叶清云忽然间仿佛明白了什么 惊讶地看着楚人 我懂了 你是他的舔狗对不对 第966章 舔狗楚人 舔狗 什么是舔狗 谁是舔狗 在场之人谁都听不懂 但听不懂归听不懂 毕竟是带了一个狗字 这明显就不是什么好话 绝对是骂人的那种 楚人顿时大怒 你骂谁是狗呢 蹲在叶清云身边的大毛 也是对着叶清云一阵翻白眼 狗怎么 狗招你惹你了 骂人就骂人呗 非要带上咱们可爱的狗狗 算怎么一回事 狗狗也是要面子的呀 什么狗娘养的 什么狗日的 什么狗儿子啥的 现在又来一个田狗 难道我们狗狗的存在感 就只能体现在骂人的话语之中吗 太令狗气愤了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的主人 我直接一个旋风扫堂腿 给你撂地下 我没有骂你啊 叶清云一脸真诚之色 在我的家乡 田狗可是一种美好的形容啊 啥 美好的形容 在场之人都猛了 这俩字怎么听都不像是什么美好的形容啊 你骗谁呢 叶清云继续道 田狗田狗 田到最后 应有尽有 这是在形容一个男子 对一名女子十分轻慕 愿意为其做任何的事情 无怨无悔 我们便亲切地称之为田狗 说到这里 大毛默默地走到了边上 实在是不愿意听这个田狗的话题 很伤狗狗的自尊 楚人一阵错愕 他确实是对林仙仙倾慕已久 并且不少人都知道 他喜欢林仙仙 或许林仙仙自己也清楚 只是一直未曾点破而已 但是现在 却被叶云 用形容田狗的方式说了出来 楚人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该不该发怒了 好像这叶清云形容的一点毛病没有 自己好像 真是他口中所说的田狗 楚人看了一眼林仙仙 后者却是一副并不理睬的样子 这让楚人心中 微微有些酸楚 叶清云 你暗算我林师妹 此事我必然要与你讨个说法 楚人并未昏头 依旧对叶清云发难 叶清云贪了贪手 我就是写了一副字而已 是他自己心眼太小 气得吐血了 跟我可没啥关系 心眼太小 这话让林仙仙差点又吐血了 这叶清云说话 简直太可恶 太气人了 林师妹放心 我必然要让他付出代价 楚人对着林仙仙保证道 随即一步踏出 哄 阴阳二气自他脚下骤然升起 环绕楚人周身 一时间 玄清殿内被阴阳二气所笼罩 威势惊人 而这楚人的双眸 更是变成了一黑一白两种颜色 显得神秘非常 月提侠 惠空同时受到了影响 各自的妖力 佛气仿佛凝固了一样 无法运转 就连身体也变得极为沉重 两人齐齐变色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楚人 阿弥陀佛 惠空大吼一声 体内涌现出一抹金光 吼 虎吼响起 强行挣脱了束缚 但也仅仅只是挣脱而已 惠空还要不断运转自身力量 才能与之抗衡 而月提侠则是没有这般能为 在楚人的阴阳之力下 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额头已然见汗 叶青云倒是什么 也感觉不到 目光充满好奇地看着楚人 楚人见状 心中一礼 此人竟然能在我的阴阳之力下 保持平静 要知道 楚人身为阴阳家年轻一辈的天骄 其身怀阴阳之力 乃是凌驾于灵气之上的一种天地之力 寻常修炼之人 根本就无法抵御自己的阴阳之力 除非是触及到了天地大道 并且将部分天地大道容纳于体 才可以不受阴阳之力的影响 看来此人已经炼化了部分天地大道 所以才能抵御我的阴阳之力 楚人心中暗暗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拿出真正的手段 让其知晓 伤害我灵师妹的下场 楚人双手抬起 一团火焰 出现在了双手之中 这团火焰十分独特 一半炙热 一半冰寒 而这极热与极寒的两种火焰 此刻却是圆润融洽的存在一处 阴阳玄火术 此乃阴阳家之法 将阴阳之力催动于实处的体现 那道炙热且冰寒的火焰 一旦沾染在旁人身上 便会如同复古之躯不可消除 并且 众招之人会在炙烤与冰寒之间 反复折磨 死得极为痛苦且凄惨 徐少阳等人见楚人 连阴阳玄火术都施展出来了 也知道楚人是真的动怒了 也不管这叶青云 到底有什么来历 只想着要为灵仙仙出气 楚师兄 你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 灵仙仙此刻也是出言说道 听到灵仙仙的恳求 楚人也是变得更加亢奋起来 去死吧 楚人猛然间便是将手中的火焰 朝着叶青云席卷而来 叶青云却是纹丝不动 丝毫没有要闪躲的样子 甚至脸上的神情都没有半点变化 仿佛完全是 不把这团可怕的火焰放在眼里 实际上 叶青云是因为反应太慢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脑袋更是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所措 而在旁人看来 就成了叶青云镇定自若 全然不把那火焰放在眼里 看来叶公子的确是深不可测 连如此可怕的火焰都不当一回事 也不知叶公子要施展何等神通 将其抵挡下来 奥荒父子心中暗暗敬佩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 火焰已经是到了叶青云的跟前 眼看着就要直接护在叶青云的脸上 突然 那火焰在即将触碰到叶青云的瞬间 一下子散开了 四散开 随即彻底消灭 一丁点小火苗都没有留下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这样的情形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楚人 他面色巨变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青云 不可能 他什么都没做 我的阴阳玄火术 为何会失效 林仙仙则是不满地看向楚人 楚师兄 你为何突然收手啊 楚人急了 面红耳赤 我没有收手啊 那为何你的火焰会突然消散 这我也不知道啊 叶青云此刻终于是缓过境来了 腿肚子一阵发颤 卧槽 差点就毁容了 我这俊美无双的脸蛋啊 以后还要靠你行走江湖呢 第九百六十七章 原来我身边有神兽 不过叶青云也不傻 他也有点奇怪 为啥那团火到了自己跟前 就突然消散了 叶青云可不认为 那是楚人自己收手了 开玩笑 那火星子都到自己跟前了 又怎么可能突然收手 必然是有什么原因的 莫非是有人在暗中相助自己 叶青云心中猜疑起来 惠空和月提侠不太可能 看这俩的样子 就知道应该干不过那楚人 难道是奥荒父子啊 也不太对 这父子俩 对那四个中原天骄这么敬畏 估计也不敢 和那四个中原天骄对着干 叶青云又不禁看向了 蹲在角落里的大猫 然后便立即收回了目光 我真是疯了 虽然会觉得一条狗身藏不落 叶青云内心自嘲 他有那么一瞬间 还真在猜疑 大猫会不会很厉害 但瞬间 就否定了自己这个猜测 就这么一条老狗 跟了自己十多年了 整天除了吃就是打瞌睡 懒得要死 他要是深藏不露的厉害高手 那我叶青云就踏马 是绝世强者了 环顾四周 叶青云最终把目光 落到了霸天虎的身上 莫非是这只憨疲猫 霸天虎此刻 依旧是被月提侠抱在怀中 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 叶青云瞅着他 他也在瞅着叶青云 忽然 叶青云一把将霸天虎抓了过来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在暗中保护我 叶青云盯着霸天虎的脸问道 霸天虎面无表情 叶青云却是眼前一亮 你没有说话 那你就是默认了 想到这里 叶青云仿佛是有了底气一样 将霸天虎直接放在了肩膀上 心中大定 原来我叶青云运气这么好 捡到的这只猫 应该是传说中的神兽 叶青云心中极为欢喜 一定是我叶青云的魅力 吸引了这只神兽 它才会主动来到我的面前 直到我遇到危险 它才会出手相救 一定是这样的 叶青云特殊的脑补技巧 很自然地将霸天虎看作了事 默默保护自己的神兽 那自己还怕个屁啊 神兽在手 天下我有 几个中原来的小鼻崽子 之前我客客气气地跟你们唠嗑 你们一个个还鼻子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的 跟谁俩呢 你看我惯着你们这几个小鼻崽子不 呵呵 叶青云副手而立 一声冷笑 区区火焰 能耐我何 叶青云直接出言嘲讽道 什么 楚人脸色难看 本就怒火上头的他 被叶青云这么一嘲讽 更是失去了理智 哄 阴阳之力爆发 雄魂之力化为一黑一白 两只争鸣大手 朝着叶青云迅速而来 这是阴阳家的阴阳和手印 徐少阳出言说道 阴阳和手 可化天地万物 傲慌也是露出金蓉 脸上也仅是忧虑之色 生怕叶青云 会死在这阴阳和手印之下 圣子小心啊 惠空忍不住惊呼出声 虽然明知道 叶青云实力深不可测 但此时还是下意识地出言提醒 叶青云其实也很害怕 他在赌 赌自己肩头上的 这只憨批猫猫 真是一只深藏不露的神兽 要是赌赢了 自己做梦都可以笑醒了 但要是赌输了 那十八年后 我叶青云又是一条好汉 阴阳和手印 呼啸袭来 叶青云已经眯起了眼睛 准确地说 是吓得就要闭上眼睛了 但下一刻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为何会如此 惊呼声不断响起 叶青云连忙把眼睛睁开 就见眼前什么都没有 刚才气势汹汹而来的黑白大手 此刻已然无影无踪 叶青云再看了看自己身上 嗯 还好好的 一个灵不见也没手 叶青云心头狂喜 转头看向肩膀上的霸天虎 没想到你真是神兽啊 都怪我有眼无珠 现在才发现你的不凡 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保镖了 我保证每天给你吃乳鸭腿 霸天虎 他的内心有点疑惑 我明明什么也没干 为何这位大人 对自己如此的热情 而角落里的大毛 更是委屈巴巴 明明是我先来的 怎么主人 对这只猫态度这么好 不过 大毛毕竟是大毛 浮云山妖兽 小分队老大 浮云山扛靶子 也不是白叫的 很快就调整好心态 呵呵 先让你这只猫得意一会儿 等回了浮云山 我就让你认清大小王 此时 徐少阳等人 也有点惊疑起来了 他们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究竟是叶青云深不可测 还是叶青云肩头这只猫 神秘非凡 楚兄 先别急着动手 徐少阳立即阻拦了 还想出手的楚人 楚人却是急了 你们两位还在看着大马 难道你们怕了此人吗 徐少阳和见天明街市 皱起眉头 他们当然不是 怕了叶青云 只是此刻有些摸不清楚状况 所以没有贸然出手而已 而且 他们俩又不是灵仙仙的舔狗 就你楚人跟着舔狗似的 被灵仙仙一两句话 就撩拨的怒法冲冠 没出息的玩意 几位切勿动怒啊 奥荒也是胆忙出来打圆场 这要是真打起来 不管谁输谁赢 他这玄金殿 怕是要被拆了 奥荒 楚人瞪着奥荒 你玄金殿 是我阴阳家一手扶持起来的 现在我命令你 立刻出动你玄金殿所有强者 把此人给我擒下 啊 奥荒人傻了 让自己出动玄金殿所有高手 擒下叶青云 这也太为难我了吧 奥荒一脸尴尬 不知所措 叶青云 此刻倒是只冷起来了 哼 你自己没本事 就想强迫别人来为你卖命吗 这就是 所谓的中原天骄吗 当真 施令叶某大开眼界 叶青云毫不客气地讥讽道 你说什么 楚人气得双目发红 死死盯着叶青云 叶青云副手而立 难道不是吗 此刻的叶青云 真好似一位深不可测的绝世强者 顾盼之间 自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威严 令人不由心生敬畏 莫说是你 就算是 你们四人一起上 我叶某何惧 震耳欲龙的话语 回荡在整个玄金殿之中 第968章 问鼎之上 叶青云吼完这句话 顿时觉得自己良尼武了 好有气势 只可惜自己看不到自己此刻的王霸之姿 人生真是寂寞如雪 徐少阳四人则都是被叶青云震住了 这莫非才是此人的真面目吗 霸气绝伦 仿佛天下无敌一般 公子好有气势啊 月提侠一脸静仰地望着叶青云 他还真没怎么见过 叶青云有如此威风不凡的时候 可惜我是树妖 配不上公子 不然一定要为公子生一窝小树苗 不对 公子是人 我是妖 那我们生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啊 月提侠的脑袋瓜子逐渐开始离谱 不愧是圣子 惠空倒是比较淡定 作为最早跟随叶青云的人 惠空对于叶青云也算是十分了解 平日里虽然不着调 还有点像铁憨憨 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叶青云绝对是不会掉链子的 而且 往往在巨大的事情之中 叶青云才是那个能够力挽狂澜之人 至于奥荒父子 早就被叶青云的王霸之气震慑得不敢说话 此刻父子俩都只能瑟瑟发抖 莫要被他吓住了 就在这时 法家天骄剑天明第一个缓过神来 他是法家的剑道天才 也是四人之中战力最强之人 一颗纯粹剑星 无惧无畏 哪怕是对手再强 也有勇气拔剑一战 正是因为有着这颗剑星 才能够与法家六大名剑之一的正法剑取得共鸣 成为正法剑之主 此时此刻 纵然叶青云威视惊人 剑天明也仅仅只是震惊 而不是畏惧 蹭 长剑出鞘 法家六大名剑之一的正法剑 此刻被剑天明握在了手中 一股无形剑气 陡然流转 使得在场之人 皆是感受到了一股灵力锋芒 甚至整个玄金殿 都不禁震战起来 是正法剑 奥荒惊呼一声 什么 这就是法家六大名剑之一的正法剑吗 奥天也是大为吃惊 眼含敬畏地看着剑天明手中之剑 法家六大名剑 威名远扬 正法剑便是其中之一 此剑之威本就惊世骇俗 而法家之人若是修为今生 能与剑共鸣 则更能发挥出此剑的威能 剑天明手握正法剑 目光凌厉地看着叶青云 以及叶青云肩膀上的那只猫 无论是你 还是这只猫 在我这一剑下 必然要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剑天明淡淡说道 下一刻 剑天明出剑了 一剑展出 十分的朴实无华 仿佛只是寻常的一剑批出 但就是这寻常的一剑 却是让在场之人 都是感受到了极为恐怖的压力 无论是奥荒父子 还是徐少阳三人 在这一剑之下 都要拼尽全力来抵挡 而在惠空和岳提侠看来 这一剑 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 一旦正面成兽 只有死路一条 而这一剑 正直奔叶青云而来 叶青云这一次 倒是一点也不慌了 我有神兽庇护 啪得淡淡 他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肩上的霸天虎 此刻猫猫都扎了起来 因为剑天明的这一剑 让霸天虎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 剑光袭来的瞬间 霸天虎几乎要忍不住 从叶青云身上跳开逃走了 可就在此刻 到了叶青云跟前的剑光 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就如同刚才楚人的招式一样 直接消失 一点都没剩下 剑天明顿时惊呆 自己这一剑之威 蕴含了自己的剑道与剑心 虽然朴实无华 却是凝练到极致的一剑 威力绝对足以让 绝大多数的化缘强者难以抵挡 就算这一剑 叶青云或者他肩头的那只猫 可以抵挡下来 也绝对不会轻松 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可刚才剑光消失的瞬间 叶青云根本就没有动一下 没有出手 而那只猫 也没有任何出手的样子 结果剑光就这么消失了 这简直太奇怪了 这怎么可能 徐绍阳三人也是惊呆了 剑天明的修为 虽然不是他们四人之中最高的 但战力绝对是最强的 刚才剑天明的这一剑 叶青云就算能挡得下来 也不可能了无痕迹才是啊 除非是实力高出 剑天明很多很多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难道此人不仅仅是问鼎静 是问鼎巅峰 还是超越问鼎之静 徐绍阳神色骇然 心中隐隐猜测 何为问鼎 修炼界公认的八大境界 自开灵而始 自问鼎为终 问鼎静 便是人间修炼者所能达到的极限 这等境界的存在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着移山填海之力 若是领悟了天地大道 更是恐怖非常 远超寻常修炼者的想象 而凌驾于问鼎静之上的境界 乃是仙人之境 如那上古时期 鬼体完整的鬼仙 便是堪比仙人之境的存在 只因为上古一战 被百家强者围攻之下 导致心语言与鬼体分散 才会跌落至问鼎静的实力 只是如果修炼之人突破问鼎 踏入仙人之境 就无法继续留在这片天地 会被天地之力 直接送往仙境之地 当然也有例外 若不想踏入仙境 那就只有一个途径 人间成圣 这个圣 并非只是一个称号 而是一个真正的境界 上古百家 就有极少数的一批人 在问鼎静的基础上 白尺竿头更进一步 领悟天地大道 获取一丝丝的天地本源 成为了圣人 因为炼化了天地本源 所以不会被天地所排斥 能够继续留在人间 圣人之境 虽没有踏入仙境 但实力上 丝毫不会弱于仙人 甚至比仙人更强 因为即便是仙人 也不一定能够炼化天地本源 但圣人却一定可以 想成为圣人 就一定要感悟天地大道 炼化天地本源 只要一撕 就足够了 徐少阳此刻就有些怀疑 这个叶青云 会不会是问鼎巅峰强者 甚至是一尊留在人间 不入仙境的圣人 哪怕只是一尊半圣 也绝对不是他们四人 可以招惹的 你的剑道天赋不错 可惜没有明示指点 若是继续这般下去 只怕是白白浪费了 这般天赋啊 叶青云双手赋后 故作高深地摇了摇头 还用一种十分惋惜的眼神 看着剑天明 这一下 整得剑天明 有些不自信了 第969章 装逼停不下来 休要胡言 剑天明 倒也没有被叶青云 完全唬住 我六岁席剑自小便有明示指点 至今三十载 所欲明示十二位 皆是我法家的剑道宗师 剑天明的话语 铿锵有力 连说话的声音 都仿佛是蒸蒸剑明 你所谓的明示 在我叶某人的眼里 不值一提 叶青云 依旧是一副大佬的样子 仿佛目空一窃 这可把剑天明气坏了 他的脸色变得铁青 一股股雄浑剑气 从他的周身弥漫出来 叶青云 你如我恩师 更灭是我法家 今日我必要 让你见识一下 我法家剑道的厉害 话音刚落 只见剑天明怒声一鹤 一股刚正不恶的剑意 弥漫在正法剑之上 竟你修出了剑意 奥荒面露震惊之色 死 还真是剑意 奥天少主也是十分骇然 剑意 剑者极难修炼出来的一种东西 若想成为剑道大宗师 有三者必不可少 剑意 剑心 剑招 若具备三者 并且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便可称之为剑道大宗师 而这剑天明 如此轻的年纪 却已经是将剑意修炼出来了 并且 这股剑意颇为强悍 刚正不恶 正气凛然 更是与剑天明这一身法家修为 十分契合 他的剑道 正是自法家理念衍生而出的剑道 所以 可以完美融洽地 发挥出最大威力 这一剑 足以横扫化缘境中的强者 写下我这一剑 我便认输 但若是你接不住 今日便是你的殉命之日 剑天明怒喝一声 剑光涌现 这刚正不恶的一剑 裹挟着浓浓剑意 对着叶青云轰然落下 众人都是看向了叶青云 想看看这位高人会如何反应 是展现绝世修为 以绝对的修为差距来压下这一剑 还是展现更加精妙的武学 来化解这一剑 亦或者 碧其锋芒 虽然看起来 碧其锋芒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也是绝大多数人下意识的反应 但若是叶青云也避其锋芒的话 那未免就落了下城 毕竟刚才叶青云可是把逼都装足了 现在要是接不下这一剑 而且选择闪躲的话 那叶青云的高人形象 可就要崩塌了 慧空和月提侠自然是毫无担忧之色 他们都相信 叶青云可以接下这一剑 至于大毛 依旧是懒洋洋的趴在角落里 似乎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 一点也不在意 屁大点的场面 压根就不需要自己出手 面对这一剑 叶青云的反应究竟如何 他淡淡一笑 笑容之中有着自信与淡然 仿佛完全没有把这雄魂灵力的 一剑放在眼里 剑光静在眼前的这一刻 叶青云只是轻描淡写 伸出了一根手指 而且不是食指 是小拇指 至于为什么伸出小拇指 纯粹是叶青云觉得 这样更拉风一些 小拇指伸出的瞬间 便与那剑光撞在了一起 请客间 剑光瞬间黯然 随即陨灭 丝毫不存 叶青云见状 心中大喜 果然神兽护体 就是不一样啊 他转头看了一眼 尖头上的霸天虎 恨不得直接亲他两口 而霸天虎 则是一脸呆滞 心中无比的震撼 叶青云伸出小拇指的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 从叶青云的体内 涌现出来 虽然只是极为断钻的一瞬间 但还是被霸天虎注意到了 这股气息之强足以让乾坤崩裂 让苍穹殒灭 哪怕只是一丝 都可移山填海 摘星唤月 即便霸天虎体内那股古老血脉 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差点就尿出来了 叶青云以为 是霸天虎在保护自己 而霸天虎 却很有自知之明 我保护你个大屁眼子 救你的实力 这天下谁能伤得了你 于是乎 霸天虎也无所畏惧了 安安心心 蹲在叶青云肩头上 而此刻 四周众人都是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猜测过 叶青云可以挡下这一剑 却没想到 叶青云居然挡得这么轻松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就伸了一下小拇指而已 那一剑之威 就完全不存在了 简直太恐怖了 徐少阳一脸震撼 楚人目瞪口呆 林仙仙双目失神 至于剑天明 他握剑的手 在不断颤抖 整个人仿佛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剑天明有些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自己刚才那一剑 堪称是他此生的巅峰一剑了 剑意发挥到了极致 剑心更是无比自信 可结果 却是这般残酷 自己这引以为傲的一剑 在叶青云的眼中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轻描淡写之间就化解了 完全没有给叶青云造成半点压力 这让身为剑道天才的剑天明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内心之中满是迷茫和苦涩 你的资质确实不错 但可惜未遇到冥师 所以也只是空有天才之名 将来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叶青云猫壮耸人胆 此刻也是彻底放飞自己 继续无情装逼 装逼一时爽 一直装逼一直爽 剑天明正正看着叶青云 这一次他没有反驳 因为他觉得叶青云似乎说的有些道理啊 自己的资质当然是不用怀疑的 可为何在叶青云面前如此不堪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没有遇到真正的剑道冥师来指点 所以才会如此 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剑道强者 剑天明竟然下意识地对着叶青云问道 叶青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想成为真正的剑道强者 叶青云故意如此问道 剑天明茫然地点了点头 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 那颗纯粹而坚定的剑心 此刻已经是出现了博杂 有了茫然与挫败 若是你继续留在法家 接受那些所谓的明师指点 一生一世都只能是个寻常的剑道高手 而无法成为剑道大宗师 叶青云毫不留情地说道 若想成为巅峰 成为真正的剑道神话 便放下你手中的这把法家明剑 然后跪在我的面前 说出你内心最大的渴望 第970章 剑天明的选择 光荡 法家明剑之一的正法剑 被剑天明丢弃在地 扑通 鬼使神差一般 剑天明竟然真的跪在了叶青云面前 弃剑 下跪 这是身为一个剑者 最不应该做的两件事情 此刻剑天明都做了 他完全舍弃了自己法家天骄的尊严 也彻底丢弃了自己剑道天才的骄傲 徐少阳三人彻底看傻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剑天明竟然真的弃剑下跪了 要知道 在他们四人之中 最为骄傲的人 其实是剑天明啊 身为法家传人 又是剑道奇才 更得到了正法剑的认可 种种光环加深 剑天明 可谓是骄傲无比 只是身为剑者 他没有过于张扬 所以在四人之中 显得较为内敛 但徐少阳三人都清楚 他们三人的光芒 只有灵仙仙这个仙天欲如之体 可以与剑天明相提并论 徐少阳和楚人 则是要稍训伴仇的 但剑天明此刻 却对着叶青云弃剑下跪 完全放下了自己所有的尊严 这是三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一幕 让他们觉得极为不真实 可现实就是这么离谱 叶青云看着弃剑下跪的剑天明 心里也是直呼过瘾 自己的忽悠神功 再加上霸天虎这只神兽护体 才造就了这一幕 场面完全被自己给震住了 求叶高人指点 剑天明声音苦涩 开口向叶青云恳求起来 他从未求过人 但此时此刻 他却像是一个出出茅庐的寻常剑者 希望能够从叶青云这里 得到一丝伴侣的教诲 剑者 拧折不弯 可你 却弃剑下跪 你觉得你配成为一名剑者吗 叶青云却如此说道 这可把剑天明给说猛逼了 啥玩意啊 不是你让我弃剑下跪的吗 怎么你又说我不配成为剑者了 撒啥话都让你说了 众人也都是神情疑惑地看着叶青云 完全不知道叶青云在说什么 感觉有点自相矛盾 叶青云却忽然笑了 目光欣慰地看着剑天明 剑者 固然是宁折不弯 但在我看来 真正的剑者 也应该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剑天明 你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我很欣赏你 剑天明抬头 正正看着叶青云 这一刻 叶青云的形象 在剑天明眼中变得更为高大 仿佛叶青云 才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才是自己真正应该追随的 剑道绝世大宗师 恍惚间 剑天明回忆起了 自己这三十年来的炼剑之路 所得到的 都是肯定与赞扬 没有人觉得自己平凡 也没有一个人会贬低自己 仿佛自己天生就要成为 剑道最顶尖的强者 直到这一刻 剑天明才真正意识到 他竟然是在这一生生赞扬之中 逐渐迷失了 固然养成了一个坚定无惧的剑心 却也是走到了一个极端 直到此刻 在装逼大师叶青云的开导之下 才深深认识到了 自己过往的缺憾 剑者不是不能接受失败 而是有没有正视失败的心 若是连失败都接受不了 遇到挫折便自暴自弃 那算什么天才 不过 是一个骄傲过头的废物罢了 多谢高人指点 剑天明再度对着叶青云磕头 在下 误了 好吗 又误了一个 叶青云心中憋笑 但表面上 依旧是一派高人的样子 神情淡然从容 眼神仿佛可以看透世间的一切 我剑天明练剑三十载 今日方才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的剑道 却听剑天明继续开口 声音之中 带着一丝激动 得见叶高人 乃是我剑天明此生最大的机缘 还望叶高人能够允许 让我能追随在叶高人左右 聆听叶高人的教诲 就算是为叶高人当牛做马 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剑天明的眼神格外坚定 说完最后一个字 便是直接匍匐在了叶青云跟前 似乎只要叶青云不答应 他就不愿意起来 徐少阳三人彻底晕了 心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简直离谱 圣子不愧是圣子 三言两语之间 便让这中原法家的天骄心悦诚服 慧空面带笑容 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也不禁想起了 自己与叶青云相识的情形 好像和这剑天明也差不多 都是在叶青云的一番教诲之下 才认识到了真正的自己 从此便跟随在叶青云左右 不断得到叶青云的教诲 才有了今日的慧空 这一切 想起来恍如昨日一般 叶青云看着剑天明 心想自己又忽悠瘸了一个 不过 这也是好事 把这家伙忽悠瘸了 那另外三个家伙 估计也就不敢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可以让你跟随左右 叶青云淡淡说道 剑天明大喜 多谢高人 叶青云摇了摇头 但有些话 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 高人请说 若追随我左右 便不可再拿剑 啊 剑天明猛了 不可再拿剑 那自己还算什么剑者 但叶青云的话还没说完 虽然不能拿剑 但若是 你足够毅力 能做到我交代你的事情 不出十年 你便会成为远超自己想象的剑者 十年 你敢尝试吗 说到这里 叶青云再度注视着剑天明 剑天明看向了不远处的正法剑 咬了咬牙 我愿意 叶青云点了点头 惠空 去把那正法剑收起来吧 是 惠空走到正法剑前 将其收入了囊中 而剑天明虽然心中不舍 却也是没有过多的纠结 既然打算跟随在叶青云左右 修行真正的剑道 自然要听从叶青云的安排 哪怕是让他毁掉正法剑 他说不定都会下手 剑天明 你这是要背叛法家 背叛中原吗 楚人大声喊道 剑天明回过头来 看向自己的同伴 无所谓背叛不背叛 我只是在追求真正的剑道而已 说完这句话 就代表他与徐少阳三人 真正的分道扬镳了 徐少阳三人都是脸色极为难看 他们万万没想到 剑天明竟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要是消息传回中原 不说其他势力 光是法家的人 只怕要气得当场升天 林仙仙和楚人 都是不禁看向了徐少阳 此时此刻 也只有徐少阳尚未出手 徐少阳眼睛一瞥 心中大骂不已 你们踏骂看我干啥 不会指望 我上去击败这叶庆云吧 你们是不是对我的实力 有什么误解 第971章 队友都是猪头闷子 徐少阳 现在只有你未曾出手过了 林仙仙轻声细语地说道 是啊 林师兄 林师妹受伤 我也奈何不了那叶庆云 剑天明更是已然背叛 现在就只有指望徐少阳你了 楚人也是一脸期待地 对徐少阳说道 徐少阳 我他妈真是服了 你们俩还看不出来吗 那叶庆云 是我能对付得了的吗 尼玛 我修为虽然不差 但战力还不及见天明呢 你没看见天明都贵了吗 指望我个屁啊 徐师兄 我知道你们墨家之人法宝众多 更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墨家之术 必然可以对付那叶庆云 林仙仙添油加醋地说道 看他那样子 仿佛是对徐少阳 有很大信心事的 林师妹说得不错 徐师兄 你就莫要再藏桌了 将你带来的墨家宝物亮出来吧 楚人发挥出了 自己舔狗的特征 反正林仙仙说啥 自己就跟着在旁边帮枪就是了 哪怕林仙仙放一个屁 他估计都会觉得芳香扑鼻 毕竟是舔狗 已经是彻底失了志 徐少阳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对狗男女扇飞出去 但此时此刻 他也不能乱了分寸 心中很快镇定下来 出手是不可能再出手了 他已经见识到了叶庆云的可怕 虽然还是不清楚 这究竟是叶庆云的实力 还是他尖头那只怪猫的实力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知道叶庆云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招惹的 就算自己寄出了带来的墨家宝物 只怕也奈何不了这叶庆云 还可能会丢人现眼 与其继续与这叶庆云交恶 还不如知难而退 莫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想到这里 徐少阳当即便是做出了决定 对着叶庆云攻身抱拳 阁下修为高深 实力莫测 在下叹为官职 已然折服 徐师兄你 楚人和林仙仙都是大为吃惊 没想到徐少阳居然也认怂了 叶庆云淡淡一笑 你倒是很识实物 徐少阳心头苦涩 这不识实物不行啊 刚才的种种都证明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叶庆云是他们几个招惹不起的存在 连见天明都选择跟随叶庆云了 他要是再硬着头皮出手 那下一个丢人现眼的必然是他 能见识到阁下的手段 在下心服口服 就此告辞 说完 徐少阳直接转身便走 都没有对林仙仙和楚人招呼一声 他是一刻也不想再留在这里 真会气 摊上这么几个队友 一个背叛了 还有俩 简直就是猪头闷子 简直无语 徐少阳此刻想去找到御英子 或许御英子才是真正靠谱的队友 楚人和林仙仙对视一眼 也是赶忙跟着徐少阳离开了 他们也实在是没脸留在这里 叶庆云不做阻拦 能打发走这几个家伙就行了 继续纠缠不放 也不是叶庆云的性格 他看着一旁神情平静的见天明 你的同伴回去之后 只怕会将你说成是中原的叛徒 见天明摇了摇头 公道自在人心 我的师门长辈 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海面之上 林仙仙和楚人一起飞了出来 正好看见徐少阳 一脸阴沉地站在天上 徐少阳 你为何不出手 还直接走了 林仙仙一脸不满地抱怨道 他的玉如肢体被迫 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心中对叶庆云十分愤恨 但他自知远不是叶庆云的对手 所以才会一再鼓动他人出手 结果徐少阳不仅没动手 还直接就走了 这让林仙仙觉得很没面子 哼 你们这些臭男人 就该什么都听我的 徐师兄 你墨家宝物众多 难道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吗 楚人也是有些不满 徐少阳本就一肚子火 结果这俩人一出来 居然还在指责自己 好家伙 差点把徐少阳气得鼻血都要出来了 我真想给你俩一人一脚 徐少阳忍不住骂道 楚人一听 立即挡在了林仙仙跟前 你要踹就踹我 莫要踹我的林师妹 徐少阳 他是彻底对楚人无语了 你可真是一条好舔狗啊 徐少阳对于叶清云舔狗的说法 当真是有了深刻的认识 这楚人就尼玛是纯纯的舔狗 已经舔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那叶清云的实力 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徐少阳美好气地说道 他确实厉害 来 楚人还想再辩解一二 但你妈的头啊 徐少阳可一点面子也不给 见天明什么实力 他都已经被叶清云完全蛰伏了 你我三人就算联手 也不可能奈何得了那叶清云 而且 人家明显是手下留情了 没有和咱们一般计较 他若是真要对我们起杀心 咱们几个早就已经共赴皇权了 楚人一听这话 却是不经反省 扭头看向了林仙仙 能够和林师妹一起共赴皇权 那是我的荣幸啊 林仙仙面无表情 眼中略过一抹嫌弃 而徐少阳 则是彻底被楚人给整无语了 这是在说 共赴皇权的事情吗 这明明是在说 那叶清云有多厉害啊 关注点能不能正常一些啊 行了行了 你们要是想死的话 就自己去对付那叶清云 我是不会陪着你们一起送死的 徐少阳也懒得多言了 爱咋咋的吧 心累 林仙仙也冷静下来了 他虽然很恼叶清云 破了自己的欲如肢体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行 那咱们眼下该如何是好 林仙仙问道 徐少阳想了想 先去找徐英子吧 他去了那浮云山 如今应该已经查到了什么 林仙仙点点头 徐英子师姐 是咱们几人之中秀位最高的 道法精深 若是他愿意来相助我们的话 以徐英子师姐的道法 再加上徐师兄你的墨家宝物 还有我和楚人 未必就不能与那叶清云一战 徐少阳拿出了一枚传讯遇见 我现在就联系徐英子 PS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多多发财 第972章 合格的尼瓦将 浮云山上 道门天骄之女徐英子 此刻正挥汗如雨 口中还不断发出 呼吱呼吱的喘气声 当然 他不是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而是在辛勤的劳动 徐英子推着一辆小车 从山下运来了一车的砖瓦 当徐英子把这一车砖瓦 推到山上的时候 整个人累得都快要虚脱了 身为道门天骄的他 从小便是娇生惯养 别说干活了 他就连砖瓦是什么都不知道 活了二十多年 徐英子头一次知道 原来房子 是需要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 也深刻体会到了 当瓦工的不义 因为被封住了修为 他根本不能运转法力 只能是用最朴实的方式 把砖瓦从山下用推车拉上来 这过程就别提了 累得徐英子 都想当场从山上跳下去 可以想到自己出来的任务 徐英子也只能咬牙坚持 不就是修个茅房吗 还能难倒本天骄吗 徐英子好不容易 把砖瓦拉到了院子里 正想歇口气 三腰跳了出来 干什么呢你 还不赶紧干活 就是 这么点东西拉这么久 你在磨蹭什么呢 不想挨鞭子就赶紧的 徐英子愤怒不已 这三个才不过出入 归翘境的妖兽而已 比起自己的孔雀 都要差劲不少 结果此刻 却在自己的跟前耀武扬威 尤其是那狐妖更是拿着一根鞭子 只要自己稍有松懈 这鞭子就噼里啪啦地打上来 徐英子已经挨了两顿鞭子了 身骄体弱的他 哪里能挨得住这种鞭打 两次都是被打得呲哇乱叫 没办法 害怕挨鞭子 徐英子只能是咬牙用梯子 爬上了茅房顶上 开始干活 为了让徐英子 能够迅速上手瓦弓的活计 郭小云还刻意请来了山下的和尚们 亲切地为徐英子进行现场指导 和尚们对于修修补补的活计可是十分拿手了 尤其是这种茅房 就是在惠空的带领之下修建起来的 一砖一瓦都凝聚了和尚们的心血 不过郭小云没有让和尚们来修补茅房 而是让他们来指导徐英子 徐英子不愧是天才 一学就会 此刻已经是非常顺手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是尼瓦将出身呢 如果此刻有中原之地的人看见这一幕 必然会惊掉大牙 盗门天骄之女徐英子 此刻竟然向着心情的尼瓦宫 再修补一间茅房 这太离谱了 玉英子一边修补茅房 一边暗暗嘀咕 也不知道徐少阳他们去海外之地 进行的怎么样 是否已经查清楚鬼仙之死的根源 可惜我传讯遇见被这里的家伙拿走了 要不然还可以联系他们来救我 希望他们早些赶来啊 就在此时 兔子回来了 手里还拎着一个家伙 正是杨顶天 杨顶天是齐天妖王在半路上 遇到了同样在返回福云山的兔子 索性就让兔子给带回来了 而杨顶天又变回了原本的样子 不知道是因为被大毛拍了一巴掌 还是这福云山有什么奇怪的力量 杨顶天回到福云山地界之后 就感觉自己的麒麟之力发挥不出来了 他本来还想回福云山耀武扬威一顿 把以前欺负过自己的家伙都揍一顿 确立自己在福云山的地位 虽然我打不过那条狗 难道还打不过你们其他几个家伙吗 可杨顶天的幻想终究还是落空了 麒麟之力用不出来的他 依旧是处于福云山食物链的最底层 顶多只能和那只大公鸡平起平坐 哎呦 出去一段时间 山上这么热闹了 兔子以紫衣营发的少女姿态回到了福云山 见到山上的情形不由得有些兴奋 尤其是看见正气这一只秃毛孔雀 满山转悠的大公鸡时 更是乐得哈哈大笑 这孔雀哪来的 怎么身上一根毛都没有了 大公鸡骑在孔雀的身上 来到了兔妖少女的跟前 似乎是在向兔妖少女和杨顶天炫耀 兔妖少女自然是不在意的 杨顶天可是气坏了 要不是我的麒麟之力被封印了 岂能让你这只该死的鸡这么威风 三妖也走了过来 兔子 你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侯妖有些好奇地问道 兔妖少女呵呵一笑 我现在可是一方妖主 很忙的 哪像 你们几个咸云野鹤 天天在这里混吃等死 我可是要外出公干的 三妖一阵比一 要不是咱们几个一起帮你撑场面 你能不能当上这个妖主 都还难说呢 咦 杨顶天这家伙 怎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 此时 狐妖发现了杨顶天的不寻常 牛妖和猴妖 也是盯着杨顶天仔细瞅着 忽然间 三妖都是一阵星辗 他们终于感受到了 杨顶天体内的麒麟气息 十分浓郁 这已经觉醒的麒麟 才会拥有的气息 三妖 吓得差点坐在地上 他们都只是寻常的妖兽血脉 面对麒麟这种古老的血脉 自然是有着天生的畏惧 别怕别怕 这家伙身上确实有麒麟血脉 不过已经被狗老大给暂时封住了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突妖少女笑着说道 一听这话 三妖这才松了口气 心里也是一阵庆幸 幸好狗老大英明啊 封住了杨顶天这家伙的麒麟之力 要不然 以他们之前欺负杨顶天的架势 这杨顶天得势之后 回来还不得报复他们啊 幸好幸好 狗老大还是永远低神 大公鸡倒是不怎么在意杨顶天的麒麟气息 他依旧是高傲地仰着头 目光不懈地瞅着杨顶天 杨顶天一脸郁闷 没办法施展力量 也没心情和大公鸡较量 三妖又把玉英子的事情告诉了突妖少女 泽泽 中原道门的天骄啊 突妖少女露出惊讶之色 抬头看向他正在修理茅房的玉英子 长得不错 屁股也挺大的 应该是个好生养的 这话 玉英子倒是没听见 不然的话 就算修为被封住 他也必然要跳下来和突妖少女大战一场 嗯 这玩意想了 牛妖忽然间拿出了一个传讯预检 正在想动 这是那道门女人的传讯预检 有人在联系他 第973章 来自浮云山的陷阱 几个妖兽面面相去 先听听看 突妖少女说道 牛妖当即一点那传讯预检 就听里面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玉英子 可听得见 狐妖立即开口 听得见 有什么事 她的声音 居然和那玉英子一模一样 不差分毫 这也是狐妖一族的特殊本领 可以模仿他人英容相貌 越是修为高深 越是能模仿的逼真 而狐妖在浮云山这些日子 从原本的通天境妖兽 一路提升到如今的龟鞘境 这变化模仿的能力 自然也是十分厉害的 此刻模仿起玉英子的声音 完全是信守拈来 没有丝毫的难度 你在什么地方 男子声音再度传来 狐妖一时间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兔妖少女眼珠一转 立即凑到了狐妖的耳边 她说一句 狐妖就跟着重复一句 我在浮云山 你呢 浮云山 就是你要去查看的那个地方吗 现在情况如何了 我查到了浮云山有天大隐秘 但传讯狐妖不便细说 你来此地与我会合 那好 我和林师妹 楚师弟立刻来与你会合 对了 剑天明背叛了中原 背叛了法家 他现在 狐妖另一头的男子 将他们所遭遇的情况 大致都告诉了狐英子 听得群妖都是憋着笑 就连杨顶天 都是竖起了耳朵听着 似乎很感兴趣的样子 原来如此 那你们还是先来与我会合吧 咱们碰面之后再从长计议 狐妖继续按照 狐妖少女的吩咐说道 好 我们立刻就来 到这里 对话就结束了 传讯御检暗淡下来 哈哈哈哈 群妖捧腹大笑 这下可有意思了 又能骗几个倒霉蛋过来了 哈哈 咱们浮云山真要热闹起来了 来得越多越好 咱们也可以捉弄他们找乐子 大海之上 徐少阳收起了传讯御检 神情放松下来 幸好 御英子那里进展顺利 已经在那浮云山 查到了什么很大的隐秘 还是御英子靠谱啊 徐少阳不禁说道 再一瞅林仙仙和楚人 这俩货 当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徐师兄 咱们现在就去 和御英子会合吗 楚人问道 那不然呢 你还想去哪 徐少阳美好气道 也不知那御英子 查到了什么隐秘 咱们这边失利了 消息一旦传回中原 只怕也是要丢人现眼 林仙仙阴阳怪气地说道 徐少阳瞥了林仙仙眼 他当然知道 林仙仙是什么意思 只怕是起了 要抢夺御英子功劳的念头 但徐少阳可没有这个想法 现在的他 只想赶紧和御英子会合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 也要等和御英子见面之后 大家一起商量 再做决定 对了 兵家的吴千锋 应该还在四境之地 要不然 把他也找来吧 楚人说道 吴千锋 便是比他们更早走出中原 奉命调查浮云山的 那个兵家传人 也因为吴千锋的失败 才有了徐少阳他们几个 在出中原的事情 听了楚人的建议 徐少阳思索了一下 但还是摇了摇头 吴千锋与我等非是一路人 也并不相熟 再者说 御英子一向不喜兵家之人 带着他去和御英子会合 只怕是 惹得御英子不快 听徐少阳这么说 楚人也觉得有道理 还是徐师兄行事稳重 他对着徐少阳恭维了一句 徐少阳翻了个白眼 现在知道我行事稳重吗 你这憨批东西 刚才被林仙仙三两句话 就弄得昏头昏脑的 没出息的玩意 走 现在就去和御英子会合 徐少阳也懒得多言 三人立即动身 前往南荒 而在玄境殿内 奥荒父子满脸恭敬地 站在叶清云跟前 叶公子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当真是令我父子两人 大开眼界啊 是啊是啊 叶公子真乃绝世高人 请受我父子两人一拜 奥荒父子对着叶清云一阵吹捧 就差直接把叶清云 当成他们的祖宗 供奉起来了 奥荒父子是真没想到 叶清云这么厉害 连终于而来的这几个天骄 一个个傲气的步行 结果都被叶清云安排得明明白白 连见天明这样的人物 都折服在了叶清云的脚下 奥荒父子心中又是欢喜 又是担忧 欢喜的是 玄境殿有机会抱上 叶清云这条大粗腿了 而担忧 自然是中原之地的压力 虽然叶清云收拾了 徐绍扬他们几个 展现出来惊人的实力 但这几人 毕竟只是中原之地的年轻一辈啊 在中原之地 还有更加恐怖的存在 光是问鼎静的老怪 都不在少数 甚至还有圣人存在 当年的上古圣人 并未禁数消失 依旧有相当一部分人 活在中原之地 他们在上古之年 就已经是圣人之境了 活到现在 又该是何等恐怖 这些人要是出来的话 叶清云能对付得了吗 只怕是有点悬啊 不过这并不妨碍 眼下他们 尚赶着巴结叶清云 叶清云倒也很有自知之明 他虽然喜欢装逼 但他知道自己装逼的资本 是来自于霸天虎 要是没有霸天虎在身边 今日这局面 当真是不敢想象 所以他也没有继续装逼 表现得很平易近人 这让一旁的剑天明 不禁有些迷惑 叶清云仿佛有很多张面孔 时而谦逊 时而随和 时而就如之前那样 气势无双 可到底哪一面 才是真正的叶清云呢 或许 这就是真正的绝世高人 深藏不落 永远也不会让人 看出他的真面目 一时间 见天明心中 对叶清云的仰慕 就更深了一层 叶公子 我玄金殿有一件宝物 是从深海之地 无意间得来 十分玄妙 还请叶公子能过目一番 奥荒忽然说道 宝物 叶清云有些好奇 叶公子有所不知 此宝乃是一面镜子 有一人多高 才智极为特殊 能将一切都清晰无比地映照出来 奥荒一脸神秘地说道 并且 若是在这镜子前站立许久 还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这些景象因人而异 各不相同 至今我等也难以参透此无玄机啊 今日叶公子到来 想来以叶公子的眼力与手段 必能知晓此宝来历 第974章 镜中的预言 好 那就去看看吧 叶清云也没有太在意 抱着好奇之心 便打算去看看奥荒口中所说的那件宝物 叶公子随我来 奥荒在前面带路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来到了一座偏殿之中 偏殿不大 里面有啥玩意 一览无遗 就见偏殿正中间的位置 摆放着一件比人还高一些的东西 用一块黑布遮盖着 看不清楚 这下面是什么 除此之外 这座偏殿之中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叶清云环顾四周 觉得这么大的地方 居然只摆这么一件玩意 也未免太浪费吧 这地方虽然不算大 但要是好好规制规制 弄点土过来 完全可以种地啊 种点青菜萝卜 还可以再种点水果 那不是美滋滋 浪费 太浪费了 叶清云心中暗暗可惜 他自己都还没发现 他从原先世界穿越来这么久了 属于那个世界的烙印 却还是存在着 或许这就是源自血脉之中的痕迹 看见空地 就想着要种点啥 不然总觉得不得尽 叶公子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宝物 奥荒带着众人来到了那件宝物之前 随即将黑布一把接下 叶清云本来还以为这奥荒会来一句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可惜他没说 让叶清云一阵失望 可要是他说了 那叶清云也会觉得 这奥荒像个憨憨 在场几人朝着宝物看去 一时间惊叹连连 这镜子竟然如此的光洁透亮 死 堪称是鬼斧神功 惠空和月提侠皆是惊讶不已 叶清云也是看得一阵愣神 好家伙 这居然是一面落地镜 叶清云在原来那个世界 见不太多了 但是在这个世界 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对于惠空和月提侠而言 这样的镜子显然是十分新奇的 尤其是月提侠 在镜子前摇头晃倒 看样子对这面落地镜很感兴趣 大毛和霸天虎也在照镜子 不过大毛只是照了一下就走开了 没兴趣 而且他一眼就看出了这玩意的来历 也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就觉得更加没意思了 霸天虎倒是照得很起镜 在镜子前舔着自己的爪子 那叫一个优雅 叶公子觉得死宝如何 奥黄小心翼翼地问道 叶清云挠了挠头 这叫自己怎么回答啊 一面落地镜也能叫宝物 估计也就换衣服的时候 能用得上这玩意吧 要是放在自己浮云山的房子里 都还嫌这玩意占地方呢 啊 这宝贝挺亮了 叶清云也只好如此说道 挺亮的 这算什么说法 奥黄又赶忙道 此宝的玄妙之处 要旁人先行退开 然后独自一人站在镜前 平心静气 方能看见 这样呀 叶清云瞅了瞅旁人 就要让众人推开 自己先感受一番 圣子 还是让小僧先来试试吧 惠空却是自告奋勇 叶清云看他那一脸坚定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镜子有什么问题 所以惠空想要以身犯险 替自己挡下这一劫呢 还真别说 惠空就是这个想法 他还真是担心 这镜子可能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这玄金殿不怀好意 想要谋害叶清云 所以 惠空自告奋勇 想先来试一试 行 那你先来试试 叶清云也没拒绝 随即退到了一边 惠空双手合十 来到了落地镜之前 他双目直视着镜面 看着镜中的自己 心神平静下来 默默在心中送念佛经 很快 镜中的画面开始变化起来 如同荡漾波纹的湖面 一幕情景出现在了惠空的眼前 他看见了无边的烈火 席卷整个西境 无数僧人 在这无边烈火之下 痛苦嚎叫 最终化为了一具具焦黑的干尸 而在烈火之上 站着一群身穿盗袍之人 他们带着冷漠的神情 默视着化为火海的西境佛门 最终 火海之中 只剩下了惠空自己 他手持着金蝉法杖 身披无相法医 却只能是在那群盗袍之人的面前 接连败退 眼看着同门 镜术被焚烧而死 惠空发出凄厉怒吼 拼死一战 最终 金蝉法杖折断 无相法医破损 惠空身躯坠地 血染西境焦土 下一刻 所有的画面镜术消失 站在落地镜之前的惠空 如遭重击一样 身形连连倒退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惠空 你怎么了 叶青云有些惊讶地看着惠空 在旁人的视角之中 那落地镜 可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只有惠空一人 看见了刚才的那一幕幕情形 惠空呼吸急促 光头之上竟是汗水 他正正出神 似乎还未从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幕中 缓过神来 惠空 惠空 叶青云连续叫了几声 惠空这才好似如梦初醒一般 看向了叶青云 圣子 惠空喃喃开口 叶青云一脸奇怪地瞅着他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白 惠空刚想把自己刚才所看的一切 告诉叶青云 但话到了嘴边 脑海之中却忽然间一阵茫然 记忆变得模糊起来 圣子 小僧刚才 刚才好像看见了什么 可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叶青云一脸古怪 这惠空 不会老年痴呆了吧 这么快 就把刚才看到的东西给忘了 惠空再竭力回想 可越是回想 记忆却越是模糊 到最后 他甚至都完全记不起 自己看见了什么 但他可以肯定 自己一定看见了什么不祥的情形 行了行了 你一边去慢慢想吧 叶青云也懒得在问什么 让惠空一边去了 公子 让我照照吧 月提侠一脸兴奋地说道 行 你去吧 月提侠也来到了落地境之前 很快也放平了心神 渐渐地 镜面泛起了湖面般的涟漪 月提侠看见了一株参天巨树 枝繁叶貌 生机盎然 矗立在大地之上 但很快 这株参天巨树开始逐渐枯萎凋零 它的生机在迅速流逝 而四周的大地却仿佛焕发了新的生机一般 有无数的生灵自土壤之中苏醒 第975章 岁月之道 月提侠看得愣住了 直到那参天巨树彻底枯萎 大地重现生机 镜中的情形骤然消失 月提侠一阵失神 脸上满是茫然之色 小月月 小月月 叶青云见月提侠也开始发愣 不由地喊了两声 月提侠正正地转过头来 然后身子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是咋了 叶青云赶紧抱住了月提侠 奥荒也是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叶公子无需担心 这位姑娘只是晕了过去 应该是看见了镜中的一些情形 受到了惊吓才导致的 奥荒说道 他心里也是很忐忑 这要是叶青云的人在自己这里出事了 那自己只怕也脱不了干系 见月提侠没事 叶青云这才松了口气 同时他也不禁有些好奇起来 这镜子里到底有啥玩意 慧空看了之后 就像是得了老年痴呆 月提侠看了后直接昏了过去 整个神神叨叨的 让叶青云 都有点不太敢去独自看那面镜子了 很快 月提侠清醒了过来 小月月 你没事吧 叶青云关切问道 月提侠是在叶青云的怀中清醒过来的 他茫然地看着叶青云 公子 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叶青云一阵 做噩梦 你梦到啥了 月提侠摇了摇头 我不太记得了 叶青云一阵无语 慧空啥都不记得了 你也什么都不记得了 感情你们俩看了个寂寞 叶青云转头看向了那面镜子 心中也不禁有些好奇起来 他们两人估计都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自己又能看到什么呢 会不会是什么很刺激的画面 有没有可能少而不疑呢 叶青云有点响入飞飞起来 他随即便也走到了那镜子跟前 然后学着之前慧空和月提侠的样子 深吸一口气 平复自己的心神 然后眼睛紧紧盯着镜中的画面 魔镜魔镜告诉我 谁是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叶青云心里却是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结果 那镜中泛起了阵阵涟 紧接着 镜子却开始震动起来 叶青云有些错愕 而在场其他人也都是十分意外 尤其是傲天父子 他们得到这镜子 可是有很多年了 从未见过这镜子 会自己震动起来的 好声奇怪 这还没完 镜子震动了一会儿 又发出了一道怪叫声 好似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镜中 这个怪叫声 在场之人都听见了 傲慌彻底猛了 这镜子怎么还会叫 以前咋就没发现呢 叶青云也很疑惑 自己都盯着这镜子 看了好一会儿了 这镜子又是震动 又是怪叫的 可自己根本就没看到什么呀 镜面依旧泛着涟漪 老半天都没有什么奇异的画面出现 这玩意不会卡了吧 叶青云忍不住说道 在场几人当然不明白卡了 是什么意思 附近 莫非这镜子对叶公子无效吗 傲天忽然说道 傲慌文言也是不禁点头 很有可能 话还没说完 叶青云已经是伸手去触摸镜面了 他想看看这镜面之中的涟漪到底是不是真的 结果手指刚一碰到镜子 咔嚓 镜面上出现了一道裂纹 从上到下 直接把这镜面一分为二 叶青云顿时就僵住了 有些尴尬的看向了傲慌父子 呃 我才刚碰上去 没有什么力气啊 傲慌父子也是二连猛逼 什么情况 这镜子居然裂了 这么多年都没裂 怎么这要巧 就是今天裂开了 叶公子 这 傲慌还想说点什么 咔嚓咔嚓咔嚓 接连碎裂声响起 镜面四分五裂 然后直接往后一道 哗啦 碎了一地 众人都猛了 刚才还好好的 结果就叶青云站 跟前这么点功夫 这镜子就直接碎了一地 太离谱了吧 叶青云更是无比尴尬 靠 这不会是 针对我叶青云吧 怎么会空和月提侠看的时候 就啥事没有 到我这里 他就这个死样了 难道是我人品太差了吗 快看 傲天忽然间惊呼了一声 这些镜子的碎片 似乎有什么东西 听他这么一喊 众人立即齐齐看去 就见那些镜子碎片之中 竟然浮现出了一道道的星光 而这些星光 闪烁明暗之间 似乎蕴含了一种 极为高深的大道之力 奥荒立即变色 这莫非是岁月之道 岁月之道 叶青云当然是听不懂的 但会空 月提侠 以及傲天 却是听得懂 这可是极为高深的天地大道啊 岁月无情 无论你修为如何 无论你身份高低 在岁月面前 都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在如何厉害的强者 在辉煌的霸业 都会在岁月之下 化为一抹黄土 从古至今 多少精彩绝艳之辈 想要领悟岁月之道 从而对抗岁月 乃至跳出岁月的束缚 可惜 岁月之道太难领悟了 哪怕是在如何经验之辈 也无法能够抓住一灵半招 就像是这面镜子 它已经碎了 而就算将其复原 也不再是原本的镜子了 岁月之道 厉害就在于此 谁都只能被岁月所裹挟 无法回头 而修炼之人 求长生 求成仙 也不过是想在岁月之下 多苟活一阵而已 奥荒也不管其他 直接盘膝坐下 想要看看 是否能领悟到 这镜子碎片中 所蕴含的岁月之道 破 奥荒喷出了一口鲜血 它太过心急 以至于立即就被大道反噬 不仅没有能够取得成效 反而是伤疾自身 惠空和岳提侠 也各自尝试了一下 但都没有收获什么 显然 他们距离这样的层次 还太远了 一时间 众人都是看向了叶青云 嗯 有谁能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叶青云很是尴尬 他直到现在 都还搞不懂眼下的情形 什么岁月之道 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 可问题是 自己要做什么吗 是要摆出一个很帅的姿势吗 还是要念什么咒语 就在这一刻 一股莫大伟力降临 空间瞬间凝固 无论是奥荒父子 还是月提侠和惠空 亦或者是大毛和霸天虎 全部都陷入了凝制 仿佛连时间 都已经停止了流动 一道漆黑裂缝 凭空出现 紧接着 一只手掌 从那裂缝之中伸了出来 没想到 在这里会有岁月之道存在的痕迹 倒是便宜我了 裂缝之中 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 一个身着腥纹长袍的白发老者 自那漆黑裂缝中走了出来 他刚一出来 目光就落到了地上那些镜子碎片上 果然是岁月之道 白发老者面露喜色 刚要有所动作 却忽然间察觉到了什么 扭头一看 原本还陷在凝制空间之下的大毛 却是缓缓转过了头 一双狗眼正盯着那白发老者 第976章 半圣 白发老者神情一变 有些不敢相信 在自己的乾坤天地之下 一切生灵都将陷入凝制 连意识都会完全冻结 可这只狗 居然能够从乾坤天地之中震挫出来 简直不可思议 大毛盯着这白发老者 狗眼之中露出一丝冷然之色 白发老者也盯着大毛 神情逐渐凝重起来 他惊讶地发现 以自己半生境的修为 竟然无法看透这只狗的境界 在其眼中 这只狗的体内 俨然是一片混沌 太奇怪了 世间怎会有这样的生灵 此时 大毛的一只狗爪动了一下 他正要出手 可就在这时 怎么感觉浑身不得尽呀 叶青云的声音突然响起 白发老者豁然转身 难以置信地看着叶青云 就见叶青云在那里扭脖子转胳膊 看起来就像是老年人 要跳广场舞之前的准备动作 此人又是什么来年 竟然也不受老夫神通的影响 白发老者再度震惊 自己可是半生啊 已经领悟了一缕天地大道 并且登堂入室 可缩地成齿 移行换位 这乾坤天地 便是这白发老者 结合自己所领悟的大道 才创造出来的神通 十分厉害 同情节的半生 也先有人可以抵挡 至少得是圣人静 才能够完全挣脱出来 这条狗神秘莫测 或许是上古妖族的某个盖世大能 但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 身上几乎感受不到什么修为 在白发老者这等半生年中 那就是纯纯的蝼蚁 可就是这样一只蝼蚁 居然可以在自己的神通下 活动自如 叶清云的确没有受到影响 但他也发现 四周其他人都不动了 而且是纹丝不动 连眼珠子 头发丝都不动的那种 叶清云吓了一跳 环顾四周 也未曾发现白发老者的存在 卧槽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叶清云赶紧来到了惠空跟前 用手指戳了戳惠空的脑袋 惠空依旧是一动不动 叹了叹鼻息 叶清云吓得脸色大变 你妈 没呼吸了 是不是玩犊子了 再来到月提侠面前 也是叹了叹鼻息 还是没有呼吸 大毛间叶清云朝着自己走过来了 当即也是装作不能动的样子 叶清云把手指凑到了大毛鼻子前 大毛自然是平住呼吸 这都是怎么了 叶清云急得都快要哭了 无论是人还是狗 全都没了呼吸 一个个都像是冰雕一样 这让唯一能动的叶清云 心里慌得一批 但很快 叶清云的脑袋瓜子 就又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他看了看月提侠 又看了看其他人 所有人都不能动 却只有自己能动 这尼玛 怎么这么像某个小日子 过得不错的人们 所创造的某种艺术形式 时间停止系列 只有自己能动 那岂不是为所欲为 想干啥就干啥 叶清云几次把眼睛 看向了月提侠 但他又赶紧拍了 自己两个耳光 叶清云 你简直不是人啊 这么诡异的时候 你脑子里居然在想这种事情 你也太出声了吧 叶清云一边抽自己 一边对着自己大骂起来 这可把那隐藏在暗处的白发老者 给看蒙了 这人是什么情况 怎么忽然自言自语 还打自己的耳光 太奇怪了 一定有古怪 白发老者越发地谨慎起来 继续盯着叶清云 大猫很想把头扭过去 有这样一个主人 当真是丢人现眼 叶清云难得冷静了下来 他赶紧从储物袋里 把锤子给掏了出来 之前鬼仙一战 陈云香本想使用锤子 结果鬼仙提前发现了锤子的厉害 便将锤子打入了海中暂时封印 鬼仙陨落之后 陈云香又把锤子找了回来 此刻 叶清云掏出了锤子 想要把陈云香呼唤出来 可喊了两声 陈云香居然没有出来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可把叶清云急坏了 老姐啊 你平日里不是挺靠谱的吗 怎么这个时候不出来了 陈云香并非是不想出来 而是此刻 他根本就出不来 即便陈云香 如今已经是超越鬼地的境界 但在乾坤天地这等神通之下 却也是难以现身 一旦他现身 也会如其他人一样 陷入凝制 只能待在锤子里面 才不受影响 这是何等宝物 暗处的白发老者 看见了叶清云手中的锤子 他第一时间没看出来什么名堂 但当他细看之下 却是悚然一惊 此宝之中 蕴含着一股难以想象的力量 这力量之强 哪怕是身为半生的白发老者 也不禁胆寒起来 至于锤子里面藏身的陈云香 和锤子本身相比 反倒是不值一提了 此物绝非是先天至宝 但却有着堪比先天至宝的气息 乃至更强 半生强者毕竟见多识广 很快就判断出了锤子的层次 他的心头虽然有几分贪念 但更多的还是自知之明 是玩意不能叹 那个怪怪的青年 还摸不清虚实 这要是贸然出手的话 只怕会得不偿失 先把能弄到手的东西弄到手 想到这里 白发老者 看向了地上的镜子碎片 然后悄悄运转神通 将一块镜子碎片取走 然后白发老者 再度进入了黑色裂缝之中 当裂缝合拢的瞬间 白发老者便直接消失不见了 一瞬间 四周一切恢复正常 刚才是怎么了 胃口感觉好像突然睡了一会儿 好奇怪 几人都是有些茫然 他们都感觉 刚才应该发生了什么 可却是完全不记得 而且脑子里好似有过一段空白 叶青云看着恢复过来的几人 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你们没事 吓死我了 叶公子 刚才发生了什么 奥荒一脸困惑地问道 刚才 刚才你们一个个都像是冻住了 一动不动 连呼吸都没了 把我吓得半死 叶青云一脸心有余悸地说道 奥荒文言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毕竟也是化缘强者 此刻也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只怕 刚才我等都中了 某种极为厉害的神通 只有叶公子不受影响 并且从神通之中解救了我们 奥荒心中暗暗说道 而此时 众人都没注意到 大毛悄悄地离开了此地 距离玄金殿极为遥远的一处地方 那是一座荒岛 岛上没有任何生灵 可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裂缝 凭空出现在上空 紧接着 一个白发老者 从裂缝内脉步而出 手中还拿着一块镜面碎片 此番出手 收获颇风 老夫终于有机会 去感悟一下岁月之道了 白发老者一脸欢喜 可刚一走出裂缝 一抬头 就见前方不远处的天穹上 蹲着一只黄毛大狗 就是刚才看见的那只 老头 你要去哪呀 大毛咧嘴一笑道 第977章 大毛的神通 白发老者骇然失色 难以置信地看着大毛 自己以半生修为施展神通 能在寝刻间跨越空间 堪称是神出鬼没 踪迹难寻 可这只黄毛大狗 居然可以找到自己 并且 似乎也能施展类似的神通 这让白发老者相当意外 心中对大毛 也不禁更加忌惮了几分 阁下是上古妖族 哪一位大能 白发老者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出言询问道 在白发老者看来 大毛既然是一只狗 那肯定就是妖兽了 而现如今的妖族 根本没有能够让自己看得上眼的妖族强者 哪怕是那所谓的齐天妖王 在白发老者看来 也还嫩了点 所以 白发老者推断大毛 根本不是现在妖族的强者 必然是属于上古妖族 就如上古百家一样 上古妖族也有不少强者存活下来 但上古妖族的强者 也因为各种原因 几乎不会随意现身 一个个都十分的神秘 上古妖族 与我没有关系 大毛摇了摇头 和上古妖族没有关系 白发老者眉头皱起 这倒是让他有些没有想到 如果不是上古妖族的强者 那这条神秘莫测的黄毛大狗 又是何等来历 莫非是出身上古百家 你是道家的强者 不是 阴阳家 不是 那就是来自于墨家 也不是 白发老者就差把百家都问个遍了 大毛也没有和这老家伙 在这里摸嘴皮子的耐心 吃我一招 大毛直接动手 狗爪子高高抬起 对着那白发老者轰然落下 轰隆隆 巨大的狗爪 瞬间便从苍穹之中重重压下 裹挟着足以镇压天地间 一切生灵的气势 饶是有着半生修为 白发老者此刻也是心中一震 赶紧运转全身修为 竭力轰出一掌 这一掌 也暴露了白发老者的一些来历 盗门之列 蕴含着盗门之力的一掌 与从天而落的狗爪子 结结实实碰撞在一处 爆发出了惊人的气浪 哄 一声巨响 天地为之变色 大毛置身于狂暴的气浪之下 身形不动 只是狗毛被吹得有点凌乱 而那白发老者 则似乎有些吃不消 身形不住倒退 呼吸也是为之一顿 被大毛这一爪子的力量 震得差点被过气去 好强的实力 白发老者心中凛然 虽说 他是仓促应战 但毕竟自己有着半生修为 这一掌之威 足以镇压天下大部分问鼎强者 可面对大毛这一找 却还是落入了明显的下风 这条狗 莫非已经触及到了妖圣之境吗 白发老者心中暗暗说道 人族的修炼者 突破稳定之后 领悟天地大道 可踏入圣人之境 如白发老者 便是一尊真正的伴圣 若是 他将自身所领悟的天地大道 提升至大乘之境 获取更多的大道之力 便可成为圣人 而妖族也是一样 妖兽修炼到问鼎境之后 也可以通过炼化天地大道的方式 突破血脉稚骨 将自身化为圣兽 境界与人族圣人相当 但战力方面 依旧还是妖族占优 毕竟妖族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而人族想要压过妖族 就必须要在天地大道上下功夫 在白发老者看来 大毛这一爪子的力量 绝对超越半圣 只怕是一尊真正的妖圣 如此强者 也只有真正的圣人才可以应对 自己还是差了一些 阁下实力高强 老朽自叹不如 今日一战 就到此为止吧 白发老者 也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打不过大毛 当即便是出言求和 不想将这一战继续下去 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还给我 就让你走 大毛不嫌不淡地说道 白发老者 神情有些不太好看 他就是为了那镜面碎片来 现在都已经到手了 又怎么可能愿意交出来呢 若是阁下也想参悟岁月之道 老朽大可与阁下分享 白发老者如此说道 他还以为 大毛也是为了参悟岁月之道而来 所以 很大方地提出 愿意分享 在他看来 自己都愿意跟你分享岁月之道了 你也差不多该知足了 把东西给我 你爱去哪去啊 大毛却并不好说话 不然的话 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白发老者顿时怒了 好歹老夫也是半圣啊 也是身经百战 苟活到现在的道门半圣 岂能被你如此羞辱 哼 阁下如此不知进退 那老夫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与阁下好好较量一番 白发老者怒喝之间 半圣神通立即运转 嗡 乾坤天地 方圆百里之地 净数都陷入了凝质 比之前在玄京殿时的威力还要强 并且 这乾坤天地最核心的力量 都净数倾注在了大毛的身上 就算你真是妖圣 此刻也必然难以动弹 白发老者心中冷笑 紧接着 他的左手之上 出现了一道黑白双鱼图 双鱼图流转之间 直接就朝着大毛袭来 这黑白双鱼图乃是道门之法 一旦被击中 体内修为会迅速流失 纵然是妖圣 也难以承受 转眼间 黑白双鱼图已然到了大毛的眼前 似乎下一刻 大毛就会中招 就在这时 大毛狗嘴一片 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 就见大毛狗嘴一张 直接就把那黑白双鱼图 吞入了口中 葫芦吞枣一般 直接吞了下去 什么 白发老者健壮 吓得连比头发还要白 啥也不是 大毛又是挥动爪子 这白里凝制的空间 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白发老者意识到了不妙 快逃 他转身变逃 都不带丝毫犹豫的 可惜已经晚了 大毛抬找之间 与乾坤天帝 类似的神通 骤然施展 嗡 方圆万里之地 所有的一切都陷入了凝制 就连那半个身子 已经逃入黑色裂缝的 白发老者 也是硬生生停滞了下来 这怎么可能 白发老者惊骇欲绝 这是仙术 这一定是仙术 下一刻 大毛出现在了 白发老者的身后 一把抓住了 被白发老者 收起来的镜面碎片 然后一爪子 拍在了白发老者 后背上 第978章 光定喷血老魔头 这一爪子 直接把白发老者 拍得喷出一大口老血 身子一下子 跌入了黑色裂缝之中 大毛也没有再追赶 他本就懒得动手 要不是这个老家伙 拿走了镜面碎片 他都懒得追出来 把东西拿回来就够了 而且自己那一爪子 虽然没把老家伙拍死 但也足够老家伙 难受好一阵子了 大毛转身离去 面前出现一道漩涡 直接钻进漩涡之中 就此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白发老者 也从数千里之外的地方 显露身形 一下子从天穷上跌落下去 扑通 直接摔在了一座岛上 落地的瞬间 老头直接被摔得昏死了过去 直到感觉嘴里咸咸的 白发老者才慢悠悠醒了过来 刚一睁眼 就看见一只猴子 正挂在树上 对着自己脸上撒尿 而白发老者嘴里咸咸的味道 自然是那猴子的尿 白发老者疼得一下 坐起身来 正要寒怒出手 把那猴子给一掌毙了 结果却因为动作过猛 牵动了身上的伤势 疼得白发老者 一阵倒吸凉气 差点又晕过去 那猴子见到白发老者醒了 也是连忙逃窜离去 白发老者没心情 和一只寻常猴子计较 当务之急 是赶紧疗伤 那一爪子太狠了 差点没把白发老者的五脏六腑 都给拍脱出来 此刻 老者只觉得脏腑间极为难受 火辣辣的剧痛 尤其是肠子脸 感觉有什么东西 而出了 不行 白发老者实在是憋不住了 赶紧找了一个草丛 把裤子一扯 立即蹲了下来 扑扑扑扑扑 接连几个大屁 震得林子里的鸟兽们 惊慌四散 白发老者拉吸了 连汤带水 一股不可描述的味道 在林子里弥漫开来 沾染到草木上 草木迅速枯萎 一些野兽闻到这股味道 当即便是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抽搐不止 白发老者一开始还在拉吸 后面拉着拉着 就开始拉血了 那血水 就跟喷泉似的喷涌出来 白发老者甚至感觉到 一股冲击力 要把自己顶出去 直到一个时辰后 白发老者才颤颤 微微站起身来 回头一看 已经是血流成河 真正意义上的 血流成河 比他娘的痔疮血崩 还要壮观 白发老者 也是目瞪口呆 这么多血 都是从自己肚子里 拉出来的吗 难怪自己一阵阵发晕呢 连站都有点站不稳了 感情差点活活拉死 白发老者 赶紧离开了此地 可还没飞出多远 白发老者 肚子又开始翻江倒海了 他想运转 自身修为压制下去 可没想到 这一压制 反而是把肚子里的东西 给压出来了 扑扑扑 白发老者的裤子 顿时血红一片 可恶啊 白发老者咬牙切齿 满脸羞愤之色 老夫纵横天下数万年 从未有过如此狼狈啊 无奈 只能再度落地 然后找个地方继续蹲坑 那条狗到底是什么来临 实力竟然如此强横 一找江老夫伤成这样 白发老者一边蹲坑 一边暗暗思索起来 他是上古之人 却不是自中原而来 当年上古百家顿入中原 那时候的白发老者修为 还只是问鼎静 他因为触犯了道门戒律 被逐出了道门 成为了道门企图 以至于道门进入中原的时候 白发老者根本没有资格一起进入 只能留在四境之地 不过白发老者也因此 得到了一桩天大的机缘 他寻到了一处十分古老的洞府 其中有着一具遗骸 是一个早已作画的强者 洞府之内 还有着许多的修炼秘籍与心得 靠着这洞府内的心得和秘籍 白发老者闭关修炼三千载 终于是有所成就 领悟了一缕天地大道 踏入了半圣境界 成为半圣之后 白发老者也没有现身四境之地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旦被中原之人发现的话 会引来很大的麻烦 而且 四境之地也有一些十分隐秘的存在 虽然白发老者还未搞清楚 到底是什么 但他也不想招惹上这些隐秘存在 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声 这一次 白发老者现身 也是因为察觉到了岁月之道出现的痕迹 才会铤而走险 使用大道之力 直接出现在了玄京殿 本以为又是自己的一桩机缘 结果没想到啊 岁月之道 失之交臂 自己还被一条狗给中伤了 差点把老命给丢在那里 白发老者 当真是郁闷 早知道如此 自己还是老老实实 窝在洞府之中修炼好了 现在好了 伤势如此之重 拉血拉得不停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好 与此同时 岛上的妖兽们 都是惊慌失措 也不知道 哪里来了一个变态 光着个 定到处喷雪 是啊是啊 我刚才也瞅见了 太他妈吓人了 好像是个老头 那大定白花花的 血呼啦呼啦的往外喷啊 林子里 已经血流成河了 这座平平无奇的小岛 此刻已经流传起了 光定喷雪老魔头的传说 一时间 岛上小妖们 人心惶惶 被血淹没 不知所措 浮云山下 三道身影并尖立 望着前方的浮云山 三人都是露出了惊疑之色 这就是玉英子传讯所言的浮云山吗 隐隐有大道气息环绕啊 徐少阳语气惊讶地说道 确实 而且蕴含了各种各样的大道气息 却不显得博杂 反而是达到了一种极为玄妙的平衡 楚人神情凝重 哼 我看不过是故弄玄虚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林仙仙倒是有些不屑 嗯 林师妹说的没错 我觉得也是故弄玄虚 楚人立即跟着说道 徐少阳懒得理会这俩人 他拿出了传讯预检 又尝试着联系玉英子 喂喂喂 玉英子在吗 我们已经到浮云山了 你在哪呀 我就在浮云山上 你们直接上来就行了 山上没有任何危险 玉英子的声音从传讯预检内响起 好 我们这就上来 徐少阳收起传讯预检 心里也是彻底踏实下来 看来还是玉英子靠得住 这浮云山已经被他彻底收服了 第979章 我们中计了 走吧 玉英子已经把这里镇压了 徐少阳对楚人和林仙仙说道 咱们这就上山与玉英子会合 好 楚人与林仙仙自然是没有意见 但心里也有点别扭 自己等人在海外之地吃了扁 丢了大脸 结果人家玉英子 把这浮云山都给镇压了 和玉英子一比 他们几个完全就是被比下去了呀 而且玉英子是单独行动 他们可是四个人一起去海外之地的 但差距却是这么大 这要是到了玉英子跟前 以他那心高气傲的性子 只怕是要把他们几个好一顿笑话 但眼下他们也别无选择 总不能就这么回溜溜返回中原吧 那更加成了笑话 还是先与玉英子会合 到时候让玉英子帮着 一起再去海外之地 把面子找回来 三人当即上山 穿过山下寺庙的时候 遇到了几个和尚 和尚们都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他们三人 徐少阳三人倒也没有在意 毕竟和尚们只是盯着他们看 也没有阻拦他们 说明玉英子的确是把这里收服了 和尚们也都不敢阻拦他们 穿过寺庙 便是来到了山静小路 徐少阳三人快步行走 不想担惰时间 走了还没一会儿 就见前面忽然间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声音 紧接着 就见一只兔毛的大鸟 狼狈不堪地跑了过来 在那兔毛大鸟的背上 居然坐着一头熊壮的大公鸡 一只熊壮大公鸡 骑着一头兔毛大鸟 正在山路上狂奔 鸡鸣鸟叫瓷起彼伏 显得格外热闹 徐少阳三人直接看傻了 他们完全无法想象 会看到这样一幕情形 这是什么鬼 一只大公鸡骑着一只兔毛大鸟 这也太离谱了 大公鸡骑着兔毛大鸟 从三人面前飞驰而过 三人都是愣在了原地 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刚才 是不是有一只大鸟跑过去了 楚人下意识地说道 好像是一只鸡吧 不对 是一只鸡骑着一头兔毛大鸟 等等 我捋一捋 三人都被刚才的情形整猛了 尤其是那只兔毛大鸟 咋看起来有点眼熟呀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这地方当真是十分古怪 三人面面相去 最终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继续上山吧 三人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往山上走去 一路来到山顶上 倒是没有遇上什么阻碍 也没有再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 山顶上的院落 已然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还未等他们仔细去打量院子里的情形 三人就已经看见了玉英子的身影 就在一间房子的房顶上 手里拿着砖瓦 正在卖力地修补屋顶 手法十分的娴熟 看样子 就像是一个惊艳老道的尼瓦匠一样 丝毫没有之前那骄傲的道门天娇女的样子 徐绍阳三人站在院子外面 望着屋顶上干活的玉英子 一个个全都猛逼了 三人都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确定自己等人没有眼花 玉英子的确是在干活 而且是在修补屋顶 令他们根本无法相信 这简直太太太离谱了 玉英子 你在干什么 徐绍阳忍不住大喊道 正在辛勤干活的玉英子 忽然听到了徐绍阳的声音 不由地朝着院外看来 正好看见了徐绍阳三人 这一看之下 玉英子也愣住了 随即一脸委屈 眼泪珠子就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你们怎么才来啊 玉英子直接就哭了起来 哭得十分惨烈 哭得更是十分委屈 仿佛在这里受到了 什么非人的虐待一样 此刻见到的同伴 自然是压抑不住 直接哭泣起来 徐绍阳三人彻底凌乱了 这他娘的到底啥情况 不是说玉英子 已经收服了这幅云山吗 可现在看起来 似乎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玉英子 不是你让我们前来会合的吗 这里到底怎么一回事 徐绍阳立即问道 玉英子一脸茫然 我没有联系过你们啊 我的传讯遇见 早就被夺走了 此言一出 徐绍阳三人 一下子都反应过来了 不好 徐绍阳脸色俱变 我们中计了 徐绍阳立即看向四周 这平平无奇的小院子 此刻在徐绍阳的眼中 竟然是变得杀鸡四伏 仿佛会有无数强者 从四面八方 一下子涌现出来 好可怕 令人感到窒息 脚步声响起 三人起起转身 看见了一个少年 手持一把金色长剑 手中拎着一口大铁锅 面带沉稳地 来到了三人面前 一个少年 徐绍阳三人都是 有些错愕 这少年 莫非就是此地的主人吗 是他祭拜了御英子 将御英子留在了这里 还用修补房子 这种事情 折辱御英子 杀 楚人当先出手 抬手运转阴阳之力 一道阴阳和手印 直接轰向了郭小云 又是花园强者吗 郭小云心中暗叹 自己现在还无法和花园强者正面交战 但有人黄剑与大铁锅在手 倒是也不惧 碰 阴阳和手印打在了大铁锅上面 发出了沉闷的撞击之声 楚人本来没有把这口铁锅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以自己这一招阴阳和手印的威力 直接就可以将这少年连人带锅一起打得灰飞烟灭 可没想到 这一掌打在铁锅之上 却是没有伤到郭小云分厚 甚至连那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大铁锅 都是丝毫无损 反倒是楚人自己 被那铁锅之上涌现出来的一股反正之力所冲击 一下子就震得楚人浑身剧痛 身子不断后退 当心 这小子手里的铁锅很是古怪 楚人赶紧大喊起来 徐少阳面色阴沉 脚步微微一踏 墨家的力量 此刻终于是在徐少阳身上展现出来 徐少阳的身前 陡然间浮现出五道黑影 这五道黑影 即使有着与徐少阳相当的气息 分身 但又不是分身 乃是墨家之术 五道黑影同时闪出 速度极快 完全超乎寻常修炼者的想象 郭小云都还没反应过来 五道黑影 就已经是从他的四周 以及上方分别袭来 大铁锅只有一口 似乎无法完全庇护郭小云 就在这时 不远处也窜出来五道身影 赫然是化为人形的兔妖少女 以及三妖 以及麒麟之力 忽然暂时解封的杨顶天 甚至连大攻击 都骑着那兔毛孔雀 从远处奔袭而来 第九百八十章 我一个人来C 好 麒麟怒吼 震撼天地 杨顶天率先冲来 一头就把徐少阳的一尊分身 给撞飞出去 紧接着 杨顶天大展神威 将剩下的四个分身 全部先飞 麒麟 徐少阳 骇然失色 难以置信地看着杨顶天 此刻的杨顶天 麒麟之力 又可以使用了 所以 变成了之前 与鬼仙大战时的样子 麒麟 真正的麒麟 威势惊人 一身的气息 更是不弱于化缘后期 这还只是幼年状态 如果再给杨顶天一些时间 他可以十分顺利地 踏入问鼎之境 这就是麒麟血脉的强大 哇 杨顶天居然这么猛 兔子 三腰 都是惊呆了 幸好之前杨顶天的力量 被封印了 不然的话 他们几个 怕是要被杨顶天 狠狠欺负一顿 大公鸡倒是不屑一顾 依旧是仰着脖子 甩动着火红机关 杨顶天一脸得意地 站在郭小云身前 似乎是在故意显摆着自己 郭小云也没想到 杨顶天也会有 这么威风的时刻 不由地笑了笑 此时的郭小云 被群腰环绕 阵仗上倒是很有威慑力 徐少阳三人有些慌了 不说其他 一头麒麟出现在这里 就足以让他们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同时 他们心里也十分的疑惑 麒麟这种早已不存在天地间的古老生灵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这里到底隐藏的什么秘密啊 徐少阳不禁回头看向了郁英子 你还在上面做什么 还不赶紧下来 与我等联手 徐少阳出言喝道 郁英子委屈巴巴 我笑未被封住了啊 徐少阳直接无语 靠 搞了半天 原来我身边竟然没有一个靠谱的队友 本来以为郁英子这里一切顺利 自己可以美滋滋毫无压力地来与之会合 结果没想到 这他娘的就是一处龙坛虎穴啊 原来你郁英子才是最坑的啊 我还以为你单代推水晶都上高地了 感情你是偷塔失败 然后直接在人家的基地里挂机了 我去你妈的吧 队友全他娘靠不住啊 一个开局就投敌当了演员 一个偷塔不成 直接挂机 还有一对狗男女是双排的 屁用没有 还只会恶心人 草 那我就只能自己来吸了 谁让我是队伍里唯一的正常人呢 徐少阳深吸一口气 一拍腰间储物带 顿时三尊傀儡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墨家傀儡 上古百家 以墨家最为擅长练气 练气之道 其他各家都无法与墨家媲美 墨家之人 随身都会带着各种各样的宝物 徐少阳身为墨家的天骄 出来办事又岂能不带点宝贝 这三尊傀儡 每一尊都有着化圆镜的战力 并且 这三尊傀儡可以演化阵法 互相配合 三尊傀儡联手 甚至可以抗衡半步问鼎的强者 徐少阳操控三尊傀儡 直接杀向了杨顶天 杨顶天自然是丝毫不惧 冲向三尊傀儡 你们两个也别光看着 一起出手 徐少阳对楚人和灵仙仙说道 好 楚人运转阴阳之力 两股火焰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上 阴阳雪火术 炙热与冰寒两股火焰 立即朝着兔子他们几个席卷而来 有点厉害啊 三尊顿时就慌了 他们毕竟只有龟翘镜 又不像杨顶天那样有着古老血脉 并不是楚人的对手 兔妖也有点范畜 却见大攻击直接一个挺身而出 挡在了兔妖他们几个前面 咯咯了 一声鸡鸣 宛如划破黑夜的曙光 火焰顿时消敏 什么 楚人大惊失色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郭小云已然手持人黄剑杀到了楚人的境前 楚人心里有点慌 他倒不是害怕郭小云 而是刚才吃了郭小云手里那口大铁锅的亏 所以不免有些忌惮 楚师兄 我来助你 林仙仙出言说道 有林仙仙这句话 楚人整个人一下子就只冷起来了 好 我与林师妹并肩作战 楚人毫无畏惧 更是比平日里还要勇猛 一下子就冲向了郭小云 林仙仙的确也出手了 但看他的样子 更像是在做做样子 并未真正全力以赴 楚人根本看不出来 他还以为自己 心爱的林师妹 在相助自己 所以 出手越发起劲 我们也来帮忙 兔子 三腰和大公鸡 忽拉一下子就围住了林仙仙 林仙仙一愣神的功夫 脸上就被大公鸡 狠狠啄了一下 啊 林仙仙顿时惨叫起来 他那如花似玉的脸蛋上 直接就出现了一个血动 虽然不大 但也挺吓人的 林仙仙毕竟没有修为 他虽是欲如肢体 但因为之前在玄金殿 遇到了叶青云 欲如肢体有损 所以 此刻也难以发挥出什么威力 被大公鸡这一拙 更是方寸大乱 这娘们不行 揍他 兔妖立马就察觉到 林仙仙是个须逼 赶紧招呼了一声 群妖当即便是对着林仙仙围殴起来 打群架 那肯定是要挑最弱的那个 往死里打 先干死一个再说 林仙仙本来想当个混子 结果没想到 反而是自己成为了突破口 兔子 三妖 再加上大公鸡 一个劲地揍他 林仙仙完全被打懵了 直到被打翻在地 大公鸡在他身上猛踹的时候 他才终于缓过神来 啊 林仙仙一声大叫 欲如肢体骤然催动 哄 浩然之气 瞬间便是将几只妖兽 全部震飞出去 林仙仙彻底发飙了 将欲如肢体多年所积累的儒家好气 全部催动出来 一步入化缘 并且刹那间就到了化缘中期 若非欲如肢体有损 他完全可以直接来到了化缘后期 可惜他的欲如肢体 被叶青云给无情的破了 你们这些畜生 我要把你们全部杀了 林仙仙咬牙切齿 一掌就朝着大公鸡袭来 就属这只大公鸡 最为可恶 下手太他妈阴损了 大公鸡丝毫不拒 反倒是咯咯咯叫了一声 就见鞋地里冲出来一只秃毛孔雀 然后满脸绝望地挡在了大公鸡身前 碰 林仙仙这一掌 直接把秃毛孔雀给拍飞出去 我的孔雀 屋顶上的御英子 同时发出焦急的呼喊 第981章 狂暴的扫帚 秃毛孔雀 被林仙仙一掌拍飞 落地之际 脖子一歪 舌头一吐 当场去世 死得十分干脆 在临死前的那一刻 孔雀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下场 他根本就不想来替大公鸡挡这一掌 可大公鸡身上的血脉 却对自己有着一种莫名的克制 完全无法抗拒大公鸡的命令 他几乎是被自己的血脉给控制着 去替大公鸡抵挡这一掌 结果就这么被打死了 看着自己的坐骑被拍死了 御英子心中十分难受 却也无能为力 自己修为被封 根本就没办法就到自己孔雀 也没有办法插手 甚至 连从毛房顶上下来都费劲 刚才下面一阵混战 不知道谁的气劲 把搭在边上的梯子给震倒了 现在御英子都没办法从毛房顶上下来 急得直跳脚 而在地面上 乱战还在继续 杨顶天大战三尊莫家傀儡 斗得如火如荼 已经是打到天上去了 这三尊莫家傀儡力量惊人 而且傀儡之身极为坚韧 又能够互相配合结成阵法 可与半步问鼎一战 杨顶天虽然麒麟之力暂时解封 但一时间也是被这三尊莫家傀儡给缠住 打得格外激烈 徐少阳控制着这三尊莫家傀儡 也无法分心其他 如果不亲自来控制这三尊莫家傀儡的话 那这三尊傀儡的战力会大打折扣 另一边 楚人与手持人皇剑 大铁锅的郭小云斗在了一处 楚人修为高深 阴阳家术法也是颇为繁多 若论实力的话 郭小云无法正面与楚人抗衡 但有人皇剑和大铁锅在手 郭小云就丝毫不许楚人了 楚人的一切术法 落到大铁锅上都无法起效 而郭小云的人皇剑 每一次袭来的时候 都会让楚人一阵心惊胆寒 楚人十分清楚 这把剑极为厉害 自己也不是体魄强者 更没有带什么保护肉身的宝物出来 这要是挨上一剑的话 只怕是要吃不了多着走 所以 楚人很快就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怎么出手 也奈何不了大铁锅 还要时时刻刻 小心翼翼地应对人皇剑 郭小云也完全利用上了自己的长处 打得十分激进 直接把楚人这个阴阳家 添交给打得没脾气了 至于林先生 他反倒是成了三人之中 表现最为亮眼的一个了 面对群妖围攻 林先生面若寒霜 出手更是很辣无比 每一掌都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儒家好气 他是彻底起了杀心 非要把眼前这些该死的妖兽 全部弄死 哎呦 牛腰率先被林先生一掌拍飞出去 好在牛腰皮糙肉后 这一掌只是把他打得吐血 倒也没有重伤 紧接着 猴腰也是像个滚地葫芦一样 被林先生一脚踢出老远 狐妖倒是反应敏捷 面对林先生来势汹汹的一掌 赶紧施展狐妖一族的幻术 留下一道幻身 本体躲开了这一掌 兔妖化为少女之姿 口吐三昧真火 逼向林先生 三昧真火 林先生秀眉一皱 眼中浮现冷然之色 却见他双手挥动之间 儒家好气化为一个德字 紧接着 德字也是直接燃烧起来 化为火焰 与兔妖少女的三昧真火 碰撞在一处 轰轰轰 火焰对冲 反倒是兔妖少女的三昧真火 节节败退 哇 这是儒家的圣德天火吗 兔妖少女赶紧后退 想走 我先烧死你这只兔妖 林先生却是紧追不放 圣德天火如同海浪一样 朝着兔妖席卷而来 瞬间便是封死了兔妖少女 任何闪躲的方位 兔妖少女 似乎已经陷入了绝境之中 但她却并没有丝毫慌乱之色 咯咯唷 大公鸡再度发出高亢嘹亮的鸡鸣之声 圣德天火 竟然是为之一顿 紧接着迅速四散开来 完全不受林仙仙的控制 怎会如此 林仙仙大惊失色 豁然看向了那只神俊无比的大公鸡 它是朱雀血脉 茅房顶上 一只无法插手的御英子 赶忙高声提醒道 朱雀血脉 听到这四个字 林仙仙骇然失色 这尼玛真是有点吓人了 已经出现了一头活生生的麒麟 现在这只大公鸡 居然也是朱雀血脉 这她娘到底是啥地方 怎么这远古血脉的妖兽 一个个往外冒 朱雀 古之圣兽 有着与生俱来的浴火之能 大公鸡虽然未曾彻底 觉醒自身的朱雀血脉 但这浴火之能 却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无论是之前楚人的阴阳玄火术 还是此刻林仙仙的圣德天火 都会受到大公鸡自身血脉的影响 可以说 有大公鸡在这里坐镇 一切与火有关的手段 都难以发挥效力 管你是不是朱雀血脉 先把你杀了再说 林仙仙脚下一动 刹那间就到了大公鸡跟前 大公鸡立刻扇动翅膀 一股狂风席卷而出 但林仙仙此刻儒家好气在身 这股狂风 根本就奈何不了她分喉 林仙仙一掌 直接拍向了大公鸡的脑袋 要把这只该死的鸡 当场拍死 后院池塘的池水略有沸腾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水而出 但就在这时 房屋之内 一道破风声响起 就见一把扫帚 从屋内直接飞了出来 然后啪的一下 狠狠拍在了林仙仙的屁股上 直接把林仙仙整个人拍的原地 翻了个跟头 林仙仙还没来得及爬起身来 那扫帚又是对着林仙仙 啪啪啪不断落下 把林仙仙彻底拍梦了 一口口鲜血 从林仙仙口中不断喷涌而出 林师妹 楚人大惊 赶忙想要来救援 郭晓云却是死死将其缠住 根本就无法腾出手来去相救林仙仙 徐少阳在天上也看见了这一幕 赶紧又摸出了一件宝物 一条傀儡蛟龙 直接朝着下方袭来 扫帚横空而起 拍在了傀儡蛟龙之上 哗啦啦 傀儡蛟龙顿时被拍得七零八落 啊 徐少阳也是一下子傻眼了 这扫帚是什么宝物 居然威力这么猛 一下子就把自己带来的墨家宝物给打废了 扫帚可是一点道理也不讲 继续揪着林仙仙暴打 啪啪啪啪 林仙仙一开始还能惨叫 渐渐的 惨叫声也逐渐停止了 第982章 饺子线 扫帚对着林仙仙 拍了不知多少下 直到林仙仙惨叫声停止 扫帚都还没停下 继续在无情拍打 林师妹 楚人总算是摆脱了郭晓云 着急忙慌地冲到了跟前 扫帚飞了起来 上面沾了一些碎肉鲜血 却见扫帚自己一抖 将上面的碎肉鲜血 全部抖掉了 然后搜的一下 飞回了屋内 然后继续倚靠在墙角 位置不差分毫 就像是从未动过一样 而楚人呆呆看着地上的林仙仙 整个人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陷入了呆滞之中 林仙仙死了 但楚人却没有发现 林仙仙的尸体 因为没有尸体 地上只有一滩血呼拉的碎肉 看起来十分的恶心 弄点菜叶子拌一拌 都可以直接包饺子了 我林仙仙呢 楚人喃喃自语 扑腰少女过来瞅了一眼 你林仙仙不搁这儿呢吗 楚人眼睛顿时变得血红 然后痛苦惨叫起来 林仙仙啊 你死得好惨啊 楚人抱头痛哭 双手抓着地上的一堆碎肉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心爱的林仙仙 居然死了 而且死得这么惨 成了一滩碎肉 连具全尸都没有留下 太惨了 天上的徐少阳 也是惊呆了 林仙仙竟然就这么 被活生生打成了碎肉 他的魂魄呢 竟然也没有逃出来吗 跟着肉身 被一起打死了 徐少阳心惊之余 一时分身 三尊傀儡的操控 有所疏漏 阳顶天立马熬的一声 强行撞飞 一尊傀儡 然后口中狂涌出 一股麒麟之力 狠狠冲击在徐少阳身上 徐少阳难以抵挡 身形顿时跌乱下 他刚要稳住身形 一把长剑 横在了徐少阳的脖梗之前 那风锐之气 几乎要刺破 徐少阳的脖梗皮肉 吓得徐少阳 当即就不敢动弹了 郭小云用人黄剑 架住了徐少阳 将其带到了地上 而楚人 依旧是抓着 林仙仙的碎肉 在那里嚎啕大哭 完全忘记了 自己此刻的处境 杨顶天本想 继续对楚人动手 郭小云却阻止了杨顶天 让他哭一会儿吧 杨顶天哼哼了一声 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正想继续抖搂威风 却不料 杨顶天周身的麒麟之力 迅速内敛 又恢复成了原先的样子 杨顶天急得直跳 自己的力量又被封印了 太难受了吧 我这还没有大显神威呢 还没有把三腰和兔子 都打一顿呢 哎呦 早知道这样 我就先把兔子和三腰揍一顿了 杨顶天力量封印 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缩了缩脑袋 就没有再往前 郭小云先是一把 将徐少阳的储物带给拿走了 徐少阳心中叫苦 却也是无可奈何 而在茅房顶上 玉英子神情也是十分惊恐 他可谓是亲眼目睹了 林仙仙的下场 那扫帚一下一下 把林仙仙打成碎肉 玉英子完全是看在眼里 可以说 这是玉英子这辈子 都无法想象的画面 太恐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就这么被打死了 而且是被打得这么惨烈 玉英子一阵阵犯恶心 忍不住干呕起来 他更是不经后怕 自己之前单枪匹马来扶云山 结果被真龙给收拾了 本来玉英子 还觉得自己运气太差了 可是现在 和林仙仙一比 自己的运气 简直是好到爆啊 起码人家真龙还讲道理 没有对你赶尽杀绝 只是封住了玉英子的修为而已 这要是当初飞出来的是 刚才那扫帚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早就凉了 估计下场也会和这林仙仙一样 被活生生打成碎肉 一想到自己差点被打成碎肉 玉英子又是后怕 又是觉得侥幸 这么一想的话 他顿时觉得 修毛房这件事情 一点也不累了 楚人痛哭了好一阵子 突然间站起身来 然后眼睛扫尸四周 我和你们拼了 楚人大吼一声 当即便是朝着郭小云袭来 郭小云眉头一皱 正要出手的时候 破风声再度响起 扫帚又飞出来了 徐少阳吓得脸色苍白 玉英子更是一下子趴在了屋顶上 拿起两块瓦片盖在自己的头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你们谁都看不见我 扫帚直接飞到了楚人的面前 楚人本想出手 结果 看到这扫帚到了自己跟前 立马脑袋一猛 身体顿时僵住 完全不敢动他了 扫帚就这么飘在楚人的跟前 没有动楚人 但越是如此 楚人心里就越是害怕 他虽然愤怒 很想为灵仙仙报仇 但楚人还是有那么几分理智的 舔狗固然是舔狗 但我要舔的女人都成肉鲜了 我还舔个毛啊 还是自己的小命更加重要啊 楚人不敢动弹 扫帚仿佛是有灵性一样 围着楚人转了个圈 楚人浑身哆嗦 冷汗直流 生怕扫帚会突然给自己来一下 扫帚还在围着楚人绕圈 一圈接着一圈 绕得楚人眼睛都要花了 脑袋也开始晕了起来 突然 扫帚轻轻拍了楚人一下 楚人顿时哀忧一声 躺在地上浑身抽搐 仿佛是受了致命的重击 但抽搐了好一会儿 楚人才惊讶地发现 自己根本没受伤 连一块皮都没掉 他刚想松一口气 结果发现自己体内的修为 被封住了 完全施展不出来 扫帚飞回了屋内 而被封住修为的楚人 自然也是在没有反抗的余力 被突妖少女 直接五花大绑了起来 至此 中原天骄五人小队 宣告扑剑 法家天骄见天明 选择追随叶青云 成为了叶青云忠实的小老弟 道家天骄玉英子 在浮云山辛勤地修着茅房 儒家天骄灵仙仙 被浮云山的一把扫帚 给打成了饺子线 阴阳家天骄楚人 同样被扫帚所震慑 修为被封 沦为阶下囚 墨家天骄徐少阳 大逆风想要独自翻盘 可惜对我送得太快 徐少阳心态炸裂 傀儡一丢 直接十五点了 与此同时 浮云山外的不远处 有三道身影并尖利 他们将刚才浮云山的交战 尽收眼底 看完之后 其中两人看向了另一人 吴千锋 现在知道 你能从浮云山那地方全身而退 是多么幸运了吧 第983章 精湛的墨家记忆 在远处观望的三人 正是孟悠然 帝尊 以及兵家传人吴千锋 吴千锋的肉身 已经恢复了 这也多亏了孟悠然的相助 要不然的话 就靠着吴千锋自己的话 只不定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肉身 要是肉身长时间无法恢复 那么吴千锋 可就要变成真正的孤魂野鬼 也就是成为鬼族 这是吴千锋 怎么也无法接受的 幸好 肉身总算是恢复了 而实力方面 吴千锋的肉身 毕竟刚刚重塑 虽然修为没有跌落 但实力必然有所影响的 此时的他 顶多只能发挥出 画源初期的实力 三人出现在这里 也就是在徐绍阳三人 到来之前没多久 本想小心翼翼地 在暗中窥探一番浮云山 结果没想到 正好看见徐绍阳三人上山了 吴千锋是认识他们的 毕竟同出中原 又都是各自势力的天骄 所以吴千锋也很好奇 为何徐绍阳三人会来到此地 而看完刚才的一幕之后 吴千锋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他完全没想到 这浮云山竟然比他所猜测的 还要危险 徐绍阳三人的实力 吴千锋是知道的 哪一个都不会弱于自己 尤其是徐绍阳 实力绝对比自己要强的 可这三人 结果都败了 而且 林仙仙还死得这么惨 说实话 把吴千锋都吓得够强 这要是自己上一次来到浮云山 也遇到那扫帚的话 怕是连重塑肉身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被干死了 还好还好 自己只是遇到了一条真龙 和那残暴无情的扫帚相比 和自己交手的那条真龙 怎么看都显得平易近人 哎 没想到这浮云山如此凶险 吴千锋心有余悸地说道 孟悠然和帝尊 也是心情十分复杂 他们两人 何尝不是与吴千锋的想法相似 孟悠然本以为 趁着叶青云 以及那条可怕的黄毛大狗 不在浮云山的时候 可以多挖掘出一些浮云山的秘密 可没想到啊 叶青云和黄毛大狗即便不在 这浮云山也是如此的可怕 这世间 还有比此地更加凶险的龙塘虎穴吗 此时此刻 孟悠然都不禁有些怀疑 自己眼下的所作所为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不会是在自取灭亡吧 而帝尊则是想起了 自己在北川时的遭遇 身为上古遗存之人 并且不属于百家之中的任何一家 以古老之法掠夺气韵 造就了这一身的强横实力 本以为中原不出 这四境之地就是自己的天下 却没想到 被现实狠狠扇了一个大巴掌 他感觉自己永远都活在叶青云的阴影之下 知道是有叶青云出没的地方 帝尊都要赶紧退避三舍 这也就是和孟悠然勾搭在一起了 才敢暗绰绰地搞点事情 但要让他真的和叶青云对上 那帝尊是绝对不敢的 浮云山的恐怖 更是让帝尊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敢踏入浮云山半步 顶多也就是远远的观望而已 为何剑天明不在这里 吴千锋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剑天明 孟悠然和帝尊皆是看向吴千锋 嗯 法家的天骄 见到奇才 法家六大名剑之一的正法剑 已经任他为主了 吴千锋说道 文庭此言 孟悠然和帝尊都是露出金融 这可真是一个天才啊 法家六大名剑 那威名可是响当当的 能让正法剑认主 必然是有其非凡之处 剑天明的实力 比起你来如何 孟悠然问道 吴千锋摇了摇头 剑天明比我强了不止一筹 他也是此番出来的所有中原 天骄之中 战力最强的一个 孟悠然微微眯眼 他心里倒是起了一些念头 剑天明 若是把这样的天才 拉拢到自己身边 那自己的大业不就又能更进一步了吗 你能联系上那件天明吗 孟悠然问道 可以 你想做什么 吴千锋斜眼瞅着孟悠然 如此天才 自然是好奇 想要结交一番 请你带为引荐 孟悠然淡笑道 三日后 浮云山上 茅房的屋顶还在修缮 只不过 这一次修缮之人 不再是玉英子一个了 还多上了两个帮手 一个徐少阳 一个楚人 两人加入了维修茅屋的工程 一开始 他们得知自己两人要去修茅房的时候 内心是拒绝的 但看着兔妖少女拎着扫帚过来的时候 两人顿时化身精神小伙 十分欢快的 就去修茅房了 那叫一个热情似火 干活贼有戒 尤其是徐少阳 这位墨家天才 没想到在房屋修缮方面 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他干净利索的 把玉英子之前干的活 全部否定了 并且给予了玉英子一个评价 我放条狗在屋顶上 修的都比你好 作为一个优秀的墨家天才 动手能力那是极强的 更何况 墨家本身就对修房子 这方面有所钻研 上古年间 就出现过工书班这样的墨家大能 留下了诸多这方面的古籍 徐少阳虽然并没有走工书班的路子 但也能触类旁通 修缮一座茅房的屋顶而已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仅仅只是用了四天时间 就把茅房的屋顶给修好了 并且 还做了造型 看起来多了几分华丽 这茅房本就比其他房子修得要好 被徐少阳这么一搞 叶清云原来的几间屋子 看起来就更加不如茅房了 三人修好了茅房 规规矩矩 站在了郭晓云的面前 郭晓云看着他们三个 又看了看那造型别致的茅房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行了 你们下山去吧 以后可不要再来了 郭晓云也没有再为难他们 毕竟已经有人死在了浮云山上 这三人也没有做什么太过恶劣的事情 已经对他们有所惩罚了 多谢 三人赶紧千恩万谢 郭晓云还把三人的储物袋都还给了他们 三人又是一阵感动 好人啊 真是好人啊 等我们离开这里 一定要请师门长辈打好好的感谢你 三人赶紧下山去了 并且一路逃窜出了白里 总算是逃出来了 三人眼见没有人追来 这才真正松了口气 齐齐坐在了地上 一个个都是满脸苦逼的神情 本是三个骄傲无比的天骄 此刻却是一个个如同双打的茄子 粘不拉紧 骄傲不起来了 嗯 那是什么地方 为何有阵阵光滑闪烁 徐少阳忽然间注意到 不远处的那座山上 正在闪烁着十分不凡的光滑 走 过去看看 三人心中好奇 便凑了过去 来到山下 就听那山中隐隐传来整齐滑衣的口号声 青云老线 法力无边 神通广大 古今第一 第九百八十四章 诡异的宗门 听到那山中传来的口号 徐少阳三人互相看了看 都是有些困惑 什么青云老线 法力无边 这山上 莫非是有什么宗门 而这青云老线 就是这宗门的宗主吗 玉英子望着山头上的阵阵光滑 眼中逐渐流露出激动的神采 这山上 一定有十分厉害的宝物 听他这么说 徐少阳和楚人 也是不经心动起来 此番咱们出来 卫力寸功 反倒是接连失利 徐少阳难难说道 要就这么回去中原 怕是 彻底成了笑话 我等也难逃责备 若是可以带些宝物回去 想来也可以抵消一些罪责 说到这里 三人都是打定了主意 要进山探索一番 若是运气好 能找到几件宝物带回去 虽然也谈不上将功不过 但至少面子上好看一些 不至于 把脸面完全丢尽 走 进山一探 三人当即进山 他们此刻自信满满 修为都已经恢复了 以他们三人的实力 只要不再去浮云山找死 或者去海外之地 找那个人的麻烦 那这四境之地 他们应该是可以横着走的 别说横着走 就算是倒立着走都行 三人当即进山 一进山中 就看见不远处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三个字 青云宗 三人对视了一眼 此地果然有个宗门 不过看起来 应该不是什么大宗门 这石碑如此的寒酸 玉英子笑着说道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青云宗平平无奇 但却拥有宝物 这就是他的取死之道 楚人冷声说道 走吧 山上的气息如此浓郁 磁宝只怕比我们 所想象的还要不凡 徐少阳催促道 三人当即运转修为 瞬息间便是到了半山妖处 迎面就看见一群人走了过来 这些人穿着同样的服饰 但样子却是高矮胖瘦 各有不同 甚至还有两鬓斑白的老头子 看起来很是奇怪 一共也就三十多人 排着整齐华一的队伍 一个个满脸的亢奋 嘴里喊着口号 青云老线 法力无边 神通广大 古今第一 徐少阳三人 见到这些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轻蔑 这些歪瓜裂枣 一看就是修为低微 根本就不值一提 随便挥挥手 就能打死一片 他们也懒得出手 弄死这些蝼蚁一样的人 楚人一步踏出 直接高声大鹤 青云宗主何在 出来拜见我等 这一声立合 瞬间传遍了整个青云宗 而前面那三十多个 喊口号的青云宗弟子 也是一个个停了下来 目光指示着徐少阳三人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青云宗 还如此的嚣张 为首的一个中年男子 出言问道 楚人根本不看那人一眼 蝼蚁一样的东西 没资格与我说话 他一抬手 便是一道气劲打出 本以为那中年男子 会被自己这道气劲 直接打成碎肉 却不料 那中年男子 突然间大吼了一声 青云老先庇佑 哄 金光涌现 气劲打在了 那中年男子身上 却是被金光所阻挡 根本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那中年男子 也是被金光所保护 依旧好端端地站在那里 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手 什么 楚人傻眼了 卧槽 自己化缘强者 随手一击 灭一个通天镜 都跟完事的 这中年男子 顶多也就宁丹镜吧 连通天镜都没有 结果自己这一击 居然伤不到他分好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徐少阳和玉英子 也看猛了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怪事年年有 咋就竟给他们碰上了 我还就不信了 楚人脾气上来了 本就在浮云山 憋了一肚子火 无处发现 此刻好不容易遇到了 一个软柿子 本想捏一捏 结果你还不让我捏 那我今天还非要捏死你不可了 一道阴阳之力 骤然涌现而出 化为两道黑白利爪 狠狠抓向了那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大惊失色 而他身后的众人 也是赶紧与中年男子 站在了一起 齐齐大侯 青云老仙庇佑 哄 三十多个人 齐齐绽放出金光 金光将他们全部笼罩在一起 共同抵挡那袭来的黑白利爪 哄哄 黑白利爪被金光所阻 竟然是难以寸进 这不可能 楚人神情在变 继续催动阴阳之力 青云老仙庇佑 中年男子等人连声怒吼 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亢奋得不行 金光也是更加浓郁 一下子就将黑白利爪 给震得四散开来 楚人也是 登登登连退三步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群人 我的天 这是见鬼了吗 这些家伙喊喊口号而已 居然可以爆发出 这么惊人的力量 何人敢来 我青云踪放肆 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 楚人抬头看去 就见一个光头男子 飞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人 你又是谁 楚人问道 光头男子双手赴后 神情沉稳 一派宗师风范 在下青云宗大弟子 狗不利 狗不利 这啥破名字 楚人心里嘀咕了一句 目光凝视着狗不利 你是青云宗大弟子 那你青云宗的宗主呢 让他出来见我 狗不利微微一笑 我家宗主云游天下 神龙剑手不见尾 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楚人眉头皱起 那你青云宗的其他高层呢 让他们出来见我 狗不利摇了摇头 如今青云宗内 便是我地位最高 楚人盯着狗不利 把你宗门的宝物交出来 否则全宗上下 鸡犬不溜 此言一出 狗不利的脸色也变了 原来是上山找麻烦的 倒是很久 没有人敢来我青云宗闹事的了 却见狗不利挥了挥手 顿时四面八方 跑出来一大群人 各个都是青云宗的弟子 一个个都是眼神不善地盯着 徐少阳三人 不过三人毕竟是化缘强者 如此阵仗 自然是吓不到他们三个 可就在这时 三人忽然都感受到了什么 齐齐抬头看去 就见天穷之上 一颗巨大的乌龟脑袋 正好奇地瞅着他们 三人一下子就猛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第九八五章 四星之地太恐怖了 那巨大的乌龟脑袋 好奇地瞅着徐少阳三人 眼神单纯 十分的和善 嗯 至少这只巨大乌龟 觉得自己的眼神十分和善 但在徐少阳三人看来 光是那圆溜溜的乌龟脑袋 就已经很有震慑力了 这尼玛 是哪里冒出来的庞然大物啊 而且气息这般沉重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玉英子颤声问道 狗不利面有自傲之色 这是我青云宗的护宗神兽 护宗神兽 徐少阳三人心里都是暗暗凛然 你去试试看 这护宗神兽到底是什么来头 徐少阳对楚人暗中说道 好 楚人也没多想 直接纵身一跃 朝着那乌龟脑袋飞去 徐少阳心中感慨 这楚人难怪会被灵仙掀完的团团转 当真是有点憨憨的 有时他是真上啊 楚人运转阴阳之力 双掌齐齐轰出 却见那大乌龟一脸困惑地看着楚人 任凭楚人的两道掌印落在自己身上 下一刻 咔嚓 咔嚓 两道脆响声响起 楚人一下子惊叫起来 我的手臂 却见楚人的手臂呈现出诡异的扭曲 竟然是被直接震断了 他赶紧回到了地面上 徐少阳和玉英子也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楚人 他的双臂真的被震断了 此刻搭来了下来 再看天上的乌龟脑袋 屁是没有 这一下 算是让徐少阳三人深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这清云宗的护宗神兽 自己三人好像惹不起啊 莫要白费力气了 狗不利但笑说道 我清云宗的护宗神兽 乃是清云老仙他老人家亲自点化的 申诉玄武血脉 就凭你们三个 是无法撼动他的 玄武 徐少阳三人当场傻眼 目瞪口呆 难怪总感觉 这只巨大乌龟的气息如此古老 没想到竟然是玄武 三人彻底凌乱了 这尼玛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之前在浮云山遇到了一只麒麟 而且据于英子所说 浮云山还藏着好几条真龙呢 结果刚刚逃出浮云山 本想在这个山上捞点宝物回去 怎么又碰上了一只活生生的玄武 这四境之地原来这么恐怖的吗 随便一个山头 都会有这种古老血脉存在 还有这些清云宗的弟子 一个个动尼玛 是什么鬼东西啊 喊喊口号而已 居然就能够抗住他们化缘强者的攻势 三人此刻非常的怀疑人生 他们甚至觉得 百家之所以顿入中原 是不是因为四境之地太过可怕了 百家其实是在四境混不下去了 才躲进中原的 嗨嗨 这位狗兄 徐少阳依旧是反应最快的那个人 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变了一副面孔 一脸的和善笑容 我承认 刚才我们说话的声音有点大 徐少阳变得十分恭敬 甚至有点谦卑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冲撞了贵宗 冒犯了贵宗威严 实在是对不住 徐少阳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楚人和玉英子识眼色 楚人赶紧跟着一起公身行礼 玉英子心高气傲 犹豫了一下 也只能低头认错了 没办法 他的高傲 在浮云山的这段日子 基本上已经被消磨没了 狗不利点点头 你们早这么客气 不就行了吗 我清云宗也不是什么恶霸土匪 我们一向都是彬彬有礼的 彬彬有礼 徐少阳一想起当才狗不利等人的样子 心想 就你们这些人 和彬彬有礼 四个字根本就扯不上半点关系 对了 你们三个是从哪里来的 看你们的修为都还马马虎虎的 要不要加入清云宗 修为马马虎虎 徐少阳三人嘴角抽搐 我们仨可都是花园镜啊 这也叫马马虎虎 现在四镜之地的修为标准 都这么离谱了吗 不不不 我们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了 加入贵宗就不必了吧 徐少阳赶紧摆手 开玩笑 我们三好歹也是各自势力的天骄 怎么可能会加入你这所谓的清云宗 狗不利却似乎真的看中了徐少阳三人 眼中神采异异 并没有就此放弃 不管你们从哪里来 既然到了这里 就是缘分 狗不利热情地招呼着三人 来来来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咱们清云宗 让你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 也开开眼见 徐少阳 楚人 玉英子 原来中原是小地方吗 三人愣神之际 狗不利等人已经是簇拥着他们三个 开始参观起这清云宗了 三人十分无奈 却也不敢拒绝 只好是十分不情愿地蹲着狗不利等人 在山上转悠了小半天 最终来到了一片广袤的湖泊之前 三人看着这片湖泊 都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他们从这湖泊之中 感受到了古兽玄武的气息 十分浓烈 而且 这湖泊除了有玄武气息之外 还有另一种十分独特的气息 玉英子右手暗中掐绝 似乎在以道门之法推演着什么 这 这竟然是一处大地灵脉所在 玉英子推演出了结果 不由地惊呼起来 什么 这是大地灵脉吗 徐少阳和楚人也是震惊地 看向玉英子 而狗不利等人 则都是笑而不语 没错 这的确是一处大地灵脉 并且已经与这湖中的玄武 彼此交融 玉英子神情有些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意思 徐少阳有点不太懂 毕竟墨家不搞这一套 也就是说 这头玄武 只要一直待在这座山中 实力就可以不断提升 而且力量 近乎无穷无尽 这么一说 徐少阳也一下子明白了 玄武居于此山 便可得大地灵脉加持 力量使用不见 这尼玛不是无敌了吗 难怪刚才楚人全力一击 结果那玄武屁是没有 反倒是 楚人自己被镇断了双臂 这也就是 玄武没有出手 只是承受了楚人的攻击 要是玄武反击的话 楚人此刻 只怕是已经凉了 楚人看着自己 正在逐渐恢复的双臂 心中一阵苦笑 自己输得一点也不圆 甚至还有点沾沾自信 原来我这么厉害 都能和大地灵脉加持的 鼓授玄武过两招了吗 这么一想 原来我这要牛逼 三位 加入我青云踪吧 狗不利张开双臂 信老仙 得永生 第986章 青云老仙的光辉 信老仙 得永生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 不知为何 却仿佛是蕴含着什么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样 让徐少阳三人 结实露出了茫然之色 恍惚之间 三人眼前 仿佛出现了一道伟暗的光明身影 沐浴着金色的光滑 神圣而高洁 令他们三人 不禁升起了敬畏之心 不敢直视 甚至很想跪在这道伟暗的光明身影之前 让这道身影 抚摸他们的天灵 下一刻 三人从眼前的幻想之中 恢复过来 刚才 那是什么 徐少阳三人面面相去 他们都看见了相同的画面 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狗不利面带笑容 三位必然是感受到了 来自青云老仙的光辉 这可是天大的浮原啊 青云老仙的光辉 天大的浮原 徐少阳三人 一时间 还真就被唬住了 狗兄 这青云老仙 到底是何方神圣 徐少阳好奇问道 提起青云老仙 狗不利顿时变得肃然起劲 而在场其他的青云宗弟子 一个个也都是站的笔直 面露敬仰 仿佛青云老仙这四个字 就足以让他们为之舍身忘死 青云老仙 是这世间唯一的光 狗不利深情款款地说道 那眼神之中 带着无与伦比的狂热 世间若有真仙 便是青云老仙 青云老仙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他是知晓一切的存在 是掌握一切的至高 信奉老仙 念诵真名 便可受到老仙的眷顾 只有信奉老仙 才能够有机会 超脱这世间的苦难 抵达永恒的彼岸 狗不利越说越激动 整个人都不禁抖了起来 但还真别说 他的身上 竟然涌现出了一股股澎湃的金光 使得狗不利整个人看起来 也变得神圣光辉起来 在其身后 更是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道伟岸身影 就是徐少阳三人 刚才恍惚间所看到的那个 虽然看不清楚 这道伟岸身影的容貌 但仅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 就足以让他们心中 生起浓浓的敬仰之情 青云老仙 法力无边 狗不利突然一声大吼 吓得徐少阳三人哆嗦了一下 尤其是玉英子 差点尿出来 青云老仙 法力无边 众多青云宗弟子 也是纷纷高呼起来 一个个狂热似火 神通广大 古今第一 神通广大 古今第一 狗不利喊一句 众人就跟着喊一句 渐渐的 所有人的身上 都是弥漫出了浓郁金光 一个个头发 眉毛 全部变成了金色 连眼珠子 都是泛着金光 并且 这些人的气息 一个个都变得十分强大 无法以境界来衡量 徐少阳三人 吓得面无人色 抱在一块瑟瑟发抖 他们虽是画原镜强者 但此时此刻 在他们看来 狗不利这些金光大汉 一拥而上的话 可以把他们三个的骨灰 都给扬了 这就是青云老仙的威力吗 已经不能以恐怖如斯来形容了 三位 这就是信奉青云老仙 所得到的恩惠 狗不利目光温和地 看着徐少阳三人 伸出了一只手 来吧 加入我们吧 让我们一起 沐浴在青云老仙的光辉之下 成为青云老仙 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吧 加入我们吧 众人也是齐声呼喊 徐少阳三人皆是 正正地看着狗不利 看着他伸出的那只手 三人竟然真的心动了 好像 加入着青云宗也不错 但三人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 他们都是各自势力的天骄 好不容易才都修炼到了 花园境这般境界 岂能随随便便 就背弃自己身后的势力 青云老仙在上 狗不利也看出来 这三人还没有完全 被自己说服 顿时有加了一把火 哄 一瞬间 天穷之上 出现了一大片的金光 一道伟暗身影降临 看不清楚容貌 但在众人眼中 却是无比的高大 无比的伟暗 无比的光辉 仿佛只要看上一眼 此生就足以明目了 徐少阳三人 彻底被征服了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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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直接跪在了地上 抬头仰望着那道身影 脸上的神情 逐渐变得狂热起来 青云老仙 玉英子率先大喊起来 法力无边 楚人也跟着喊了一声 神通广大 徐少阳立马接上 古今第一 三人最后齐声大喊起来 哄 三道光辉 自那天上的伟暗身上中 呼啸而出 如同苍龙逐日 瞬间便降临在了 徐少阳三人的身上 这一刻 三人沐浴在光辉之下 身体由内而外 脱胎换骨 心神之间 更是一片清明 一切烦恼尽数消散 一切忧愁随风而去 当光辉彻底进入三人体内之后 徐少阳三人 睁开了眼睛 互相对视之间 都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变化 他们的修为 倒是还和以前一样 但每个人却又明显和之前不一样了 玉英子道心通明 楚人阴阳交汇 徐少阳兼爱非公 三者的心境 已然圆满 足以胜过他们的师门长辈 这等心境上的圆满 完全凌驾于修为上的突破 这代表 他们以后的修炼 将不会有任何的瓶颈 哪怕是不再修炼 自身修为 都会源源不绝地提升 这就是心境大圆满之后 所带来的好处 也是百家无数修炼之人 都梦寐以求所追求的境界 要先成圣 心境必然要圆满 否则哪怕是修为再高 终其一生 也顶多只能触及到半圣的门槛而已 三人因祸得福 在这名不见经传的清云宗内 得到了无量机缘 获得了圆满心境 恭喜三位 狗不利抱拳行礼 徐少阳三人互相看了看 随即都是点了点头 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等三人 想要成为清云宗弟子 求清云宗收留 三人对着狗不利 齐齐一败 狗不利笑容灿烂 双手扶起三人 清云宗有教无泪 只要信奉清云老仙 愿意追随清云老仙 天地万无皆 可入我清云宗 从今月起 三位便是我清云宗弟子了 徐少阳三人狂喜 弟子三人 永生永世 追随清云老仙 第987章 钻被窝 月神宫内 叶清云一行人 已经回到了这里 当然 叶清云在玄京殿 也待了好几天 实在是那里的海鲜 太好吃了 叶清云每天都是在 胡吃海塞 玄京殿还有一种 十分美妙的佳酿 据说是用深海之中 一种特殊的植物酿制而成 滋味十分独特 在叶清云看来 这佳酿的口感 有点像是啤酒 当然 它并不是啤酒 接连大吃大喝的五天 叶清云忽然间 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这么不忌口地吃海鲜 会不会痛风啊 虽然自己年轻力壮 又成了修炼之人 但毕竟修为还低啊 万一海鲜吃多了痛风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痛风可是很难受的 所以 叶清云回到了月神宫 吃多了海鲜 回到月神宫的叶清云 只想弄点青粥咸菜吃吃 冷木雪 对于叶清云的归来 十分欢喜 各种殷勤 让叶清云一时间 都有点不太适应了 这一日 叶清云刚刚睡醒起床 刷牙洗脸 尿尿一气呵成 刚一出门 就渐渐天明 像个木桩子一样 站在门外 吓得叶清云 又想去尿尿了 你你一大早 站在这里干啥呢 叶清云结巴着问道 渐天明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 求叶公子指点剑道 叶清云松了口气 啥玩意呢 我还以为你一大早 要跟我玩命呢 原来是让我指点剑道 先吃早饭 吃了早饭再跟你说 是 叶清云吃了早饭 整个人神清气爽 扭头一看 渐天明还站在边上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叶清云一阵无语 他知道 自己要是再不指点指点他的话 这家伙估计半夜三更 都要站在自己床边上盯着自己 渐天明 你过来 是 渐天明立马兴奋地 站在叶清云跟前 心想这位高人 总算是愿意指点我了 自己必须要认真勤勉 才能够从这位高人身上 学到更多的东西 渐天明 你知道如何成为 一名高明的见者吗 叶清云一边喝着茶 一边轻描淡写地问道 如何成为一名高明的见者 渐天明微微沉思 我觉得将自身剑法修炼到极致 便算是高明的见者了 叶清云一脸失望地摇了摇头 亏你还有个剑到天才的名头 怎么剑是如此浅薄 被叶清云这么一训斥 渐天明也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求公子指点 叶清云叹了口气 对着一旁的惠空 使了个眼色 惠空当即会议 从除物袋里 拿出了一柄木剑 然后 递到了渐天明的跟前 渐天明一正 看着惠空手掌这把木剑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还愣着干啥 赶紧握剑呀 叶清云催促道 是 渐天明不敢怠慢 立马握住了这柄木剑 入手的一瞬间 渐天明就知道 这是一柄极为普通的木剑 完全是用寻常的木头 雕凿而成的 自己只怕是稍稍用力 就可以把这木剑震得粉碎 这玩意有啥用呀 渐天明心中 不禁有些疑惑起来 剑者用剑 一向都是寻求上乘好剑的 因为只有上乘之剑 才可以承受住剑者的力量 这样一柄寻常的木剑 又如何可以承受 剑者所蕴含的力量 还未挥剑 都已经自行碎裂了 尤其是像 渐天明这样的剑道天才 已经修炼到了化缘境 他的一身力量 哪怕是稍微刺一点的剑 都承受不了他的力量 更何况是这木剑 这不纯粹扯淡吗 渐天明用疑惑的眼神 看向叶清云 公子 这木剑 叶清云微微一笑 木剑怎么了 难道木剑就不算是剑吗 剑天明 木剑哪里能算是剑啊 好歹也给我一把铁剑呀 至少还能挥个一两下 剑天明 木剑也是剑 你接下来就用它来练剑 叶清云却是不想解释太多 记住 不要运转你体内的力量 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凡人 来练剑 什么时候 你觉得这木剑如臂食指 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再来找我 说完 叶清云很是潇洒地 转身便走 留下剑天明拿着木剑 在风中凌乱 慧空拍了拍剑天明的肩膀 圣子的话 必有深意 我追随圣子已久 圣子既然如此指点你 那一定有圣子的道理 你不用多想 按照圣子所说的去做 必然有所收获 说完 慧空也去念经了 剑天明看着手中的木剑 神情也是变得坚定起来 叶高人如此吩咐 必然有其深意 我一定要好好练剑 绝对不能懈怠 说完 剑天明就握着木剑 开始在原地练起剑来 剑天明也牢记叶清云的吩咐 没有运转修为 就把自己当作是凡夫俗子 用最淳朴的方式去练剑 一招一试 一百一眼 看起来都像是一个 出入剑道的青色剑者 但木剑毕竟是木剑 剑天明怎么挥动 都感觉极为不顺手 太轻了 就感觉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非常不得劲 但剑天明心性不凡 而且天资极为出众 在坚持了十天之后 他已经是可以将木剑挥动得十分自如 虽是木剑 却也能在挥动之间 发出锋锐的剑名之声 冷木雪等月神功之人 一直都在观望 眼见剑天明天资如此厉害 都是心中惊叹不已 不愧是中原出来的天才 这木剑在手 却仿佛有着上等 利益剑一般的威势 冷木雪这几日 心情也很纠结 他早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等叶清云回来之后 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献给叶清云 但真等叶清云回来了 他又犹豫纠结起来了 心中固然是很愿意的 但就是害羞 不好意思啊 但这几日 冷木雪还是下定了决心 要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等叶清云离开了月神功 自己只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当天晚上 冷木雪一直都没有出现 叶清云则是盘膝在床上 一直修炼到深夜 感觉到了一丝困意 这才停止修炼 躲进被窝里睡觉 没过一会儿 叶清云就睡着了 黑漆漆的房间内 一道倩影突兀出现 正是冷木雪 他站在床边 看着已经熟睡的叶清云 深吸一口气 翘脸上浮现出坚定之色 衣衫吞去 冷木雪不着寸吕 有些颤抖地 钻进了叶清云的被窝 第988章 屋里真热闹 冷木雪直接钻进了叶清云的被窝 他的心情是十分忐忑的 郊区更是颤抖不已 太羞人了 我在干什么啊 会不会让叶公子觉得 我冷木雪是一个轻浮女子 可都到这一步了 难道自己再从被窝里逃出来吗 不行 今晚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自己的一切 献给叶公子 唯有如此 才对得起叶公子对我 以及月神公的莫大恩情 更何况 能够把自己献给叶公子 这也是我冷木雪 此生最大的荣幸啊 这可不是寻常女子能有的机会啊 加油 冷木雪 你一定可以的 好好把握机会 成为叶公子的女人 就在今晚 冷木雪鼓起了勇气 将自己的身子紧紧着叶青云 并且 忙活起来 可恶 怎么这么难脱啊 冷木雪在被窝里忙活了半天 结果越是焦急 越是手忙脚乱 扒了半天 也没能成功 反倒是自己累得够呛 不行 今天就算是来硬的 也要把事给办了 冷木雪用手指催动灵气 直接一滑 成了 而此时的叶青云 正在做梦 在梦中 他遇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变态 正凶神恶煞的追赶着自己 还拿出了一把刀 使劲地在自己裤子上 疯狂摸刀 吓得叶青云拎着裤子撒腿就跑 那变态拿着刀 在后面紧追不舍 一边追还 一边喊着 我要把你的肉割下来下酒 这个梦太真实了 以至于还在睡觉的叶青云 都忍不住抽搐起来 刚刚才的手的冷木雪 顿时就被惊了一下 也是吓得不知所措 他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想看看叶青云是不是醒了 结果刚一钻出来 就看见床边蹲着一个影子 吓得冷木雪花容失色 定睛一看 原来是大毛 大毛正蹲在叶青云的床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冷木雪 那睿智的狗眼 仿佛看穿了一切 冷木雪有些尴尬 这要是一条寻常的狗 也就罢了 可大毛 那可是深不可测的强者啊 冷木雪亲眼见过大毛的厉害 知道它不是什么普通的狗 此刻被大毛看着 冷木雪就算是想干点什么 也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啊 当然 这要是有什么特殊癖好的人 边上有人看着 那可就更加兴奋了 大毛当然知道 这女人在干啥 她其实一直都在屋子里 本来趴在自己的毯子上打盹 结果冷木雪 捏手捏脚地就进来了 到了床边 直接爬了上去 大毛何等睿智 立马就知道 这娘们不是好人 要干羞羞的事情 大毛也不阻止 就蹲在床边默默地看着 结果这娘们好半天都没有成功 在被窝里 不知道干啥呢 大毛前辈 我 冷木雪想开口说点什么 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 结果没想到 霸天虎居然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然后就蹲在大毛的边上 盯着冷木雪 一猫一狗 如同门神一样 让冷木雪当场无语 好家伙 原来自己刚才捣过了半天 这一猫一狗都看在眼里 这也太尴尬了吧 冷木雪把被子捂在胸口 很想开口 让大毛和霸天虎出去 可他根本不敢说话 这俩都是他惹不起的 尤其是大毛 更是要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 你能让祖宗出去吗 肯定不行 祖宗要在边上看你办事 你也要乐乐呵呵的 把事情办好一点 让祖宗看高兴了 就在这时 屋门又被打开了 就见月提侠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他是进来觅食的 晚上没吃饱 这大半夜实在是太饿了 月提侠知道 叶清云的储物袋里 肯定还藏了不少好吃的 所以他溜了进来 想顺点东西吃 结果刚一进来 就看见叶清云的床前 蹲着一猫一狗 而在叶清云的床上 居然躺着一个女人 月提侠一下子就愣住了 看见月提侠进来的冷木雪 也愣住了 两女对视 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错愕 冷木雪此刻只想着 找一条宽一点的地方钻进去 简直不活了 月提侠怎么这个时候进来了 还刚巧被他撞见 月提侠其实也是猛的 我不就进来找点吃的吗 怎么这屋子里这么热呢 冷木雪 这女人怎么还爬到公子的床上了 等等 她衣服呢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她趁着公子睡着了 要对公子行不轨之事 这个可恶的女人 我早就知道 她对公子心怀不轨 这一下可算是被我抓到了 也不知道公子的清白之躯 有没有被这个坏女人所玷污 不过 就算公子真的被玷污了 我小月月也不会嫌弃公子的 月提侠一脸气愤的 朝着冷木雪走了过来 冷木雪心里顿时慌乱起来 不知为何 自己竟然有一种 被捉奸在床的感觉 心里慌得要死 大毛和八天虎扭头看向月提侠 然后又看了看床上 一脸慌乱的冷木雪 一猫一狗顿时露出坏笑 然后很是机智地退到了一边 一副看戏的样子 月提侠站在床边盯着冷木雪 冷木雪眼神闪烁 不敢与之对视 你 月提侠刚想出言质问 就在这时 门外又走了一个人进来 阿弥陀佛 圣子可曾休闲 小僧刚刚收到了西境佛门的消息 特来向圣子 慧空刚走进屋子 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了屋内的情形 慧空一下子就愣住了 平僧是眼花了吗 这屋子里什么情况 是平僧进来的方式不对吗 慧空又重新退了出去 然后又迈步走了进来 结果里面还是刚才所看到的情形 床边蹲着一猫一狗 月提侠正一脸愤慨地站在那里 圣子的床上 还有一个女人 那不是冷公主吗 她为何会在圣子的床上 难道 她是没衣服穿了 所以来找圣子讨要衣物 慧空以独特的脑回路 分析着眼前这个 让她有点无法理解的情况 第989章 一模再现 以慧空这个佛门僧人的见识 自然是不太清楚 一个女人钻进一个男人被窝 是要做什么的 毕竟 佛门之中 只有尼关有女人 而且尼关的女人 可从来不会钻进和尚的被窝也 至少慧空是没见过 至于有没有 那就不知道了 更何况 眼下的情形 可不只是一个女人钻被窝这么简单 地上还蹲着一猫一狗 边上还站着另外一个女人 太复杂了 太难懂了 再灰色的佛经 也无法解释眼前的这一幕情形 冷木雪人都要晕了 我这是造了什么年 非得要今晚行动 现在好了 大住了吧 这已经不是丢人不丢人的问题了 是冷木雪要不要直接当场自行了断了 只有一死 才不用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地 阿弥陀佛 平僧走错了 走错了 慧空一边念着阿弥陀佛 一边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 刚走出去还没一会儿 他就又进来了 不好意思 小僧忘记关门了 说完 就顺带把门给关上了 非常的有素质 留下房间内的两个女人 以及一猫一狗大眼瞪小眼 别追我了 我裤子要掉了 睡梦之中 叶青云还在说着梦话 他的梦话 却是让冷木雪极为尴尬 因为刚才 就是他在奋力地扒着叶青云裤子 难道说 叶公子其实早就发现了自己 他只是一直不动声色 并未声张 一定是这样 冷木雪幡然醒悟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叶公子其实那样低俗不堪之人 我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报答叶公子 为何要这样 这样不仅仅是亲见了自己 也是在侮辱叶公子啊 想透了这一点 冷木雪顿时极为后悔 叶公子必然是清醒的 他不想让我为难 也不想让我无敌自容 所以才一直装作不知情 我若还继续不知进退的话 实在是太对不起叶公子的一番好意了 冷木雪用哀求的眼神看向大毛和霸天虎 霸天虎还想再看看热闹 却被大毛直接一巴掌拍在脑袋上 然后拖着霸天虎的猫尾巴 就直接拖出去了 霸天虎一脸无奈 还想继续看戏呢 就这么被拖出去了 可惜面对大毛 霸天虎也无力反抗 房间之内 就只剩下月提侠和冷木雪两个女人 以及一个还在不断说梦话的憨辟 月姑娘 我的衣服 冷木雪有些尴尬地说道 月提侠看着地上的衣裙 将其拿起 很是不满地丢在了冷木雪跟前 冷木雪赶紧起身 将衣裙重新穿好 过程之中 月提侠自然是一眨不眨地看着 还挺大 月提侠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 一点也不输给他 而且 自己还可以变得更大 哼 穿好衣物之后 冷木雪着实松了口气 只是脸蛋依旧红红的 有些不太好意思面对月提侠 就像是犯了错误的小孩 被当场抓住了一样 公子什么都知道 你这么做 只会让公子对你失望 月提侠双手环抱 教训着冷木雪 更何况 公子乃是超凡入胜的存在 根本就不屑于如此之事 冷公主还是收起那些心思吧 冷木雪默默点了点头 然后有些失落的走了出去 月提侠看着床上 还未醒来的夜青云 公子 我替你打发了冷公主 公子 你应该十分欣慰吧 说完 月提侠也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夜青云醒了过来 他的眼圈有点黑 因为 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梦里 他被一个变态狂魔拎着刀 追了不知多久 而且追着追着 那变态狂魔还变成一大群 吓得夜青云屁滚尿流 而且半夜三更的时候 耳朵旁边嗡嗡地叫 很吵很烦 就这么在梦里折腾了一晚上 夜青云盯着黑眼圈醒了过来 想下床洗洗脸清醒一下 结果 裤子哗啦一下掉在了地上 夜青云猛了 连忙把裤子提起来 结果一看 好家伙 裤子被割开了 就剩一圈还在腰上 夜青云当场猛逼 我睡个觉的功夫 怎么裤子还睡坏了 难道是半夜三更的时候 有人潜入了我的房间 用刀割了我的裤子 那我那玩意还在吗 夜青云赶紧低头检查了一番 还好 那玩意还在 吓死宝宝啦 可谁会半夜三更跑进来 割我的裤子 这也太变态了吧 夜青云搞不清楚 也只能换条裤子 吃过早饭之后 夜青云觉得 每个人都怪怪的 除了依旧在勤奋练剑的剑天明 这家伙看起来倒是挺正常的 惠空来到了夜青云跟前 圣子 小僧收到了西境佛门传来的消息 惠空把昨晚没能说出来的消息 当即告诉了夜青云 原来 西境佛门平静了一段 十日之后 却在近日 出现了一些异样 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灵 不知从何处而来 肆虐西境 虽然数量不多 但这些奇形怪状的生灵 却十分厉害 需要多个僧者联手 才能够将这些生灵击败 为此 西境佛门已经折损了近百名僧者 但这些生灵依旧是在不断出现 佛门各自的住持都感觉不妙 便将消息传给了惠空 希望身为佛门圣子的夜青云 可以回到西境主持大局 一魔 夜青云听了这些消息 当即也反应过来了 惠空点了点头 神情沉重 的确是一魔 曾经在大唐长安出现过 夜青云神情古怪 那叫我去有啥用 这些一魔可都厉害着呢 对于夜青云这种过分自谦的话 惠空自然是早已习惯了 根本不会当真 圣子 如果真是和长安时的情况一样 那只怕西境佛门出现的一魔 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 夜青云眉头紧皱 长安时的情况 他虽然基本上都躲在地窖里 但事后也大概了解了 一魔 来自妖异魔界 那是不存在于这片天地的另外一方天地 既然一魔出现在了西境佛门 那就代表西境佛门那里 已经是有了与妖异魔界相连的缺口 缺口不堵上 一魔就会源源不断出现 第九百九十章 漫尔的小心思 西境佛门的事情 夜青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索性就不去想了 再如何 烦忧也没用 自己身在海外之地 距离西境佛门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而且佛门底蕴深厚 高手如云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要实在不行 夜青云也只能静静人世 请大唐以及南荒这边去点人手帮帮忙 又过了三天 剑天明兴奋地来到了夜青云面前 公子 我已经练成了 夜青云正正看着他 你练成什么了 请公子过目 剑天明当即拿出木剑 在夜青云面前练起剑来 搜搜搜搜搜 木剑翻飞 眼花缭乱 每一剑 都能带起刺耳惊人的破风之声 最后一剑 剑天明对着不远处的一根石柱猛然批出 轰隆隆 石柱骤然间一分为二 十分的干净利落 这一剑的威力 也让在场的惠空 冷木雪等人为之惊叹 他们可都能看得出来 剑天明并未运转丝毫灵气 也没有动用其他的力量 仅仅只是靠着木剑修炼出来的剑气 就已经具备了这等威力 这才多少时日啊 半个月而已 用一柄如此寻常的木剑 不靠修为 就能达到这等地步 见到天才之名 石至名归 夜青云也是看傻了眼 这尼玛 我就随便弄了把木剑糊弄你的 本指望能够糊弄了一年半载 结果 你半个月就真练出来了 好家伙 难怪人家是天才呢 这人与人之间就是不一样啊 还请叶公子指点 剑天明演练完一套剑招 便是恭敬地站在叶青云跟前 期待着叶青云的指点 叶青云能怎么说 说你这一套狗屁不是 再去练个两年 糊弄人也不能这么糊弄 总还是要讲点基本法的 叶青云便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微微汗手 不错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却是让剑天明无比欣喜 脸上浮现出喜悦之色 多谢叶公子夸赞 叶青云又立刻板起了脸 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成就而已 你却如此的欢喜 难道你的眼界只有这么一点吗 剑天明一正 随即连忙跪下 公子教训的是 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天明太过得意忘形了 叶青云双手复后 目光眺望远方 依旧是摆足了高人的派头 这让剑天明不禁一阵失神 每一次叶青云出现这种姿态 就会让剑天明内心生出生起一种敬仰 仿佛叶青云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 自己就是在山脚下仰望的登山者 而自己无论如何努力 似乎都不可能登上这座高峰 目剑你已经掌握了 那么接下来便是这把剑 叶青云又对会空折了个眼色 会空会议 当即上前 拿出了一把铁剑交给了剑天明 剑天明入手之后便知这是一把十分普通的铁剑 没有经过精良的锻造 品质很差 属于杀猪都费尽的那种 铁剑与木剑又有不同 你依旧是以凡人之身 来用它练剑吧 叶青云说完摆了摆手 是意剑天明可以下去了 是 剑天明带着铁剑 一脸坚定的就去练剑了 叶青云暗暗松了口气 心想这家伙可真是好糊弄啊 不过叶青云也不得不承认 这剑天明确实是天才也十分的专注 换作是自己必然没有他这般的毅力 剑天明在月神宫的一处练武场上练剑 这是特殊为剑天明所准备的练武场 其他月神宫弟子都不会来此 只有剑天明一个人在这里独自练剑 也十分亲近 不会影响到别人 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他 剑天明练剑的时候十分专注 他的眼中只有剑 心中想的也只有剑 手握铁剑专注练剑的他 并未注意到在角落里 有一个女子正在默默地看着他 正是曼儿 冷木雪的那个婢女 如今也算是拥有了剑月之体的天才 这已经不是曼儿 第一次在这里偷偷看见天明练剑了 自从见天明跟着叶青云回到月神宫 孟儿就对这个坚毅 冷酷的天才剑者十分倾慕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总之就是很想看着他 无论见天明在做什么 曼儿都想看着 心中也是默默欢喜 曼儿 你已经在这里看了好些天了 冷木雪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曼儿的身后 公主 我好像喜欢上了剑公子 曼儿脸蛋红红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冷木雪微微一笑 若是喜欢便去对他直接说出来啊 曼儿摇了摇头 我不敢 冷木雪拍了拍曼儿的脑袋 怕什么 若是喜欢不敢说出口 将来你才会真正后悔 说这话的时候 冷木雪也是不禁想起了自己 想起了那个月夜 也想起了前几日那个尴尬的晚上 脑子里也是乱糟糟的 公主 你怎么脸红了 曼儿正正地看着冷木雪 冷木雪摇了摇头 直视着曼儿 你现在就去告诉他 无论他怎样 你只要说出来了 将来也不会有任何的后悔 见冷木雪这么说 曼儿似乎也下定了决心 好 曼儿走了出去 一路走到了练武场内 正在练剑的剑天明剑有人过来 便停了下来 曼儿姑娘 剑天明自然是认识曼儿的 只是还不太熟悉 你找我有事吗 剑天明问道 曼儿低着头 有些不敢看见天明 剑公子 我 他一时间 还真有点不知如何开口 剑天明眉头皱起 曼儿姑娘到底想说什么 若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还要练剑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没啥事 就别耽误我练剑 曼儿一跺脚 深吸一口气 剑公子 我对你十分仰慕 总算是把这话说出来了 但曼儿的心却跳得十分厉害 不知道剑天明会有什么反应 他偷眼看去 却见剑天明脸上没有什么神情 仿佛就没听到一样 剑公子 曼儿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剑天明也只是平静地看了曼儿一眼 女人 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第991章 直接嘎了 女人 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这冷酷又装逼的话语 让曼儿一下子就傻在了原地 啥 曼儿呆滞地看着剑天明 但剑天明根本不愿意多做解释 让开吧 我要练剑了 曼儿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练武场 走到了冷木雪的跟前 怎么样 冷木雪见曼儿一脸呆滞 赶忙问道 曼儿直接哭了起来 冷木雪一下子就慌了神 你哭什么呀 她到底怎么说的 公主 你倒是说话 急死我了 她说 她说 女人只会影响她拔剑的速度 冷木雪 好家伙 这可真是一个为了见到彻底蜂魔的家伙 此话一出 等于是彻底断绝了曼儿的一切念想啊 虽然有点残酷 但不得不承认 这句话挺帅的 冷木雪叹了口气 摸了摸曼儿的脑袋 既然她这么说了 你就不要再难过了 曼儿眼眶红红 她又怎么可能不难过 难得对一个男子有所倾慕 还鼓起勇气前去倾诉了自己的心意 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心里挖凉挖凉的 曼儿哭得停不下来 而且一直跟在冷木雪的身后 走到哪哭到哪 冷木雪也没办法 梦儿虽然是她的婢女 但其实和她的妹妹差不多 正是伤心的时候 自然也只能迁就着梦 中午的时候 叶青云也看见了一直在哭个不停的梦 梦儿这是怎么了 叶青云好奇问道 冷木雪看了看梦儿 也只能是把梦儿的事情告诉了叶青云 叶青云一听 神情也是变得相当精彩 见天明真的这么说吗 冷木雪点点头 也是一脸的无奈 叶青云嘴角抽搐 好家伙 这话也太装逼了 叶青云甚至怀疑 那家伙是不是和自己一样也是 穿越过来的 不行 这样下去 那家伙指定是要走火入魔 我还是去劝劝他吧 叶青云当即便是往练武场而去 到了练武场 一看见天明还在练剑 神情专注 手中铁剑发出呼呼风声 整个练武场 都是被一阵阵的禁风所笼罩 叶青云也不敢贸然靠近 生怕被误伤 直到见天明发现了叶青云 这才停了下来 叶公子 见天明恭敬行礼 叶青云背着手来到了见天明跟前 嗨嗨 我听说梦儿姑娘哭了 他 叶青云话还没说完 见天明就已经开口 叶公子放心 天明心中只有剑 从来没有其他的东西 也绝对不会因为女子而耽误了练剑 叶青云 我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这话说的 让我接下来的话 都没办法说出来了 呃 其实 叶青云还想说话 叶公子 天明自小练剑 也知晓身为剑者 一旦沾染了男女之情 就会影响自身剑道 所以 天明早已断情绝爱 更是修炼了一种心法 克制那些男女之念 此生唯有剑 才是天明的陪伴 见天明眼神无比坚定 说出来的话 更是让叶青云彻底无语 服了 要不是看得出来 剑天明说话还有条理 叶青云真要怀疑 他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了 叶青云拍了拍剑天明的肩膀 你有如此坚定得信念 只要好好练剑 将来必成大气 另外 我再送你一句话 剑天明顿时眼前一亮 求叶公子刺眼 叶青云深吸一口气 目光沉稳 心中无缘 拔剑自然神 嗡 仅此一言 便是让剑天明心神一阵 仿佛一下子明误了什么 这 这是剑道智力 剑天明声音颤抖 叶公子 我误了 叶青云面容微微抽搐 幸好我已经习惯了 不然 你这一惊一乍的 还真有点受不了 剑天明显得很是激动 心中无缘 拔剑自然神 心中无缘 拔剑自然神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叶公子这是要让我彻底了断男女之念 再无一丝挂矮 彻彻底底将自我与剑道融合 剑天明越说越激动 叶青云隐隐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既然叶公子都这么说了 那天明就干脆自攻断了回根 从此不再有丝毫的杂念 说话间 剑天明抄起铁剑 就要把自己那玩意给嘎了 哎呦卧槽 叶青云吓了一跳 赶紧拦住剑天明 没必要没必要 这真没必要 剑天明却是一个十足的行动派 说要自攻就要自攻 叶公子你不要拦着我 这是一个剑者必须要有的决心 别别别 犯不着这样 叶公子你不是说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什么 那也没必要自攻啊 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 不如割了 有用啊 怎么会没用呢 还是留着好 不行 我一定要欠 叶青云费了半天劲 总算是劝说剑天明 暂时放弃了自攻的念头 把叶青云累得够呛 不过叶青云也不知道 这家伙会不会再度犯病 就看这家伙等会一个人躲起来 然后悄悄咪咪就给搭了 那可就完犊子了 也不知道 化缘强者 能不能把那玩意再长出来 中原边界 灰雾蒙蒙 一道身影 踩着一头白鹤 自灰雾之中飞了出来 这是一个身穿灰衣的老者 面容古板 双目阴沉 眉宇之间缭绕着一股愤怒 他的确很愤怒 老者出身中原儒家 更是儒家的高层 而他之所以自中原而出 只为了一个人 灵仙仙 因为灵仙仙 存放在儒家的魂域碎裂了 魂域碎裂 代表灵仙仙已经死了 这可是让儒家上下震惊不已 灵仙仙乃是万年罕见的欲儒之体 儒家上下对其十分重视 本以为这一次派灵仙仙外出 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结果没想到 灵仙仙死了 这是儒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 儒家震怒 并且立即询问了其他几家 毕竟灵仙仙是和其他几家天才一起出去的 既然灵仙仙出世了 那其他几家的天才会不会也死了 但结果却是让儒家更加难以接受 其他几家的天才都没死 魂域还好好的 但也出了点情况 无论道家 墨家 阴阳家 亦或者法家 他们都联系不上各家派出去的天骄了 第992章 问鼎老怪 这下子 儒家可是彻底坐不住了 算上之前出去的吴千锋 一共也就出去了六个年轻天骄而已 结果现在其他五个的魂域都还在 说明他们五个都还活着 就算联系不上 但至少性命无忧 可灵仙仙呢 魂域碎了 这是彻底死透了啊 儒家高层们气得要死 据说灵仙仙的那位师尊更是气得当场呕血 直接昏厥了过去 本来儒家打算派出诸多高层 来把事情查得清清楚楚 不管是谁杀害了灵仙仙 都要让其付出代价 但考虑再三 还是没有大动耽搁 原因无他 儒家也有儒家的顾虑 若是儒家一怒之下 触动太多高手 其他百家的态度暂且不说 四境之地的某些古老存在 可是会有相当大的意见 所以 这个脚踩白鹤的灰衣老者出来了 老者名为周巡 辈分上算是灵仙仙的师叔 真正的问鼎静强者 周巡来到了中原之外 他第一时间便是尝试着联系那几个 还流落在外的中原天骄 徐少阳联系不上 楚人联系不上 玉英子联系不上 就连见天明也是联系不上 完全不知道这几人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最后 周巡联系上了吴千锋 速来见我 周巡也没有多言 只用传讯预检说了这样一句话 随即就在原地等待 过了半个时辰 三道身影自远处破空而来 其中一人正是兵家天骄吴千锋 至于另外两个 自然是孟悠然与帝尊 周巡并未在意 目光直视看着吴千锋 三人还未到近前 就已经感受到了周巡身上 所弥漫出来的恐怖气息 问鼎老怪 孟悠然与帝尊皆是心惊不已 这就是问鼎静强者的气息吗 连他们这两个在四境之地的顶尖强者 都不禁有些窒息 吴千锋更是头皮发麻 他知道周巡来到四境之地有什么目的 也清楚周巡让自己前来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 吴千锋心里很是忐忑 有些不敢面对周巡 但不来是肯定不可能的 要是不来的话 一旦周巡找伤自己 那麻烦可就大了 三人很快就一起来到了周巡面前 吴千锋极为恭敬 对着周巡攻身行礼 晚辈兵家吴千锋 拜见周前辈 孟悠然与帝尊也不敢怠慢 齐齐行礼 拜见前辈 周巡扫了一眼孟悠然 又看了一眼帝尊 目光更多还是落在帝尊的身上 你似乎也是上谷之人 帝尊沉声道 晚辈的确是上谷之人 但不曾败在百家任何一家门下 哦 周巡也只是随口一问 并未在意 吴千锋 你在外这么久 应该知道徐少阳他们几人的消息吧 吴千锋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 吴千锋不敢隐瞒 只好点了点头 晚辈知道 那你告诉我 他们几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与中原断绝了联系 还有 我儒家弟子林仙仙呢 他是否生死 一五一十 全部说来 若有半点隐瞒 老夫定不饶你 周巡语气十分冷硬 这也看得出 他心中憋着怒火 此刻只想尽快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是是 吴千锋下的面无人色 赶紧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巡 便是如此 林师妹死在了那浮云山 而徐少阳三人后来去了何处 晚辈也不知道了 说完 吴千锋便是小心翼翼地看向周巡 就见周巡满脸阴沉 眼中闪烁着怒火 四周的气息也变得无比压抑 令人毛骨悚然 孟悠然和帝尊都是心中骇然 他们此刻只是身处旁边 就已经很难动他了 这就是问鼎强者的威压吗 与化缘境简直是天差地别 不过这也难怪 化缘与问鼎本就是一道天谦 问鼎之所以被叫做问鼎 就是因为这几乎是修炼之人所能达到的极限了 再往上 要么登陷 要么成上 所以 问鼎静强者堪称是仙人 圣人之下的最强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四境之地 那些隐藏无数岁月的古老存在不出现的话 中原之地随便来一个问鼎老怪 都可以横扫四境之地 之前中原就是因为太过轻视四境之地 觉得派几个化缘境的年轻一辈高手 就可以轻松搞定 结果被打了脸 所以此刻 问鼎老怪出动了 浮云山 好一个浮云山 周寻咬牙切齿 周身凝聚着恐怖而沉重的气息 足以令四周的空间扭曲起来 杀我儒家添骄 这浮云山上下 皆是有了取死之道 周寻豁然看向了吴千锋 林仙仙他们与浮云山之人交战时 你为何不出手 吴千锋直接愣住了 嗯 我 破 吴千锋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被周寻一巴掌给拍飞出去了 当场凸显 伤势着实不清 但吴千锋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是默默受着 谁让人家是问鼎老怪呢 而且还是儒家的高层 根本就惹不起啊 前辈 就在这时 孟悠然忽然开口了 周寻看向孟悠然 你想说什么 孟悠然恭敬行礼 还请前辈稍安勿躁 那浮云山非同小可 诡异重重 更有真龙这样的生灵存在 还是做好万全准备 再前往也不迟 孟悠然 这也是好心提醒 他也想探出浮云山的全部老底 但若是让这个周寻 就这么贸贸然前往的话 说不定也要栽在浮云山 可他的提醒 在周寻看来 却是如此的可笑 呵呵 周寻一脸不屑 老夫乃是问鼎中气的修为 就算是真龙 最厉害的 也不过才堪比画原镜而已 老夫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区区浮云山 老夫一只手便可镇压 说完 周寻也不管三人如何 直接往浮云山的方向飞去 孟悠然看着周寻这么头铁 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可是已经提醒你了 本会您老人家 真在浮云山吃饼了 可别转头怪就到我们的身上 第993章 可不只有八条 周寻脚踩白鹤 穿云破风 速度之快 远超寻常修炼之人的想象 问顶尽的老怪 其速度自然是无比的惊人 眨眼千里 再眨眼 又是千里 当周寻来到南荒大地之时 南荒大地中的一些古老存在 感受到了周寻的到来 不过这些古老存在 并未现身 而周寻自然也知道自己惊动了某些古老存在 却也没有在意 他知道这些古老存在 不会轻易现身 所以才会这般毫无顾忌 没过多久 浮云山已经是摇摇在望 周寻倒也没有直接冲向浮云山 他固然愤怒 很想立刻灭了浮云山 为灵仙仙报仇 但他毕竟是问鼎老怪 并非表面看起来那般冲动莽撞 冷冷地站在远处观望着浮云山 此山却有不凡 周寻看出了浮云山的不凡之处 天地之力似乎格外眷顾这个地方 山中所盘旋的天地之力 远比其他地方要浓郁得多 这样浓郁的天地之力 就算是在中原 也需要十分厉害的法阵加持 才可以达到 但在这里 周寻并未感受到什么法阵的气息 难道这是天生宝殿? 周寻心头疑惑 随其手掌轻轻一抬 一幅卷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卷轴打开 其内赫然是两个字 人? 得 人得二字 硬然指上 只见周寻手指一点那个人字 一道白光自人字之中飞跃而出 竟然是化为了一头苍龙 直奔浮云山 龙孝真苍穹 虽非真龙 却也具备着十分惊人的气势 寻常化缘强者都抵挡不住这条苍龙 可就在苍龙靠近浮云山的瞬间 嗡 一股莫名的力量自浮云山中骤然而出 仅仅只是一瞬 那苍龙身形明智 随即溃散开来 就仿佛是从未出现过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寻见状 眉头不经骤气 他又是轻轻一点卷轴 得字飞出 化为一头猛虎 咆哮之间冲向浮云山 但同样的情况出现了 猛虎刚一靠近浮云山 还未落下 就直接停在了半空 随即消散于无形 而卷轴之上 仁德二字彻底暗淡下来 周宣将卷轴收起 脸上掠过一丝冷然之色 看来这地方还真是古怪 林仙仙死在这里 也不算冤枉 但 我儒家之人 岂能就此死得不明不白 无论此地有何等诡异 无论这里坐镇何方神圣 老夫都要等无所遁形 下一刻 哄 周寻脚踩白鹤来 周身气势勃发 雄魂一掌 蕴含着磅礴的儒家好气 化为一道巨大的掌印 仿佛可遮天蔽日 对着浮云山轰然落下 这一掌格外巨大 若是他真正落下 完全可以将整个浮云山 连同浮云山下百里之内 尽数一为平地 至于浮云山下 会不会有无辜之人 那才不是周寻在意的 就算有无辜之人又如何 对于问鼎静的老怪来说 区区一些繁俗蝼蚁罢了 死了也就死了 况且 能死在他的手中 更是这些繁俗蝼蚁的荣幸才是 他们就算死了 也应该庆幸自己有这等荣耀 可就在这时 掌印停住了 嗯 周寻眼神一鸣 立即催动掌印 要让其落下 可掌印却依旧是纹丝不动 就这么停在了浮云山的上空 无法落下 仿佛有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将这道掌印给抵挡下来 怎会如此 周寻不信邪 抬手又是一掌 这一次 他动用了几乎九成的力道 一个问鼎中期的老怪 动用九成之力 威力可想而知 更加凝练的掌印落下 与之前那道掌印交叠在一起 两者碰撞的一刻 双掌之威 尽数爆发 轰隆隆隆隆 整个浮云山 被一股恐怖无边的力量所笼罩 巨大的沉浪 更是将浮云山完全吞噬 周寻露出了一丝得意笑容 他相信 自己这两掌 足以将浮云山移为平地了 无论这山上有什么 都将化为积粉 他覆手而立 站在白鹤的背上 准备亲眼目睹 浮云山变成一片焦土的情形 可就在烟尘散去之后 浮云山还是浮云山 依旧好端端的矗立在那里 别说移为平地了 山上似乎连一棵树 都未曾受到影响 完好如初 周寻的脸色一下子就凝固了 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这不可能啊 他有点梦了 自己接连两掌啊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绝对不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啊 那这眼前的情形 又是怎么一回事 太不可思议了 老东西 你好像有点没鼻鼠了 就在这时 一道极为不满的声音响起 周寻还未反应过来 但他脚下的那只白鹤 却已经是浑身颤抖 显得十分恐惧 好 龙吼响起 浮云山后院池塘之中 一条真龙骤然飞出 赫然是龙老九 周宣先是一惊 毕竟是看见了从未见过的真龙 但当他感受到这条真龙的气息时 不由的又松了口气 还好 这条真龙修为一般 只有半步化圆境而已 这样的修为 就算是真龙 也不过是被自己随手镇压的货色而已 但紧接着 第二条 第三条 一条接一条 八条真龙相继破水而出 一个个张牙舞爪 你个老瘪犊子 咱哥几个不想搭理你 你还没完美了 是不 信不信哥几个抽你 八条真龙 一个个龙爪插腰 对着周寻直瞪眼 凶神恶煞 周寻也是面色一变再变 虽然他早就从吴千锋那里知道了 关于真龙的消息 但真正见识到真龙又是另外一回事 心里直突突 但表面上周寻还是十分镇定的 他的目光从八条真龙的身上一一扫过 从最弱的龙九到最强的龙二 周寻不由地松了口气 还好 如那吴千锋所说 最强的真龙也并未踏入问顶境 虽然与吴千锋所说的 化缘中期有所出入 但也不过是化缘后期而已 想到这里 周寻镇定下来 并且露出一抹傲然之色 真龙确实不凡 可仙等修为不过平平 不如归顺老夫 与老夫去往中原如何 周寻竟然是想要让这几条真龙臣服于自己 在周寻想来 自己出来是为灵仙仙报仇的 灵仙仙这个玉如之体死了 儒家损失极大 可要是自己带着八条真龙回去 那可就是写传啊 一个玉如之体算什么 根本比不上真龙啊 能带回八条真龙 自己绝对实力下了血麻天宫 到时候 岂不是美滋滋 想到这里 周寻都忍不住想要笑出声来 来吧 归顺老夫吧 八条真龙眼神古怪 这老东西指定是有什么毛病 龙老八撇嘴道 周寻见八条真龙无动于衷 不禁摇了摇头 老夫一人 足以镇压你们 就在他想要出手的时候 浮云山 可不只有八条真龙 一道冰冷低沉的声音 自后院池中突兀响起 一颗漆黑龙手 自那池水之中缓缓生起 第994章 龙大出手 漆黑而猙獰的龙手 自池水之中缓缓生起 紧接着 一条黑龙腾空而起 这黑龙身形之大 凌驾于其他八条真龙之上 更有一股充满压抑的气息 笼罩在天地之间 八条真龙皆是露出敬畏之色 这是他们的老大哥 也是浮云山九龙之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更是在浮云山 第一个礼遇化龙的存在 猙獰黑龙盘旋在浮云山之上 蜿蜒的身躯 如同山岭 那颗龙手更是争鸣威严 让人只是看上一眼 就生起一股难以形容的压抑之感 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听说 你想让我这几个弟弟跟你去中原 黑龙盯着周寻 声音低沉 如同闷雷一般 周寻直接呆立在了那里 一脸痴呆地望着黑龙 这浮云山竟然不只是八条真龙 而是九条 并且这条黑龙 才是实力最强的一条 从黑龙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绝对是问鼎静强者的气息 而且不是寻常问鼎静可以衡量的 只怕是问鼎巅峰啊 周寻有点慌了 心中更是对吴千锋大骂不止 草啊 必然是这吴千锋 故意隐瞒了此事 害得老夫我屁颠屁颠的过来 这个兵家小逼崽子 当真是该死 你这老灯 刚才不是很狂吗 龙老八 黑黑怪笑 现在怎么不狂了 还要我们跟你这老灯去中原 就是啊 到底去不去中原啊 老东西 不如你留在浮云山吧 山上还缺个打扫卫生的 我看你就挺合适的 哈哈哈哈 几条真龙即使毫不客气地嘲笑起来 周寻满脸铁青 他身为问鼎强者 又是儒家的高层 在中原之地 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从来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现在却是被这几条没有素质的真龙 如此嘲讽 当真是气得想要骂人 可身为儒家之人 他骂人也骂不过这几条真龙啊 这几条真龙 可是相当的没素质 骂人比打人都要擅长 更别说 让一向讲文明的儒家之人和他们对骂了 根本就是自取屈辱 够了 周寻怒喝一声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老夫今日来此 不是语而等口舌之争 那你来干啥的 龙老八用一根龙爪扣着鼻孔 歪着嘴问道 我儒家弟子林仙仙 是不是死在浮云山 被你们所杀害 周寻冷声问道 林仙仙 几个真龙面面相去 林仙仙是谁啊 没听说过 三哥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老五认识吗 这种阿猫阿狗我才不认识呢 这几条真龙还就聊起来了 把周寻直接弄得无语了 我认识我认识 就在这时 兔妖少女飞了上来 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玩意 你又是什么东西 周寻冷眼盯着兔妖少女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奶奶啊 兔妖少女一脸深情地说道 哈哈哈哈 除了龙老大之外 其他真龙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周寻一张老脸都被气绿了 身体不禁都颤抖起来 这浮云山的妖兽 怎么个个都这么没素质 兔妖少女 那可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主 本想跟你这老头好好说话 再把装着林仙仙遗孩的盒子给你 结果你一上来 就问我是什么东西 姑奶奶还惯着你 没把你祖宗十八代骂过去 都算是我兔妖 今天想当的文明妖兽了 老脸犊子 林仙仙就在这盒子里 好好收着吧 兔妖少女直接把盒子丢给了周寻 周寻赶忙接过 将其打开一看 顿时面色变得苍白起来 盒子里面赫然是一滩碎肉 还混杂着这不少泥土 虽然是碎肉 但周寻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绝对是林仙仙的残骸 周寻怒火 顿时汹涌而出 整个人气势勃发 可恶 哄 不由芬说 儒家好气汹涌而出 化为惊涛骇浪 瞬间笼罩整个浮云山 他要为林仙仙报仇 杀死眼前这些该死的妖兽 哪怕是真龙也不例外 兔妖少女一见这老家伙要动手 赶紧躲进了浮云山中 他可不是这老头的对手 还是把场子交给真龙们来对付 老东西 你找死 真龙们就要出手 但龙大已经率先出手了 龙大不想浪费时间 知道自己这几个弟弟不是周寻的对手 所幸还是自己直接出手 龙大在浮云山地位特殊 很少出手 但面对问鼎强者 他也不会再藏桌 轰隆隆 漆黑的龙爪 瞬间将四周弥漫的儒家好气驱散 紧接着 无边龙危降临 周寻一时间只觉得四面八方尽是龙影 更有无边的黑暗汹涌而来 眼前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 周寻大惊 立即运转儒家之法 圣明清晦 望 碰 浩然之光 驱散黑暗 四周的一切恢复如初 但那颗猙獰的龙手 却已经是到了周寻的面前 近在咫尺 如此近距离之下 望着那颗龙手 所带来的压迫感 已经是无法想象 周寻愣住了 这一刻 他竟然产生了畏惧 一身问鼎修为 都似乎忘记运转了 碰 龙爪袭来 一下子就把周寻整个人拍飞出去 碰 鲜血狂喷 周寻面色惨白 一下子受到了重创 可恶 难道老夫要死在这里吗 周寻心头慌乱 也失去了再和龙大交战的勇气 赶紧转头就跑 龙大的攻击却又紧跟上来 又是重重一击 狠狠拍在了周寻的后背之上 周寻惨叫 身躯仿佛就要裂开一样 他赶紧寄出了一件宝物 一幅画卷迅速包裹住了周寻的身躯 然后迅速逃离了 龙大没有追赶 接连两爪 足以让那周寻重伤垂死 龙大十分冷酷地回到了池塘之中 其他八龙见状 也立马跟着钻了回去 而靠着宝物勉强逃离的周寻 此刻终于是和前来支援的孟悠然三人碰面了 前辈 吴千锋大惊失色 而孟悠然与帝尊对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都是略过一丝诡异喜色 第995章 联手偷袭 前辈 你怎么了 吴千锋一脸紧张地看着周寻 周寻也不说话 直接给了吴千锋一巴掌 把吴千锋给打猛了 我关心一下您老人家 这也要挨巴掌吗 兵家的小杂种 你竟敢欺骗老夫 周寻一边吐血 一边指着吴千锋怒骂 吴千锋一脸错愕 前辈 我哪里欺骗你了 周寻瞪着眼睛 那浮云山的真龙 何止是画原镜 啊 啊什么啊 那浮云山还有一条真龙 是问鼎巅峰的修为 实力恐不至极 此言一出 吴千锋三人也愣住了 孟悠然神情骤变 帝尊骇然失色 问鼎巅峰 浮云山竟然还藏了一条 问鼎巅峰的真龙 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尤其是帝尊 他想起了自己当年抓了郭小云 结果引来群雄围攻 当时真龙也出现了 不过那时候的真龙 与现在的真龙相比 实力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提升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 问鼎巅峰的真龙 这怎么可能 吴千锋有些傻眼 自己可是去过浮云山的 当时还和一条真龙交过手 不过那条真龙 当时的确只有画原中期的实力 和自己打的不分上下 没想到 浮云山还有更强大的真龙 要是当初自己遇到的 是这条问鼎巅峰真龙的话 那自己只怕是凉透了 吴千锋一阵后怕 老夫被那条真龙中创 若非有宝物护身 今日只怕是要把命丢在浮云山了 周巅依旧是怒气冲冲 他依旧是把怒火 发泄在吴千锋身上 这都是因为你 根本就没有探出浮云山的底细 害得老夫差点生死 吴千锋不敢反驳 但心里却是颇为不服 你这老东西 自己实力不借 打不过那问鼎巅峰的真龙 结果把怒火发泄在我头上 我冤不冤啊 我要是早知道 那浮云山有问鼎巅峰的真龙 我肯定要告诉你啊 问题是我当时压根就没遇到呀 再说了 我那次要是遇到了这问鼎巅峰的真龙 我还能活着吗 甩锅也不能这么硬甩吧 老夫回中原之后 必然要让你兵家的师门长辈 知道 你是何等的无能愚蠢 兵家有你这样的传人 当真是太不像话了 我若是你的师门长辈 必然要将你逐出兵家 废物 着实是废物 周巡对着吴千锋不住的唾骂 仿佛他的失利全都是因为吴千锋的过错 吴千锋被骂得狗血喷头 心头也是极为恼火 尤其是这周巡的话 更是让吴千锋心头不禁泛起了杀意 恰好此时 孟悠然暗中传音而来 吴千锋心中一惊 难以置信地看了孟悠然一眼 孟悠然却是嘴角含笑 朝着吴千锋点了点头 一旁的帝尊也是神情冷漠 吴千锋却还是有些犹豫 眼神闪烁 不敢下这个决心 但孟悠然和帝尊却不管这些了 反正三人早已勾搭在一块 只要他们两个动手 哪怕吴千锋不愿意 也会被他们两人拖下水 动手 孟悠然暗中传音 与帝尊同时出手 那周巡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身前身后 已经是各自挨了孟悠然与帝尊一掌 砰砰 周巡如遭重击 口中顿时喷血 你们 周巡惊怒交加 完全不敢相信 这两个化缘境的家伙 竟然敢偷袭自己 孟悠然与帝尊 可不会有半点犹豫和留守 竟然决定了要弄死这个老家伙 自然是怎么狠辣怎么来 而吴千锋则是愣在了那里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周巡本就在浮云山被龙大重创 此刻又突遭偷袭 伤伤家伤 性命垂危 帝尊与孟悠然前后夹击 不给周巡丝毫逃脱的机会 但他们两人 还是低估了问鼎强者的实力 周巡反应过来之后 便是立即催动环绕周身的化卷 一下子将孟悠然与帝尊的攻势 给抵挡下来 吴千锋 你竟敢勾结这两人来谋害老夫 你罪该万死 周巡怒吼连连 眼中满是星红之色 本来吴千锋还很犹豫 结果一听周巡这话 立马也就不再犹豫了 直接挥动漆黑大脊冲了上来 老东西 我他妈让你很久了 吴千锋大吼一声 滔天煞气轰然而出 三人合力 再度重创周巡 周巡惨叫 他伤势实在是太重了 纵然有化卷宝物护身 此刻也难以抵挡 这三个心怀杀意的敌人 更何况 这三人都非寻常之辈 尤其是孟悠然与帝尊 那可都是身经百战 帝尊命盘祭出 牵制住了周巡的宝物化卷 而失去了化卷宝物的庇护 伤重垂死的周巡 自然也就完全暴露在了孟悠然与吴千锋的攻势之下 碰 破 孟悠然结结实实的一掌 打在了周巡的心口之处 直接轰碎了周巡的心脉 吴千锋的漆黑大脊 更是划过了周巡的脖梗 将周巡的人头直接斩下 可恨啊 老夫要你们不得好死 你们全都要死 与你们相关的人也一个都活不了 周巡一边咒骂 一边控制着自己的人头 快速逃窜 身为问鼎强者 就算是只剩下一颗头颅 也可以将身躯生长出来 但前提是要保住性命 要是连头颅都被毁了 那周巡可救 只能让魂体逃走了 绝不能让他活着 孟悠然立刻道 只见他一拍除雾带 一把古老长弓 以及一根紫色箭矢 弯弓拉剑 天地之力 顿时凝聚在了那根紫色箭矢之中 这是孟悠然一直隐藏的宝物 乃是上古之物 据说曾有上古大能 持此弓箭射杀过金物 虽不知真假 但这弓箭的威力 孟悠然心中是有数的 射杀状态完好的问鼎强者 当然是做不到的 但若只是一个身受重创 仅剩头颅的问鼎强者 那就不一样了 把我困住他 孟悠然催促道 帝尊立即上前 满脸冷峻 催动帝尊命盘 嗡 气韵之力骤然洒下 化为阵法 困住了周巡的头颅 周巡拼尽全力 撞击在法阵之上 几乎要将法阵撞碎 熬东西受死 吴千锋大起横扫而来 将周巡的头颅击退出去 恰好此时 破风声响起 紫色箭矢已然射出 直奔周巡头颅袭来 第996章 龙大的安排 这紫色箭矢来得极快 都还不到一瞬 箭矢裹挟着毁灭般的气息 已然是到了周巡的眼前 周巡脸上露出一抹 骇然绝望之色 若是自己并未受伤的话 这一箭或许能够躲得过去 可现在 连头颅都和身躯分开了 拿什么去躲 拿头吗 额 好像真只有拿头去躲了 可惜 周巡没有躲开这一箭的机会了 破 箭矢自额头灌入 自脑后而出 威力之强 甚至都没让周巡的魂魄有逃出来的机会 直接中创了周巡的魂魄 哈 周巡的藏魂勉强自头颅之中逃出 肉眼可见 它的魂魄显得极为暗淡 更是有着一道道的裂痕 这是被那紫色箭矢所造成的伤势 紫色箭矢不仅仅能毁灭肉身 更对魂魄有着极为强烈的克制作用 堪称是一大杀气 周巡的魂魄惊慌失措 根本不敢停留 拼尽全力想要逃离这里 我不能死 我一定要活下去 我怎么可以死在这里 死在这几个杂碎的手中 周巡抱着如此信念 魂魄之力催动到极致 刹那间就逃出了数千里 我逃出来了 周巡转头看去 见没有人追赶来 不由大喜 可再一转头 却见帝尊不知何时 竟然已经追到了他的前方 你 周巡大害 本想再度逃窜 可帝尊并不给他这个机会 你的命 就留在这里吧 帝尊话音响起的同时 两只无形大手自两边来 将周巡的魂魄直接抓住 周巡奋力挣扎 却也是徒劳无功 帝尊运转自身之力 两只无形大手猛然合拢 哼 周巡的魂魄直接就被打散了 却见诡异的一幕出现 周巡的魂魄碎片 竟然在四散逃窜 并且其中一部分还想聚合在一起 帝尊见状也是不禁露出惊叹之色 不愧是问鼎镜的强者 魂魄分散也依旧不死 这的确是问鼎镜强者的能力 毕竟到了这等境界 魂魄也是相当强悍的 就算被打散了 只要不是灰飞烟灭 依旧可以顽强地存活下去 对于这些四散开来的魂魄 帝尊没有什么应对之法 不过他虽然没有办法 不代表孟悠然没有 却见孟悠然自远处赶来 身前还飘着一个黑白双色的玉瓶 孟悠然催动黑白玉瓶 顿时一股诡异的力量弥漫四周 周巡所有散开的魂魄碎片 尽数受到了这股诡异之力的牵引 全部都被吸入了那黑白玉瓶之中 连一块魂魄碎片都未曾剩下 三人重新碰头 吴千锋手里拎着周巡的无头身躯 而帝尊则是把周巡的头颅也找了回来 幸好这阴阳家的阴阳练魂瓶在我手中 不然还真要让那周巡的魂魄逃走了 孟悠然心有余悸地说道 他们三人心里都清楚 若非是这周巡在浮云山受了重伤 他们三个根本不可能杀得了周巡 而且即便是这种情况之下 也差点让周巡给跑了 由此可见 问顶强者是何等的厉害 你为何会有阴阳家的宝物? 吴千锋有些惊异地看着那阴阳练魂瓶 他毕竟是中原之人 很清楚这阴阳练魂瓶的不凡 此乃阴阳家铸造的宝物 乃是专门对付魂魄所用 只要被关入阴阳练魂瓶之中 魂魄就会承受阴阳之力的侵蚀 很快就会化为虚无 周巡固然是问顶强者 但他的魂魄碎片 一旦进入这阴阳练魂瓶中 也注定只有被生生炼化的下场 这是我玄黄教的底蕴 当年百家顿入中原 倒也留下了一些好东西 孟悠然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命人暗中四处搜寻 也才不过找到几件而已 这阴阳练魂瓶就是其中之一 吴千锋没有再多问什么 只是神情依旧沉重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孟悠然知道 吴千锋是担心杀了周巡 会引来滔天大祸 人已经杀了 你再多想 其他也无用 孟悠然宽慰道 况且 这周巡死之前 并未能够放出任何消息 儒家是不可能知道 周巡被我们所杀的 事后 只要将祸水东引 让儒家 去找浮云山算账就行了 吴千锋听他这么说 神情也才放松了一些 当然 若是你自己要将事情 告诉中原的人 那我也无话可说 孟悠然似笑非笑地 看着吴千锋 吴千锋哼了一声 这老东西 死有余辜 我又不是傻子 怎会告诉中原 他甩了甩手中周巡的无头尸身 现在 咱们该怎么分好处 杀了周巡之后 自然是到了分享成果的时候 我只要他的一身气韵 帝尊淡淡说道 他以众生气韵为根基 只要不断积累气韵 实力就可以不断提升 一个问鼎强者的气韵 足以让帝尊的修为 增长一大截 我什么也不要 只要这老家伙的身躯就可以了 孟悠然说道 吴千锋闻言 不由得有些激动 那他身上的宝卧 就归我了 帝尊和孟悠然 都没有意见 三人商议妥当 随即各取所需 帝尊直接就把周巡的气韵给抽走了 这股气韵之强 还在帝尊的预料之外 我需要时间来练化这股气韵 好 三人当即一起离开了此地 而在浮云山 后院池塘之中 一场真龙家庭会议正在举行 这场会议是龙大发起的 他想让自己的这些兄弟们 去往其他地方安家落户 老大 你要等我们走啊 龙九一脸可怜巴巴的样子 委屈的都快哭了 龙大看着他们几个 你们几个的潜力 并不弱于我 只是此地太小了 容不下你我兄弟这么多个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 除了老二和老三实力 还能稳步提升之外 老四往后几个 实力提升已经相当缓慢了 听到这话 真龙几兄弟也都明白过来了 九条真龙皆是礼于化龙而来 按照化龙的顺序 才有了龙大到龙九的划分 但其实本身血脉并无差距 现如今实力差距如此之大 是因为九条真龙分散了此地的天地灵气 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在了龙大 龙二已经龙三身上 老大 那你让我们去哪啊 龙老八好奇问道 老二去北川 老三去东土 老四去西境 老五留在南荒 那我们呢 龙老九问道 老六 老七 老八 还有老九 去海外之地 各自寻一处海域待着吧 第997章 儒家震怒 老大我们舍不得你啊 是啊老大 咱们兄弟几个一早就在这里了 不愿意去其他地方啊 老大 让我们留在这里吧 是啊是啊 这里虽然挤了一点 有时候还有人来洗澡 但毕竟是咱们的家啊 真龙几兄弟 都是表达着自己的不舍之情 看样子是真不想离开这里 龙大沉稳的目光之中 也隐隐有一丝不舍 但他依旧十分冷酷 真龙岂能困于池塘 你们各自都有广阔的天地 去吧 在各自的地方好好修炼 尽快提升到问鼎镜吧 龙大说完便是转过身去 不愿意再看到自己这些兄弟们 不愿离去的样子 我知道你们舍不得离开此地 舍不得我这个大哥 但唯有如此 才是对你们最好的选择 况且 四镜之地与海外都需要龙族镇守 这是我等真龙一族的职责所在 兄弟们啊 你们即便是有再多不舍 也该到了去独当一面的时候了 龙大心中默默地说着 只是身后怎么没声音了 难道是太不愿离去 所以一个个都沉默了吗 哎 都是我的好兄弟们啊 龙大转头看去 想要再劝说一番 结果一看 身后一条龙都没有了 龙大愣住了 再抬头一看 好家伙 自己那几个弟弟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 嘿嘿嘿 总算可以不带在这臭池子里面了 广阔天地我来了 这是飞样的感觉 这是自由的感觉 再见了老大 今晚我就要远航 在龙大呆滞的目光之下 他的八个弟弟全都飞走了 一个比一个快 一个比一个欢快 充满着欢声笑语 仿佛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很快 八条真龙就飞没影了 留下龙大一个人 留在后院池塘之中 不知为何 龙大忽然觉得自己 很像是个孤寡老人 不对 是孤寡老龙 兄弟们都出去 但失业了 只留下自己一个人 在老家里守着 空虚寂寞了 此刻的龙大 只想对着那些 没良心的弟弟们说一句 常回家看看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很快 四境之地 纷纷有关于真龙的传言响起 无论是南荒 北川 亦或是东土 还是西境 都有人见到了真龙的身影 掀起了一股寻龙热潮 许多修炼之人 纷纷开始寻找真龙 可惜 没有人能够寻到真龙 仿佛出现在四境之地的真龙们 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并不存在于世 但四境之地的古老存在们 却能够感受到龙气的存在 真龙出现并非传言 而是真实发生的 四境之地各有真龙坐镇 使得龙气弥漫大地 让四境之地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而在海外之地 四条龙影各自奔向了一片海域 随即没入海中 广广广广广广大海 龙气纵横 无形之间 海外被分成了四片海域 不过海外的修炼者 暂时还无法察觉到大海的变化 唯有玄金殿以及六院的强者们 隐约知晓这片大海发生了什么 四境之地 海外之地 其实有了真龙坐镇 中原 浩然儒家 这是当年儒家遁入中原之后 所建立起来的势力 也是真正的儒家传承 非是海外六院那种庞之末节可以相比的 儒家真正的核心传承 以及当年的上古强者们都在浩然儒家 此时 负责看守魂域的儒家长老 忽然间急匆匆地冲了出来 不好了 周寻的魂域碎了 他将此事立即禀报了上去 一时间 整个浩然儒家震动 所有浩然儒家的高层们全部都现身了 周寻的魂域竟然碎了 这怎么可能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四境之地 怎么可能有人杀到了周寻 先是林仙仙 现在又是周寻 自上古之后 我儒家还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创 不可饶恕 绝对不可饶恕 浩然儒家震怒 林仙仙之死 已经是让儒家十分恼火 这才会派出周寻这么一个问鼎强者去查清楚 结果倒好 事情还没查清楚 周寻也死了 浩然儒家 这要是再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可就太离谱了 原本 浩然儒家的高层们认为 四境之地积弱不堪 化原境就已经是极限了 可没想到 现在连问鼎静的周寻 都死在了四境之地 那就说明 四境之地 绝对没有他们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起码并不弱 但接连有儒家之人生死四境 这等深仇大恨 是绝对不能善罢甘休的 浩然儒家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兵家 想让兵家问一问 尚在四境之地 并且可以联系上的吴千锋 周寻以及林仙仙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兵家倒也十分配合 立马就联系了吴千锋 而从吴千锋那里得到的消息 自然是隐瞒了他们三人的所作所为 并且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到了浮云山的身上 甚至 在吴千锋的描述之中 浮云山俨然是成为了四境的禁忌之地 是专门对付百家之人而存在的 浮云山之主更是放出豪言 若中原之人敢踏足四境 那我浮云山就来一个杀一个 林仙仙与周寻便是先例 这等消息 自然是把浩然儒家给气得半死 事情也终于弄清楚了 就是这个该死的浮云山 杀害了他们儒家的天才和长老 还放出如此猖狂之言 要对他们中原之人来一个杀一个 这简直是反了天了 浩然儒家打算动真格了 一个问鼎中期不行是不是 那我就多来几个 除了儒家 道家与墨家两家也打算再派强者出动 儒家当即发出邀请 三家合力 光是问鼎进的强者 一下子就出来了九位 最弱的都堪比周寻这个层次 三家的态度十分明确 九大问鼎强者一起出动 无论如何 都要灭掉那个硝狂无比的浮云山 这还不算完 灭掉浮云山之后 九大问鼎强者 要将四境之地重新镇压一遍 哪怕是惊动四境的古老存在 也在所不惜 第998章 请问浮云山怎么走 一搜非洲 自海面呼啸而过 速度虽快 但飞得十分稳健 非洲上的人丝毫不会感觉到颠簸 在非洲上 树立着月神宫的旗帜 这自然是月神宫的非洲 叶青云就在这艘非洲之上 他要回南荒了 出来这么久 见识到了海外的风采 把海鲜吃了得饱 叶青云又想念他在浮云山的老窝了 或许叶青云骨子里 就是个乡下人 在其他好地方待得久了 就会想念自己山上的老窝 冷木雪自然是希望叶青云能多留一点时间 最好是能待上个百八十年呢 那对自己和月神宫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荣幸啊 可惜 叶青云不可能在月神宫待这么久 虽然月神宫的女弟子都很好看 天天看妞使得她心情愉悦 但看久了 也未免审美疲劳 况且 只是看看而已 又有啥意思 在月神宫的这段时间 她不止一次 在梦里和这些漂亮的女弟子们愉快玩耍 每一次都是在猥琐的笑声之中醒来 可梦毕竟是梦 不现实 得知夜青云要回南荒 冷木雪心中固然不舍 却只好遵从 并且亲自送夜青云回到南荒 非洲上 夜青云 月提侠 冷木雪三人坐在一起 正在斗地主 这玩意自然是夜青云弄出来的 她觉得路途实在是太无聊了 还不如斗斗地主打发打发时间 月提侠和冷木雪都很聪明 一交就会 夜青云一开始还能轻易地击败梁女 到后来 梁女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 夜青云逐渐顶不住了 连续输了六七把 夜青云输妈了 她有点后悔 把斗地主交给这俩妞了 怎么学会之后这么猛啊 一点也没有胜利的喜悦 公子 我的牌都打完了 月提侠甩出一个对K 然后面带笑容地看着夜青云 夜青云面容抽搐 她手里也有一个对子 对三要不起 夜青云咬牙切齿 把手里的对三甩在桌子上 我打你马的象拔棒 不完了 夜青云不想再打牌了 她也发现了 自己好像对这玩意实在是没啥天赋 打得太臭了 幸好只是玩玩 要不然真就成散菜童子了 大毛慵懒地趴在甲板上 看起来似乎在打短 惠空正在认真的念经 而在她的光头上 还趴着一只脑袋黑有有的大猫 正是霸天虎 不知为何 霸天虎不喜欢趴在地上 只喜欢趴在人的身上 要么是在月提侠的怀中 要么就是在惠空的脑袋上 剑天明手持铁剑 站在甲板最前端 身姿笔直 面容沉稳刚毅 她在感受着天穷上的进风 似乎与自身的剑道 也有相通之处 当然 更多的还是觉得这样站着很帅 就在这时 剑天明似乎看见了什么 她目光一宁 看见了远处的天际上 似乎有一道道身影飞过 而且也感受到了极为惊人的恐怖气息 问鼎 剑天明神情巨变 而一直在打短的大矛 此刻也是慢悠悠地醒了过来 打了一个哈欠 剑天明神情凝重 她感受到 远处那些身影 皆是问鼎强者 还有道家 儒家 以及墨家的气息 必然是来自中原 剑天明赶紧来到了叶青云面前 公子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嗖嗖嗖嗖嗖嗖 九道破风声响起 非洲骤然停顿 无法前进分毫 仿佛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抓住了 啥情况 叶青云有些疑惑地看着四周 非洲怎么忽然停了 冷木雪也是疑惑起身 想要操控非洲继续飞行 却发现 非洲完全动不了 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 悔空 冷木雪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皆是站在了叶青云的身边 眼神警惕地望着四周 只有叶青云似乎还在状况之外 九道身影 同时出现在了非洲的四周 这九人注视着非洲内的众人 目光从叶青云几人身上一一扫过 剑天明极为紧张 他知道这九人皆是来自中原的问鼎强者 虽然没有法家的人 但必然可以认出自己来 但不知为何 这九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自己 剑天明心中有些疑惑 随即不由地看了叶青云一眼 心想莫非是叶公子帮自己掩盖了气息 所以这九个问鼎强者不曾认出自己来 一定是这样 以叶公子的实力 必然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 想到这里 剑天明稍稍松了口气 而冷木雪 惠空以及月提侠皆是露出骇然之色 因为他们从这九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气息 问鼎 绝对是问鼎静的强者 四镜之地何时有问鼎强者了 而且一下子就冒出来九个 这也太恐怖了吧 你们 冷木雪想要开口询问 但却感受到一股微压降临 瞬间就压得冷木雪说不出话来 好在这股微压只是一闪而逝 并未持续太久 但也足以让冷木雪心头打寒 我等无意冒犯 一个手持浮沉 鹤发童颜的青衣老道淡笑开口 他算是这九人之中 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和蔼的一个了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 叶青云见其他人都不说话 便站起身来 朝着青衣老道抱了抱拳 这位老前辈不知有何指教 青衣老道笑了笑 我等九人要去一个地方 但不识路途 所以想向几位打听一下 叶青云点点头 你们几位要去哪里啊 浮云山 浮云山 叶青云愣住了 这几个怪模怪样的家伙 居然是要去浮云山 呃 几位是要去哪个浮云山 叶青云小心翼翼的问道 南荒之地 应该只有一个浮云山吧 青衣老道说道 死 还真是要去我的老窝啊 这是干啥 叶青云心里顿时就警惕起来了 这九人怪模怪样的 看起来可不像是好人啊 虽然这个青衣老道还算和睦 但在叶青云睿智的双眼看来 这老道绝对是那种笑里藏刀的角色 坏人 都是坏人 难不成是组团去我浮云山打劫的 很有可能 第999章 静静地看你忽悠 在一瞬间 叶青云就已经是在脑子里面想到了许多 并且凭借自己过人的直觉 断定这九个怪模怪样的家伙不是好人 既然不是好人 那就不能让他们去往浮云山 可又该怎么忽悠这几个家伙呢 眼珠一转 有了 叶青云忽然间露出了一副忌讳莫名的神情 浮云山就在南荒之地 不过几位若是要去浮云山的话 那在下还是给几位一些忠告吧 给咱们一些忠告 青云老道等人面面相去 都是有点想笑 他们可都是问鼎静的强者 而且 不乏问鼎后期的存在 就如青云老道便是道家派来的强者 有着问鼎后期的修为 一身道法更是同悬 实力深不可测 更何况 他们是九人结伴来 就算那浮云山真是什么龙潭虎穴 也完全有实力去闯一闯了 眼前这个青年居然还说 要给他们一些忠告 这听起来自然是觉得有点可笑 青云老道笑了笑 哦? 平道席耳恭听 叶青云深吸一口气 目光看向了南方的天际 那浮云山可不是寻常之地 诡异重重 据说但凡是想打浮云山主意的人 最终都只有一个下场 不得好死 说出不得好死四个字的时候 叶青云的神情也变得十分凝重 更带着一股股深入骨髓般的恐惧 仿佛他亲眼见识过浮云山的可怕之处 一旁的冷木穴几人都梦了 还未曾反应过来叶青云在干什么 而叶青云的神情也让青衣老道等九人不禁有些诧异 此人莫非见识过浮云山的可怕之处 若真是如此的话 倒是可以从此人这里得知更多关于浮云山的消息 毕竟 那个兵家的小子吴千锋 所传回来的消息都太过模糊了 什么浮云山上有龙 还不止一条 什么浮云山有很多厉害的宝物 这听起来很玄乎 但还是不够详细啊 只能让青衣老道他们对浮云山有一个很模糊的大概印象 而眼前这个看起来奇貌不扬 修为也很低的年轻人 毕竟是四境之地的本土之人 他必然知晓更多关于浮云山的事情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九人便先打算从这个年轻人身上多获取一些关于浮云山的情报 小兄弟莫非去过浮云山 青衣老道不由问道 叶青云摇了摇头 却又点了点头 九人不由醋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又摇头又点头的 到底是去没去过啊 却听叶青云说道 我不曾去过浮云山 但我的师门长辈以及多位志友曾经去过 那后来呢 后来 我的三位师门长辈 两人生死 一人修为 净失成了废人 还有我的几位志友 他们都被永远的留在了浮云山 可恨我实力低微 也无法为他们报仇雪恨 说到这里 叶青云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 眼中甚至都有着一抹泪光浮现出来 完全是一副与浮云山有着深仇大恨的样子 冷目雪几人总算是看明白了 叶青云这又是细经上身了 几人自然是不会去影响叶青云的发挥 一个个都是老老实实的站在边上 就静静的看你呼哟 青衣老道等人看着叶青云那一脸愤恨的样子 不由得十分满意 更觉得自己等人运气当真不错 居然这么快就遇到了一个和浮云山有深仇大恨的人 如此一来 他们必然可以更好的去对付浮云山 小兄弟不必愤恨 我等九人就是为了对付浮云山而来的 青衣老道温和说道 叶青云一正 真的吗 青衣老道点点头 不过 我等也想更多知道一些关于浮云山的事情 还望小兄弟你能多说一些 叶青云连连点头 没问题 只要能灭了那该死的浮云山 我知道什么都会告诉你们的 青衣老道入出满意之色 更是越看越觉得叶青云顺眼 要不是修为实在是太低了 青衣老道都忍不住想要带叶青云回中原 让他成为自己坐下的一名童子 小兄弟 叶青衣老道有一件礼物送给你 青衣老道手掌一抬 一块骨玉出现在他的手中 此乃天灵玉随身佩戴 可提升你的修炼速度也能够温养肉身 对你颇有好处 叶青云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我与前辈只是初次见面 岂能收如此贵重的宝物 叶青云心里当然是很想要的 要是以前自己还不是修炼之人 这玩意对他没啥意义 但是现在他都已经能修炼了 这东西当然就有用了 但表面上还是要客套客套的 无妨此物对平道而言不算什么 小兄弟那就收下吧 青衣老道根本就不在意 直接将这天灵玉塞到了叶青云的手中 叶青云有些尴尬 多谢前辈 他心里美滋滋的将天灵玉给收下了 一旁的冷目雪挤人都是露出敬佩之色 这就是叶高人的能力啊 随随便便三言两语 就从这个问顶强者的手里 忽悠到了一件宝贝 还是人家心甘情愿送出来的 这等能力实在是无人能及 小兄弟 你继续说说那浮云山 哦好的 叶青云收下天灵玉 又开始说起浮云山的事情 浮云山上到处都是凶险 有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兽 还有杀人不眨眼 眨眼就要杀人的绝世狂魔 山上还有女人 但实际上是魅惑人心的妖女 一旦迷住了男子 就会将他们的心甘挖出来活吃了 我的一位挚友 就是被吃掉了心甘死的 太惨了 实在是太惨了 说着说着 叶青云仿佛是入戏太深 又忍不住要激动哭泣起来 青衣老道也是颇为触动 心想这年轻人 当真是重情重义啊 可惜就是修为太低 不然还真想直接收为弟子 平道也曾耳闻 那浮云山上有真龙 青衣老道问道 真龙 叶青云心里嘀咕 我在浮云山住了那么久 别说真龙了 连个蛟龙都没见过 第一千章 浮云山的恐怖传说 前辈 我跟你讲 那真龙在浮云山根本就不算什么 叶青云一脸认真之色 什么 听到这话 青衣老道等人可就有点不淡定了 真龙在浮云山还不算什么 那可是真龙啊 远古时期才存在的强大生灵 生来强悍 血脉远超天地间的其他生灵 说是天地之间最强大的生灵 都毫不为过 这样强大的真龙 在浮云山居然都不算什么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青衣老道不免皱起眉头 开始有点怀疑 叶青云所说的这些是不是不太靠谱 却听叶青云继续开口 据我所知 那浮云山上就有一种极为可怕的异兽 名为奥特曼 奥特曼? 这突如其来的奥特曼 直接就把青衣老道九人给整猛逼了 是啊是啊 这奥特曼 可是远比真龙还要强大 叶青云细精上身 说得头头是道 何为奥特曼? 青衣老道一脸困惑 他连奥特曼是什么都不曾听闻过 转头看向自己的几个同伴 一个个都是摇头 每个人脸上都是带着茫然疑惑之色 显然 他们也不知道叶青云口中的奥特曼是什么东西 几位有所不知 这奥特曼几位可怕 高如山月 力大无穷 可搬山填海 并且 这奥特曼飞天遁地无所不能 法力几位强大 尤其是他的双手 可释放出灭杀无数生灵的奇异光滑 据说连问鼎镜都难以抵挡 我的一位师门长辈 就曾经见过那奥特曼出现的身影 直接就吓得他当场修为尽尸 从此成了废人 说到这里 叶青云还露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我虽然不曾亲眼见过 但光是听我那位师门长辈的描述 就足以感受到那奥特曼的威压 令我做了好几碗的噩梦了 青衣老到九人全都梦了 实在是叶青云说的太像那么一回事了 虽然他们还是不太清楚 那奥特曼到底为何物 但若是按照叶青云的描述来看 那确实是十分强大的一种存在 真龙在其面前 好像也的确不算什么了 惠空和月提侠不禁对视了一眼 他们俩也都在福云山待过 尤其是惠空早早的就跟随着叶青云了 也算是福云山老资历的人了 可叶青云所说的奥特曼 他还真没见过 要真是有这么一个大家伙的话 不可能连惠空都不知道 在惠空想来 自己既然不曾见过圣子口中所说的奥特曼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圣子在瞎说八道 但惠空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性极大 或许福云山真有圣子所说的奥特曼 只不过这奥特曼极为的神秘 所以连自己都不曾亲眼见过 想到这里 惠空甚至都有点期待起来了 很想见识见识圣子所说的奥特曼 那除了这奥特曼之外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青云老道语气有些沉重的问道 嘿嘿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或许那福云山还有比奥特曼更加强大的存在 只是我的师门长辈不曾得见 但在我看来 奥特曼应该已经是福云山最厉害的了 顿了顿 叶青云又说道 前辈你们要是想去福云山城间除恶的话 必须要多准备一些宝物 多带一些人手 不然怕不是那奥特曼的对手啊 青云老道点点头 向着叶青云抱了抱拳 多谢小兄弟的提醒 他是由衷地在感激叶青云 多好的人啊 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们 生怕我们去了福云山会吃亏 真是太善良了 只可惜修为太低 年龄也太小了 不然 平道真想与他拜个霸子 倒是忘了小兄弟如何称呼 青云老道忽然问道 叶青云心里一紧 却也是丝毫不慌 晚辈姓陆 明本威 叶青云镇定自若地说道 陆本威 青云老道念叨了一下这个名字 好的 平道记住小友了 我等就先行到辞了 有缘再会 说完 青云老道九人就离开了非洲 请客间就飞得不见踪影 眼见那九个家伙都走了 叶青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总算是忽悠走了 叶青云拍了拍胸口 不过他倒不是有什么害怕 毕竟叶青云也算是见过各种大场面了 他也不知道 这九人的修为到底如何 算是无知者无畏 甚至 叶青云还觉得十分刺激 忽悠人这种事情 仿佛是会上瘾一样 有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如今 叶青云忽悠人的本领可谓是炉火纯青 突出的就是一个张口就来 而且完全听不出半点虚假 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直接把那九人给忽悠瘸了 叶青云转头看向冷木雪 快走 加快速度 赶紧回浮云山 哦 好的 冷木雪当即全力催动非洲 以最快速度赶往浮云山 轻易老到九人飞到了一座孤岛上面 没有立刻前往浮云山 不是他们不想去了 而是被叶青云这一通忽悠 直接吓住了 九人落地之后 你看我看他 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气氛有点沉闷 本来九人一起自中原而出 何等的气势汹汹 何等的自信满满 荡平浮云山 镇压四镜 重铸中原百家荣光 结果这才刚出门呢 浮云山都还没到 好家伙 直接把他们吓得壮志全无了 叶青云的话 此刻都还回荡在他们九人的耳边 一句句都仿佛是重锤一般 敲击在他们的心头之间 过了好一会儿 还是轻易老道 率先打破了沉默 几位 对于那奥特曼的事情 可有什么想法 想法 几人面面相去 能有什么想法 那姓陆的年轻人 不是都说了吗 连问鼎静都不是那奥特曼的对手 只怕至少也是个半生存在 墨家的一位女子冷声说道 这女子长相倒是不算太美 但身姿却是极为傲人 该吐的地方特别吐 该翘的地方非常翘 也是九人之中唯一的女子 若那奥特曼真是半生境的强者 咱们九人只怕也对付不了吧 另一位问鼎强者犹豫道 第1001章 墨家地魁 此言一出 众人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奥特曼 这他娘的到底是啥玩意 九大问鼎强者 心中都是有着这等疑惑 之前完全不曾听说过这种存在 但当才那个叫做陆本威的青年 却说的头头是道 不像是有什么虚假的 穆坤老道 你不是能掐会算吗 刚才那小子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你何不直接掐算一下 身姿妖娆的墨家女子 被轻衣老道说道 轻衣老道 也就是这穆坤道人文言也点了点头 那平道就算一算 说话间 穆坤道人抬起一只手 手指不断掐算 一股股玄妙之力在其指尖流转 他的嘴里还似乎在念叨着什么 不过都是道门的玩意 只有道门之人听得懂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在激励咕噜念什么玩意 掐算了片刻 穆坤道人豁然变色 怎么了 众人都是看着他 怪哉怪哉 穆坤道人连说两个怪哉 到底算出来没有了 别卖关子了 是啊 你道家之人说话怎么总是这么磨磨唧唧的 赶紧说啊 几人都是没耐心听着穆坤道人磨叽 穆坤道人有些尴尬 只得赶紧开口 平道刚才算了一下 但结果却是一片混沌 根本看不出什么结果 几人文言都是有些不满 不会吧 你们道家不是挺擅长这个的吗 怎么连一个修为这么低的一个年轻小子的话 都算不出真假 墨家女子略带讥讽道 穆坤道人面色尴尬 他又赶紧算了一遍 结果还是一样 算不出个所以然来 哎 或许是这四镜之地与中原不同 亦或者那浮云山有什么诡异之力 平道的推演之术有些不太管用啊 穆坤道人指得如此说道 拉倒吧你 墨家女子摆了摆手 推演无果 九人又只好商议该如何去对付浮云山 既然那奥特曼如此厉害 那不如立刻联系中原 再派半圣禁的强者过来吧 有人提议道 不行 结果此言一出 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几人的反对 咱们九个才刚出来 什么事都还没做呢 甚至连浮云山都还去去 就直接让中原再派援兵 这算怎么一回事 是啊 咱们好歹也都是问顶尽强者 难道不要面子的吗 真要是这么快就让中原派援兵 咱们的老脸算是丢到家了 见几人这么说 提议求援的那人也只好善善不语 求援自然是不可能的 还是穆坤道人老成持重 他看了看其他八人 眼下咱们还没有去到浮云山 先不要自乱阵脚 那你说该如何是好 儒家的一个中年男子陈生道 这中年男子面容硬朗 身穿新纹长袍 头发黑白参半 气息十分强大 不在穆坤道人之下 要说这一次出来的九人之中 对浮云山的敌意最深 讨伐浮云山的念头最重 当然要数儒家的这三个问顶强者 毕竟 儒家的损失是最大的 欲如肢体的天才灵仙仙杀了 问顶境的周寻也陨落了 全他妈栽在了浮云山 所以儒家这一次是寒怒而来 三个问顶强者皆是对浮云山极为的痛恨 而这身穿新纹长袍 头发半黑半白的中年男子 便是儒家三人之中实力最强的存在 此人名为韩春秋 与穆坤道人以及那墨家女子一样 皆是问顶后期修为 我等此番出中原 个子都带了不少宝物 穆坤道人缓缓出言 但既然知晓了那奥特曼的存在 咱们也不得不防 说话间 穆坤道人看向了墨家三人 听到知晓墨家手段高明 精通炼气之道 却不知墨家当年所造的天地人三大傀儡 你们三位带出来哪一尊 墨家女子三人文言微微变色 没想到穆坤道人居然猜到了 墨家女子的确带出了一尊极为厉害的傀儡 那是当年上古时期 某一代墨家巨子 与炼气大宗师公术班共同打造的傀儡 天地人三尊傀儡 人魁堪比问顶后期 地魁媲美半圣 至于天魁 那是足以与圣人一战的可怕傀儡 据说是用一具半生的尸体 再加上各种罕见之物融合锤炼而成 地魁 在我的手中 墨家女子淡淡说道 此言一出 儒家和道家这边的几人都是眼神古怪的起来 好家伙 墨家不声不响 居然带出来这么一个厉害玩意 这也就是墨坤道人老辣 并且知晓天地人三魁的存在 隐隐猜到了一些 不然的话 墨家这三人还不知道 要把这地魁藏到什么时候 墨坤道人露出淡笑 那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就算那奥特曼再厉害 有墨家地魁在手 再不济 咱们九人也可以从容而退 墨家女子哼了一声 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她很不愿意把地魁暴露出来 但这一次既然带出来了 那肯定是为了以防万一 真到了要用的时候 她也是不会吝啬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诸位 浮云山这等禁忌之地 凶险异常 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墨坤道人生怕这几人以为 有了墨家地魁就会放松警惕 还是要多提醒一下 那浮云山诡异重重 很可能极为微小的事物 都蕴藏着墨大的危机 务必要慎之诱慎 八人齐齐阴盛 也是把墨坤道人的提醒 记在了心中 走吧去浮云山 九人再度动身 依旧是朝着浮云山的方向而去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九人都没有以多快的速度 遇空飞行 尽可能地保存自身力量 并且在赶路的过程之中 也都是在调整自身状态 一个个都是拿出最严阵以待的态度 与此同时 在叶青云不断的催促之下 冷木雪将非洲的速度一次次突破极限 非洲承受不了这么快的速度 几乎要解体 最终 叶青云一行人 以非洲落地当场解体的代价 总算是赶回了浮云山 落地之后 冷木雪类的面色苍白 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 PS 不知不觉都一千张了 感觉过得好快 各位书有了吗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新的一年 我让大毛给大家火叫两声 汪汪汪 第1002章 跑路 一定要跑路 师傅 郭小云十分惊讶地赢了上来 没想到叶青云这么快就回来了 之前联系的时候 不是说还有两三天才会到的吗 再一看冷木雪那一脸被掏空的样子 以及那摇摇欲坠 似乎风一吹就会散下非洲 郭小云就明白了 师傅 我还没来得及准备好 你们就回来了 郭小云有些无奈地说道 叶青云确实并不在意这些 什么也别说 赶紧收拾东西 再叫上山下的和尚们 一起收拾东西 赶紧跟我们一起跑路 叶青云一脸严肃地说道 什么 郭小云猛了 这咋才刚回来 师傅就这么急着要跑路啊 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 可以师傅的能耐 什么麻烦不能轻易解决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师傅很早以前 就深谙跑路之道 遇到什么危险和麻烦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解决 而是跑路 郭小云都已经习惯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怂 但每一次都能够把事情 给解决了 或许这就是自己师傅的高明所在 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师傅 郭小云还是想问一问 出了什么事情 却见叶青云 已经急匆匆地跑到了屋呢 把屋内所有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都收入了储物袋 最后 叶青云又把藏在角落里的箱子 搬了出来 打开一看 不由一正 怎么少了一个 他记得很清楚 自己去海外之地的时候 随身只带了两个黑疙瘩 结果这箱子里怎么还少了一个 莫不是自己记错了 不管了 直接连箱子一起 装进了储物袋中 师傅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郭小云趁着叶青云些口气的功夫 赶紧问道 有一伙人 估计马上就要来咱们这里打劫了 叶青云一脸凝重地说道 郭小云人傻了 打劫 到浮云山来打劫 这也太离谱了吧 现在浮云山的威名 四镜之地谁不知道 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来浮云山打劫 就不怕有来无回吗 师傅 就算真有人来打劫 咱们也没必要跑吧 郭小云一脸奇怪地说道 这次来打劫的人可不简单 一个个都非常厉害 咱们山上 估计没人能打得过他们 叶青云转头看向了冷雾雪 冷公主你说是吧 冷雾雪此刻正在盘膝打坐 恢复自己的灵气 见叶青云问起自己 也只好回答 公子说的没错 那九人的确十分厉害 应该都是问鼎静的强者 问鼎静 还是九个 郭小云一听也是露出金融 这还真是够厉害的 不过即便如此 师傅也不至于这么急急忙忙地要跑路吧 你也听到了 九个问鼎强者 问鼎啊 太可怕了 估计随便来一个 都可以把咱们全部活活捏死 叶青云一脸惊恐的神情 郭小云 总之 在叶青云一再的催促之下 山上山下都在收拾东西 虽然大家都很猛逼 但既然是叶青云的吩咐 那就只能照办了 一个时辰之后 众人都已经收拾完毕了 叶青云也没忘了山上的小家伙们 把兔子 三腰 大公鸡 以及杨顶天都给弄上了非洲 咦 这是我的茅房吗 叶青云忙活了一阵子 总算是注意到了自己的茅房 不由得愣住了 这还是自己的茅房吗 怎么变得这么华丽了 顶上还做了给飞鸟冲天的造型 好家伙 这茅房比我住的房子都要有逼格 小云 你帮我重修了茅房 叶青云不由问道 没有 是我请了几个能工巧匠 帮师傅重新修了一下 郭小云如此说道 哦 修得不错 就是造型太浮夸了 叶青云摸着下巴说道 你也知道 我这人一向喜欢低调 要是能把那屋顶上的造型用纯金打造的话 就更好一些了 郭小云 师傅 你所谓的低调好像和正常人有点不太一致啊 叶青云欣赏了一阵自己这崭新的茅房 然后觉得光是欣赏还不够 就直接进去方便了一通 然后神清气爽的出来了 真舒坦 叶青云揉着肚子说道 最近吃的太昏了 都好几天没有方便了 结果这一下 拉了一大堆 肚子一下子就感觉空了 感觉整个人都清了好几斤 都收拾好了吧 嗯 都好了 那就赶紧出发 那师傅 咱们去哪儿啊 嗯 是哦 去哪儿啊 场面有点尴尬 大家伙哼哧哼哧收拾好了东西 就准备跟着你一起跑路了 结果你都不知道去哪儿 这算怎么一回事 逗傻小子呢 叶青云想了想 这一次跑路要低调 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东土大堂不能去 一去就太高调了 西境佛门最近不太平 去了只怕也会遇到麻烦 那就只有北川了 那地方地广人西 正合适 去北川 哦 好 众人直接出发 冷木雪自然是要返回月神宫的 她是月神公主 有自己的事情要管 更何况 现在的月神宫已经是统一了三宫 事情繁杂 不可能一直都跟着叶青云吓跑 离开的时候 冷木雪十分不舍 一步三回头 叶青云却是跑得飞快 坐着飞舟 很快就飞没影了 浮云山变得冷清下来 山下的和尚们都走了 云天城众人自然也是跟着一起 弱大一座浮云山 只剩下了后院池塘中 还有一个活物 龙大 一颗黑乎乎的真龙脑袋 从水里探出头来 龙大从未觉得浮云山这么安静过 没有三腰和兔子胡闹的声音 也没有杨鼎天被打得嗷嗷叫的声音 更没有大公鸡成天打鸣的声音 好安静 好寂寞 龙大一阵恍惚 怎么自己真诚留守老龙啊 他有点后悔 把自己的几个弟弟都送走了 要是几个弟弟还在的话 浮云山起码还能热闹点 现在好了 山上山下就只剩下他一个了 就在叶青云等人 撤离浮云山不久之后 一道漆黑裂缝 自浮云山上空突兀出现 紧接着 一个先锋盗捕的白发老者 从裂缝之中走了出来 老者刚一出现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随即露出了笑容 果然是好地方 早就听闻这浮云山遍地是宝 今日可以便宜老夫了 第1003章 全都误会了 这个看似先锋盗骨 却一脸虚弱样子的白发老者 正是当初在玄京殿出现的那一位 白发老者当初在玄京殿 想浑水摸鱼 结果被大毛无情的一肘 打得直接大小便失禁 在那座孤岛上 疗伤了一个多月 伤势才算是痊愈了大半 还没完全好透 总是时不时的想拉肚子 虽然也拉不出什么玩意 但肚子里好像有放不完的气 一天骑马十几个屁 白发老者其实早就想来浮云山了 因为浮云山的大名 他这段时间听得太多了 心中十分好奇 本打算在玄京殿捞一笔之后 就直接来浮云山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机缘在等待着自己 结果被大毛锁伤 耽误了这一个月多 伤势好了一些 这就立马过来了 白发老者并未轻易落下 而是在半空中对着浮云山探头探脑 先看看情况 谨慎一些为好 看了一会儿 发现这座山似乎已经人去楼空了 一个人都没有 白发老者放心了一些 这才落到了山顶上 刚一落地 白发老者就看见了 田里还种着的一些东西 死 这都是上古时期 就已经断绝的天才地宝了 白发老者一脸震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也是上古遗存下来的人 更有着半生修为 自然是见多识广 而此刻田里所见的那些东西 他都不曾见过 只在古籍之中看见过 今日算是见到活物了 白发老者大喜 虽然到了半生的修为 对于天才地宝的需求 已经不多了 但此地的天才地宝 对自己还是很有用处的 说不定就可以让自己 更快接触到圣人之境 而且自己身上的伤势 还没有彻底痊愈 用这些天才地宝来疗伤 也是极好的 光是这些天才地宝 白发老者就觉得自己没来错地方 迟了 他朝着田里走去 就要把这里的天才地宝都洗劫一空 可就在这时 白发老者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立即转头朝着远处看去 就见远处的天际上 有着一道道破风声响起 好强的修为 白发老者不敢大意 立即运转自己的半生能为 去仔细感受不远处来人的境界 这一感受不要紧 全是九个问鼎强者 白发老者暗暗惊讶 莫非这九个问鼎强者 便是此地的主人吗 他们刚才有事外出 现在却突然赶来 莫非是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 很有可能 若是平时 白发老者实力完整的情况之下 自然是不会太过在意 这九个问鼎高手 毕竟 半生强者 是凌驾于问鼎之上的 但现在 白发老者身上的伤势 还未曾痊愈 真要是和这九个问鼎高手 动起手来 就算能全身而退 也免不了要让伤势再度恶化 这可是白发老者不能接受的 与此同时 那九位问鼎高手 连眉而来 已经远远瞅见了浮云山 九人都是暗暗心惊 他们都感受到了浮云山周遭所缭绕的天地之力 比他们中原那些所谓的洞天浮地 都还要浓郁 四镜怎么会有这般古怪的地方 嗯 木坤道人忽然变了脸色 怎么了 其他几人不由看向了他 有半生强者的一丝气息 木坤道人沉声说道 虽然很淡 但绝对不会有错 木坤道人毕竟是道门高手 而道门法术对于气息一方面的感知 是十分敏锐的 这一点无庸置疑 几人闻言都是不免露出沉重之色 虽然之前他们已经推测 那奥特曼很可能就是半圣境的存在 但也抱着几分侥幸 可到了这里 真感受到了半圣的气息 不免心中又紧张了起来 这可是半圣啊 即便是在中原之地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见到的 懂不懂半圣强者的含金量啊 木坤道人看戏那个了墨家女子 后者微微汗手 九人这才小心翼翼的靠近了浮云山 而白发老者并未隐匿自己的身形 他就这么站在山顶上 注视着并肩而来的九人 双方见面 各自都是露出惊疑之色 这白发老者 就是这浮云山的主人吗 九人心中暗暗猜疑 这九个家伙 莫非就是此山的主人 白发老者心中狐疑 双方都把对方 当成了这座山的主人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怪怪的 后院池塘的龙大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他本想露面 但看这个情况 好像也不需要自己出面了 场面僵持住了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白发老者倒是很稳 虽然心中十分忌惮 但表面上却是一副云淡风轻 不以为意的样子 这等派头 让木坤道人他们九个 越发觉得这白发老者像是世外高人 而且半圣镜的气息 也没有丝毫虚假 九人互相看了看 随即还是木坤道人一步上前 朝着白发老者微微抱拳 阁下 莫非就是浮云山之主奥特曼吗 白发老者 什么鬼 奥特曼是啥玩意 不过白发老者 也算是搞明白了 这几人不是此山的主人 反倒是他们 把自己当做了这山中之主 这倒是一个美妙的误会啊 白发老者人老成精 顿时就记上心来 不错 老夫正是奥特曼 白发老者一手附后 整个人不怒自威起来 九人闻言 心神更是凛然 虽然和叶星云所说的巨人有些输入 但或许这白发老者 可以变化成巨人 反正半圣镜这个要素 对得上就足够了 应该不会有错 原来阁下就是奥特曼 我等来自中原 木坤道人说出了他们的来历 白发老者微微一脚 儒家 道家 还有墨家 老夫也多年未曾 与你们三家碰面了 没想到中原之人 还会再来到四境之地 见白发老者丝毫不意外他们的来历 反而是一口道出了他们各自的出身 不由得更为心惊 奥特曼阁下 你杀害了我儒家的天骄 又杀了我儒家一位问鼎高手 此事必须要给我儒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韩春秋阴沉着脸 直接站出来大声喝道 第1004章 你在放屁 听到韩春秋的话 白发老者直接梦了 杀害了儒家的天骄和问鼎强者 这事情他是完全不知道啊 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 必然是这浮云山真正的主人所为 可现在 白发老者冒充是这浮云山的主人 结果这屎盆子一下子扣到自己头上了 卧槽 难怪这浮云山上一个人都没有 感情是惹了大祸 提前跑路了 结果自己恰好来了 替这浮云山的主人背了黑锅 白发老者心之不妙 他可不想替任何人背黑锅 嗯 其实 白发老者刚想出言解释 可就在这时 他的肚子一阵阵不舒服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白发老者心之不妙 怎么这个时候要来了 紧接着 扑扑扑扑扑 白发老者接连发了几个大屁 声音响亮 如同闷雷 响彻在浮云山的上空 这一下 把那九个问鼎强者都给弄猛了 发屁了 这老家伙刚才发屁了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在藐视他吗 所以故意用发屁来羞辱吗 韩春秋脸色极为难看 他刚刚还在质问白发老者 杀害他儒家之人的事情 结果这白发老者根本不回答 反而是直接发了好几个大响屁 这分明就是在藐视他们 故意羞辱他们 阁下 刚才是在放屁吗 韩春秋脸色阴沉无比的问道 白发老者神情尴尬 根本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扑扑扑 他又放屁了 声音比之前更响亮 白发老者倒是一脸舒坦的样子 把肚子里的气放出去了 可韩春秋等人 却是气得半死 你这老家伙放屁没完了是吧 就算你是半圣强者 也没必要这么瞧不起人吧 放屁就太过分了 好你高特曼 竟敢羞辱我等 韩春秋怒喝出言 就算你是半圣 今日我等也要与你见个高低 话音未落 韩春秋率先发难 整个人直接冲向了白发老者 他一出手 儒家另外两位问鼎强者 也是立即跟着韩春秋一起动手 穆坤道人 墨家女子也是没有光看着 九人一起出手 白发老者叫苦不迭 我这不是故意的呀 实在是这批完全憋不住 我也不想放啊 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人家都直接打上来了 白发老者只能出手 哼 双方顿时站在一处 九大稳定化强者 韩怒出手 一个个气势如虹 儒家 到家 墨家三家神通连番施展 白发老者以半胜修为应战 场面上倒是不落下风 但白发老者 压根就不想打呀 他的伤势都还未曾痊愈 要是和这九大问鼎高手 打得太过激烈 自己的伤势可就要发作了 在那孤岛上疯狂拉斜的经历 对于白发老者来说 简直如同梦言 还历历在目 他可不想再经历那样的事情了 轰轰轰轰轰轰 这一群人打在一起 场面格外的激烈 用惊天动地来形容也是丝毫不为过 南荒各处的强者都是有所感应 好惊人的气息 这是何等境界的强者在交战 好像是浮云山的方向 莫非是那位叶高人在原交锋 很有可能 要不要去看看 如此威势 只怕我等稍稍靠近 就会死于非命 是啊 还是先别去了 问鼎强者和半生的交战 这已经是远超南荒修炼之人想象的范畴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是何等境界的强者在交锋 只觉得非常恐怖 哪怕是相隔数万里 都可以感受到 或许也只有浮云山那位叶高人出手 才有如此的威势 他们不敢轻易靠近 只能等事后再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而在这等恐怖的交战威势之下 浮云山却是完好无损 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未曾受到丝毫的影响 仿佛冥冥之中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保护着浮云山 哪怕是这等激烈的交战 也不会影响到浮云山分后 后院池塘 龙大的脑袋探出水面 望着天上的交战 他很淡定 也没有任何要出手的意思 似乎觉得这伙人打得再激烈 浮云山也不会有事 而且龙大也没想到 这伙人居然自己先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这伙人会打到什么时候 但看着他们打架 也觉得很有意思 天穷深处 交战愈发激烈起来 双方都是拿出了真正的实力 此人为何一身道门修为 穆坤道人逐渐察觉到了 这白发老者的底细 道门修为 而且出手之间所施展的 也多是道门之法 足以证明 这个半圣境的白发老者 是出身于道门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他也是中原而来的 可不对啊 自己等人就是从中原而来的 完全不曾见过这号人物 莫非是南荒之地的古老存在之一 这倒是有可能 穆坤道人看向了墨家女子 后者心领神会 一只手已经是放在了储物袋上 就要把那尊半圣境的地葵寄出来 等等等等 就在这时 白发老者却是率先停手了 并且对着九人连连摆手 九人都是一正 有些不解的看着白发老者 其实我不是这福云山的主人 白发老者气喘吁吁地解释道 什么 穆坤道人九人都是露出惊恶之色 哼 你莫非是斗不过我等 才如此改口的吧 韩春秋自然是不信的 刚才你这老家伙自己都承认是这福云山之主了 现在又改口 谁知道 你哪句话真哪句话假 白发老者满脸无奈 他不是斗不过这九人 若是他实力完好 身上没有暗伤 完全可以收拾了这九个家伙 可问题是 刚才那一阵交战 已经是让他身上的伤势有些要复发了 这可顶不住的 赶紧停手 要把事情和这九人说清楚 我真不是这福云山的人 当下 白发老者便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了这九人 并且说出了自己曾经也是盗门之人的事情 九人一听 面面相觑 竟然是这么一回事 这老家伙 居然骗了他们 这货压根就不是奥特曼 更不是福云山的主人 还害得他们费劲打了半天 白发老者心头也是十分苦涩 要不是老夫身上有伤 早就把你们镇压了 还用得着这么客客气气跟你们说这些 都怪那条狗 要是老夫踏入了圣人之境 第一个就要找到那条该死的黄毛大狗 把他那狗脑袋拧下来 几位 这福云山空无一人 老夫已经查探过来 白发老者接着说道 既然大家都是一场误会 不如咱们就共同瓜分了这福云山如何 第1005章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瓜分了这福云山 这个提议 倒是让九人都来了兴趣 他们来福云山的初衷 是想直接灭了福云山 不过既然福云山没人 那倒是可以好好搜刮一番 也不能白来了 等搜刮干净了 再把福云山移为平地 也是一样的 倒是可以 木坤道人微微汗手 又看向了其他几人 你们几位觉得呢 我没什么意见 墨家女子当即探了贪手 韩春秋眉头紧皱 她是最想灭掉福云山的人 眼下知道这白发老者 不是福云山之人 自然也不能继续动手了 而福云山既然没人 也只好先跟着一起捞点好处 那就如此吧 韩春秋也倒退了 白发老者见状 不由露出笑容 老夫虽是半生 但也不会占便宜 福云山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无论丹药 宝物 秘法等等 我只要三成 其他的都交给几位 木坤道人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等就不客气了 决定好了分配方式 九人与白发老者便一起落到了福云山的山顶处 他们第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所种植的那些天才地宝 顿时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 白发老者心中一阵阵肉疼 他可是率先发现这些天才地宝的 只可惜还没来得及收走 结果这九人就来了 要是这几个家伙能来得稍晚一些 自己就能把这些天才地宝全都独吞了 那不是美滋滋 现在好了 还要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 和他们分享这里的一切 这些天才地宝 着实是罕见啊 木坤道人走到边上 只觉得眼花缭乱 是要是都拿回去了 我等绝对是大功一剑啊 另一位道门高手说道 这些天才地宝 足以练制出好些绝品丹药了 身为道家之人 看见这些天才地宝的第一念头 当然是拿去练丹 就像是叶青云 看见什么能吃的玩意 第一念头就是拿去烫火锅 当下 木坤道人三个开始在田里收菜 墨家和儒家的人 对天才地宝不太感兴趣 那墨家女子转头四顾之间 发现了一间很奇特的屋子 咦 这屋子的修建风格 隐隐有我墨家的风格啊 墨家女子看着那顶上 还做了两个飞鸟造型的屋子 不由得有些惊奇 这一看 就是出自我墨家子弟之手 另一位墨家高手说道 莫非是徐少阳 他也来过福云山 随后就此失去了联系 墨家三人 对这间屋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此地其他几间屋子 都显得那样的简陋 就只有这间屋子 格外的显眼 在整个山顶显得格格不入 墨家三人心中一动 此地如此不凡 莫非是这福云山之主的藏宝之地 格下可曾经过这里 墨家女子对着不远处的白发老者问道 白发老者摇了摇头 他其实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地方 毕竟这建筑风格实在是太独特了 可惜他也没来得及进去探索 那格下不如与我等一起进去看看 若是有好东西的话 也可分享 墨家女子邀请道 可以 白发老者没有拒绝 他也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 于是乎 白发老者就与墨家三人一起 往这间独特的屋中走去 至于韩春秋等儒家三人 已经是走进了叶青云居住的屋子 里面的东西 叶青云基本没带走什么 毕竟在叶青云自己看来 这里大部分都是不值钱的玩意 韩春秋三人 是极为警惕走进屋内的 生怕这里有什么危险 结果进来一看 完全没有危险 而且所见的一切 都显得那么平常 就像是一个凡夫俗子居住的地方 这地方怎会如此平平无奇 韩春秋身边的一个儒家高手 疑惑出言 是啊 怎么还有扫帚 不及这些凡夫俗子才会用的东西 另一人也是感到很无语 这些没用的破烂玩意 他们儒家之人又岂会看得上眼 三人都没注意到 在他们经过扫帚的时候 扫帚微微震动了一下 嗯 这是何物 韩春秋看见了一个很像是书柜的东西 但上面没有放什么书 倒是放了不少的百剑 似乎都是用木头雕刻而成的 奇形怪状 反正每一样是韩春秋认识的 韩春秋觉得这些木雕有些奇特 伸手就想去拿 啊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叫 韩春秋三人都是吓了一跳 胆紧一起退了出去 怎么了怎么了 是不是有埋伏 何人在尖叫 韩春秋三人举目四望 而田里还在挖天才地堡的木坤道人三个 也是被吓到了 齐齐转头看来 却见那造型奇特的房子里面 墨家女子三人面色惊恐地走了出来 一个个脸色都是极为古怪 仿佛心有余悸 到底怎么了 韩春秋立即问道 墨家女子还没说话 却见白发老者也从里面出来了 只是他的样子看起来不是很好 浑身湿漉漉的 还黏着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总之就是黏糊糊黄不拉几的 直接把外面的人都给看傻了 卧槽 这老头是掉坑了吗 怎么这个样子就跑出来了 白发老者此刻是凌乱的 以他活了上万年的岁数 都完全想不到这里面居然真的是个毛坑 他还十分自如地走在最前面 结果脚下一空 整个人就栽了下去 不知为何 在摔下去的那一瞬间 他的半生修为竟然都无法运转 仿佛这里面存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就是要把他给摁下去 这也就是白发老者反应极快 在落入粪坑的瞬间 他直接屏住了呼吸 甚至连眼睛都闭上了 虽然脸上到处都是 但一点都没弄到嘴里 这不禁让白发老者觉得自己真是厉害 该死 老夫没想到此地竟然是茅房 白发老者一脸愤怒之色 茅房 英春秋 木坤道人 他们都傻眼了 好家伙 这房子修得这么好 怎么看都透露着不凡 结果这里面居然是茅房 谁家茅房修成这德行啊 而且关键是 这地方为啥会有茅房 难道他们来错地方了 这真是一个凡夫俗子居住的地方 但田里那些天才地宝 又如何解释呢 一时间 在场众人心头 都是笼罩了一层疑云 只觉得这里的一切 都透露着古怪 就在这时 屋内突然间亮起了一阵耀眼无比的光芒 哼 所有人都是吃惊看去 一道流光 自屋内陡然飞出 直奔天界 快追 穆坤道人反应最快 当即追了上去 第1006章 光之巨人 嗖 一道流光滑过天穷 嗖嗖嗖嗖嗖嗖 又是十道身影 自后方紧追而来 追赶之间 已经是飞到数千里开外了 后方追赶的身影 自然是穆坤道人九人 以及浑身沾满大份的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一边追环 一边运转法力 想要把身上的那些玩意给震掉 可没想到 这些玩意黏黏糊糊的 震了半天 还是有不少黏在身上 整得白发老者一阵阵干呕 不过眼下还是追赶那道流光更为重要 那流光突然飞出 必然是一件极为厉害的宝物 此物有必要蒸上一蒸 而穆坤道人 他们的想法和白发老者一样 那流光必然是浮云山中数一数二的宝物 甚至可能产生了灵质 如此宝物 若是让其逃顿的话 未免太过可惜了 追赶之间 已经是到了一片崇山峻岭之间 此地人烟携手 而之前一直飞的极快的那道流光 也在此刻忽然间停了下来 他停了 见那流光停下 穆坤道人他们几个也都是停了下来 并且一个个都是定睛看去 嗯 是这尊木雕 韩春秋一正 随即认了出来 这不是他之前在浮云山屋内 所看到的那些木雕其中之一吗 那些摆在书架上的木雕 一个个奇形怪状的 而此刻飞在他们前方的 就是其中之一 这木雕看起来像是个人 脑袋椭圆 还摆出一个双手横竖交叉的姿势 胸口处也有一个圆溜溜的东西 十分古怪 白衣老者也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了 着实不曾见过这样的玩意 穆坤道人看向了墨家女子 此物你可曾见过 在穆坤道人想来 墨家之人一向擅长练器 也经常会练制一些莫名其妙 让人看不懂的玩意 或许墨家之人认得这尊木雕 却见那墨家女子摇了摇头 我也不认识 穆坤道人眉头皱起 连穆家的人都不知道吗 那此物还真是有些神秘了 我去试试 穆坤道人身旁的一位道门问顶高手 当即便是朝着这木雕飞去 当心 穆坤道人刚刚出言提醒 却见那木雕骤然间光芒大放 那道门高手还未靠近 就被一股气浪直接震得连连后退 脸上浮现出惊恶之色 快退回来 穆坤道人大喊 那道门高手赶紧就退了回来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一尊巨人出现在了众人的前方 脚踩大地 身躯比山岳都还要高大 周身呈现青红之色 整个的样子与那尊木雕一模一样 穆坤道人等人都看傻了 这是什么玩意 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啊 世间当真有这等生灵吗 好像任何的古籍都不曾记载过这玩意吧 巨人周身依旧洋溢着光芒 目光盯着穆坤道人等人 并且摆出了一副即将出手的架势 死 莫非这就是之前那个姓陆的小子 所说过的奥特曼 墨家女子忽然惊呼起来 此言一出 其他人也都是反应过来了 对啊 之前他们遇到的 那个名为陆本威的年轻人 曾说过 浮云山有一尊巨人 名为奥特曼 极为强悍 连问顶尽强者都不是其对手 刚才他们在浮云山环在想 为何不曾见到过这样的巨人 结果 现在他们就见到了 这个看起来怪模怪样的家伙 必然就是奥特曼 只有白发老者完全猛逼 奥特曼 什么是奥特曼 这个巨人 就是奥特曼吗 名字当真是奇怪 不容多想 那巨人已经是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速度极快 虽然身形巨大 但却没有丝毫的笨拙 反而是极为灵活敏捷 并且出手之间 力量更是奇大无比 小心 这巨人十分厉害 穆坤道人高声提醒 九人与白发老者 一同应战巨人 可这一交手 九人和白发老者 都是大为吃惊 这巨人简直太强了 力量惊人 巨人的攻势一旦降临 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 必须要闪躲 不然就会被打得吐血重伤 而他们的各种神通 无论是道家 儒家 还是墨家 都对这个巨人不起作用 仿佛这巨人 天生就是用来克制 他们百家神通的 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个巨人 一直都在 散发着极为炙热的气息 一旦靠近 便会被这股炙热气息所伤 难以承受 毫无破绽 世间竟有如此强悍的生命 白发老者也是惊呆了 身为半圣强者 他发现自己 居然完全奈何不了这群巨人 哪怕是自己身上没有伤 处在巅峰时期 只怕也没有任何办法 顶多是可以施展自身所领悟的天地之道 从容离去罢了 但想要击败这尊巨人 都完全不可能 而这场交战 也被南荒大帝许多人所看见 想不看见也不行啊 那巨人太大了 而且 交手的动静也太过惊天动地 南荒各方修炼之人都是无比震撼 之前浮云山方向的交战 已经是让他们感到惊骇不已 现在又目睹了这样一尊巨人 完全超越了他们所能想象的范畴 这一战持续到了黄昏时刻 九人与白发老者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皆是心生退役 可就在这时 那巨人的动作却似乎变得迟缓起来 并且 胸口处的那个圆溜溜的东西 此刻竟然闪烁了起来 还发出了低度低度的声音 看样子 似乎是力量已经在衰竭了 墨家女子第一个看出了名堂 她抬眼看了看那正在落下的太阳 又看了看那动作愈发迟缓的巨人 这巨人是依靠太阳的力量 眼下日落西山 她的力量正在消退 听到这话 其余众人不由的心中大喜 也就是说 只要再坚持一阵子 直到太阳落山 这巨人就将不战自溃 那说什么都要坚持下来 九人和白发老者 开始与巨人纠缠起来 不和她正面交战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消耗她的力量 果不其然 当黄昏结束 最后一抹日光消失在大地上 夜幕降临 巨人的力量耗尽了 她身形停滞 重新变成了木雕的样子 白发老者眼疾手快 趁着木坤道人 还未反应过来的瞬间 一把就将那木雕给抓在了手中 几位 此物老夫就收下了 白发老者很不客气地说道 九人面露不满 好歹是他们一起对付这巨人的 结果好处全落在你这老小子口袋里了 也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嗨嗨 这木雕山上应该还有 几位再去那浮云山中 尽情挑选即可 白发老者厚着脸皮说道 说得没错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白发老者和九人皆是一惊 齐齐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就见不远处的天际上 一条黑龙盘旋 森然龙目正盯着他们 这还不算什么 在这条黑龙的身前 漂浮着大大小小上百个木雕 形态各夜 并且 这上百个木雕此刻都在闪烁着光滑 每一尊木雕的气息 至少都不亚于刚才那尊巨人木雕 甚至还有不少木雕 气息更在那巨人木雕之上 白发老者与九人齐齐惊骇 这么多木雕 难道都是像巨人一样的存在吗 木雕还有这么多呢 你们再随便挑一个 龙大语气细血的说道 第1007章 试试就试试 这些木雕 自然是出自叶青云之手 被困在浮云山的那十年 叶青云在系统无微不至的教导之下 雕刻这门手艺自然也不算什么了 而且 困在山上实在是太无聊了 也不能整天自己和自己玩吧 所以做木雕 也是叶青云打发时间的事情之一 几年下来 就留下了这么多 叶青云还扔掉了一些 剩下来的这些 都是他觉得还算是雕得不错的 而此时 这些出自叶青云之手的木雕 一个个悬浮在龙大的身前 各自闪烁着光滑 涌动着十分恐怖的气息 仿佛他们会随时苏醒过来 白发老者与九人皆是愣住了 准确的说 是被吓住了 如此强大的木雕 居然还有这么多吗 那还玩屁啊 刚才那尊巨人木雕 就已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靠着拖延时间 才算是勉强应付了过去 结果还没喘口气呢 这尼玛 直接又来了这么多木雕 谁顶得住啊 反正他们几个 是肯定顶不住的 相比之下 龙大这条真龙 反倒是显得平平无奇了 毕竟木坤道人他们几个来之前 就知道 浮云山有真龙存在 有了一个心理准备 而这些木雕 却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的 一时间 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的疑惑 那就是 这浮云山到底是什么神仙之地啊 还有多少 他们未曾挖掘出来的隐秘 这些木雕 难道就是浮云山全部的秘密了吗 只怕 这浮云山的水 比他们想象之中 还要更加深沉啊 白发老者反应是最快的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施展天地大道 一道漆黑裂缝出现 然后整个人一下子钻进了裂缝 瞬间合拢 瞬间开溜 嘿嘿 这就是老夫的逃跑路线 你们都没想到吧 死道又不死平道 咱当年好歹也是道门之人 深安此道 你们就在这里 替平道挡着那些木雕吧 还真别说 无论是龙大 还是木坤道人他们几个 都没想到这个老家伙 跑得这么利索 一眨眼的功夫 直接就跑没影了 这老东西 着实狡猾 木坤道人他们几个心中都是暗骂不止 唠叨好处就跑 都不带半点犹豫的 也直接把他们九人给卖在这里了 龙大盯着木坤道人他们几个 九人也想跑 但他们毕竟不是半圣 没有白发老者 那等直接运用天大道的本领 想跑只能靠飞 可现在这个情况 能直接飞走吗 显然是不现实的 人家随便对出几个木雕来 都可以把他们留下 然后直接灭了 阁下 莫非就是浮云山的主人吗 木坤道人到底还是老成持重 此刻壮着胆子站出来 朝着龙大躬身一半 不是 龙大直接摇头 呃 那阁下是 木坤道人有些发愣 主人外出远游 我只是替主人看家而已 龙大轻描淡写地说道 看家 这轻飘飘的两个字 却是让木坤道人他们几个极度无语 好家伙 让一条问顶尽的真龙来看家 这也太离谱了 真龙看家 这浮云山的主人到底什么来头 神仙下凡 只怕也不过如此吧 把你们刚才在田里挖走的东西 全部交出来 龙大直接说道 此言一出 木坤道人以及那两个道门高手 都是有些犹豫起来 在院子里挖的天才地宝 基本都在他们三个的身上 也是他们在浮云山唯一的收获 本打算带回去 美滋滋的炼至脊炉上等丹药呢 还没五热乎 就要他们交出来 谁愿意啊 啊 刚才逃走的那个老者 他带走了一尊木雕 阁下应该先去追他才是 木坤道人也不傻 当即就想祸水东应 木雕没事 自己会回来了 那老头也把握不住 龙大却是一点不在意 这让木坤道人的打算 直接落空 赶紧拿出来 别墨迹了 龙大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木坤 这条龙或许是在虚张声势 韩春秋忽然暗中传音道 何处此言 韩春秋看向远处的龙大 以及那上百个木雕 如此厉害的木雕 岂会有上百个之多 那条黑龙必然是虚张声势 不敢真的与我等交战 所以才会拿出这么多木雕 来吓唬我们 依我看 那些木雕的光滑 皆是这条黑龙 在暗自催动灵气 实则皆是平常的木雕 说到这里 韩春秋脸上 甚至浮现出一抹自信之色 韩某笃定 这些木雕 没有任何威胁 木坤道人没有说话 只是眉头皱起 他觉得 韩春秋的话有道理 但心里还是有所忌惮 我也觉得 这些木雕 不太可能像 刚才那只木雕一样 墨家女子也忽然说道 如此厉害的木雕 必然是将天地大道蕴含其中 才可以有如此威能 世间怎么可能 会有人达到如此境界 这么多木雕 都蕴含了天地大道 咱们只要一出手 那黑龙必然露现 韩春秋和墨家女子都这么说 木坤道人 也被他们说的相信了 是啊 这些木雕 若是真的很厉害 那黑龙 何必与他们交谈呢 直接动手就是了 这黑龙既然没有直接出手 必然是心存顾虑 是在虚张声势 想到这里 木坤道人也放下心来 咱们一起出手试一试 好 试试就试试 一时间 九人都是统一了想法 决定出手 而对面的龙大 眼见着九人在那里嘀嘀咕咕 显然是在商议着什么 一看现在这架势 这九人似乎还想和自己动手 这可让龙大有点没想到 这九个家伙 平时就这么勇敢的吗 龙大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也不打算多说废话 本来想不想动手的 既然你们自己要来试试 那就试试吧 却见龙大伸出一根龙爪 对着身前上百尊木雕指指点点 小公鸡点到谁就是谁 随即 龙爪点到了其中一尊木雕 九人一正 这条黑龙在干啥 龙大咧嘴一笑 就是你了 去吧 木雕骤然飞出 煞时间 天穹四方 仿佛想起了无穷无尽的厮杀怒吼 仿佛有千军万马 正在冲锋 而那尊手持青龙掩月叨叨 威风凛凛的雕像 也在骤然间光芒大放 同时 九重仙庭之上 一尊神明似有所感 立即飞升入凡尘 恰好融入到了那尊木雕的光芒之中 哄 光芒收敛 威言怒吓然乍想 无奈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远震天尊 官圣帝君 第一千零巴掌 给我看看你的除袋 伴随着官圣帝君的神威怒吼 一尊官圣帝君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天地之间 神蛆如山 身穿绿袍战甲 面容赤红如枣 卧残眉丹凤眼 美然垂胸 手持青龙眼月刀 神威盖天 令人胆寒心颤 木坤道人 九个全部都看猛了 他们虽然不知道 官圣帝君到底是谁 但这名头听起来 可着实是有些唬人 官圣帝君 三界伏魔 又是什么神威远震 听起来就很吓人 而和这尊威武如战神一般的身影 比起来 这个名号 反倒是不算什么了 这 这是何等境界的存在 韩春秋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地看着 那官圣帝君的声音 半圣 不 甚至不止半圣 墨家女子近乎失声 圣人 这绝对是一尊圣人静的存在 木坤道人满脸惨白 眼中甚至是流露出了一抹绝望之色 虽然是问鼎强者 还是问鼎后妻 可在圣人面前 问鼎静又算到了什么 圣人若出手 拍死一个问鼎静 和拍死一个开灵静 难度并不会有什么区别 一样容易 而这尊威武非凡的官圣帝君 气息之强 即便是放眼圣人之中 也绝对是佼佼者 甚至可能 连圣人静都不足以衡量他的强大 他们九人 就算在如何的团结一心 也不可能对抗得了这样一尊存在啊 韩春秋 要不然你上去试试 看看是不是故弄玄虚 木坤道人看向一旁满脸呆滞的韩春秋 语气有些苦涩的说道 韩春秋满脸窘迫 更是极为无语 这你马让我上去试试 你这是要让我 韩某人当场试试啊 我可不想被一刀活活劈死 韩春秋语气无奈的说道 木坤道长 你修为身后 道法通学 不如你上去试试 木坤道人翻了个白眼 我可去你奶奶的吧 你怕被砍死 平道难道就不怕吗 就在这时 官圣帝君已经动了 他的丹凤眼豁然睁开 杀伐之气净险 官公不睁眼 睁眼就杀人 青龙眼月刀骤然挥动 如同晴天巨珠一般 朝着九人轰然落下 轰隆隆 恐怖的威势伴随着阵阵雷霆轰鸣 足以让世间任何强者金黄变色 快逃 这一刀 让木坤道人九人都失去了抵挡的念头 只想逃窜 反应最快的自然是三个问鼎后期 木坤道人 韩春秋 以及墨家女子最先逃窜出去 但其他六人 却是慢了一筹 而这一筹 便是生与死的界限 噗噗噗噗噗噗 青龙眼月刀落下 六个问鼎竟连逃窜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煞时间 被恐怖无比的力量锁碾压 身躯骤然粉碎 六道魂魄出现 发出惊恐惨叫 可也没有任何逃窜的机会 官圣帝君的这一刀 问鼎竟根本就不可能有存活的可能 六人的魂魄也在下一刻被直接碾碎 死得干干净净 非常的利索 当场一起试试 木坤道人 他们三个侥幸逃的一命 回头看去 自己等人的同伴已经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心中都是骇然惊恐 这也就是他们反应快了一点 极为侥幸的捡回了性命 不然的话 也与他们六人一起 成了这位官圣帝君的刀下亡魂了 而此刻 官圣帝君的第二刀 也过来了 之前躲过了一刀 已经算是运气了 这第二刀 他们无论如何 都是躲不过的 饶命 我们这就把东西还给你 放过我们吧 三人几乎是齐声喊了出来 官圣帝君的大刀 终究是止住了 没有对着三人继续落下 可即便如此 弥赛而来的杀气 还是狠狠冲击在了三人的身上 震得三人接连吐血 不过 比起丧命于刀下 这已经不算什么了 官圣帝君的周身缭绕着神光 下一刻 一道光滑直奔天际深处而去 而官圣帝君的身体 也重新变成了木雕的样子 飞回了龙大的身前 早点求饶不就行了吗 龙大眼神冰冷的看着三人 非要等死了人才知道厉害 三人面面相去 都是极为苦涩 他们哪里知道 你这些木雕都是真玩意啊 刚才还以为你是装模作样吗 直到被官二爷一刀交作人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等人太愚蠢了 这些木雕都是真家伙 一个个都能要人亲命的 木坤道人赶紧一拍储物袋 把刚刚在浮云山挖走的天才地宝 统统都交了出来 没私藏的一两株 龙大一脸狐疑的瞅着木坤道人 木坤道人连连摆手 没有没有 平道一株都没敢留啊 我不信 啊 把你的储物袋给我看看 这 小公鸡点到谁 龙大又做事开始挑选木雕 准备出手了 别别别 平道的储物袋在此 请随意 在木雕们的威视之下 木坤道人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好哭丧着脸 把储物袋交到了龙大的手里 龙大把爪子伸进了储物袋里 从里面掏了一把 也不管掏出了什么东西 尽数吞进了嘴里 看着龙大那土匪般的样子 木坤道人嘴角抽搐 却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还给你 龙大把储物袋还给了木坤道人 一旁的韩春秋和墨家女子 都是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这条黑龙只搜刮了木坤道人的储物袋 咱们两人的储物袋应该可以幸免于难了 就在他们这么想的时候 还有你们的储物袋也拿来给我看看 龙大直接对韩春秋和墨家女子说道 啊 我们的也要看吗 两人一脸不愿 小公鸡点到谁 储物袋再次 两人赶紧把各自的储物袋双手奉上 奶奶爹 这条黑龙太坏了 仗着有这么多木雕 无情地压榨他们三人 身为问鼎强者 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 龙大顾起重施 在韩春秋和墨家女子的储物袋里 各自掏了一把 咦 这玩意还不错 从那墨家女子的储物袋中 龙大掏出了一具傀儡 然后直接收下了 墨家女子心都在滴血啊 操 我墨家的宝物地魁啊 你妈我都还没用呢 怎么就给你掏走了 第1009章 没脸回去了 这位龙兄 墨家女子实在是忍不住了 其他东西也就罢了 可这墨家地魁 是他带出来 用来对付半生强者的 对于墨家而言 颇为重要 本身也不是他的东西 要是就这么没了 他回去根本就没办法 向墨家高层交代 必然要遭到重罚 干什么 龙大邪言瞅着墨家女子 那个傀儡 可不可以还给我 墨家女子小心陪笑 若是龙兄愿意 我可以用其他宝物来交换 龙大手里捏着那个傀儡 这个 对对对 还望龙兄能给个面子 把这傀儡还给我吧 墨家女子一脸恳求 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就差直接色诱龙大了 当然 他也知道色诱是不可能的 我去色诱一条龙 我是脑子嗅到的吗 就算是色诱 也应该用母龙才是 可我上哪去找母龙啊 你的面子 在我这里不好使 龙大无情拒绝 并且把那地魁 一下子吞入口中 等会直接一起带回福音山 墨家女子欲哭无泪 完了完了 这下全完了 出来什么事情都没办成 还死了两个同伴 现在连墨家地魁都被夺走了 这叫什么事 亏到姥姥家了 这要是回了中原 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 不仅在墨家的地位 会一落千丈 甚至可能会被罚关入墨家境楼 那地方可是极为恐怖的 但凡是被关进境牢之中的墨家之人 就没一个能正正常常走出来的 想到这里 这墨家女子 郊区都忍不住抖了一下 龙大把两人的储物袋丢给了他们 算你们识相 这一次就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龙大看着他们三个 回去告诉你们中原的人 四境之地 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但别来福音山找不自在 要是还敢来福音山找事 我家主人一怒之下 踏平你中原之地 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你们记住了吗 三人心中惊恐 踏平中原 轻而易举 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怎么看都像是说大话啊 可看着龙大身前的这些木雕 三人又觉得龙大不像是在说大话 一时间 三人都对着福音山的主人更为好奇 这位神秘而又强大的福音山之主 到底是何方的神圣 龙大走了 带着那些可怕的木雕 还要从三人储物袋里搜刮到的好处 心满意足地回返福音山 而木坤道人三人 站在原地 你看我我看他 谁都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心中分外苦涩 更是十分的憋屈与无奈 太失败了 他们都没脸回中原了 更没有胆量回中原 尤其是墨家女子 此刻对于回返中原更是十分的抗拒 唉 都怪我等不听人劝啊 木坤道人语气苦涩地说道 他想到了之前遇到的 那个名为陆本威的青年 人家好心好意地提醒了自己等人 多次提到福音山十分危险 让他们小心再小心 可他们还是一头扎了进来 结果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早知如此 我们就不该轻举妄动 墨家女子一脸愁苦 韩春秋沉默不言 他虽然不说话 但心里也是极为后悔 儒家已经接连有人死在福音山了 自己都还未曾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为这一次出来可以为死去的林仙仙和周寻报仇 结果仇没有报得成 差点把自己都给搭进去了 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木坤道人也是没了主意 看向了两人 我不回中原 墨家女子直接开口 就这么回去 我必然会受到重罚 宁可留在四境之地 韩春秋和木坤道人也能理解他 死了两个墨家高手也就罢了 结果连帝魁都没了 帝魁可是堪比半圣镜的宝啊 这等于是墨家女子出来一趟 总共折损了一尊半圣 加两个问顶强者 饶视墨家实力雄厚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回去必然会有严惩在等着他 所以他宁可留在四境之地 反正中原的人也不能随便出来 自己能躲一阵是一阵 你们两位要是回中原 切莫透露我的行踪 我在这里多谢两位了 墨家女子对着两人躬身一拜 然后转身就想走了 暂且留步 木坤道人赶紧喊住了墨家女子 怎么 你们要劝我回中原吗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你们要回就自己回 切莫带上我 墨家女子一脸警惕地说道 非也 平道其实也不想回中原了 墨坤道人说道 什么 墨家女子一正 没想到 连墨坤道人也不想回中原了 平道这次出来 寸功未利 反而是让同门与命 罪则必然难逃 墨坤道人叹息不已 与其回中原受罚 倒不如留在这四境之地 而且你们两位也看到了 那浮云山如此神秘而强大 若是咱们可以与浮云山化干戈为玉伯 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好处 此言一出 墨家女子顿时眼前一亮 老道你的想法 倒是与我不谋而合 墨坤道人一正 你也打算去投奔浮云山 墨家女子点点头 虽然还未曾见到那位神秘的浮云山之主 但浮云山的强大已经让我无法想象 投靠浮云山或许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说到这里 墨坤道人和墨家女子同时看向了韩春秋 韩兄 你呢 墨家女子问道 韩春秋心中纠结 她其实也有相同的顾虑 算起来 儒家接连折损了三位问鼎强者 再加上一个欲如肢体的灵仙仙 这个亏越吃越大 韩春秋要是就这么返回中原 必然是没好果子似的 尤其是韩春秋出发之前 可是信誓旦旦对儒家高层立下军令状的 要是拿不下浮云山 她韩春秋就永远不回中原之地 现在浮云山是铁定拿不下来了 那自己就这么舔着个脸回中原 臊不臊啊 儒家之人最是要面子 韩春秋也是极为要面子的 我发过誓 若是不灭了浮云山就不回中原 韩春秋一脸正气的说道 所以我也不回去了 留在四境之地 继续想办法对付浮云山 穆坤道仁和墨家女子 皆是眼神古怪的看着韩春秋 既然两位都想投靠浮云山 那韩某人也与两位一起 韩春秋继续一本正经 不过韩某与两位不同 两位或许是真心投靠 但韩某是为了更好的探究浮云山的隐秘 为日后击败浮云山而筹划 韩某的苦心还望两位能够理解 说完韩春秋甚至还露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 仿佛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 为了儒家而在浮云山潜伏下来的卧底 第1001十章 三人的本领 不管韩春秋说的怎样天花乱坠 一副要为儒家尾身是贼的壮烈样子 在穆坤道仁和墨家女子看来 你这信寒的浓眉大眼 就是要背叛儒家 不过他们两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谁也别说谁 都不干净 三人商量之后便一起朝着浮云山的方向飞去 当他们再度来到浮云山上方的时候 还没等见到龙大 山顶上又呼啦一下子飞出来上百尊木雕 直接把他们三个给围起来了 吓得三人面无人色身体颤抖起来 尤其是那墨家女子身体抖的还挺有节奏 我没想到你们这么用 居然还敢回来 龙大的身影也出现了 他是真没想到 这三个家伙还敢来浮云山 难道真是不怕死 要真是不怕死的话 龙大也不介意送他们一程 别误会 别误会 木坤道人赶紧开口 我们没有任何恶意 只是想来归顺浮云山 什么 这一下 把龙大也给整不会了 这三个家伙是来归顺浮云山的 我等三人都是真心实意归顺浮云山 还望阁下能够收留 三人齐齐朝着龙大攻身行礼 心中也是极为苦涩 好歹都是问鼎后期的高手 在中原之地也都是有头有脸 结果现在都成了叛徒 还要归顺浮云山这个中原头号大敌的麾下 实在是有点憋屈 但转念一想 好歹咱们输得心服口服 而且性命保住了 将来或许还可以巴结着那位神秘的浮云山之主 另有一番机缘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心里就好说多了 精神胜利法 到哪里都是适用的 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修炼之人也不例外 龙大眼神古怪的瞅着三人 爪子一挥 木雕们又都飞回了屋内 继续安安静静地站在书架上面 一个个就像是十分寻常的木雕 你们三个 真要归顺浮云山 龙大又问了一句 对对对 韩春秋连连点头 正气凛然的面孔上 满是一副谄媚的样子 我等都是真心归顺 愿意为浮云山赴汤蹈火 冲锋陷阵 木坤道人和墨家女子皆是斜眼瞅着韩春秋 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兴奋的样子 墨不是表面上一脸正气 实际上早就想当叛徒了 收留你们也不是不行 龙大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 一听这话 三人都是心中一喜 有们 之前他们还担心 浮云山会拒绝他们 这要是不能呆在浮云山的话 万一中原之地再来人 他们可就只能东躲西藏了 要是能留在浮云山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先说说看 你们都有什么本事 龙大又说道 什么本事 三人面面相去 我们仨都是问鼎后七强者 这难道还不够吗 好像你这条黑龙的修为 也不比我们强多少吧 我们是问鼎静 墨家女子率先说道 却见龙大一脸嫌弃的样子 问鼎静算啥呀 我家主人若是愿意 弹指尖就可以创造出问鼎强者 此言一出 三人全部愣住 什么鬼啊 问鼎静强者 在浮云山这么不值钱的吗 弹指尖就能创造出来 夸张也没必要这么夸张吧 要知道 就算是在中原之地那等灵气十分充沛的地方 一个天才想要修炼到问鼎静 需要多久吗 至少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这还是极为出色的天才了 一般点的天才 怕是要万年的时间了 而且也不是人人都能修炼到问鼎静 化缘到问鼎之间的稚骨 可是需要极大的机缘才能跨过的 他们三个可都是从无数天才之中脱颖而出 一路拼搏才有了如今的修为 都是有着数千年修炼的岁月了 结果在龙大的嘴里完全不值一提了 这可真够打击人的 你们要是没点其他本事留在这里吃干饭吗 龙大不耐烦地说道 三人沉默 我是墨家之人 我精通练气 还是墨家女子率先出言 龙大瞅着墨家女子 那你会修房子吗 修房子 墨家女子愣住了 对啊 之前也有个墨家的小子在山上待了一阵子 这茅房顶上就是他弄的算是马马虎虎 龙大说道 此话一出 墨家女子顿时就明白了 徐少阳原来也在浮云山待过 但是现在却不知去向了 我也会修房子 墨家女子立即说道 而且我的水平 比之前那个小子高得多了 龙大一听 顿时眼睛放光 真的 墨家女子连连点头 那行 你留下吧 这山上的房子也有点老旧了 趁着主人游完未归 你抓紧时间好好休整休整 墨家女子 好吗 自己真要留在这里修房子了 不过总算是可以留在浮云山了 对了 你叫啥名字 龙大又忽然问道 我叫周指缘 墨家女子赶忙回应道 哦 那你们俩又有什么本领 龙大看向了另外两人 木坤道人想了想 自己除了一身道家修为之外 好像也没啥其他本领了 平道能算卦推演 这算本领吗 木坤道人小心翼翼的说道 龙大撇了撇嘴 勉强行吧 不过留在山上就不必了 去山下寺庙边上 随便见到道观吧 木坤道人一脸苦涩 虽然有点丢人现眼 但也算是可以留在浮云山了 总比被赶走的要好 那么你呢 龙大最后看向了寒春秋 寒春秋倒是比另外两人要有底气多了 脸上也是有着一抹自傲之色 在下寒春秋 精通儒家之学 琴棋书画无一不惊 这是身为儒家之人的骄傲 比起墨家 道家之人 儒家之人学识渊博 自然也觉得自己比起其他两家之人更有本领 哼 墨家之女人只能留在这里修房子 木坤老道也只配在山下见个道观 唯有我寒春秋 一身学识 满腹经纶 必然会在这浮云山中得到重视 想到这里 寒春秋心中不禁暗暗期待起来 我看你身子骨挺壮似的 留在山上打扫打扫卫生吧 第1011章 北川的古族传说 啊 寒春秋傻眼了 让我打扫卫生 我寒春秋保读诗书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惊啊 我这么优秀的人 你却让我打扫卫生 啥意思啊 故意埋态我试不 寒春秋面容抽搐 心头很是恼火 却也不敢发作 只能是露出几分尬笑 啊 寒某保读诗书 若只是打扫卫生的话 是不是有点大财小用了 龙大掏了掏耳朵 要不是山上确实少个打扫卫生的人 我都不想留你 屁用没有 也不知道你打扫卫生行不行 要是连这点事情都干不好 那你就趁早哪凉快哪待着去 说完 龙大也不管寒春秋是什么反应 直接飞回了池塘里面 留下寒春秋一脸茫然 周芷元眼神细血地看着寒春秋 寒兄 这山上的打扫以后可就仰仗你了 木坤道人叹了口气 寒老弟 平道羡慕你啊 虽然是打扫卫生 但好歹能留在山上 不像平道 只能在山下见个道观 寒春秋 苍天啊 难道我寒春秋 就只配在山上打扫卫生吗 我好歹也是读书人啊 怎么能这么没底线呢 寒春秋深吸了一口气 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我这是为了儒家 为了中原 为了覆灭福云山 他在心中对自己默默地打气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默默牺牲 忍辱负重 如此大义 如此苦心 以后必然会有人明白的 寒春秋接受了自己 福云山卫生大队长的职位 然后屁颠屁颠就去山上搞卫生了 穆坤道人无奈地来到山下 打算建一座道观 建山下一圈都是佛门寺庙 规模不小 好位置早就被占据了 穆坤道人只能可怜巴巴地 选择了一块边边角的位置 还特意离那些寺庙圆点 毕竟佛道不两立 上古时期佛门与道家便是死对头 你骂我死秃驴 我骂你牛鼻子 双方没少掐架 穆坤道人的道观 要想在这里立足下去 那肯定是要先和佛门的人和睦相处的 就算没办法和睦相处 起码也要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至于周指缘 则是立即投入到了福云山房屋修缮的工程之中 十分的认真负责 如此一来 三人也算是都以各自的方式留在了福云山 数日之后 叶青云等人乘坐着非洲抵达了茫茫北川大地 这一次跑路可谓是托家带口 一口气没停歇 直接跑到北川来了 四境之地 叶青云都去过了 南荒自不用说 穿越过来一开始就在南荒 后来两次去过东土大堂 在那里待的时间也挺久 西境佛门之前也去过一段时间 唯有着北川之地 叶青云虽然来过 但并未曾逗留过 所以 对北川也是最为陌生的 相比之下 郭晓云倒是对北川很是熟悉 当初叶青云知晓了郭晓云命中劫难 需要往北才能避火 于是便让郭晓云来到了北川 只是后面的发展 谁都没有想到 又回北川了 郭晓云望着远处的茫茫雪原 不由地感慨道 是啊 我好怀念北川 萧师在旁说道 脸上有着几分兴奋之色 萧师是肖家之人 而肖家就是北川的势力 从小就生活在北川 对于故土自然有着另外一番感觉 此地就是北川吗 剑天明手握铁剑 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身为中原之人 却是不曾见过这样的地方 叶青云穿上了一套棉衣 但很快又把棉衣给脱了 因为他想起来自己已经能修炼了 可以灵气护体啊 还怕什么冷 真是训弊了 叶青云运转体内的灵气 阵阵金色的气息流转叶青云周身 果然一点也不冷啊 叶青云十分惊喜 也深切感受到了身为修炼者的好处 而其他人看着叶青云这等举动 皆是面容抽搐 用天地本源来避寒 这简直是奢侈到了极点 没过一会儿 萧振南带着萧家的不少人来了 得知叶青云等人来到北川 萧振南自然是不敢怠慢 亲自前来相迎 昔日的北川十大家族 就只剩下了一个萧家 萧振南虽然十分热情 但众人都看得出来 萧振南以及其他萧家之人 眉宇之间都带着几分忧虑之色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爹 萧家是出事了吗 萧师爷看了出来 他心直口快立即就问了出来 萧振南神情犹豫 在叶青云面前 他也不敢多言 叶青云倒是和善解人意 萧家主 是不是因为我等的到来 给萧家带来了什么麻烦 萧振南吓了一跳 赶紧连连摆手 不不不 叶公子你误会了 那萧家主为何一脸愁容 唉 萧振南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萧家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难事 让萧某这些日子十分忧虑 当下 萧振南便说出了 萧家遇到的事情 这件事情说起来还挺复杂 自从十大家族之中的九个萧王之后 萧家在北川一家独大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但很快 萧家就遇到了大麻烦 北川之地的三大谷族出现了 这三大谷族乃是北川的原住民 是自远古蛮荒年间 就存在于北川的生灵 北川之地很长时间都是由三大谷族所统治 直到上古百家出现 百家踏足北川之地 趁着三大谷族互相争斗之间 重创了三大谷族 将他们赶往了北川的最北端 那里极为苦寒 凡人根本无法生存 三大谷族的残余族人被困在了那里 随后的岁月之中 北川一直都在百家掌握之下 而后上古结束 百家顿入中原 北川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 一直到十大家族崛起成为了北川霸主 可谁都没想到 沉寂了这无数岁月的三大谷族 却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活跃了起来 三大谷族的强者 已经袭击了不少北川的零散势力 就连肖家也遭遇了三大谷族的强者 死伤了好些族人 而三大谷族的意图也很简单 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一切 北川将由三大谷族来执掌 第10012章 受咬一族 猪突猛进 三大谷族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叶清云听肖正男说了这些 不禁露出诧异之色 谷族 粘个谷字 什么东西听起来都挺牛的 什么古兽 什么古老强者 什么古法牛肉汤 嗨嗨 扯远了 谷族的传说 我也曾有所耳闻 剑天明说道 哦 你也知道 叶清云看向了剑天明 剑天明点了点头 法家的一些点集之中 记载了北川谷族的事情 谷族从远古时代存活下来 十分强悍 与现在的人族有着极大的差别 好像 他们都不需要修炼 体内没有灵气 但依靠着在苦寒之地磨练出来的体魄 就足以成熊 不需要修炼 也能变强 一听到这话 叶清云心里马上就酸了 靠 还有这种好事吗 那我在浮云山这些年也不能修炼 为啥我这么惨 不过转念一想 人家三大古族都是在苦寒之地磨练出来的 那地方简直不是人呆的 自己要是也像他们一样去苦寒之地磨练 估计要不了一天就已经没命了 三大古族要驱逐所有非古族的势力 我肖家自然是首当其冲 肖镇男神情沉重 三大古族已经向我肖家发出了最后通牒 若两日后我肖家还留在北川 就会杀光我肖家之人 众人文言也都是变了脸色 这还真是够强硬的 非逼着肖家离开北川不可 不离开就要灭族 当真是很辣 不过这也难怪 三大古族算是北川的原住民 远古时代就存在于北川了 结果却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岁月之中 只能归缩在北川最为苦寒难熬的偏僻之地 现在三大古族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 当然想要夺回北川 没有直接把肖家和北川其他势力给灭了 已经算是三大古族最大的仁慈了 毕竟三大古族也明白 当年驱逐他们的人是百家 而不是现在北川大地上的这些人族 爹 你不用担心了 现在我们回来了 三大古族不会对肖家不利的 肖师安慰道 是啊肖叔叔 我们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郭晓云也是立即说道 肖震南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了叶青云 心想有这位大神在 我肖家的确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三大古族虽强 但在这位面前 估计也是翻不起太大风浪的 叶青云见肖震南看着自己 目光还一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样子 叶青云有点方了 这是啥意思啊 这肖震南不会觉得 我有能力去对付三大古族吧 应该不至于 我才开灵境后期而已 虽然快突破巨园了 但尼玛巨园境又有啥用啊 不过自己身边高手不少 而且霸天虎还在身边呢 这只神兽 可是帮自己镇压过来自中原的天骄 有它在 应该不会有啥大事 想到这里 叶青云便把霸天虎 从月蹄侠怀中抱了过来 似乎把这家伙抱在手里 就十分的有安全感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月蹄侠抱得久了 这只猫身上 居然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让叶青云忍不住吸了一口 吸得霸天虎直翻白眼 一行人先跟着肖震南往肖家而去 可还没到肖家 半路上就遇到了不速之客 不远处的雪原之上 狂风席卷 呼喊声接连响起 不好 肖震南脸色一变 是三大古族的人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就都警觉了起来 叶青云也是一惊 随即悄无声息地退至众人身后 并且把怀中的霸天虎抱得更紧 很快 远处的人影有远极劲来 冲在最前面的 赫然是一头体型雄壮的野猪 这野猪身躯极为雄壮 浑身长满了如同钢针一样的猪毛 两只獠牙又长又尖 身躯上还有不少的疤痕 更让这头野猪显得格外凶悍 在这头雄壮野猪的背上 骑着一个彪悍的女人 女人穿着十分粗糙的兽皮战甲 只不过这战甲用料明显不足 身上很多地方都没有遮挡起来 而在女人的手中拎着一把兽骨战锤 虽然看起来很彪悍 但这女人的相貌倒是不错 有一种十分狂野的美感 在其身后 跟随着一个个穿着兽皮 手持各种兽骨兵器的壮汉 嘴里发出一阵阵听不懂的吼叫声 这群人来势极快 尤其是那头野猪 拖着那手持兽骨战锤的彪悍女子 飞速冲到了众人之前 众人齐齐变色 她们从这个女子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十分强悍的气息 虽然没有灵气 但这女子的体魄 却是异常强大 所散发出来的澎湃气血 让人感觉仿佛是一团烈火 炙热而浑厚 萧家之主 你带来的这些是什么人 女子目光打量着叶青云等人 出言力合道 莫非是请来对付我们三大谷族的帮手吗 萧正男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郭小云却是立即一步上前 你是三大谷族的什么人 彪悍女子骑在野猪背上 俯视着下方的郭小云 面露不屑 小孩 滚一边去 不然我的刚踪会把你活吃了 说话间 彪悍女子摸了摸野猪的脑袋 很显然 她骑着的这头野猪就叫刚踪 郭小云自然不会后退 反而是一步踏出 周身之力顿时涌现出来 刚踪有些不安的躁动 发出低吼之声 彪悍女子也是有些诧异 原来你这小孩还不简单 她挥动兽骨战锤 浓烈狂风冲击在郭小云的面颊之上 告诉你 我乃受咬一族的族长骨妹 若是不想死在我的战锤之下 立刻滚开 兽骨战锤 直接停在了郭小云的脸颊之前 似乎只要这骨妹愿意 就可以直接砸碎郭小云的面颊 叶青云有些紧张 不过也对郭小云有信心 知道自己这个徒弟 现在的实力很厉害 郭小云丝毫不退 就这么挡在骨妹的身前 骨妹脸色一沉 就要将战锤砸下 可就在这时 骨妹目光无意间 瞥向了人群 看见了站在人群之后 畏畏缩缩的叶青云 一瞬间 骨妹愣住了 夫君 第10013章 惠空大师的智慧 夫君 这个拎着兽骨战锤 彪悍狂野的女人 居然在喊夫君 她的夫君在哪 谁是她的夫君 众人都是一头雾水 甚至觉得 可能是听错了 夫君 真的是你吗 却听到骨妹又喊了一声 而且声音更大 隐隐带着激动和难以置信 连声音都变得颤抖起来 这一下 众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骨妹确实是在喊夫君 绝对没有听错 而且 骨妹目光所看的方向 正是众人这里 她在看谁 众人顺着骨妹的目光 一一转头看去 最后齐刷刷的 落在了抱着霸天虎 一脸紧张的叶清云身上 一时间 众人都愣住了 难道说 叶清云就是这骨妹的夫君吗 郭小云直接傻眼 卧槽 难怪我师父 一直不找女人呢 原来是早就找好了 感情我师娘一直搁这儿呢 月提侠一脸震惊 双拳紧握 胸膛起伏 她无法接受 自己最仰慕的叶公子 居然早就已经有了妻子 可恶啊 这个女子虽然长得确实不错 但如此野蛮粗俗 还骑着一头大野猪 哪里配得上我的叶公子 哼 我小月月不服 慧空双手合十 默默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心想 圣子不愧是圣子 本以为圣子破了这么多佛门戒律 但唯独还会谨守这最后的戒律 没想到呀 早就在不知道多少年前破了 还是这样一个如此独特的女子 不过 圣子虽然破了这最后一戒 但必然是为了磨练自己的佛性 绝对不是贪图女色 剑天明满眼错愕 叶高人居然有女人了 不对啊 之前在玄京殿的时候 叶高人不是才对我说过一句见到名言吗 心中无缘 拔剑自然神 因为这句话 我差点把自己那玩意给嘎了 可为何叶高人却有女人呢 莫非是因为 叶高人已经到了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境界 有没有女人 也不会对叶高人产生任何的影响 亦或者 叶高人这是故意为之 要借着男女之情来磨练自己的剑道 剑天明想不通 或许只有不断磨练自己的剑道 才能够明白叶高人的真正想法 自己现在还差得太远了 至于其他人 也是神情各异 感到十分的震惊 只有叶清云是最为猛逼的 等会儿 好像哪里不太对 这女人刚才是在对着我喊夫君吗 就在叶清云一脸猛逼的时候 古妹骑着野猪钢踪 直接朝着叶清云冲了过来 众人也都没有阻拦 不仅仅是因为古妹那一生夫君的缘故 也因为众人知道 就算这古妹想要对叶清云不利 也不可能做到 叶清云倒是被吓得不轻 那么大一头野猪 长得这么猙獰凶悍 像那小山包一样朝着自己冲过来 那威慑力实在是太强了 叶清云吓得直接就不敢动了 只能是仅仅抱着霸天虎 仿佛如此 才可以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霸天虎一阵阵翻白眼 四只脚都抽出起来了 要窒息了 直到大野猪冲到了跟前 古妹飞伸下猪 一下子扑在了叶清云的身上 把叶清云整个人直接扑到在地 这可把众人给看傻了 卧槽 这女人如此生猛的吗 这是要干嘛 夫君 你终于出现了 古妹紧紧搂着叶清云的脑袋 把叶清云的脑袋使劲往自己胸口塞 一副生怕叶清云溜走的样子 叶清云被摁在里面 和此刻霸天虎的表情差不多 要窒息了 忽然间 那大野猪冲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声 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古妹听到了冲冲的声音 赶紧回头看去 就见冲冲趴在地上 瑟瑟发抖 更是把猪头埋在雪堆里面 根本不敢抬起 古妹猛了 冲冲平日里可是十分凶猛的 也只有自己可以降服她 怎么此刻冲冲突然间变得如此害怕 这位大姐 你能先放开我吗 叶清云虚弱的声音 从古妹的怀中响起 古妹这才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站起身来 叶清云脸都被憋红了 她刚才觉得自己差点就要死了 这要是真的被憋死在女人胸口 那可真是天下独一份了 刚宗 你怎么了 古妹出言问道 刚宗勉强从雪地里抬起头来 目光惊恐地看向了叶清云 准确地说 是看向了叶清云手里抱着的霸天虎 古妹一正 随即也意识到了什么 只见她一把扛起了叶清云 在叶清云惊呼声中 古妹骑上了刚宗 回族殿 古妹一声令下 刚宗赶紧掉头就跑 而跟随古妹而来的受咬一族的大汉们 也是跟着一起跑了 当然 被一起带走的还有叶清云 以及被叶清云始终抓在手中 满脸无奈的霸天虎 师父 郭晓云此刻才回过神来 实在是当才的一切都太匪夷所思了 以至于她始终都在愣神 直到听见了叶清云在远处的呼喊声 她才如梦初醒 赶紧想要追赶 阿弥陀佛 小云不必追赶 慧空一脸淡定地拦住了郭晓云 大师 我师父被那女人掳走了 你一点也不着急吗 郭晓云有些惊愕地看着慧空 却见慧空一脸微笑 充满睿智的目光 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 圣子必然是故意为之 故意为之 郭晓云一正 众人也都是满脸古怪 却听慧空继续说道 诸位 你们现在还不明白 圣子为何要来北川吗 难不成 就是为了这三大古族 老瞎子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不错 慧空微微一笑 仿佛他已经是对叶清云的想法了如指掌 圣子必然是知晓北川的事情 所以才会以避祸为借口 带着我等前来 而现在 圣子被那受咬一族的女人卢走 也必然是为了独自解决一些事情 不希望我等妨碍到圣子 所以 我等不必追赶 也无需忧虑 一切都早已在圣子的掌握之下 听到慧空这么说 众人恍然大悟 慧空大师 不愧是跟随叶公子最久的人啊 是啊是啊 慧空大师智慧超凡 令我等敬佩 也只有慧空大师 才能够明白叶公子的深意 第10014章 重见天日 叶清云被古妹抗在肩膀上 随着野猪的颠簸而颠簸 只觉得自己肚子里翻江倒海一般难受 非洲上刚吃的一碗面条 就要吐出来了 叶清云心中害怕 这是要把我掳到哪里去啊 这些家伙看起来跟隐瞒人似的 不要把我给吃了吧 也不知道是生吃还是烤熟了再吃 叶清云对着远处的众人连连招手 不断呼喊 快来救我呀 你们光站在那里干啥呀 没看见我都被掳走了吗 赶紧来啊 叶清云这边一边喊一边招手 而远处的慧空见状 仿佛是领会了叶清云的意思 诸位请看 圣子不断对我等挥手 便是在告诉我们 切莫去妨碍他 虽然听不清圣子在说什么 但肯定是要叮嘱我等要安顺守己 不要坏了他的钥匙 说到这里 慧空朝着谷妹等人离去的方向 攻身一拜 圣子放心 慧空一定听从您的安排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来妨碍圣子 他还看向身边众人 这是圣子的意思 还为诸位能够配合 众人连连点头 一个个都是彻底信了慧空 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妨碍叶公子的 肖正男更是松了口气 露出了笑容 原来叶高人早就知道我肖家的难处 所以才特来相救 真是令肖某太感动了 我肖家上下 必然要好好报答叶高人的恩情 走吧 诸位也别在这里 站着了 都先去我肖家歇息歇息吧 让肖家好好款待诸位 当下 众人便先跟着肖正男前往肖家 只有郭晓云依旧望为掩叶清云被掳走的方向 他总觉得 师父好像不是心甘情愿被掳走的 但自己师父行事一向都是难以捉摸 即便自己是师父的徒弟 也很难摸清楚师父的脉络 可能这一切真在师父的预料之内吧 自己也不必多想了 叶清云十分的伤心 自己被人掳走了 这些家伙居然一个都不来救自己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被这些人掳走 你们的良心难道就不会痛吗 叶清云实在是被颠簸的不行了 赶紧开口求饶 这位大姐 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要被你颠吐了 冷灰兔你身上也不好看呀 还真别说 谷妹真把叶清云从肩头放了下来 让叶清云坐在了自己的身前 夫君 你坐稳了 谷妹安抚道 叶清云茫然的点了点头 然后刚踪撒开蹄子 跑得飞快 叶清云也是第一次骑野猪 虽然有点害怕 但是习惯之后 还觉得蛮刺激的 比骑着马要刺激多了 就是这猪毛有点刺挠 老扎屁屁 也不知道 这女人是怎么做得稳的 难不成这女人已经被扎习惯了 都长老姐了吗 我说大姐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叶清云小心翼翼的问道 你是我的夫君 我要带你回族地 谷妹说道 叶清云一脸哭笑不得 嗯 这位大姐 我想你应该是搞错了 虽然我叶清云长了一张大众脸 很多人都觉得我脸熟 但我并不是你的夫君 要不然你把我放了吧 我回头给你们族里 带点我浮云山土特产 过来如何 谷妹低头看了叶清云一眼 你就是我的夫君 叶清云 好家伙 这是铁了心 要把我抢回去 当压寨相公呀 我怎么经遇到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跑了好一阵子 前方突然出现了暴风雪 恐怖的风暴 将大雪吹得如同一阵暴雨 狂风更是锐利如刀 寻常之人 根本无法在此停留 顷客就会被狂风撕碎 叶清云从未见过 这么大的暴风雪 心中极为震撼 但这些受咬一族之人 却是无所畏惧 直接冲入了暴风雪中 大野猪刚宗 驮着谷妹和叶清云 也是冲进了茫茫风雪之内 夫君不用担心 这暴风雪虽然厉害 但要我保护你 不会有事的 谷妹见叶清云有些紧张 便拍了拍叶清云的肩膀安抚到 叶清云嘴角抽搐 总感觉自己一个大老爷们 要被一个女人保护 着实是有些古怪 四周的受咬族之人 皆是眼神不屑的 看向叶清云 一个这么单薄的男人 还需要族长来保护 当真是没出现 瞧瞧咱们 一个个都是猛男壮汉 怎么跟我们别 可惜 这是族长认定的夫君 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内心深处 都对叶清云有些看不起 不过他们也想好了 等到了族地 要让这个孱弱的小子 见识见识 咱们受咬一族壮汉们的厉害 让他永远不敢背叛族长 受咬一族的壮汉们 用身躯扛着这漫天风雪 硬生生的往前冲锋 如刀般的狂风 在他们的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的血痕 不过对于受咬一族的族人们来说 这些伤势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早就习惯了 古妹正要将自己身上的战甲脱下来 套在叶清云的身上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还在肆虐的暴风雪 忽然间停了下来 风停了 雪止了 天上原本常年笼罩的阴云都散开了 甚至 出现了久违的阳光 受咬一族的众人都愣住了 古妹愣住了 就连大野猪钢宗也愣住了 众人再加上一头大野猪 齐齐抬头看着天空 太阳 是太阳 天哪 多少年了 咱们这里居然见到太阳 这莫非是先祖庇佑 受咬一族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 更有甚者激动地跪在了地上 双手高高举起 满脸的狂喜之色 沐浴在阳光之下 这是三大谷族都渴望的事情 可即便是这样卑微的愿望 三大谷族也无法实现 因为他们的祖地在北川最为偏僻的边缘 常年阴云笼罩 苦寒无比 风雪漫天 暴风雪几乎是家常便饭了 别说太阳了 能有一天不遇到暴风雪 都算是十分幸运的事情了 可此时此刻 风雪停歇 乌云散尽 太阳的光辉 照耀在了受咬一族众人坚强的身躯之上 让他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第一千零一十五章 巨熊冰雕 看来我运气不错 这暴风雪停了 叶青云望着晴朗的天空 不由的松了口气 而古妹则是正正看着叶青云 似乎想到了什么 族中长辈代代相传 若有一日 我受咬一族得见天日 便可前往古老祭坛 找寻我受咬一族先祖留下的古碑 古妹心中暗暗说道 她本来以为 族中长辈所说的得见天日 便是三大古族重新夺回北川的时候 可现在看来 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得见天日 莫非指的就是此刻吗 古妹心中疑惑 隐隐也有几分期待 继续前进 古妹一声令下 众人继续前行 走了半个多时辰 暴风雪依旧不曾出现 而天空之上 也一直是晴朗乌云 甚至连气候都变得 比平日里要暖和了些许 这在北川 可谓是极为的反常 尤其是三大古族 他们生存的地方 即便是在长年苦寒的北川 都称得上是冰寒困苦 三大古族的族人 绝大多数活到现在 都没怎么见过太阳 更别说此刻 这太阳一直高挂天空 洒落下温暖的阳光 太舒服了 太温暖了 舒服的 他简直要让受咬一族的族人们 恨不得躺在地上大睡一场 大野猪刚宗也是一脸的惬意 享受着难得的阳光 姑妹不断的呼吸 这温暖的气息 让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十分舒服 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仿佛回到了母亲的体内 也是如此刻的温暖 叶青云倒是不觉得什么 她毕竟不是北川之人 更不是三大古族的人 完全不知道阳光 对于古族之人是何等的珍惜 所以当她看见这些受咬一族之人 位在地上赞美太阳的样子 就感觉怪怪的 不就是个很普通的晴天吗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 啊 这位大姐 你为啥把我抓来啊 见自己身后 这位彪悍女人心情似乎不错 叶青云便壮着胆子问道 因为你是我的夫君 姑妹很是坚定地说道 叶青云哭笑不得 大姐 我和你素未谋面啊 就算你对我一见倾心 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姑妹摇了摇头 不是的 叶青云一正 那为啥你一口咬定 我就是你夫君 因为 族中的大祭司为我助梦 我在梦中见到过你的容貌 啥玩意 叶青云一脸惊愕 你在梦里见过我 姑妹点点头 我受咬一族的族长之位 代代相传 每一代都是女子 并且 每一代族长都会由大祭司进行助梦 梦中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夫君 只有与梦中所见之人结合 才可以诞生下一代的族长继承人 而我在梦中见到的人 正是你 所以 你就是我的夫君 说到这里 姑妹盯着叶青云 眼中满是欣喜之色 只是没想到 你原来不是北川之人 是从遥远之外的地方来的 既然你来了 那就留在我受咬一族 我会保护你的 不会让你受委屈 叶青云 不知道为啥 姑妹说的很像那么一回事 可叶青云却觉得有点离谱 还有这种操作的吗 历代族长都是女人 并且要在梦里见到自己的夫君 然后再找到梦中之人 一起诞生下一代 好家伙 这么说起来的话 这受咬一族的历代族长 都会外出去抢男人回去 这可真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情 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 被受咬一族的族长给祸害了 我 我叶青云怎么这么倒霉 一来北川就遇到这种事情了 虽然这姑妹长得也还行 身材也是很顶 但就是太彪悍了 我叶青云可无福消瘦啊 怎么办 为啥还没有人来救我 难道这是一个阴谋 叶青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莫非萧家是故意引来了受咬一族的人 然后把我抓去 就是为了让我叶青云去和亲 好让你萧家可以继续留在北川 这样一想 好像也能说得过去 不过叶青云毕竟不傻 知道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萧家又怎么可能知道这姑妹梦里见到的夫君是谁 这估计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 思来想去 叶青云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单纯的倒霉 当然 也可能这是身为穿越者的小小福利 可问题是 叶青云并不想要这种福利啊 你要是换个正常一点的女人 我叶青云或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直接认命了 偏偏弄个这么彪悍的女人 实在是有点无法接受 呃 这位大姐 叫我谷妹就行 好好 谷妹姑娘 其实我不喜欢姑娘这个叫法 听起来娘们唧唧的 叶青云很是无语 你不就是娘们吗 还觉得姑娘这个叫法娘们唧唧 不过和正常娘们比起来 老姐你确实是够爷们的 终于 在一片风和日历之下 谷妹带着众人回到了受咬一族的足地 不远处是一片巨大的冰谷 冰谷之外 矗立着一尊巨大的冰雕 十分瞩目 叶青云正正看去 这冰雕赫然是一头巨大的白熊 正在仰天怒吼 双掌垂击地面 十分的威武 只是看上一眼 就不禁生起一种压迫感 这是我受咬一族信奉的神明 谷妹与带敬畏地说道 神明 叶青云有些好奇 这头熊是个什么神明 他是诞生自风暴之中的战神 我受咬一族的族人体内 就流淌着这尊神明的鲜血 说话间 谷妹像着那巨熊冰雕跪地磕头 其他族人也是一样 满脸都是敬畏与狂热 叶青云见他们都在磕头 自己就这么站着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要不然自己也磕一个 就在这时 不少受咬族人都是看向了叶青云 眼中有着不满之色 叶青云有些尴尬 赶紧也跟着一起跪下来 对着那巨熊冰雕磕头 可就在叶青云刚磕第一下的时候 咔嚓 一声脆响 那巨熊冰雕的身躯之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这一下 让所有在场的受咬一族之人 都愣住了 第10016章 愤怒的谷妹 神兵大人的雕像 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裂缝 怎么会这样 这冰雕 可是处立在此 有万年之久了啊 受咬一族的族人们 感到难以置信 一个个惊骇欲绝 这巨熊冰雕 是在上古初年 就已经存在于此了 算起来 至少都有万年之久了 一直都是完好无损 无论何等的风暴 都无法撼动这巨熊冰雕分号 曾经还有上古百家强者 出手想要毁掉 这尊巨熊冰雕 结果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是被冰雕内 所蕴含的神明之力所伤 最终狼狈退走 可以说 是这尊巨熊冰雕 守护了受咬一族 也正因为巨熊冰雕在这里 受咬一族 才会将足弟选在这里 可现在 这么一条大裂缝 出现在巨熊冰雕的身上 受咬一族的族人们 如何不震惊 古妹也是豁然起身 眼睛难以置信的盯着巨熊冰雕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眼中更是有着惊恐之中 莫非是神明大人抛弃了我受咬一族吗 古妹难难说道 除此之外 古妹完全想象不到 为何这处理万年都完好无损的巨熊冰雕 会在此刻突然出现裂痕 不仅是她 受咬一族的许多族人也都觉得 是神明抛弃了受咬一族 一时间 许多人哀嚎垂地 难道我受咬一族 再也得不到神明庇佑了吗 求求神明大人继续庇佑我们吧 我们是神明大人的子民啊 悲伤的情绪 笼罩在此地的受咬一族众人心头 叶青云左看看又丑丑 十分的尴尬 在她看来 冰雕开裂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而且现在阳光这么好 温度都上来了 说不定这巨熊冰雕过不了几天就融化了 到时候你们咋办 还要给这冰雕办一场追悼会吗 看着那些猛男壮汉痛哭流涕的样子 叶青云心头慌慌的 这些家伙等会不会把气撒在我的头上吧 我可是细皮嫩肉的 可今不止这些猛男的摧残啊 叶青云赶紧又把霸天虎抱紧了一些 神兽大哥 你可要好好保护我 等离开这里 我给你做很多好处的 你要是喜欢母猫 我也给你弄个十几二十只回来 霸天虎面无表情 只觉得心累 跟着这样的主人 当真是太费劲了 就在这时 一大群受咬一族的人 从冰谷之中跑了出来 显然也是听到了外面哭喊的动静 其中一个老玉尤为显眼 这老玉披着一身黑袍 身形干兽 与四周的受咬一族壮汉 形成鲜明对比 在此人的手中 还有着一根 似乎是某种兽骨打造成的权杖 顶部镶嵌着一颗紫色的珠子 看起来也颇为神秘 冰谷内出来的众人 很快也看见了那巨熊冰雕上的裂痕 一时间 惊呼声响起 紧接着 也是呼啦一下子跪在地上 对着巨熊冰雕鬼哭狼好起来 那一身黑袍的枯兽老玉 面色变得十分凝重 似乎已经想到了什么 她没有像其他族人一样 跪在地上哭泣哀嚎 而是迅速走到了谷妹的身边 族长 可曾看见有人动过神明的冰雕 谷妹摇了摇头 我们刚刚才回来 正向着神明冰雕行李 没想到冰雕上 突然就出现了裂痕 听谷妹这么说 黑袍老玉眉头皱得更深 大祭司 这是不是代表神明大人抛弃了我们 谷妹有些忐忑地问道 这黑袍老玉正是受咬一族的大祭司 据说能够与神明沟通 懂得许多奇奇怪怪的古老巫术 大祭司没有说话 而是嘴里念叨起了一些 鸡里呱啦听不懂的话语 脸上也满是庄严肃穆之色 众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他们都知道 大祭司正在施展巫术 要与神明沟通 只有大祭司才知道 是不是神明大人抛弃了他们受咬一族 叶青云也在瞅着这大祭司 不知道为啥 他总觉得 这个老太婆像个跳大神的 而且越看越像 没过多久 大祭司停了下来 脸上竟然还浮现出一丝虚弱之色 神明大人不曾回应我 此言一出 在场的族人们全部傻眼了 滴落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谷妹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却不是失落 而是愤怒 那看来神明大人的确已经抛弃了我们 谷妹毫不忌讳地说道 目光直视着那巨熊冰雕 组长 不可妄言 大祭司赶紧阻止 哼 我受咬一族 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始终都在坚持 神明既然不愿意庇护我们了 那我受咬一族 也不再信奉他 此言一出 众人全部都惊呆了 谷妹直接拎起了自己的战锤 然后朝着那巨熊冰雕 就冲了过去 这一下 族人们更是陷入了呆滞 大祭司也傻眼了 赶紧阻止 不可亵渎神明啊 他也是真没想到 这谷妹居然这么暴躁 一言不合 就要把巨熊冰雕给砸了 族长不可啊 快住手 拦住族长 一大群族人赶紧前去阻拦 谷妹也是十分生猛 一脚踹翻了好几个族人 一抬手又打翻了好几个 直到一大群人阻拦 谷妹才不得不停下 她也不愿意伤害自己的族人 只是心中着实是十分气愤 自己的族人们 从谷至今 信奉了这尊神明多少年 哪怕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候 都不曾有任何的动摇 始终坚信神明会庇佑他们 可结果呢 不见神明庇佑 反倒是被神明抛弃 这算怎么一回事 难道这无数岁月的信仰 都是白费了吗 谷妹一怒之下 才会想要砸碎这巨熊冰雕 大祭司走到谷妹身前 正想劝说一番 却忽然注意到了不远处 一个畏畏缩缩的男子 手里还抱着一只猫 一看就不是受咬一族的人 受咬一族没有这么瘦弱的男子 就连女子都比这个家伙要强壮 大祭司目光一凝 觉得这个家伙十分奇怪 族长 此人是你带回来的吗 大祭司不由问道 谷妹一正 变得冷静了一些 大祭司 他就是我在著梦之中所看到的人 是我的夫君 第10017章 你是不祥之人 大祭司一听这话 看向叶清云的眼神又变了 他又开始激里咕噜念叨起来 然后露出一副震惊的样子 一手指向了叶清云 是他 就是他 大祭司声音颤抖地说道 谷妹和族人们都有些不明白 大祭司是什么意思 叶清云更加猛逼 这老婆子指我干什么 还一脸看见鬼的样子 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谷妹其实也能接受 至少人家看起来年轻 身段也挺傲人 族长 此人便是露根 大祭司声音尖锐地说道 谷妹一脸茫然 族人们也是满头雾水 大祭司 他是我的夫君 不是你为我祝梦的吗 我在梦中看见的就是他啊 谷妹皱眉说道 大祭司连连摇头 他的确是你的夫君 但他同样也是露根 这是一个不祥之人 会为我族带来灾祸的 所以他一来到这里 神明大人就不再逼有我们了 就是因为此人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皆是齐刷刷地 看向了叶清云 叶清云脸色苍白 心里慌得要死 不是吧 把我抓过来 现在又说我是祸害 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 我根本不想来的呀 况且 这冰雕裂了 纯属巧合好不好 这也能算到我头上去的吗 也未免太离谱了一些 把他给我抓过来 大祭司一声令下 立马就有七八个壮汉 朝着叶云而来 你们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们 我很厉害的 我能打十个的 在叶清云颤抖的声音之中 他被几个壮汉给拎了起来 然后就像是领小鸡一样 领到了大祭司的面前 大祭司盯着叶清云 一双浑浊老眼 满是阴沉之色 果然是一个不祥之人 身上满是污秽肮脏的气息 我受咬一族的净土 便是被你这样的不祥之人所玷污的 叶清云 老东西 我给你脸了 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 叶清云也忍不住骂了起来 他这一骂 倒是把大祭司给骂得有些发猛 我他妈又不是自己要过来的 是你们组长把我抓来的 说我是不祥之人 那你们赶紧把我给放了呀 我还不想在你们这里待着呢 叶清云大声喊着 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哼 虽然你们人多势众 而且一个个都是猛男壮汗 但我叶清云有神兽护身 岂会怕了你们 之前不过是不想大动干戈而已 真以为我叶清云软弱可欺啊 叶清云正想让霸天虎出手 结果低头一看 卧槽 我猫呢 刚才还在我怀里的猫呢 怎么不见了 再一扭头 霸天虎居然在远处默默的看着 丝毫没有要出手相助叶云的样子 叶清云顿时慌了 不会吧 这个时候 神说要弃我而去吗 叶清云赶紧看向四周 果然 被自己这么一通呵斥 四周的受咬一族之人 全部都是怒了 一个个怒母元争 恨不得当场就给叶清云来上几拳 大祭司 他是我的夫君 不可以伤害他 古妹却是一把抓起了叶清云 将其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族长 他的确是你夫君 但他也是给我族带来不祥的祸害 大祭司沉声说道 即便如此 他也是我的夫君 古妹很是坚定 与大祭司对质 一时间族人们也不知所措 他们自然是要听命于族长的 可大祭司 也是受咬一族得高望重的存在 况且 要是没有他的话 我如何孕育下一代的族长 谁来接替我的族长之位 古妹如此说道 这话 倒是得到了不少族人的认同 受咬一族的传统 族长皆是女子 并且 每一代族长 都是上一代族长的女儿 自古至今 皆是如此 这个传承从未有过变动 大祭司脸色阴沉 他看着叶清云 又看了看一脸坚定的古妹 既然如此 那就请族长立即与此人完成大礼 此言一出 古妹愣住了 叶清云有些迷茫 呃 完成大礼 是要拜堂成亲吗 古妹看了她一眼 我受咬一族的大礼 自然是男女之事 啊 叶清云人傻了 这么着急的吗 刚把我抢回来 就要办事 我他妈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呀 族长与此人完成大礼之后 让族人们在神明冰雕之前搭建祭坛 然后当着神明冰雕的面 将此人焚烧祭身 唯有如此 才可以为我族消除厄运 重新获得神明大人的庇佑 古妹一听 又看了一眼叶清云 那就照大祭司所说 叶清云 啥玩意啊 你不是护着我的吗 怎么这么不坚定啊 他说啥就是啥啊 直到这一刻 叶清云才算是明白了 原来我只是一个生育工具 把我抓过来 就是为了播种啊 播完种 就把我给烧了几身 当真是用完了就销毁 一点也不带犹豫的 叶清云慌了 等等 众人看着他 你这个不祥之人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大祭司怒喝道 你个老妖婆 别他们瞎说八道了 叶清云毫不示弱 大祭司气得浑身颤抖 仿佛一口气就要上不来 组长 你也看到了 此人就是祸害 就是一个不祥之人 若是组长不信 把他带到神明冰雕之前 就足以证明 古妹也没有多言 而是把叶清云 带到了那巨熊冰雕之前 跪下 古妹说道 用手一按 就把叶清云 压得跪在了地上 就在叶清云 对着巨熊冰雕跪下的那一刻 咔嚓咔嚓咔嚓 巨熊冰雕之上 出现了更多的裂痕 几乎遍布了冰雕的全身 吓得在场之人 一个个面无人色 古妹也是心头震撼 眼中不由地 浮现出愤怒之色 原来 你真是个不祥之人 是你害得我族被神明所抛弃 望着那满身裂痕的冰雕 连叶清云自己都不自信了 不是吧 我真的有没约 大祭司 我立刻 与他去完成大礼 请大祭司与族人们搭建祭坛 古妹说完 就把一脸茫然的叶清云 拖着往冰谷内而去 第10018章 直接烧了吧 被拖在地上的叶清云 此刻一脸的猛逼 小脑袋瓜 更是有着深深疑惑 我是谁 我在哪 这个女人要对我干什么 好一会儿 叶清云才回过神来 脸上满是惊恐之色 糟了 我清白之躯即将不保 这可不行啊 我这清白的身子 岂能就丢在这里啊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呀 叶清云赶紧镇定心神 叶清云 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加油 你是最棒的 开动你的小脑筋 奥利给 叶清云在心中给自己不断打气 他抬头看向了一脸坚定之色的古妹 心中想着要如何对付这个女人 忽然 叶清云记上心来 这些受咬一族的家伙 常年都生活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跟野蛮人差不多 那必然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以我叶清云的超绝智慧 又岂会 连这些区区的野蛮人都应付不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跌 古妹组长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着急的 叶清云当即开口 古妹却不说话 只顾着把叶清云往兵谷内拖去 而且 你说 我是你的夫君 我想你真的可能搞错了 听到这话 古妹的脚步才稍稍一顿 没有搞错 你是我在梦中见到的人 叶清云立即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那你可能真搞错了 其实我有好几个同胞兄弟的 他们的相貌都和我一模一样的 古妹一正 有些不太相信叶清云的话 你有几个兄弟 他不禁问道 我还有六个兄弟呢 我在家里排行老七 叶清云立即说道 你还有六个兄弟 这怎么可能 古妹明显不信 真的啊 我们七兄弟每个相貌都是一样的 即便是我母亲有时候都分不清 外人就更别说了 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兄弟七个分清楚过 叶清云说的跟真的似的 眼睛都不眨一下 眼中也不见丝毫的闪烁 这已经是把忽悠之术修炼到登峰造极之境的体现 即便是在如何能察言观色之人 也很难从叶清云的神情之中看出什么破绽 古妹自然也分辨不出 叶清云到底说的是真是假 他是受咬一族的族长 但就如叶清云所想的那样 无论是他这个族长 还是受咬一族的族人们 常年都生活在这等冰天雪地的苦寒之地 每日所想的只是活下去 根本不曾经历过尔虞我诈 可谓是十分的单纯 叶清云却是无比的狡猾 大大低狡猾 这瞎话一说 自然是把古妹给蒙住了 你梦中所见的夫君 或许是我的那几个同胞兄弟啊 叶清云连忙说道 古妹族长 你说这要是真弄错了 岂不是太当大了 古妹彻底止步了 不再往前走去 她目光疑惑地看着叶清云 叶清云则是与之对视 脸上满是真诚之色 古妹毕竟单纯 她也意识到自己万一认错人了 那岂不是要出大事 要知道受咬一族的族长 一生只能孕育一次 如果不是自己命中所注定的夫君 而与其他男子结合的话 只能生下男子 而不能生下女子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自己必须要向整个受咬一族谢罪 让族人女子将她分食 到时候其中一人 会成为新的族长 继续延续族长这一脉的传承 也就是说 一旦古妹找错人了 而且与之结合 并且有了孩子 那就只有一个下场 死 古妹当然不想造成这样的结局 她这一脉 当年也是如此而来的 就是在许多年前 有一位族长 找错了梦中之人 结果生下了一个孩子 导致受咬一族大乱 最终那位族长献出身体 被族中女子分食 也就有了古妹这一脉的族长 叶清云的话 让古妹不太确定 叶清云是不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夫君 万一 叶清云 真有六个长的一模一样的兄弟 自己的夫君 会不会是那六人之一 这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古妹不敢去读 她又拖着叶清云 转身来到了兵谷之外 大祭司正在指挥着族人们搭建祭台 见到古妹又把叶清云拖出来了 不有有些错愕 族长 你怎么这么快出来了 大理应该还未进行吧 说话间 大祭司瞅了瞅叶清云的裤子 没有被脱下来过的痕迹 大祭司 他说他有好几个相貌一样的兄弟 古妹说道 什么 大祭司也梦了 好几个相貌一样的兄弟 那岂不是说 古妹命中注定的夫君 很可能不是这个家伙 而在他那几个兄弟之中 叶清云心中暗暗窃喜 看样子自己的瞎话起笑了 都把这俩给整猛了 猛了好啊 这样一来 自己的清白之躯就可以保住了 嘿嘿 我怎么这么聪明机智啊 叶清云心里不禁都有点飘飘然了 大祭司 不如你再来为我施展住梦之术 让我再看一看梦中之人 究竟是不是他 古妹提议道 大祭司点点头 也好 当下 古妹便坐在了地上 而大祭司则是 站在古妹的身后 一只手放在古妹的头顶 古妹很快就进入了梦中 而叶清云则是心里又忐忑起来 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 大姐 你可千万别再梦见我了 在古妹的梦境之中 她在四处寻找 自己之前所看见的那个人 可这一次 古妹却是什么 也找不到了 梦中什么人也没有 除了她自己 环顾四周 茫茫一片 古妹彻底愣住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之前的的确确是看见了她 古妹无法接受 难道是出了什么差错吗 古妹直接醒了过来 如何 可曾确定 是不是此人 大祭司连忙问道 古妹摇了摇头 神情有些茫然 梦中什么人也没有 大祭司也有些错愕 没看见任何人 没有 大祭司和古妹都沉默了 一旁的叶清云 确实乐开了花 我就知道 这梦里找老公的事情不靠谱 还好还好 咱的清白之躯 算是彻底保住了 真是不容易啊 既然如此 她也不是你命中注定之人 大祭司再度开口 那就直接把她烧了吧 第1019章 我才是神 那就直接把她烧了吧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直接让还在偷着乐的叶清云 当场傻眼了 直到好几个壮汉 把自己抓起来的时候 叶清云才意识到了不妙 草 原来我是不是这古妹的夫君 都要被烧死啊 那我还不如临死前先享受一下呢 虽然或许大概有可能 完全被吓得再起不能 叶清云急了 赶紧大喊大叫了起来 可惜 没有人理会她喊的是什么 大祭司甚至过来一把 拿走了叶清云的橱袋 别在了自己的腰间 叶清云更叫慌了 不会吧 我叶清云今天真要死在这里了吗 被活活烧死 这也太惨了吧 叶清云急得都快尿了 而此时 她已经是被几个壮汉 给绑在了一根木头上面 就那么直直地立在了祭台之上 叶清云的四周还堆着不少木头 几个壮汉拎着瘦皮囊 正在往木头上倒着什么东西 哥们 你们在倒什么啊 叶清云死到临头 好奇心倒是丝毫不减 还有闲心问一问 一个壮汉抬眼瞅了瞅叶清云 这是兽油 叶清云一听直接自闭了 这是生怕自己烧得不够彻底 还给倒点油是不 还真别说 这兽油闻起来倒是挺香的 比猪油都还香 也不知道自己被烧焦之后 会不会也是这般香气四溢 叶清云此刻已经是神志不清 开始胡思乱想了 古妹和大祭司站在祭台之下 大祭司满脸冰冷 古妹却是神情有些复杂 不知为何 她隐隐觉得烧死叶清云这件事情 好像有些不太对 但大祭司的话 让她也没有反对的余地 毕竟 确实是叶清云来了之后 这神明冰雕就损坏了 说明 叶清云的确是个不祥之人 才会让神明冰雕变成这样 只有烧死了叶清云 将其献祭给神明 才能换回神明对受妖一族的眷顾 古妹不再多想 一切听从大祭司的安排即可 一切准备妥当 大祭司与古妹 带着一干族人 站在祭台之下 一个个都是神情虔诚 伟大的风暴战神 您虔诚的子民 再次为你献上祭品 这个不祥之人 冒犯了神明大人的威严 玷污了我族圣洁之地 还望神明大人宽恕我等 大祭司跪拜在地 口中高呼起来 古妹以及众多族人 也是一起跟着跪拜 众人起身 大祭司一声令下 点火 一个手持火炬的壮汉 便走到了祭台之上 叶清云一看这架势 整个人都绝望了 我 谁来救救我呀 结果 那手持火炬的壮汉 刚走到祭台上 手里的火炬 一下子熄灭了 壮汉冷了一下 似乎也没想到 刚才还好好的火炬 怎么会一下子灭了 台下众人也都是有些错愕 在点火 大祭司皱眉说到 又有一个手持火炬的壮汉 从另一边走了上去 结果 刚一到台上 那人手里的火炬也灭了 这 两个手持火炬的壮汉 在台上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而叶清云 则是心里一阵抽搐 好家伙 死也不让我死得痛快一点 这可真是够折磨人的 要不然 你们还是赶紧把我点了吧 老是这样 我心里承受不住啊 再点火 大祭司咬牙切齿 第三个壮汉 举着火把上去了 这个壮汉明显机灵了一些 走得很慢 还用手小心翼翼的护着火把 生怕再有什么怪风 把火给吹灭了 可就在这壮汉 踏上祭台的那一刻 噗 火把灭了 毫无征兆的就灭了 前一刻还烧得很旺 四周也没有任何的风 结果下一刻就直接熄灭了 这下好了 三个壮汉在台上 你看我我看他 然后齐齐看向了台下的大祭司 大祭司的脸色也是完全变了 要是灭了一次 那或许是意外 两次的话 也能勉强说是巧合 可接连灭了三次 这就不是什么巧合 意外能够来解释的 只怕是有问题啊 太反常了 叶清云也是不敢相信 这火把 还能连续灭三次的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莫非是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叶清云心中燃起了希望 立马朝着四周看去 果然 在不远处的冰堆上面 蹲着一只猫 正是霸天虎 霸天虎没有独自离开此地 依旧还在这里 此刻也在望着祭台上 被五花大绑的叶清云 叶清云心中大喜 神兽没有抛弃我啊 原来是在默默地保护我 那我岂不是稳了 叶清云立马就镇定下来了 神情也是恢复了平静 脸上甚至还出现了一抹淡然的笑容 受咬一族愚蠢的族人们啊 你们到现在还不醒悟吗 叶清云开始了他的表演 大祭司愤怒不已 你这个不祥之人 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叶清云哈哈大笑 可笑的人啊 你身为受咬一族的大祭司 却是如此的愚昧无知 连身为神明使者的 我都认不出来 还妄图将我烧死 什么 此言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是愣住了 神明使者 谁是神明使者 难道是这个不祥之人吗 你再胡说八道 不知为何 大祭司竟然是有些气急败坏起来 而一旁的古妹 则是眼神疑惑的看着叶清云 又看了看一旁的大祭司 心中胡一顿声 受咬一族的族人们 我乃神明使者 叶清云继续高呼 神明大人知道 你们受咬一族的前程 所以派我前来 率领你们受咬一族 走向更为光明的未来 众人齐齐发愣 一双双眼睛看着叶清云 不 他在蛊惑人心 他在胡言乱语 大祭司面容猙獰 他是不祥之人 他是会给我族带来灾祸的罪人 杀了他 要立刻杀了他 否则 我族会面临巨大的灾祸呀 说话间 大祭司就像是疯了一样 居然举起手中的权杖 直接朝着祭台冲来 似乎要亲自出手 把叶清云直接杀死 大祭司 古妹立即想要阻止 她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但还不等古妹出手 却听大祭司突然间发出惨叫声 啊 紧接着 大祭司浑身抽搐 满脸惊恐之色 鲜血从口中狂涌而出 第1020章 这就是神法 哦 鲜血 不断从大祭司的口中喷涌而出 大祭司满脸痛苦地跪在地上 想要把自己口中的鲜血止住 可无论他怎么做 鲜血都还是不断涌出 不 不 大祭司惊恐大叫起来 这一幕也让古妹等人骇然失色 完全不知道 大祭司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叶清云也看猛了 这老妖婆 血喷的就跟喷泉似的 看着就很吓人 不过随即叶清云就反应过来了 必然是霸天虎在暗中出手 他立即朝着远处的霸天虎看去 更是投去一个无比感激的眼神 霸天虎舔了舔自己的爪子 脸上没有什么神情 行想我可什么都没干 这都是你自己的能耐 跟我没啥关系 但叶清云却认为 这大祭司此刻会疯狂吐血 必然是霸天虎所为 叶清云眼珠一转 又到了他发灰的时候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他再度大声高呼起来 你们的大祭司 他侮辱我这个神明使者 大逆不道 罪行滔天 他被神明诅咒了 此刻正在被神明惩罚 这就是神罚 难道你们还要像他一样吗 你们也想受到神明的惩罚吗 轰隆隆 天空之上也恰好响起了几道雷鸣之声 配合着叶清云的私声怒吼 仿佛叶清云真就是神明的代言人 而大祭司也同时发出了一道更加惨烈的叫声 哈 他一下子翻倒在地 身躯剧烈颤抖起来 一边颤抖 一边缓口吐白沫 眼珠子一阵阵上翻 吓得四周族人连连后退 受咬一族的族人嘛 叶清云还沉浸在自己的绝色扮演之中 这一刻 他就是演技的神 还不醒悟过来吗 神明从来不曾抛弃你们 神明需要你们 你们也需要神明的眷顾 现在跪在我的面前 祈求神明的庇佑吧 叶清云用最大的声音 喊出了这最后一句话 声音回荡在冰谷四周 镇的四周的冰山都仿佛在嗡嗡作响 扑通 距离祭台最近的几个受咬族人 当即就跪在了地上 脸上满是虔诚与敬畏 紧接着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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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兽咬族人跪了下来 然后是成片的下跪 直至在场所有的兽咬族人 全部跪地 神明庇佑 古妹带头高呼 目光更是带着敬畏之色 望着叶清云 神明庇佑 族人们齐声高呼 神明庇佑 神明庇佑 在一声声的祈求之中 叶清云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 同时心中大大松了口气 成了 我叶某人的狗命算是保住了 呼 还是要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才行 不过叶清云也觉得侥幸 这些受咬一族的家伙 头脑简单 倒是容易忽悠一些 这要是换做一些精明的家伙 可就不一定能忽悠得住了 当然 关键是要有配合 在叶清云看来 霸天虎就是在暗中配合自己 之前火把熄灭 以及此刻大祭司凄惨的样子 这肯定都是霸天虎做的 如此一来 自己才可以借着神明使者的身份 来充分发挥 肃静 叶清云陡然大喝 所有族人静手安静下来 只有大祭司还在地上不断抽搐 发出绝望且低沉的嚎叫 一双双目光皆是望着叶清云 这一刻 他们的目光之中 只有虔诚与敬畏 再无其他 哪怕叶清云此刻 还被绑在木桩上 再受咬一族的族人们眼中 也依旧是光辉万丈的 甚至 在叶清云的身后 还真浮现出了一尊巨大的虚影 那是一头身披战甲 浑身雷霆缠绕的巨熊 正是受咬一族最为信奉的神明 族人们见到这一幕 心头更是无比震撼 他们这辈子 都不曾见过神明虚影出现 可现在 这神明虚影 却出现在了叶清云的身后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叶清云 真的是神明派来的使者啊 他 就是神明大人的代言人 叶清云当然不知道 自己身后还冒出来的影子 他也没办法回头去看 神明大人让我转告你们 他已经听到了你们的祈求 也愿意原谅 你们之前的种种行为 此言一出 族人们顿时欢呼雀跃 更有人激动的 直接哭了出来 多谢神明大人 我们永远信奉神明大人 还有神使大人 受咬一族 永远侍奉神使大人 就在这时 那出现在叶清云身后的巨熊身影 一下子就没入了叶清云的体内 这一幕 自然也被在场所有人看在眼里 神明使者的身份 更加的不用怀疑了 此刻 要是还有人说 叶清云不是神明使者 那这些单纯 却又虔诚的受咬族人们 会扑上去 将这个人撕碎 古妹赶紧冲到了台上 先是跪在了叶清云面前 恭恭敬敬对着叶清云磕头 神使大人 古妹之前对您多有不敬 还望神使大人原谅 古妹十分的后悔 声音更是带着颤抖 她之前对叶清云的行为 实在是太粗暴了 此刻古妹才意识到 自己对神使大人 是何等的过分 无妨 神明是宽容的 叶清云面带和善的微笑 我是神明的使者 自然也是宽容的 古妹组长 先把我放下来吧 遵命 古妹赶紧起身 小心翼翼的为叶清云解开了绳索 叶清云一个亮枪 差点没坐在地上 绑得太紧 手脚都骂了 不过此刻 还是要保持自己神明使者的形象 可不能拉胯 叶清云一手附后 另一只手对着兽咬族人们挥手致意 兽咬族人们一个个神情激动 似乎叶清云对他们招招手 都是他们此生最大的荣耀 你 你不是神明使者 趴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大祭司 突然间又冒出声音来 叶清云心中一紧 这老妖婆还没死呀 甚至 这大祭司还挣扎着在地上趴动 似乎是要爬过来拆穿叶清云的真面目 可就在他往叶清云这里爬的时候 那已经满是裂痕的巨熊冰雕之上 突然间掉下来一大块冰 精准无比的落在了大祭司身上 啪 一声脆响 大祭司当场被砸成了碎肉 第1021章 婚姻大使叶清云 大祭司死了 被巨熊冰雕上掉下来的一块冰给砸死了 死得很惨 整个身子被砸得稀巴烂 又因为天气寒冷 很快就凝固在了地上 铲都铲不起来 看着那已经凝固在地上的碎肉 叶清云一阵犯恶心 但还是继续他的表演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这就是神明降下的神法 这大祭司侮辱本神使 侮辱神明 这就是他的下场 叶清云的话语 铿锵有力 宛如一柄重锤 敲击在每个受咬族人的心头 再加上大祭司惨死的这一幕 实在是太过诡异离奇 在受咬族人们单纯的脑瓜子看来 这就是神明的惩罚啊 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明显没有 一时间 所有受咬族人都坚定地认为 大祭司就是冒犯了神明 受到了神法而死 如此一来 叶清云神明使者的身份 那可是板上钉钉 完全没有任何 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 当然 如果这些受咬族人们 稍微聪明一些 就会产生一个疑惑 为啥叶清云之前下跪在巨熊冰雕之前 冰雕就出现了裂痕 可惜 他们只是一群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憨憨而已 你还能要求他们想到这一点吗 明显不能 看着这些对自己毕恭毕敬的受咬族人 叶清云彻底松了口气 又是有惊无险的一天 他再度看向了远处的霸天虎 后者一脸冷漠 一下子就跳走了 也看不见他去了哪里 不过叶清云并不担心 他相信霸天虎会暗中保护自己的 刚才的一切 都是霸天虎在暗中帮助自己 叶清云被当作神明使者 恭恭敬敬地请入了兵谷之内 此刻 叶清云才算是真正来到了受咬一族的足地 这里的一切 看起来都很原始 房子是石头搭建起来的 随处可见的兽谷兽皮 就连大小便也都是随便找个地方解决 然后用血液埋就行了 叶清云就看见了一个半大小孩 在不远处的雪地里蹲坑 然后用一根枯树枝 在自己屁屁后面掏了掏 直接就把树枝连同地上那摊玩意 一起埋在了雪里 哪怕是叶清云这个喜欢随地大小便的人 也是有些接受不了 这么多的受咬族人要是都像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遍地都是屎尿 随便一脚踩在雪里都可能粘一脚 很快 叶清云就在簇拥之下 来到了受咬一族最豪华的地方 一间石头房子 搭建的还算硅整 叶清云坐在兽皮椅子上 神情不怒自危 看起来很有派头 古妹带着一单族中有身份的人 皆是恭恭敬敬跪在叶清云跟前 一个个面露虔诚与敬畏 除了古妹之外 其他人甚至压根不敢正眼去看叶清云 神使大人 神明派您前来 是不是对我受咬一族有何指示 古妹小心翼翼地问道 在他们看来 神明大人不会无缘无故派来使者 必然是对他们受咬一族有所指使 而对于受咬一族来说 只要神明不曾抛弃他们 那么但凡是神明的吩咐 他们就算是倾尽全族之力 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叶清云一听这话 心中不惊一喜 这不是纯纯地给自己扯虎皮的机会吗 我现在可是神明使者了 我说啥那就代表着神明的意志 让你们干啥就得干啥 这岂不是美滋滋 叶清云第一个念头 想的不是其他 而是要让受咬一族进贡美女 给自己享用 但考虑到受咬一族这些女人 一个个都比自己还要壮实 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算了算了 我怕自己的老妖承受不起 叶清云也不想霍霍这些受咬族人 虽然他们之前差点烧了自己 但也算是受了那大祭司的蒙骗 现在大祭司也死了 他们也幡然醒悟 对自己如此的恭敬 叶清云自然也不好使什么坏心眼 他看着一脸期待之色的古妹 再看看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受咬族人 先是干咳了一声 嗨嗨 清了清嗓子 不知道为啥 仿佛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说话 其实 神明一直都将你们的虔诚看在眼中 神明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你们 听到这话 族人们一个个都是泪流满面 而古妹更是惭愧地低下了头 她之前还以为神明抛弃了他们 所以愤怒之下想要砸碎冰雕 现在想来 自己若真做了这样的事情 才是彻彻底底会被神明所抛弃 幸好 这最可怕的结果并未出现 不过 你们一族这么多年遵循着古老的传统 虽然繁衍至今 但现在外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叶清云画风一转 你们一族若是继续这样毫无变化 只怕再过数百年也会消失在北川大地上 古妹一正 赶紧磕头 求神使大人指点我族的出落 叶清云点点头 神明派我前来 自然是要带领你们一族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听这话 众人都是无比赶紧 一个个眼神崇拜地看着叶清云 叶清云对于这一套 早就已经完明白了 完全是驾轻就熟 你们一族是如何繁衍后代的 叶清云故意问道 众人一愣 嗯 只要看得顺眼 互相愿意就可以了 有时候还会去外面 掳来合适的女子或者男子 不过掳来的人总是不听话 很难完成大理 在场的受咬族人七嘴八舌地说道 叶清云听得一阵阵抽搐 果然是原始人 连繁衍后代的方式 都这么简单粗暴 叶清云听不下去了 神明大人说了 以后你们不许再这样了 众人惊愕 这都是他们一族多少年的传统了 一直都是这样的 怎么突然就不允许了 却听叶清云继续开口 不可再去外面抓人回来 也不能看对眼了 就直接办事 众人面面相去 不这样的话 那他们一族 还如何繁衍后代 岂不是要灭绝 古妹也是不解的看着叶清云 神明大人说了 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 族中年龄合适的男女 若想繁衍后代 必须要成为夫妇 并且在族中记录下来 不可随意分离 尤其是你 叶清云手指向了古妹 第1022章 突破剧原镜 另外 以后你们也不要再靠着打猎为生了 我来教你们种地 叶清云除了要让这些野蛮人 摆脱以往繁衍后代的方式 还要让他们学会种地 虽然北川这地方 到处都是冻土 但这都难不倒艰苦奋斗的人民 只要心中有田 哪里都可以种地 至于这些受咬族人们接不接受 那就只是叶清云一句话的事情 这都是神明大人的吩咐 此言一出 这些憨憨族人们 一个个都是深信不疑 只要是叶清云所说 那就是神明的旨意 绝对不会有错 哪怕叶清云放个屁 他们也会觉得 这是神明之音 恨不得扑上去猛吸两口 不过眼下 教会这些受咬族人们 仲天还太早了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而且现在 三大谷族要重返北川 夺回他们的地盘 这才是头等大事 叶清云在受咬一族待了一晚上 他没有睡觉 而是在谷妹的房间里修炼 当然 谷妹则是恭敬地守在外面 并未和叶清云同处一室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叶清云忽然间感觉到 体内力量不断上冲 金色的气息 阵阵呼啸而出 环绕在叶清云的周身 要突破了吗 叶清云心头大喜 他赶紧谋足了劲 全身用力 破 憋出了一个屁 但随着这个屁的出现 叶清云体内力量瞬间暴增 一下子达到了新的高度 突破了 叶清云狂喜 总算是成了 我现在应该算是巨元镜舞者了吧 虽然叶清云现在平日里接触的都是高手 但他也没有变得好高无缘 觉得巨元镜不算什么了 对于叶清云自己而言 他的修炼之路才刚刚开始不久而已 能够这么快就踏入巨元镜 在叶清云看来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 足以证明自己是个修炼天才 假以时日 自己肯定能够成为高手 听说巨元镜的舞者 只要老老实实的不惹事 可以活上两百年 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修炼 完全不慌 境界的突破 让叶清云心情极为愉悦 与此同时 北川大地某些极为隐秘的角落 有一些十分古老的存在 却在此刻感受到了什么 齐齐睛睁开了紧闭了数万年的眼眸 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如此惊恐的感觉 这片大地上的一切力量 怎么齐齐朝着某个方向去 莫非有仙人降临 还是圣人转世 这些古老存在 至少都是活了数万年的老怪物 有的甚至更加久远 他们早已不关心外界的事情 只想要延缓自己寿源的流失 尽可能去触及到更高的境界 为此 他们沉睡大地之下无数岁月 只为了参悟更加深远的天地大道 而在刚才那一瞬间 这些古老存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气息 令得他们体内多年不曾有所变化的修为 竟然都开始松动起来 一时间 北川的古老存在们十分震惊 也非常好奇 北川莫非真的出现了一位了不得的存在吗 第二天 叶青云跟着受咬异族的众人 前去和另外两大古族的人会合了 叶青云当然不是要凑热闹 他是要以神明使者的身份 去化解三大古族与萧家之间的事情 而在路上 叶青云也从古妹那里大概了解了另外两大古族 三大古族 除了受咬异族之外 还有荣火异族以及冰金异族 这两大古族和受咬异族一样 都信奉着一尊神明 其中 荣火异族信奉的神明乃是火焰山羊 而冰金异族信奉的神明则是一头冰凤 三大古族实力相当 但也各有所长 论族人战力 受咬异族最为出众 而荣火异族 懂得冶铁锻造的技艺 依仗着战甲 兵器的威力 也是十分的厉害 至于冰金异族 是三大古族之中 唯一掌握了修炼之法的族群 但他们的修炼之法 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炼 而是把北川无数岁月积累下来的寒气 融入体内 然后加以使用 换而言之 他们也没有修为 只会使用寒气而已 但对于受咬异族和荣火异族而言 已经是很羡慕的能力了 三大古族 都是自远古时代存在于北川的族群 叶青云也终于是见到了另外两大古族 穿着战甲 手持刀剑利刃的那些汉子 必然是荣火异族 而那些身形不怎么壮实 身上冒着寒气的家伙 则是冰金异族 古妹 你们也来得太慢了 一个身披黑甲 手中拎着一把大斧头 长着一脸大胡子的壮汉 对古妹不满了 此人便是荣火异族的族长 满古 古妹 你们异族的人为何来得这么爽 另一个披着兽皮 有些瘦弱的老者疑惑道 此人便是冰金异族的族长 山英 也难怪山英会觉得 受咬异族的人来得少 相比起其他两族乌央乌央的人群 受咬异族只来了上百人而已 看起来确实是有些少 古妹看了看两人 神使降临 我足不在参与之前的事情 此言一出 满古和山英都愣住了 你说什么 满古脾气暴躁 一听这话顿时大怒 我们三族都商议好了 要一起夺回属于我们的地盘 明日就要对那肖家动手了 你受咬异族居然要退出 满古挥动手里的大斧头 看样子一言不合就想动手 满古 先不要冲动 山英倒是比较沉稳 古妹 你刚才说什么 神使降临 古妹点点头 随即让开了身子 将身后的叶青云让了出来 叶青云也不怯场 背着手脉步走出 一时间 满古 山英以及两大谷族的许多人 都是眼睛盯着叶青云 这位便是神使大人 古妹恭敬说道 神使 满古上下瞅着叶青云 一脸的不幸 山英眉头微皱 眼中闪烁着狐疑之色 看样子 他们都不怎么相信 叶青云会是神使 而且三大谷族这么多年 也从未听闻过什么神使的事情 你是神使 芒谷十分直接地问道 一张脸都凑到了叶青云进前 叶青云强忍着这家伙身上传来的味道 念不改色心不跳 十分淡定 本神使 是来带你们三大谷族 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第1023章 作死小能手 叶青云说完便是张开双臂 仿佛他此刻就是光明的化身 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 享受着万千众生的鼎礼膜拜 可惜 除了受咬一族的族人面带崇敬地看着他 其他两族的人都是眼神古怪 一个个露出了看傻子的目光 尤其是满谷和山鹰两人 一个满脸不屑 一个神情冷漠 仿佛都在富飞 这个二傻子是哪里冒出来的 装什么不好 非要装什么神明使者 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怎么可能会是神明的使者 古妹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居然相信这么一个家伙 满谷顿时讥笑起来 连带着熔火异族的族人们 也是纷纷露出嘲讽的笑容 这让受咬一族众人极为不满 古妹也不是好脾气 勃然大怒 满谷 你莫非是想找死吗 说话间 古妹已经是拎起了自己的战锤 要是你想死的话 我就先送你上路 满谷丝毫不拒 抡起自己的大斧头 脸上的胡子也是飘扬起来 来嘛 碰一碰嘛 看看是你的锤子硬 还是俺的斧头硬 这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的架势 也当真是和野蛮人毫无差别 而他们两个族长都如此 熔火异族和受咬异族的族人们 自然也是剑拔弩张 一个个都是互相瞪着对方 似乎真要干起来 都别冲动 关键时刻 还是山鹰这个老城持重之人 出来打圆场 老山鹰 你是要帮他还是帮我 满谷怒声说道 山鹰摇了摇头 我谁都不帮 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 听到这话 满谷才哼了一声 手里的大斧头放了下来 没有真的动手 虽然他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就要砍人 但面对谷媚 也不能如此肆无忌惮 真要打起来 他们两个谁输谁赢 还不好说 而且 眼下三大谷族 正是要夺回他们原本地盘的时候 这结果眼上要是内讧了 那可就是让外人笑掉大牙了 虽然三大谷族 大部分时候 都是没脑子的 但当上族长了人物 也并非真的就毫无智慧 谷媚也放下了战锤 同时朝着叶清云看了一眼 见叶清云丝毫没有动目的样子 心里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他生怕叶清云一怒之下 被三大谷族降下审法 大祭司惨死的样子 他可是历历在目的 这要是惹怒了神明使者 三大谷族 只怕是谁都逃不了 谷媚 他到底是什么人 山英沉声问道 眼睛依旧在打亮着叶清云 不知为何 山英觉得这个 看似瘦弱的年轻人 似乎的确有几分深藏不露 刚才受咬一族和熔火一族 差点起了冲突 这个年轻人却是面不改色 甚至连眼神都未曾有丝毫变化 光是这等镇定 就远非寻常之辈可以比拟的 所以山英断定 这个年轻人肯定大有来头 但要说他是神明使者 山英也着实是不太相信 毕竟这么多年了 三大谷族各自信奉神明 可却从未有过什么 神明使者降临啊 这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自己的是神明使者 谁会轻易相信 叶清云之所以淡定如水 一方面是他高超的演技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非常的有底气 因为他已经在不远处的雪坡上面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霸天虎 这个家伙 此刻就在那雪坡上面 静静地看着叶清云 见到这个家伙 叶清云心里当然是稳如老狗 丝毫不慌 自然就更加淡定了 哪怕你们这些家伙真打起来 我也有神兽暗中保护 谁能奈我何 古妹 你怎么知道他是神明使者 山鹰问道 嘿嘿 我看是这娘们小男人了 被这小白脸随便一片就上钩了 满谷黑黑笑道 估计上 赶着要跟着小白脸 在雪地里打滚呢 古妹眼睛一瞪 闭上你的臭嘴 哈哈哈哈 满谷哈哈大笑 叶清云则是嘴角微微抽搐 心中更是有些感动 终于有人叫我小白脸了 我叶清云何尝不想当个小白脸啊 可惜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今日能够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小白脸 那心里当真是满足了 不过这也难怪 和三大鼓足的人比起来 叶清云也的确算是小白脸了 虽然他的脸其实不怎么白 也谈不上帅气 放肆 叶清云也没有被小白脸的夸赞弄得飘飘然 该表现的时候还是要表现 他一声怒喝 眼睛瞪着满谷 顿时神情不怒自威起来 满谷冷了一下 还真被叶清云这突然一鹤给唬住了 但下一刻 满谷就反应了过来 小子 你在跟谁说话呢 信不信我一斧头把你脑僵子劈出来 说话间 满谷已经是举起了手里的大斧头 叶清云丝毫不拒 反而是一阵冷笑 我乃神明使者 你如此放肆 必然要遭受神明惩罚 满谷一听这话 笑得更加猖狂起来 笑死俺了 你这小子 说大话也不怕傻了舌头 神明惩罚 难道神明惩罚 是你说来就来的吗 满谷细血的看着叶清云 若你真是神明的使者 现在就让俺看看 你所谓的神法在哪里 叶清云没有说话 他在看向远处的霸天虎 给霸天虎使了个眼色 仿佛是在告诉霸天虎 现在该神兽老哥 你来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霸天虎纹丝不动 仿佛全然不曾领会叶清云的眼神 我戎火一族的神明 乃是火焰山羊神 要真有神法的话 现在就从天上降下一团火焰 把我满谷烧死就行了 满谷十分猖狂 还故意抬头看了看天空 嘿嘿 你所说的神法在哪里呢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啊 一时间 戎火一族的族人们 都跟着满谷笑了起来 叶清云也在看着天空 心想神兽老哥 你咋还不发功啊 就在这时 叶清云似乎看见了什么 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神法即将降临 叶清云随口说道 你再放 那个屁字 还未从蛮谷口中冒出 天穷之上 忽然间火光熊熊 一团烈焰 破云而下 直奔蛮谷 第1024章 神使叶清云 轰隆隆 硕大的火焰自天穷滚滚而落 一时间将天空都映照成了火红色 众人豁然抬头 齐齐看向了天空 都看见了这团火焰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蛮谷 他傻眼了 前一刻他还在叫嚣 说什么 你要真是神使 就直接降下一团火焰 把自己烧死 结果下一刻 火焰真的来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如你所愿 叶清云张开双臂 一脸的神圣之色 蛮谷 迎接你的神罚吧 说完 叶清云直接后退出了一段距离 免得这火焰波及到自己 古妹带着兽咬一族众人 也是跟着叶清云一起后退 快退 山鹰也是脸色俱变 赶紧带着自己的族人连忙退开 而这团火焰 的的确确是直奔着蛮谷而去的 蛮谷脸色惨白 彻底慌了神 他赶紧朝着远处逃窜 却见那火焰 竟然也改变了下落的方向 蛮谷更为慌乱 继续到处乱窜 结果那火焰就是盯上了蛮谷 他跑到哪里 火焰就跟到哪里 眼看着已经是要落下来了 蛮谷眼见躲不开 也彻底豁出去了 怒火一声 直接挥动自己手中的大斧头 竟然是要去劈开这道火焰 哄 火焰当头落下 一下子就将蛮谷给吞没了 蛮谷怒吼之间 一斧头将火焰从当中劈开 看起来似乎真是躲过了一劫 可火焰却是瞬间聚合起来 依旧笼罩着蛮谷 蛮谷大声嘶吼起来 拼了命的想要自救 他朝着自己的族人们跑去 可族人们一个个都是露出惊恐之色 眼见着火的蛮谷朝着他们跑来 更是吓得四散而逃 根本没有人敢去搭救蛮谷 蛮谷健壮更是绝望心寒 自己的族人居然都不愿意搭救自己 反而是要躲避自己 这让蛮谷极为悲愤 倒也有人想要冲出来搭救蛮谷 这是一个精壮的汉子 脸上胡子拉叉 容貌与蛮谷有几分相似 这是蛮谷的亲弟弟苍谷 苍谷想要去救自己的哥哥 结果其他族人全都拦住了他 不能过去 族长受到了审罚啊 你要是过去了 你也会被神明惩罚的 神明在上 饶恕我熔火一族吧 就这样 蛮谷在族人们无奈 恐惧的目光之下 逐渐被烧成了焦炭 扑通 蛮谷高大的身躯 他已经不再动弹了 火焰持续燃烧 直到将蛮谷彻底晒死 最终 火焰熄灭 地上只留下了一滩不成人形的焦黑尸体 还有一把烧得通红的斧头 蛮谷死了 熔火一族的族长死了 死在了天火之下 死在了三大谷族众目睽睽之下 空气之中 还夹杂着一股焦香的气息 让叶青云忍不住闻了闻 他想到了 自己之前被受咬一族的人绑起来 也差点给活活烧死 真要是把自己烧了 估计样子就和此刻的蛮谷差不多 沉默 熔火一族和冰晶一族的人都沉默了 而受咬一族的众人 则是对叶青云更为的敬畏和崇拜 这就是神使大人的力量啊 那蛮谷自作自受 出言不逊 结果惹来了神明的惩罚 天火降临 直接活活烧死 这绝对是火焰山羊神的怒火 叶青云见众人都不说话 而且一个个都看着自己 就知道这又是自己展现演技的时候了 神明在上 叶青云一声大喝 把众人吓得七七一个机灵 火焰山羊神向我传达了神的旨意 一听这话 不远处熔火一族的族人们皆是大惊 然后一个个赶忙跪在了地上 神明恕罪 我等冒犯了神使大人 求神使大人恕罪 熔火一族永远是神明大人最为忠诚的子民 他们全都慌了 生怕死一个蛮谷还不够 还会有更大的神法降临 叶青云见这些家伙一个个慌得要死 心中不禁暗暗发乐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蛮谷冒犯神威 亵渎神明 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叶青云放声高呼 所有人都是看着叶青云 此刻 无论是兽咬一族 还是熔火一族 亦或是冰金一族 他们看向叶青云的目光 皆是带着敬畏之色 对于神明使者的身份 已然没有任何怀疑了 毕竟 蛮谷怎么死的 他们可都是看在眼里 天降烈火这么离谱的事情都发生了 足以证明叶青云就是神明使者 现在 还有人质疑本神使的身份吗 叶青云又问道 不敢 山英当即出言 神使大人在上 请受我冰金一族众人朝拜 说话间 山英率先朝着叶青云跪拜行礼 而冰金一族的众人 也是跟着一起下跪行礼 叶青云露出满意之色 随即目光看向了熔火一族 满谷已死 你们可选出下一位族长 熔火一族众人面面相去 随即齐齐看向了苍谷 苍谷心头悲痛 此刻却也只能站了出来 苍谷拜见神使大人 叶青云看着此人 不由问道 你是何人 我是满谷的弟弟 苍谷 叶青云呜了一声 那从此以后 你就是熔火一族的组长了 说话间 叶青云还拍了拍苍谷的肩头 希望你不要像你兄长一样 对神明不敬 苍谷浑身一颤 额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叶青云手掌拍在他肩头的时候 苍谷只觉得好似有一座山压在自己的身上 让苍谷差点都要吐血 这位神使大人的实力 当真是深不可测 苍谷勉强抬起头来 眼含敬畏的望着叶青云 熔火一族 永远效忠神使大人 永远效忠神明 叶青云恩了一声 随即背着手走到了众人之间 神明的旨意 让我来带领你们三大谷族 走向光明的未来 追随我 三大谷族可昌盛万年 现在高呼本神使的名讳 无奈神使叶青云 三大谷族齐齐跪地 神使叶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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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叨呼响起 带着狂热与崇敬 这一刻 叶青云的身后 三道神明之影齐齐浮现 雷霆环绕的巨雄 火焰缠身的山羊 雪花飞舞的冰凤 三神齐聚叶青云身后 为其造势 第1025章 会面之日 肖家 众人群聚于此 对于今日即将到来的三大谷族之事 众人正在紧锣密鼓的商议之中 虽然叶青云已经率先去网了受咬一族 但他们也不知道 叶青云有没有搞定受咬一族 万一不曾搞定的话 那三大谷族要驱逐肖家等北川大小势力 只怕是会有一场恶战 肖镇男心中有些忧虑 但看着满屋子拂云山而来的高手 也算是有些安慰 至少 自己这边也有了不少帮手 真要打起来的话 也未必就会输给三大谷族 阿弥陀佛 慧空双手合十 站在众人之中十分的瞩目 原因无他 他的光头很亮 就像是涂了油一样 站在阳光下 就显得赠光瓦亮 不仅是他 浮云山下跟着过来的和尚们 一个个脑袋都很亮 但慧空的光头格外的亮 或许这也和修为有关系 现在慧空的修为在众僧之中最高 他的光头看起来就更亮 圣子如今就在受咬一族 以圣子的能耐 整个受咬一族 或许已经沉浮在了圣子的无边佛法之下了 慧空一脸自信的对众人说道 肖震男有些震惊 叶高人当真这么厉害吗 慧空面带微笑 肖家主久居北川 或许还不清楚圣子的厉害 圣子佛法高深 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三言两语之间 就可道破天地真理 受咬一族虽然传承久远 但圣子只要稍稍展露自己的能耐 便可让受咬一族诚心归附 平僧别的不敢说 对圣子是实打实的有信心 肖震男连连点头 大师既然这么说了 那肖某心里也就有底了 但很快 肖震男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眉头紧皱起来 三大古族各自信奉一尊古老神明 据说这三尊古老神明 都曾经真切地出现在北川大地上 还有传言 三大古族都有着极为隐秘的古术 可以召唤神明的力量降临北川大地 这才是肖某最为担心的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露出震惊之色 三大古族信奉的神明 曾经真的出现在北川大地之上 见天明有些惊讶 是的 此事不是什么隐秘 我肖家先被留下的古籍就有所记载 肖震男说道 而且北川一些活了上千年的老家伙 都听说过此事 应该不会有假 见天明摇了摇头 这就有些难以置信了 神明应该是虚无缥缈一般的存在 要真有什么神明出现在北川大地上 那很可能是某种强大的生灵被以往之人当作了神明 见天明毕竟是出身中原 又是法家的天骄 自身还有着化缘境的修为 算是见多识广 所以在他看来 三大古族所信奉的神明 应该就是某些古老强大的生灵 这三大古族之中最为难缠的还不是受咬一族 而是那蛮谷所率领的荣火一族 肖震男继续说道 蛮谷此人极为凶残暴虐 我肖家有不少人都是死在此人手中 提起蛮谷 肖震男明显有着不小的恨意 而且 这蛮谷的实力极为强大 光凭肉身之力 就足以堪比化缘境初期 再加上荣火一族极为擅长锻造 蛮谷身上的战甲和兵器也十分厉害 战力堪比化缘中期 听到这话 众人不由地看向了见天明和郭小云 此地众人之中 能够与化缘中期一战的 就只有他们两位了 当然 大毛没有算在里面 此时的大毛 正面临着不小的烦恼 肖家养了好些狗 大毛一来 就立刻吸引了这些狗的注意 仿佛大毛就是那狗中最耀眼的星星 让肖家的狗狗们 成天都围绕在大毛身边 还有好几条长相清秀的母狗 主动向着大毛 撅起屁屁线殷勤 乐得杨鼎天在旁边哈哈大笑 笑得满地打滚 也让兔子 他们几个看得一阵扎舌 好家伙 这福云山妖兽小分队里面 也就只有你杨鼎天这么勇了 连狗老大都敢嘲笑 结果自然是大毛一爪子 拍飞了那些楚楚可怜的母狗 然后把杨鼎天拽过来狠狠揍了一顿 杨鼎天被打得嗷嗷直叫 也幸亏他皮糙肉后 被打了一顿还能生龙活虎的乱跑 但这一幕 也被肖家的一些人看见了 吓得他们都梦了 这南荒来的狗这么生猛的梦 摁着一头羊在地上暴打 那两只狗爪子抡得都出残影了 手速太快了 轰隆隆 大地响起了轰鸣之声 肖家所有人都被惊动了 是三大谷族的人来了 众人从肖家冲了出来 远远看去 就见地平线的尽头 一大群壮汉出现了 肖家众人齐齐变色 而浮云山众人则是目光有些好奇 不过很快 他们的好奇之色也逐渐变成了凝重 因为三大谷族的人数当真是有点多 而且 那股扑面而来的雄浑气血 足以证明这些家伙绝对都是体魄强者 三大谷族名不虚传啊 老瞎子惊讶出言 这三大谷族当年鼎盛之时 整个北川都在他们的脚下 如今卷土重来 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楚汉阳说道 随着三大谷族的逼近 众人心里头也都是不惊变的沉重起来 仿佛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所有肖家之人做好迎战准备 肖正南直接下令 让整个肖家都摆出了迎敌的姿态 肖家主 稍安勿躁 惠空则是连忙阻止 大师 三大谷族如此气势汹汹 这一战无可避免啊 肖正南无奈道 肖家主 你仔细看 惠空对着三大谷族摇摇一指 肖正南一正 随即定睛看去 这一看之下 肖正南直接愣住了 不仅是他 在场的其他人也都看见了极为古怪的一幕 全部看傻了 就见八个壮汉 抬着一顶十分简易的轿子 那轿子上还坐着一个翘着二郎腿的人 手里还举着一根烤玉米 吃得十分香甜 那吃着烤玉米 翘着二郎腿 被八个大汉抬着的家伙 正是叶清云 是师父 郭晓云惊呼道 叶高人 见天明大为欣喜 惠空一脸的笑容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阿弥陀佛 平僧一直都知道 圣子必然可以收服三大谷族 第1026章 震惊萧家一整年 叶清云被抬着过来了 一路上都没用脚自己走路 那叫一个舒坦 而且还可以随意使唤三大谷族的人 叶清云心里美滋滋啊 这种感觉 比在东土大堂当国师的时候 还要惬意 当国师的时候 虽然也很爽 但面对的 都是一群有身份有学识的人 不能太放肆 还要在人前装出一副人模人样来 但在三大谷族这些人面前 叶清云只需要扮演一个神棍就行了 这可就太容易了 神棍还不好演吗 那可是叶清云的强项啊 神使大人 萧家到了 古妹恭敬地站在一边 低声说道 嗯 我知道了 叶清云点了点头 又啃了一口玉米 却见古妹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玉米 还露出一副渴望的样子 叶清云一笑 随手就把啃了一半的玉米递给了古妹 吃吧 古妹大喜 多谢神使大人的恩赐 说完 她就立马啃了起来 半个玉米 瞬间就被啃完了 然后在叶清云惊呆了目光之下 古妹把光秃秃的玉米茶子也给吃了进去 叶清云人傻了 见过吃鱼不吐骨头的 可还真没见过吃玉米 连玉米茶子都吃下去的 这也太猛了吧 老姐 你这有点厉害啊 把整个玉米吃下去之后 古妹顿时感觉到体内一阵阵温热 气血翻涌不止 仿佛有一头头猫牛 在自己的体内冲击着 让古妹的脸颊 都是不禁浮现出了红润之色 浑身大汗淋漓 走了还没几步 古妹就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比之前更强了 起码提升了五成 古妹心中十分激动 这就是神使大人的恩赐啊 果然具备着不可思议的变化 虽然不知道吃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但绝对是神明才能够创造出来的圣物 自己能够有幸得到 简直就是走了大运啊 古妹很想立刻向叶清云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一看叶清云只顾着看着前方 丝毫不曾在意自己的变化 古妹心中不由一正 随即就明白了 或许这点事情 在神使大人的眼中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也不要随意再打扰神使大人了 默默记住神使大人的恩赐 为神使大人效命 便是我最大的感激 冰晶一族的族长山英 以及荣火一族的新任族长苍古 皆是十分羡慕 他们都看见了古妹得到了神使大人的恩赐 也看出了古妹此刻的变化 这可令他们着实是羡慕啊 不过羡慕又能怎样呢 人家古妹比他们先认识神使大人 而且古妹还是女子 有年轻力壮的 说不定早就被神使大人灵性过了 山英心中想着 要不然把自己的孙女献给神使大人 自己孙女虽然相貌比不上古妹 但身段比古妹还要好些 或许神使大人能够看得上眼吗 而仓古毕竟年轻 没有山英这等老家伙的心思 他只觉得自己若是好好表现 为神使大人尽心卖力 或许有一天也可以得到神使大人的恩赐 此时 三大古族已经和肖家众人碰面了 原本双方应该是剑拔弩张的样子 可因为叶清云的关系 气氛反而是变得有点怪怪的 叶清云对着浮云山众人招了招手 然后就从轿子上跳了下来 师父 你没事吧 郭小云率先来到叶清云进前 十分关切地问道 傻小子 你师父我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开 放心好了 叶清云拍了拍郭小云的肩膀 笑着说道 阿弥陀佛 圣子佛法高深 想来三大古族这些人 都已经臣服在圣子的高深佛法之下了 惠空依旧是不忘拍马屁 随时随地都能来上一局 叶清云嘴角微微抽搐 也没大理惠空 静止就来到了肖震南的面前 叶公子 肖震南赶忙行礼 肖家主 我已经收服了三大古族 他们现在对我算是唯命是从 叶清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是让肖震南以及肖家众人无比骇然 天哪 叶清云居然真的收服了三大古族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未免也太疯狂了吧 而且总共也才两天时间而已 莫非叶清云去了受咬一族 就直接展露了自己的实力 把整个受咬一族给打服了 然后再去镇压了其他两族 不过看样子也不太像啊 若是以实力镇压的话 那三大古族的人对叶清云应该是畏惧 并且或多或少 会有不甘心的样子表现出来 可现在呢 这三大古族一个个都是满脸崇敬 看向叶清云的眼神也都是带着狂热与敬畏 这绝对不是靠武力镇压才有的样子 叶公子 这 肖震南太过震惊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家主你看 那荣火一族的族长满谷为何不曾出现 就在这时 有肖家之人指着荣火一族那边疑惑道 肖震南定睛看去 不由一正 是啊 受咬一族的古妹 冰晶一族的山鹰都在这里了 没道理 荣火一族的族长满谷不来 你说满谷呀 叶清云笑道 他死了 来的时候死在半路上了 啊 肖家众人再度震惊 满谷死了 那个凶悍无比的荣火一族族长满谷 居然死了 而且还是死在了来此地的半路上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叶清云对着苍古招了招手 苍古心神异领 立马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神使大人有何吩咐 苍古跪在叶清云跟前 是要属下灭掉肖家吗 属下立刻就带着族人动手 好家伙 苍古还以为叶清云让他过来 是要让他带着族人灭掉肖家 这话可把肖家以及在场所有人都弄懵了 神使大人 叶清云什么时候变成了神使大人 叶清云赶紧说道 我只是让你过来 没让你对肖家动手 给我老实一点 是 苍古满脸惊慌 不敢有半点多言 叶清云这才对肖振南道 蛮谷已经死了 这是蛮谷的弟弟苍古 他现在是荣火异族的族长 顿了顿 叶清云继续道 我带他们来 是想和肖家主你商量一下 看看如何让三大谷族与你们和平相处 第1027章 和平共处 肖振南以及肖家的人 想破脑袋也绝对想不到 三大谷族居然是来和他们肖家商量 和平共处一事的 这太匪夷所思了 三大谷族是什么人 那可是北川土生土长的原住民 远古时期就存在于北川大地 是上古百家的驱逐 才让三大谷族消失在了北川 而被迫躲在北川最苦寒之地的三大谷族 终于有夺回北川的机会 他们又起回来和你商量 没直接动手灭了肖家 以及北川大地上的其他势力 就已经算是很仁慈了 可眼前的这一幕 又让肖震男他们不得不相信 三大谷族的族长 谷妹 山鹰 以及刚当上族长才一天的仓谷 齐齐都跪在叶青云之前 对于叶青云的命令毫无怨言 肖震男凌乱了 肖家的众人也猛逼了 这三个家伙随便跺跺脚 都可以让北川镇三镇的存在 结果全部跪在了叶青云跟前 如此的卑微与敬畏 这就是叶青云的威慑力吗 肖震男呼吸急促 他和叶青云接触毕竟不多 远没有福云山众人那样 对叶青云十分了解 此刻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叶青云的厉害 而福云山众人对此 都像是习以为常了 甚至 在他们看来 若是叶青云不能降服这三大谷族 反倒是有点不太正常 肖家主 三大谷族 毕竟是这北川之地的原住民 他们也只是想回到自己的故土 叶青云对肖震男说道 北川地方这么大 就给三大谷族一些生存的地盘吧 应该也不会对肖家造成什么影响 还望肖家主 可以给我叶某人一些薄面 说话间 叶青云还抱了抱拳 肖震男可不敢在叶青云面前摆谱 赶紧功身还礼 叶公子严重了 既然是叶公子开口 我肖家定当从命 我肖家也十分愿意与三大谷族和平共处 也希望日后能与三大谷族相互扶持 一听这话 叶青云也露出了满意之色 肖家主如此深明大义 叶某万分钦佩 不敢不敢 叶公子能挺身而出 维护北川之地的和平 肖某更是无比佩服 肖家主客气了 叶公子才是太客气了 让肖某多有些无地自容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就这么寒暄客套起来了 把跪在地上的三个族长整不会了 三个族长 你看我我看他 完全搞不懂 为啥神使大人和这个肖家的族长这么啰嗦 这些听起来就很恶心的客套话 他们是咋说出来了 好有文化的样子 有叶青云这个北川和平大使 兼三大古族神使居中调和 事情自然就好办了 三大古族和肖家正式做下来 商量底盘划分的事情 肖家本来以为 三大古族会狮子大开口 索要北川大半的底盘 肖家甚至已经做好了忍让的打算 毕竟北川现在都没什么像样的势力 肖家也不可能占据多大的底盘 让给三大古族也就算了 可没想到 三大古族的要求竟然并不高 甚至可以说有点卑微 三大古族各自都只要了北川一小块的地盘 即便是这三块地盘加在一起 放眼整个北川大地都不算什么 看着三位族长一个个小心翼翼的样子 似乎在三大族长看来 他们的要求已经很过分了 肖家众人都快感动哭了 太淳朴了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肖家也很大度 主动愿意多划分一些地盘给三大古族 三大古族顿时惊呆了 他们本来以为 自己等人所要的地盘 应该会让肖家很难接受 毕竟他们要的这三个地盘 比起他们在苦寒之地的足地 已经很大了 可没想到 肖家不仅没有觉得为难 甚至还又多给了他们一些地盘 这让三大古族有点傻眼 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谈判比想象之中更加顺利 气氛始终融洽 最终 三大古族都得到了十分满意的地盘 肖家也不觉得吃亏 因为分给三大古族的地盘 大部分都是原本九大家族的地盘 九大家族被灭了之后 这些地盘空着也是空着 让给三大古族就行了 肖家基本不损失什么 双方都很满意 叶青云也很满意 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为了大佬 一言一行足以影响北川的局势 这种感觉好爽 现在叶青云可以正式地告诉别人 到北川内嘎踏不用愁 替我叶青云的名字保准好使 三大古族欢天喜地地奔向了新地盘 叶青云没有跟着去 他留在了肖家 如此一来 浮云山跑路大队 才算正式地在肖家安顿下来 叶青云又可以睡在柔软的大床上面了 转眼间 七天过去了 三大古族已经在新的地盘开始了新的生活 肖家也很给面子 给予了三大古族很大的帮助 让三大古族更快更好的适应了新的生活 三大古族也礼尚往来 送给了肖家不少东西 叶青云也没忘了对三大古族的承诺 等三大古族安顿下来之后 就带着惠空和见天明去到了三大古族新的地盘 叫他们种田 三大古族对于叶青云的到来自然是无比的欢喜 叶青云带着三大古族翻山越岭 找寻适合开垦的地方 不过北川之地确实不是一个适合种田的地方 长年东土 一年四季都是风雪 如此一来 北川大地能够开垦种田的土地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叶青云本来没抱什么期望 打算随便找几块适合开垦的地方 交三大古族的人随便种点麦子就行了 结果没想到 叶青云到三大古族的前一天 阳光极为充足 冰雪融化 露出了大片大片的荒地 还偏偏都是土制极好的荒地 叶青云看到这大片大片的荒地时 人都傻了 这也太巧了吧 我没来之前都还是冰雪冻土 结果我来的前一天 就成了可以种田的荒地 而在三大古族众人看来 这绝对是神迹 是神使大人带来的神迹 古族众人奇迹高呼叶青云的名字 对叶青云的崇敬又加深了好几层 叶青云留在了三大古族 教导他们开垦荒地 如此过去了十天 这一日 叶青云正带着三大古族的一群人 行走在田地之间 细心指导种田的一些知识 剑天明与会空就像是两个保镖一样 跟随在叶青云的身后 就在叶青云唾沫横飞 说得正起劲的时候 不远处的田里 突然间从地面下钻出来一颗脑袋 这脑袋一钻出来 就开始打量四周 什么鬼东西啊 叶青云恰好看见了这颗脑袋 不由一正 剑天明和会空当即上前 警惕地看着那颗脑袋 三大古族的人也是立马上前 护住了叶青云 那脑袋黑黑一笑 之前感受到的气息 果然就在这里 我要突破半盛之境 今日总算是有希望了 第1028章 这绝对是神兵 你是什么人 苍古挡在叶青云身前 对着那从泥土里冒出来的脑袋 立一声喝倒 脑袋节节怪笑 然后一下子就从土里跳了出来 带出了一大捧泥土 众人更为警惕 这突然从土里冒出来一个家伙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此人的样子 完全展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 尖嘴猴腮 贼眉鼠眼 脸上黑油油的 看起来活脱脱像只大黑耗子 不过从这矮小老者身上 散发出来的深沉气息 却是让会空和剑天明不由变色 问鼎老怪 而且 还是一个问鼎巅峰的强者 只怕是一只脚 已经触及到了半生的门槛了 这样的强者 怎么会从土里突然冒出来 难道是 剑天明脸色在变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这个矮小老者 只怕是隐藏在北川大地之下的那些古老存在之一 身为中原之人 又是法家的天才 剑天明深知四境之地非比寻常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群实力平庸之辈 龟俏镜已经是一流高手 画原镜更是堪称顶尖 但实际上 四境之地隐藏了不少的古老存在 这些人 有的是当年不愿随百家进入中原的人 也有的是更加古老的存在 其存在的岁月 可能比上古百家还要久远 这些家伙 一旦冒出来 足以让四境之地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过这些老家伙们 也都不会轻易出现 他们只会沉浸在自己的修炼之中 对于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并不在意 眼前这个矮小老者 身上气息如此强大 却又并非是中原百家之人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北川之地的古老存在之一 意识到了这一点 见天明眼中 不禁流露出深深的忌惮 心想在场众人之中 只怕唯有不曾显露过真正实力的叶青云 方能对付得了这个矮小老者 矮小老者一双小眼睛 从在场之人的身上一一扫过 他在寻找之前那道震惊整个北川的气息 应该就在这些人当中 让老夫来仔细看看究竟是谁 佛门之人 才只是规竅境界 差得远了 嗯 这个小子似乎是法家之人 一身法家修为倒是不差 化缘中期 但也不是之前那道气息的来源 矮小老者接连扫视了惠空和见天明 一眼就看出了两人的底细 至于仓谷 谷媚以及山英等三大谷族之人 则更是被矮小老者直接忽视了 三大谷族之人更加不可能释放出之前那等气息 他们连修炼都不会 纯粹就是一群靠着气血和体魄的野蛮人 那会是谁呢 矮小老者疑惑之间 目光落到了叶青云的身上 在场所有人中 唯有叶青云是矮小老者看不透的 或者说 矮小老者不曾在叶青云身上发现什么气息 平庸的就像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 可不知为何 矮小老者一旦盯着叶青云看 就感觉自己体内的修为要不受控制的流窜起来 仿佛叶青云身上有一股莫名之力 可以让矮小老者的修为失去控制 莫非是这小子 矮小老者立即怀疑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仓谷见这矮小老者居然不搭理自己 顿时脸色一沉 当即朝着老者走去 不要过去 惠空立即拦住了仓谷 此人十分厉害 你不是他的对手 惠空凝重道 仓谷一正 他没有修为 自然也看不出这矮小老者到底多厉害 不过他对于惠空还是十分信任的 毕竟是神使大人的麾下 说的话应该不会有错 剑天明一步上前盯着那老者 你是北川之地的古老存在 矮小老者咧嘴一笑 不错 你这法家小子倒是眼力不差 剑天明继续问道 前辈现身 所为何事 矮小老者眼睛一眯 法家的小子 这与你无关 让到一边去 说话间 他轻抬手掌 一股威压顿时降临在了剑天明的周身 剑天明顿时觉得身体极为沉重 身躯不堪重负 发出了骨骼坐响之声 剑天明紧咬牙关 立即运转自身修为 同时体内一股佩燃剑气爆发 竟然是硬生生地撑住了 不曾被这矮小老者的威压 直接压垮 还真是不错 看来 你应该是中原法家比较出色的年轻一辈 矮小老者有些意外 剑天明却是承受得十分吃力 连说话的余力都没有了 身体也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总感觉随时都会崩溃 剑天明艰难回头 看了叶青云一眼 却见叶青云神情如常 丝毫没有变化 似乎对于眼前的一切 完全没有丝毫的在意 剑天明心中一正 随即仿佛明白了什么 叶高人如此淡然 莫非这是在暗示我 让我展现之前一段时间见到磨炼的成果吗 想到这里 剑天明心中一横 当即便是拔剑出鞘 蹭 铁剑出鞘的一瞬间 龙裂的剑气瞬间涌现而出 如同无数利刃 竟然是在请客 就将那矮小老者的威压给尽数驱散了 连剑天明自己都未曾想到会如此容易 而那矮小老者也是脸色骤变 难以置信地看着剑天明 准确地说 是看着剑天明手中那把平平无奇的铁剑 这是何等神兵利刃 竟有如此之威能 矮小老者心头暗暗惊疑 他根本不觉得 这股剑气是剑天明自己爆发出来的 而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把铁剑才是剑气爆发的来源 此剑看似平常如同凡尘铁剑 但只怕是反扑归真以极为高明的炼气之法锻造出来的 绝对是神兵 矮小老者不由露出了贪婪之色 心想老夫这次决定露头真是太对了 不仅可以找到那个气息的来源 还可以顺便得到一剑神兵 简直是美滋滋 小子把此剑交给我 可以饶你不死 矮小老者直接伸手说道 言语之间满是强势 剑天明一正 啊 你要我这把剑吗 矮小老者点了点头 更有几分不耐烦的神情 如此厉害的神兵 你小子还不配拥有 赶紧交出来 也省得我动手了 剑天明神情更加古怪了 这不就是一把繁俗铁剑吗 这老头居然会将其看作是神兵 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第1029章 神兵被掰断了 叶青云也觉得这老矮子有点怪怪的 他侧过头来压低声音对惠空说话 惠空 这老头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怎么会把一把普通的铁剑当作神兵力气啊 惠空摇了摇头 以他过人的智慧 睿智的头脑 此刻也有点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惠空毕竟是惠空 他的脑回路终究还是别具一格的 圣子 或许此人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觉得繁铁才是宝物 而对真正的宝物却不屑一顾 叶青云 他觉得惠空这说法当真是离谱 要真想惠空说的那样 这老头不就纯纯一个二傻子吗 见天明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铁剑 随即将铁剑一抛 给你也无妨 矮小老者一正 随即赶忙伸手接住了铁剑 同时感到十分惊讶 还真给我了 老夫也只是故意这么说说而已 按照套路 你不是应该宁死不从 然后与老夫大战一场吗 怎么这么轻易就将此剑给我了 这倒是让矮小老者有点没反应过来 前辈 此剑我给你了 但我也要提前说明一下 见天明也不忘提醒这矮小老者 此剑 真的只是一把寻常铁剑 并不是什么神兵利刃 见天明终究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不喜欢欺骗别人 就如同利剑一般刚正不讹 这或许也与他出身法家有关 可笑 矮小老者却是讥笑起来 完全不信见天明的话 小子 你以为老夫这么多年是白活的吗 此剑看起来是一把铁剑 但这只是外表的假象而已 你以为这么说就可以骗过我吗 见天明也无语了 我好心好意提醒你 结果你还不相信 一个禁认定这就是神兵利器 那我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你开心就好 以你小子的修为 岂能爆发出刚才那等惊人剑气 这矮小老者还一副有理有据的样子 那等剑气 你除非是手持神兵 否则绝无可能施展出来 必然是这把剑的功劳 见天明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忽然间就明白了什么 刚才那股突然爆发出来的剑气 是连见天明自己都未曾想到的 剑气之强 前所未有 远远超越了见天明自身的境界 这一刻 见天明才真正明白了 自己在叶青云身边练剑这么些时日 已经是有所成就了 只是自己之前一直不曾真正感受到 唯有在遇到这等强敌的面前 才能够将自己这段时日的收获体现出来 原来 叶高人安排给我的这些古怪修炼 竟然有如此的深意 见天明双手颤抖 心中激动无比 他此刻真想回过头去 对着叶青云磕头跪拜 但他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 此刻强敌在前 叶高人竟然不出手 那必然是把这个强敌 交给自己来应付的 自己绝对不能让叶高人失望 等击退了这个老者 再向叶高人表示 感激之情也来得及 此剑若真是凡俗铁剑 老夫只需要轻轻一折 他必然折断 矮小老者 双手拿着铁剑 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但此乃神剑 坚韧非常 所以老夫即便如何用力 都无法将其 咔嚓 这矮小老者的话 都还没说完 手里的铁剑 就被他轻而易举地折断了 断得十分干脆利落 也让矮小老者嘴边的话 完全说不出来 脸上的神情 也是一下子凝固了 剑天明有些无奈 前辈 我都说过了 这的确是一把凡俗铁剑 十分寻常普通 而且 这也不是我的配剑 只是我练剑石所用的 矮小老者傻眼了 手里拿着这两截断剑 一时间有些茫然 不可能啊 矮小老者 忽然间惊叫起来 这明明就是神兵啊 那么厉害的剑气 呼啦一下子就冒出来 不可能是你小子发出来的 只能是这把剑啊 怎么这么轻易 就被我折断了 剑天明挠了挠头 要不然 您老再试试 试试就试试 矮小老者还不信闲 立即又尝试着发力 咔嚓咔嚓咔嚓 这一下 本就断成两截的铁剑 直接就成了碎片 稀里哗啦掉在地上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矮小老者神情呆滞 只觉得脸上啪啪作响 仿佛被人狠狠抽了好几个巴掌 可恶 老夫竟然被你这小子给骗了 矮小老者恼羞成怒 眼中满是愤怒之色 这小子看起来浓眉大眼 一脸的正气凛然 结果没想到居然如此的阴险 用一把铁剑骗了自己 剑天明也很无奈 我都说好几次了 这就是一把铁剑 你又不听 还一个劲洋洋得意 这也怪我 站在后面的叶青云又侧过头来 压低声音对着会空嘀咕起来 这老头看起来有点傻不愣灯的 应该没啥危险 会空深以为然的点点头 圣子放心 剑天明的智慧虽然不及小僧 但用来应付这个老者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叶青云斜眼瞅了会空一眼 就你那智慧 养猪都费劲呢 还在这里说人家 小子 吃我一掌 矮小老者羞怒之下 直接一掌朝着剑天明袭来 他这一出手 问鼎巅峰强者的威势可就展现出来了 剑天明不敢有丝毫大意 因为叶青云就在自己身后呢 正看着自己呢 要是自己太过不堪的话 岂不是要让叶青云对自己失望 这可不行 必须要好好展现自己才行 剑天明一拍除袋 又是一把铁剑出现在手中 一模一样的铁剑 同样惊人的剑气瞬间暴涨而出 哄 一声巨响 剑气肆意 震得三大鼓足之人连连后退 叶青云也是赶紧躲在会空身后 所有弥散出来的余威都是被会空承受了 会空周身洋溢着金色佛光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噗 一道吐血之声响起 却渐渐天明手持铁剑半跪在地上 鲜血正是从他的口中涌出的 而那矮小老者则是毫发无损 就站在见天明灯前 冷眼俯视着见天明 老夫乃是问鼎巅峰 你小子在老夫面前还嫩了点 说完 矮小老者目光直视叶青云 他早就盯上叶青云了 此刻身形一动 已然是绕过了剑天明 直接出现在了叶青云跟前 会空刚想出手 却被那矮小老者一只手摁住了尖头 顿时整个人被摁进了土中 只剩下一颗光头还露在地面上 问鼎巅峰 恐怖如斯 叶青云也没想到 这老家伙会突然一下子冒到自己跟前 还把会空给按进了土里 这一下可把叶青云吓坏了 这老家伙不会也把我摁进土里去吧 我可顶不住的 就在叶青云心慌之际 古妹 苍古以及山鹰三人出手了 第1030章 问鼎巅峰的实力 冒犯神使大人 绝不饶恕 古妹一声怒吼 手中战锤猛然挥动 战锤划过之间 空间都仿佛扭曲起来 这等惊人的力量 连那矮小老者也不禁有些意外 立即一掌朝着战锤拍去 而另一边 苍古挥动手中大腹 只见大腹瞬间变成了赤红之色 更是燃起了火焰 火斧呼啸之间 对着矮小老者的脑袋瓜子 就劈了下来 可笑 矮小老者一脸不屑 另一只手直接朝着火斧抓去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会把古妹和苍古的攻势 当一回事 可下一刻 矮小老者的神色就变了 他发现自己的双手 竟然变得僵硬起来 令惊一看 竟然有一层寒霜 浮现在自己双臂之上 刺骨的寒线 更是不断往矮小老者的体内钻去 只见山鹰站在不远处 手里拿着一根金银剔透的羽毛 口中念念有词 而寒气 正是从山鹰手中 那根羽毛中释放出来的 这是兵精一族的能力 祈祷冰凤 可运用北川之地的寒气 而山鹰身为族长 运用寒气的能力 更是整个兵精一族最强的 哪怕是问鼎巅峰的强者 在这一刻 也是被山鹰的寒气所影响 双手持滞 难以去抵挡 古妹和苍古同时袭来的攻势 即便矮小老者 有着问鼎巅峰的修为 也不敢用肉身去硬抗两人的攻势 危机之刻 他果断运转自身灵气 哄 灵气激荡之间 将战锤和火斧同时振开 叶青云也是被一下子先飞出去 整个人天上转了好几个圈 差点就要一头栽进地里 幸好 叶青云还记得自己会飞 赶紧在落地的瞬间 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好险 差点就脸着地了 叶青云看着近在咫尺的地面 心里暗暗庆幸 脸着地不仅很疼 最关键的是 很丢人 叶青云调整好自己的姿势 正要双脚稳稳落地 却不料又是一阵气静袭来 叶青云又是被吹得连续几个跟头 然后脸先着地了 摔得满头满脸都是你 叶青云茫然地趴在地上 又赶紧看了看四周 还好 没有人注意到自己 要不然 可真是丢人现眼了 就在叶青云使劲擦掉脸上泥巴的时候 三大组长与那矮小老者的大战 已然爆发 谷妹和仓谷近身搏杀 而山鹰则是不断以寒气去限制那矮小老者 这样的配合 还真是起了不错的效果 矮小老者固然修为高深 一时间还真就被三大组长弄得有些手忙脚乱 尤其是谷妹 谷妹的力量之强 大大出乎矮小老者的预料 她挥动起来的战锤 所蕴含的力量足以威胁到问顶强者 这要是被砸到一下 肉身必然受创 谷妹也发现自己的实力确实变强了许多 料想一定是前几日吃了神使大人所赐予的那个不知名圣物的缘故 想到这里 谷妹信心更是十足 对着不远处吹了个口哨 一头披着战甲的大野猪冲了过来 钢宗 谷妹脚下一蹬 翻身跳到了大野猪钢宗的身上 这一刻 人猪合一 力量再度提升 杀 谷妹一声怒吓 大野猪钢宗对着矮小老者狂奔袭来 猪突猛进 吼 伴随着一声野猪怒吼 钢宗高高跃起 谷妹轮动战锤轰然砸下 并且 仓谷也是从矮小老者的身后袭来 活斧炙热 威势同样惊人 矮小老者的脚下也是寒气顿声 将他整个人与地面冻结在了一起 无法躲闪 似乎下一刻 就要丧命于战锤与活斧之下 矮小老者脸色阴沉 眼中凶光净显 这一刻 他收敛起了自己所有的轻视 认真了起来 碰 矮小老者周身之力激荡 将脚下的寒冰尽数震碎 同时 一脚猛然踏出 地面震震 仓谷顿时站立不稳 手中活斧不由一歪 矮小老者 反手就是一掌 结结实实拍在了仓谷的身上 就听咚的一声 仓谷连人代斧倒飞出去 口中鲜血喷出 而此时 谷妹的战锤已然落下 却将矮小老者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轰隆隆 这一锤 只砸在了地面上 顿时地面四分五裂 被谷妹轰出了一个大坑 可却并不见那矮小老者的身影 谷妹一正 环顾四周 依旧看不见那矮小老者 你在看哪里 身后 却突然传来了 那矮小老者冰冷细血的声音 谷妹顿时只觉得浑身冰凉 猛然回头 就见那矮小老者 正站在大野猪 刚踪的后背上 也就是在谷妹的身后 一手附后 另一只手凝聚掌力 距离谷妹的头颅 只有不到三寸距离 顷刻间 她就可以取了谷妹的性命 这就是问鼎巅峰强者的实力 她之前被逼的手忙脚乱 纯粹是因为太过轻视这三大组长 一旦她认真起来 三大组长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谷妹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但她却并未畏惧 反而是不顾性命 反手将战锤朝着矮小老者砸去 矮小老者眼中浮现明色 找死 对准谷妹头颅的手掌 就要直接拍下 就在这时 佛光涌现而出 惠空终于是从泥土里钻出来了 无相法医在身 金蝉法杖在手 惠空脚踏佛光 瞬间就到了境前 金蝉法杖横扫而来 显而又显的 将矮小老者的手掌给挡下了 碰 这一掌拍在了金蝉法杖之上 惠空只觉得一股距离袭来 一下子震得她双臂麻木 差点连金蝉法杖都脱手飞出 嗯 矮小老者却是察觉到了 金蝉法杖的不凡 自己这一掌的力道 画圆镜强着都顶不住 但这根佛门法杖 居然能够抗住自己的力道 甚至还化解了不少 不然的话 惠空可不仅仅是双臂发麻这么简单 双臂会被直接震得粉碎 剑天明此刻也压制住了伤势 再度出手 一股股佩然剑气 化为长龙 直接扑向了矮小老者 矮小老者衣袖挥动 将剑气禁术都卷入了衣袖之中 同时脚下一点 身形直接飞到了半空之上 游刃有余 面对三大组长 再加上剑天明与惠空 这矮小老者依旧是游刃有余 叶清云抬头看着那矮小老者 心想这老头可真是够厉害的 这可咋整 霸天虎也不在自己身边啊 差点把这个忘了 叶清云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拍腰间储物袋 一颗黑疙瘩被叶清云摸了出来 第1031章 师兄救我 叶清云本来想把锤子拿出来的 但随手就摸到了 放在储物袋里的黑疙瘩 叶清云心想 这玩意可好使啊 上次在豫章书院 被鬼族围攻的时候 自己就靠着黑疙瘩大杀四方 十足的威风了一把 现在这矮挫子这么嚣张 自己要是不给他来点厉害的 他还真就不把我叶某人放在眼里了 黑疙瘩在手 叶清云的底气一下子就足了 他一手附后一手抓着黑疙瘩 目光指示着那灵框里的矮小老者 你这思可认得我吗 叶清云高声喝道 矮小老者本来正要出手 被叶清云这一喝不由地冷了一下 你是谁 老夫为何要认得你 叶清云轻哼一声 面露傲然之色 我乃北川神使叶清云 矮小老者神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北川神使 他在北川大帝这么多年 还真没听说过什么北川神使 现在向本神使认错 本神使还可以饶恕你的不尽之罪 叶清云继续无情装逼 若你再冥顽不灵 本神使必然要诚挚于你 一听这话 矮小老者顿时就笑了 哼 那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个所谓的神使 到底有何能耐 说完 矮小老者抬起一只手 滚滚灵力汇聚在掌心之中 四周的天地都随之变得阴沉下来 足可见这一掌所蕴含的力量是何等恐怖 三大组掌都是大惊失色 生怕神使大人有个三长两短 而惠空和剑天明倒是一点也不慌 尤其是惠空 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如是重负之色 圣子也会有忍不住要出手的时候啊 惠空直接收起了无相法医和金蝉法杖 有圣子亲自出手 也就没有其他人什么事了 剑天明目光笔直地看着叶清云 心中极为的好奇 他还真没见过叶清云亲自出手 也完全无法想象叶清云出手时会是怎样的情形 是否会天地变色 又或者日月颠倒 却见叶清云微微一笑 那笑容就像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你这老儿不知天高地厚 就让你见识见识本神时的手段 说话间 叶清云运转自身灵气 一丝金光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 紧接着 手臂发力将黑疙瘩朝着那矮小老者抛了上去 黑疙瘩带着一丝金芒 如同窜天猴一样 直奔矮小老者而去 矮小老者本来都没有当回事 直到看见了那黑疙瘩上裹挟的一丝金芒 不由的瞳孔一缩 这事 还不等他弄清楚 黑疙瘩已经是到了他的境前 矮小老者稍稍犹豫 还是伸手接住了这个黑疙瘩 不知为何 他觉得此物或许就是自己突破半生的机缘 而看见老者接住了那黑疙瘩 地上的惠空赶紧后退了一些 还拉着见天明一起后退 为何要后退 见天明有些不解 阿弥陀佛 见施主很快就会知道的 惠空一脸神秘之色 而三大族长也在看着天空 他们都很疑惑 神使大人为何要把那黑乎乎的猿疙瘩 丢给那矮小老者 这是在做什么 矮小老者看着手中的黑疙瘩 心想这是个什么玩意 好像没有什么威力啊 就在这时 黑疙瘩忽然间炸了 轰隆隆 一声巨响 天空之上顿时出现了一团浓烈火光 随即再度炸响 巨大的轰鸣声 震的地面上的众人 都是耳朵嗡嗡作响 尤其是三大族长 毫无防备之下 被震的满脸茫然 惠空则是一脸的兴奋和激动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这个感觉 圣子的霹雳无敌猪仙弹 见天明目瞪口呆 这是何等的威力 那一瞬间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怕是可以轻易 杀死化缘强者啊 而那个矮小老者 固然是问鼎强者 在这么近距离之下 只怕也是要遭到重创 这就是叶高人的实力吗 见天明心神震撼 难以置信地看向叶青云 一道凄厉地惨叫声响起 就见那团还未散去的尘埃之中 一道残破的身影 飞速逃出 正是那矮小老者 只是此刻 这矮小老者的样子 着实是有些凄惨 半拿脑袋没了 森森白骨和脑僵子 都露在了外面 两只手也炸没了 上半身千疮百孔 肠子都从裂开的肚皮里面 搭拉下来 鲜血更是不断涌出 活脱脱就像是一个猙獰恶鬼 啊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的肉身 我的肉身啊 师兄快来救我啊 这矮小老者 凄厉惨叫 忙不迭地朝着远处逃窜 根本不敢再停留此地 他的肉身虽然没有崩溃 但伤势却十分沉重 最关键的是 被炸出来的伤势 恢复起来极为缓慢 若是平常时候 以问顶巅峰强者的力量 这样的伤势片刻之间 就能恢复大半 可现在 矮小老者 即便是全力运转修为 伤势也难以恢复 那黑疙瘩炸开的力量 仿佛可以阻碍他的肉身 自行恢复 师兄 救我 救我呀 我的肉身要撑不住了 矮小老者心头恐慌 被这大地不住的叫喊起来 叶青云也听见了他的叫喊 不由的心中一惊 这老家伙在摇人啊 不会又出来一个更厉害的吧 叶青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厨袋 黑疙瘩倒是还有 但这玩意已经用过一次了 再用的话 估计人家都会躲着了 不太可能得手 那就要靠锤子了 叶青云倒还算镇定 甚至还有点兴奋起来了 来吧 来得越多越好 我叶青云也难得雄起一回 就让我和云香老姐一起嘎嘎乱杀 老姐负责乱杀 我叶某人就负责大嘎 师弟莫慌 一道唇厚的声音响起 地面忽然震动起来 紧接着 一道身影自不远处的大地之中 腾飞而起 这道身影一出现 天地之间便充斥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压抑之感 仿佛此人就象征着天地大道 感受到这股气息 见天明与会空瞬间变色 半圣强者 师兄 矮小老者哭天喊地地 飞向了那道身影 第1032章 三目天君 师兄 你可一定要救我呀 我的肉身恢复不了啊 还有那个小子 就是他把我伤成了这样 矮小老者来到那道身影之前 哭喊着说道 而在矮小老者的面前 站着一个面容俊朗的中年男子 神情冰冷 目光深邃 他看着矮小老者此刻的伤势 眼神之中也是有着诧异之色 虽然他不太看得起自己这个师弟 但自己这个师弟 毕竟是达到了问鼎巅峰境界 距离半圣之境也不远了 按理说四境之地 没有什么人可以把他伤到这个地步才是 你先冷静一下 见矮小老者还在喋喋不休 中年男子力声喝道 矮小老者终于闭嘴了 他对于自己这位师兄还是十分敬畏的 中年男子一挥手 一道天地之力打入了矮小老者体内 这是在帮助矮小老者疗伤 本以为有了自己这道天地之力 自己师弟的伤势应该能够快速恢复 可没想到 矮小老者的伤势依旧没有什么改善 在他的身上仿佛存在着一股更加霸道且顽固的力量 使得矮小老者的伤势难以恢复 即便是注入了中年男子的一道天地之力 也没有改善多少 师兄 这可怎么办 矮小老者急得都快哭了 中年男子眉头皱起 手掌一挥 一枚乳白色的丹药出现在他的手中 吃下去 矮小老者赶忙接过丹药 一口吞下 丹药之力迅速在体内蔓延开来 效果倒是很明显 矮小老者的伤势总算是缓和下来了 虽然恢复的速度还是很慢 但至少不会再恶化 肉身算是勉强保住了 多谢师兄 多谢师兄 矮小老者赶忙道谢 中年男子也没说什么 心里却是有些肉疼 那可是他当年从道家夺来的丹药啊 是可以医治大道之伤的 一共也就三颗而已 自己当年踏入半圣之境 参悟大道 被大道所反噬 无奈之下用了一颗 现在又给自己师弟用了一颗 只剩下最后一颗了 我倒要看看 是何人把本座的师弟伤至如此 中年男子 当即便是朝着叶青云这边飞来 矮小老者有了师兄撑腰 也是变得底气十足 再度跟了过来 只不过 他明显是被叶青云的黑疙瘩给弄怕了 即便有师兄撑腰 也是小心翼翼奔随在师兄的身后 不敢随意冒头出来 毕竟 他的伤势还很重 身体还是残破不堪的样子 这要是在受伤的话 肉身可就真要保不住了 叶青云抬手看着天空上的两人 师兄就是此子 矮小老者缩在中年男子身后 一脸忌惮地说道 中年男子俯视着叶青云 阁下是何方神圣 道出你的来落 叶青云虽然心里有点慌 但装模作样的本领 一向是不曾拉胯的 即便是面对这个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家伙 也丝毫没做露窃 反而是显得淡定从容 眉宇之间 都流露出一股沉稳自信之色 我乃北川神使叶青云 叶青云淡淡说道 北川神使 中年男子不由一正 他知道北川有神明 但那所谓的神明 也只是三大古族的说法而已 像中年男子和矮小老者这样的存在 一向都不把三大古族放在眼里 连带着三大古族所信奉的神明 也从不当一回事 可这所谓的神使 又是怎么一回事 莫名其妙 哪里冒出来的 你又是谁 叶青云反问道 本作乃是三目天君 你应该听说过本作的名讳 中年男子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三目天君说道 言语之间有着一丝傲然 仿佛对于自己这个名号 十分的骄傲 三目天君 没听说过 叶青云摇了摇头 一脸的茫然 三目天君顿时脸色一僵 本作便原谅你的孤陋寡闻 叶青云瞅着那三目天君 你叫三目天君 可也只有俩眼睛呀 为啥叫三目天君 顿了顿 叶青云忽然间一脸惊奇之色 难道是连后面那只眼睛也算上吗 三目天君一愣 后面哪只眼睛 谁后面长眼睛了 这小子究竟在说什么东西 师兄 他可能说的是那个什么 矮小老者一脸尴尬地说道 三目天君猛然间就明白了 顿时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好你个北川神使 竟敢如此羞辱本作 叶青云挠了挠头 我没有羞辱你啊 我只是好奇 你说你叫三目天君 可你身上第三只眼睛又在哪里呢 不会真是在那个地方吧 叶青云的话 再长也没几个人听得懂 惠空双手合十 心想圣子不愧是圣子 三言两语之间 便已经是让那个半圣强者 心境紊乱 这就是圣子的能耐啊 我惠空哪怕是在修炼万年 只怕也赶不上圣子的分号 见天明满脸困惑 他比较单纯 听不懂叶青云话中的深意 也完全不明白 为何那三目天君会如此气愤 就在这时 三目天君猛然一拍眉心 嗡 一只树眼 陡然间出现在了他的眉心之中 第三只眼睛 看好了 这就是本作的第三只眼睛 三目天君恶狠狠地说道 他就在长在这里 不在其他什么奇怪的地方 叶青云黑黑一笑 我也没说他 长在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你这么生气干嘛 我踏马 三目天君只想骂娘 老子在北川修身养性上万年了 今天被这小子搞得心态有点炸了 俺小老者也是头一次见到自己师兄如此势态 居然连一向不怎么显露出来的开天圣眼 都直接展现了出来 看样子的确是被这北川神使气得不轻啊 叶青云此时已经是将锤子悄悄咪咪拿了出来 但嘴上却还没停 三目天君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杨简的人啊 杨简 三目天君一正 杨简又是谁 这小子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 本座不认识 三目天君一脸阴沉 叶青云叹了口气 那可惜了 可惜什么 那个杨简和你一样 也有三只眼睛 可厉害着呢 可惜你们不认识 要不然我觉得你们可以探讨一下 有三只眼睛的感受 或许还能拜个把子呢 第1033章半生之鬼 三目天君 虽然我听不懂这小子在说什么 但怎么感觉不像是什么好话 师兄 他好像在讥讽你 矮小老者在后面低声说道 闭嘴 三目天君骂了一声 吓得矮小老者当即就不敢说话了 小子 本座 不管你是什么神士 今日本座既然现身了 就不会让此地之人有一个活口 三目天君冷冷盯着叶青云 杀气腾腾 若你自行了断 本座也不会让你多受折磨 若你不知死活 那本座便将你的肉身毁掉 再将你的魂魄抽出来 让你日夜承受视魂夺魄之苦 叶青云摇了摇头 我自然怕死 自行了断 还是算了 三目天君冷然一笑 那本座就亲自动手 让你知晓得罪本座的下场 哄 一股巨大的威压 骤然降临大地 天穷瞬间暗淡下来 地面也是为之阵斩 惠空 剑天明以及三大组长 皆是战力不稳 尤其是三大组长 一个个直接摔在了地上 根本无法在这股威压之下战力 而剑天明和惠空 也是心神震撼 半圣强者的威压 太过恐怖了 那矮小老者 刚才的威势 已经十分吓人了 可和这三目天君相比 却还是小巫见大巫 这就是问鼎与半圣之间的差距 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受死 三目天君抬手一指 一道灵力指芒 瞬间便是从天而降 如同神明之招 可摧毁大地一切众生 此招一出 半圣与凡人之间的差距 净显无疑 叶清云心里咯噔一下 不再犹豫 手中锤子直接甩出 走你 然后叶清云赶紧往远处跑去 生怕跑得慢一些 就被波及到了 锤子朝天飞去 恰好迎向了三目天君打出的那道雄魂指芒 此乃何物 三目天君有些错愕 不知道这飞上来的是个啥玩意 就在这时 指芒与锤子撞上了 却见指芒瞬间消散 而锤子则是毫发无损 并且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半空之中 师兄 这好像是一件极为厉害的宝物啊 矮小老者惊呼道 不过他又想起了 刚才自己折断铁剑的事情 自己似乎很容易看走眼 这不会又是一件寻常之物吧 矮小老者暗暗猜疑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自那锤子之中浮现出来 正是自鬼仙一战之后 许久不曾再出现的女鬼陈云香 而陈云香这次出现 周身鬼气之强 与鬼仙大战之时完全不同了 与鬼仙一战时的陈云香 乃是鬼地境界 也就是堪比画原境的存在 而在鬼仙之战的过程中 陈云香接连吞噬了好几尊鬼地 再加上一大群的鬼族 这么多的力量 全部都集中在了陈云香体内 陈云香也在默默的炼化 直到不久之前 这些力量 总算是全部都被陈云香融会贯通 成为了陈云香自身鬼力的一部分 而陈云香的境界 也是早已超越了鬼地境 来到了一个十分强悍的地步 虽然还不是鬼仙之境 但已经堪比失去心于眼之后的鬼仙了 凌驾于问鼎之上 足可与半圣强者一战 陈云香看着三目天君 眼神冰冷 三目天君则是一脸的震惊 鬼仙? 你是鬼仙? 但紧接着 三目天君又连连摇头 你不是鬼仙? 你的境界还不到鬼仙之境 但鬼族何时又出现了 你这样的强者? 三目天君也是北川的古老存在 年岁极为悠久 也经历过鬼仙的那个时代 他亲眼见过鬼仙最为巅峰时的实力 鬼仙肢体完整 拥有心于眼的鬼仙 手持鬼族诸天府 乃是足以压制圣人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实力 巅峰时的鬼仙 才可以率领整个鬼族 压得百家 都要避其锋芒 此时的陈云香 自然是不及巅峰时期的鬼仙 但在境界上 已经是差距不远了 陈云香如今的实力 对上这有着半圣修为的三目天君 完全不惧 公子 此人交流吧 陈云香淡淡说道 好好好 叶青云在地上 对着陈云香招了招手 云香老解你 尽情发挥 我在地上给你摇旗呐喊 多谢公子 陈云香应了一声 随即身形一闪 直奔三目天君而来 可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 却是乌云密布 更有着滚滚闷雷出现 陈云香顿时停住了身形 眉头紧皱地看着天空 而三目天君 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 你不曾杜劫 此刻雷劫将至 你自顾不暇 还想来与本座交手 简直可笑 可就在下一刻 三目天君的笑容就僵住了 却见天上刚刚才出现的雷劫 一下子烟消云散 别说雷劫了 就连乌云都没剩下一片 消失得干干净净 怎么会这样 三目天君有些不敢相信 他可以确定 刚才那绝对是鬼族强者 必然要经历的雷劫 一旦雷劫出现 雷劫之下的鬼族强者 无可避免 只能选择面对 度过则生 撑不过则灰飞烟灭 可这女鬼的雷劫才刚开始 怎么就这么结束了 也太草率了吧 感觉就像是敷衍了事一样 什么情况 三目天君不由地看向天空 可惜却什么也看不到 也就在这时 陈云香直接一掌朝着三目天君袭来 鬼力汹汹 如同惊天巨浪 使得周遭空间都为之扭曲 这是凌驾于问鼎的一掌 三目天君顿感威胁 连忙打出一道掌印 轰隆隆 掌印落下 与陈云香打出的一掌 结结实实碰撞在一处 顷刻间 两道掌力轰然爆发 如同天与地的碰撞 剧烈的狂风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掀起了阵阵龙卷 却见那三目天君身形连连后退 三只眼睛都浮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如此惊人的鬼力 陈云香也察觉到了这三目天君的厉害 也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一把抓住了锤子 打算用锤子来解决对手 看本作的开天圣眼 三目天君同样动用了杀招 哇 眉心的第三只树眼 骤然间涌现出一股浓郁紫光 对着陈云香倾气而下 第1034章 陈云香的蜕变 开天圣眼 这是三目天君所修炼的一种秘法 十分厉害 至于厉害到什么程度 按照三目天君自己的说法 威力足以开天辟地 当然 这里面吹嘘的成分居多 但有一点并不假 这开天圣眼却是极为了得 上古曾经出现过一尊极为厉害的强者 名为九眼天尊 便是将这开天圣眼修炼到了极致 是开天圣眼这门秘法的创造者 据说 这位九眼天尊 除了本身的两只眼睛之外 又在全身上下修炼出了七只眼睛 皆为开天圣眼 若九眼同开 共同催动 哪怕是圣人在前 也要退避三圣 而九眼天尊消失之后 他的传承也并未断绝 一直有人在修炼这开天圣眼的秘书 但此书修炼起来极为艰难 而且非常讲究天分 天分不行 哪怕如何刻苦修炼 一辈子都无法开眼 这三目天君 与那矮小老者 便是九眼天尊这一脉的传承之人 他们两人的师尊 便是九眼天尊当年唯一的弟子 只不过师兄弟两人天分不一样 三目天君成功把开天圣眼修炼了出来 虽然只是一眼 远不如九眼天尊 但也凭借着这只开天圣眼 踏入了半圣的境界 至于矮小老者 修炼了漫长岁月 也不曾开眼 这辈子也没有希望了 此刻 三目天君祭出了开天圣眼 以圣眼之威直接攻向了陈云香 陈云香似乎也察觉到了 这开天圣眼的威力十分不凡 鬼体瞬间分散开来 化为一道道清光 想要以这种方式躲开圣眼之威 你躲得了吗 三目天君立鹤一声 就见紫光突然间也散了开来 并且 每一道紫光都在追赶着陈云香的一道鬼体 陈云香被逼无奈 指得鬼体重新聚合 而紫光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陈云香突然间张开了嘴 对着四周猛然一吸 呼呼呼呼呼 所有袭来的紫光 竟然都被吸入了陈云香的口中 一丝一毫都未曾剩下 什么 三目天君脸色一变 这女鬼居然可以吸收开天圣眼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矮小老者也惊呆了 身为师弟 他很清楚自己师兄这只眼睛的厉害 开天圣眼之威霸道非常 蕴含了天地大道 哪怕同为半圣 也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 可这女鬼居然把开天圣眼的威力给吞了 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了 陈云香吞下了那些紫光之后 鬼体也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 一丝丝的紫色纹路 浮现在了她的鬼体之上 尤其是脸庞 紫色纹路如同鬼手一样蔓延 使得陈云香的样子更添了几分猙獰 陈云香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多谢你的力量 让我的鬼体变得更强了 此言一出 三目天君气的脸色一阵铁青 下一刻 陈云香悍然出手 一道惊天鬼爪 裹挟着呼啸狂风 瞬间就降临在了三目天君的面前 三目天君双掌齐出 哄 将那惊天鬼爪抵挡下来 但陈云香的攻势却是接踵而来 完全没有丝毫停歇 轰轰轰轰轰轰 灵力密集的攻势 让那三目天君一时间有些应接不暇 颇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这一幕 看待了下方几人 三大组长自然是彻底猛逼了 这样的较量 完全超越了他们单纯质朴的脑袋瓜子 所能想象的范畴 无法理解 但有一点他们清楚 那个女子必然是神使大人的麾下 这女子都如此的恐怖 神使大人必然更加的强大 一时间 叶青云在三大组长心目中的身影 又更加高大了好几分 慧空面有诧异之色 阿弥陀佛 云香施主的实力 比起与鬼仙一战时 居然强了这么多 慧空也是鬼仙一战的见证者 更是参与者 他清楚知道当时陈云香的实力 可现在 陈云香的实力 比起当初 确实是要强上不少的 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 陈云香吞噬了好几尊鬼帝 以及大量鬼族的原因 只怕 更有叶青云的关系在里面 必然是这段时间 叶青云又在默默地为陈云香提升实力 慧空脸上露出一副必然如此的深情 他觉得自己这段时间 当真是有些过于睿智了 仿佛什么事情 稍微一想 都可以想得明明白白 慧空不经一正 莫非 我也被圣子悄悄咪咪的提升了 只不过 小僧提升的不是实力 而是智慧 慧空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不知为何 这么一想的话 自己整个人感觉更加的睿智了 浑身上下 都洋溢着睿智的气息 我慧空又何尝不想 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智者 一旁的见天明 自然不知道慧空的脑回路 已经拐到哪里去了 他满脸震撼地望着天空 身为中原天骄 又是化缘高手的他 这一战对他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 让他见识到了半圣强者之间的交战 尤其是陈云香 鬼族强者 这可太少见了 尤其是达到了陈云香这等实力的鬼族 更是少之又少 见天明心头澎湃 他也渴望着自己有朝一日 可以踏入这等强者的行列 而他也有着这样一份信心 我只要继续追随叶高人 在他的麾下磨练剑道 自然也会有这一天的 见天明心中默默说道 就在这时 天上的大战似乎有所变化 陈云香鬼体之力源源不绝 并且似乎越战越强 三目天君隐隐感觉到了不妙 他发现这个女鬼越来越难缠了 自己在北川修炼了这么漫长的岁月 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开来必须要将开天圣年的真正力量施展出来 否则难以击败这女鬼 三目天君当即不在藏招 眉心数眼骤然间明亮起来 并且 一道紫光直接照耀在了天穷之上 轰咚咚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之声 天穷深处 竟然浮现出了一只巨大而诡异的树眼 正是三目天君的开天圣眼 如此形态之下 才是真正的开天圣眼 才能展现出开天圣眼真正的威力 这一击 足以让你这女鬼化为灰烬 三目天君 副手凌空而立 神情更是狂傲无比 与此同时 远处的一座山坡上 大毛蹲在那里 目光静静地望着这场交战 老大 你要不要出手啊 牛腰在旁小心翼翼地问道 出个屁 没看见老大吻的一批吗 兔子一脸谄媚地说道 可是老大 那天上的眼睛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猴腰挠了挠头 有些害怕 不慌 大毛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第1035章 吞噬雷霆 眼见大毛如此淡定 兔子 三腰都是不再多言 而大公鸡依旧是昂首挺胸 一脸的高傲 至于杨鼎天 他鼻青脸肿地站在最后面 之前因为嘲笑大毛 被大毛摁在地上暴打了一顿 伤势还没痊愈 不过即便如此 杨鼎天依旧不曾屈服 尤其是挨打的时候 硬生生地没有发出惨叫声 那叫一个硬气 我虽然打不过你 但我就是不服 而且 我就是要一次次的挑战 反正输着输着 也就习惯了 此刻 天穷之上的那只开天盛眼 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气息 哼 一声巨响 紫色光柱骤然降临 直接将陈云香连同锤子 一起笼罩其中 这是开天盛眼的真正威力 紫光之中 蕴含着三目天君自身所领悟的天地大道 陈云香鬼体固然强悍 可在这股力量之下 也有些承受不住了 但陈云香也是没有丝毫的慌乱 他直接将手中的锤子抡了出去 锤子呼啸飞舞之间 瞬间便是将紫色光柱给击溃了 同时 锤子扶摇直上 直奔那巨大树影而来 早就察觉到此物不对劲了 果然如此 三目天君也并未露出什么惊慌之色 他早就看出陈云香手中的锤子蕴含着不凡气息 眼见锤子飞来 三目天君右手流转一道赤红光芒 随即直接用手朝着锤子抓去 师兄的大赤羊手 见到这一幕 不远处正在挂机观战的矮小老者不由露出金融 大赤羊手威力无穷 哪怕是九重玄铁也会在大赤羊手之下化为铁水 是天下宝物的克星 师兄这是要用大赤羊手生生炼化那古怪锤子啊 三目天君的确是这个想法 他乃是半圣强者更是北川的古老存在之一 懂得诸多稀奇古怪的神通 这大赤羊手便是他早年所修炼的一门神通 乃是宝物的克星 而三目天君默默修炼了这么多年 大赤羊手早已登峰造极 曾经便徒手炼化过三件上品宝物 而这锤子固然不凡 但在自己的大赤羊手面前 也只有化为铁水的下场 哼 看你这女鬼失去了此宝之后 还如何与本座的开天盛养抗衡 三目天君心头冷笑 随即大赤羊手直接拍在了锤子上 就听咔嚓一声 三目天君顿时得意起来 哼哼 看来我大赤羊手功力又在啊 只一下就把这锤子给拍碎了 都还没真正发力呢 看来这锤子也不过如此 自己都没必要动用大赤羊手 咦 怎么手有点疼呢 莫非是劲使大了 师兄 远处的矮小老者发出一道惊呼声 声音还有些颤抖 三目天君一正 立即定睛看去 这一看之下 三目天君整个人就梦了 我手呢 我那陪伴了自己上万年的手呢 咋没了 妈爷 这家伙如此生猛猛 手被打烂了都一声不吭的吗 下方的叶青云也看见了这一幕 不由的对着三目天君极为敬佩 这就是强者风范啊 手掌都被锤子砸烂掉了 居然如此淡定从容 换作是自己 被跟针扎一下都能交换好半天呢 和这样的强者真是比不了啊 我的手 三目天君陡然间发出大叫 身形连连后退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没有击溃那锤子 反而是自己的手掌 被那锤子一下子砸烂掉了 好好的一只手掌 此刻只剩下了几根破碎的骨头 看起来十分甚人 趁此时机 陈云香已经是来到了三目天君的面前 锐利鬼爪朝着三目天君的面门狠狠抓去 三目天君虽惊不乱 眉心之中的树眼陡然间荡漾出一股力量 使得陈云香的身形变得迟缓起来 三目天君另一只手立即出掌 裹挟着浓郁灵力的一掌 狠狠轰击在了陈云香的身躯之上 陈云香身形倒退 但鬼体并未受窗 下一刻又冲了上来 三目天君咬牙切齿 当着自己师弟的面接连吃扁 这让他面子上着实是有些挂不住 嗡 天穷上的树眼再度落下光芒 但这一次 却与之前的力量完全不同 紫光化为了雷光 乃是雷霆之力 呼啸的雷霆如同一道道银色蛟龙 直奔陈云香袭来 陈云香眉头皱起 他毕竟是鬼族 生来就对这雷霆之力有所忌惮 更何况 这是一尊半圣强者所施展出来的雷霆 威力更是惊人 若是硬炕的话 只怕是鬼体会有所损伤 而且难以恢复 陈云香正要躲避 但身形却又变得迟滞起来 还是开天盛免的力量 限制了陈云香的身形 让其无法避开那已经近在眼前的雷霆 下一刻 雷霆轰击在了陈云香的身躯之上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 银色的雷芒 直接将陈云香吞没了 不好 这是雷霆之力 这个女鬼 只怕是要承受不住 见天明见此情形 不由露出担忧之色 慧空却是十分淡定 阿弥陀佛 见施主放心便是 他是圣子麾下的强者 实力超群 即便是雷霆也奈何不了他的 见天明疑惑的看向慧空 鬼族生来畏惧雷霆 就算他与众不同 也不可能突破鬼族与生俱来的弱点吧 慧空神情平和 面带看穿一切的睿智笑容 圣子可以创造一切奇迹 要相信圣子 一切不可能都将化为可能 见天明直接无语 好家伙 这光头和尚 原来对叶高人如此的狂热信任 而此时的叶青云 看着被雷霆吞没的陈云香 心里也不禁担心起来 鬼怕打雷 云香老姐 不会真要出事吧 叶青云不免担忧 可就在这时 一变骤然发生 所有的雷霆 如同漩涡一样 朝着中心涌现而去 而陈云香的身影 也是再度浮现出来 他并未受创 鬼体光芒大放 并且 陈云香张开了嘴 正在疯狂吞噬着四周的雷霆 这不可能 三目天君亥然失色 一副好似见了鬼的表情 这也没错 陈云香本来就是鬼 雷霆乃是鬼族克星 你怎么可能吞噬雷霆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丝丝银色纹路 从陈云香的脸颊 以及双臂之上浮现出来 与之前吞噬紫光时的情形 一模一样 看见这一幕 三目天君顿时想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可能 难道他突破了鬼族的弱点 已不再是鬼族 第1036章 元种师兄弟 三目天君之所以如此震惊 是因为他早年间就知道一个关于鬼族的隐秘传说 鬼族修饰突破 必然会伴随雷劫 因为鬼族皆是魂体 天生惧怕雷霆之威 并且 鬼族生来天地不容 被天地所厌恶 过而鬼族修饰突破 上天会降下雷劫 将鬼族强者抹杀 但这也并非绝对 一旦有鬼族突破界限 克服鬼族与生俱来的弱点 那这个鬼族将不再是鬼族 而是被天地认可的生灵 成为先天之灵 成为了先天之灵的鬼族 雷霆不再是危险 可将天地之力融入体内 一旦修炼到圣人之境 便可突破这片天地的限制 去往另外一片天地 而寻常鬼族 哪怕是修炼到鬼仙之境 也无法突破天地限制 去不了其他的天地 三目天君惊疑不定地看着陈云香 心想自己不会真的这么倒霉吧 千百年都难得遇到鬼族的高手 结果这头次遇到 就尼玛是个传说中的先天之灵 这也太离谱了吧 此时 陈云香已然是将自己周身的雷霆 尽数吞噬殆尽 他的身上银色纹路清晰可见 如同一道道雷云 而陈云香一身的鬼力 也蕴含了雷霆气息 多谢你的雷霆 让我的力量可以再度提升 陈云香淡淡说道 三目天君脸都清了 不可能 绝对没这么邪门的 这女鬼不可能是先天之灵 应该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办法 才能吸收了雷霆 先天之灵只存在于传说 上古年间都未曾出现过 必然是虚假的传说 他在不断地安慰自己 这不是真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传说都是骗人的 我也是个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了 怎么能轻易相信传说呢 当真是可笑 就在三目天君逐渐恢复心态的时候 陈云香骤然出手 轰隆隆 滚滚雷霆 伴随着浓郁鬼气一起凶涌而出 漆黑森然的鬼气 与那灵力狂暴的雷霆 此刻竟然完美融洽地交织在一起 不分彼此 形成了十分诡异的黑色雷霆 其中所蕴含的气息 也和寻常的雷霆有所不同 黑雷降临 如同鬼手一般将那三目天君包裹起来 三目天君心之不妙 连忙运转神通 眉心竖眼亮起一道金光 骤然间撕破了周遭的黑雷 身形一下子逃窜出去 可他刚一逃出去 迎面就见一柄锤子呼啦啦飞了过来 不好 三目天君大惊失色 连忙想要闪躲 他刚才可是吃了这锤子的大亏 一只手被砸烂了 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眼见锤子再度逼近 吓得他抱头鼠窜 锤子却好似是瞅准了三目天君一样 对着三目天君紧追不舍 三目天君咬牙切齿 心头恼火飞长 师兄快用宝卧啊 不远处的矮小老者连忙大喊道 三目天君也不再犹豫 一拍腰间储物袋 就见一尊青铜鼎从中飞出 这是一尊看起来十分古老的青铜鼎 鼎有三族 鼎身圆润 其上雕刻着一些异兽纹目 看起来颇有来历 这三族青铜鼎一出现 便是立即迎着锤子而去 两件宝卧 骤然碰撞 当 伴随着一声脆响 两件宝物各自倒飞出去 三目天君见到自己的宝物 似乎可以抵挡那锤子 不由得心中大定 就让等见识一下 本座这尊宝鼎的厉害 三目天君将自身法力 灌注到那三族青铜鼎之中 骤然间 青铜鼎光芒大放 其上的异兽纹路更是纷纷亮起 仿佛活了过来 吼吼吼吼 伴随着四道售吼之声 赫然可见四头异兽虚影 从青铜鼎之中咆哮而出 这四头异兽虚影 赫然是四大圣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但并非是真正的四大圣兽 而是四道虚影 气息也十分强大 但与真正的圣兽相去甚远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即便如此 也是威势惊人 足以镇压半圣境的强者 三目天君一脸傲然 仿佛已然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是他最为依仗的宝物 不到生死大战 是不会轻易寄出来的 眼下被陈云香和那柄锤子 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才将这青铜鼎寄出来 四圣虚影显现天地之间 陈云香浮现出凝重之色 青铜鼎本身也就罢了 这四大圣兽的虚影 却是非比寻常 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唯有锤子 有击破这四道圣兽虚影的力量 这青铜鼎是何等来历 居然可以显化出四大圣兽虚影 壁面上 见天明满脸震惊 连他这等出自中原的天才 都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奇特的宝物 阿弥陀佛 四圣虚影固然不凡 但有圣子在此 哪怕是真正的四大圣兽降临 也先不起任何风浪 惠空还是很淡定 在他看来 甭管这宝物多牛逼 只要叶青云在这里 谁来都不好使 而且 四大圣兽之中的两个 惠空都已经亲眼见过了 区区虚影而已 根本算不得什么 此刻 四大圣兽虚影同时出手 青龙白尾 白虎探着 朱雀斩翅 玄武振足 虽然只是最简单的出手方式 却蕴含着极为强横的力量 这就是圣兽虚影的恐怖之处 最为简单的招式 就可以发挥出最为强大的力量 四道攻势 齐齐朝着陈云香而来 而那青铜鼎本身 则是再度迎向了锤子 分弓明确 可就在四大圣兽虚影的攻势 即将落下之时 四道虚影轻轻顿住了 紧接着 四道虚影一起变得扭曲散乱起来 陈云香一震 随即便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朝着远处看去 他看见了远处的浮云山妖兽小分队 此时的妖兽小分队中 大公鸡正瞪着眼睛 十分不爽地盯着那四道圣兽虚影 而在另外一处山坡上 霸天虎的身影也出现了 他也在瞪着那四道圣兽虚影 非常的不爽 尤其是那道白虎虚影 越看越不顺眼 气得他都要炸毛了 两股真正的圣兽气息 从大公鸡和霸天虎身上弥漫出来 使得那四道圣兽虚影同受影响 无法完成攻势 反而是变得扭曲散乱 这是怎么回事 三目天君又猛了 这四道圣兽虚影何等强大 是能够镇压半圣的力量啊 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 唯有陈云香清楚 这必然是浮云山妖兽小分队 在暗中相助自己啊 此事不出手 更待何时 陈云香再度催动黑色雷霆 瞬间冲散了那四道圣兽虚影 并且直奔三目天君而去 三目天君惊慌失措 赶紧运转开天盛眼 抵挡陈云香 但他心神已乱 再加上四圣虚影都湮灭了 白白耗费了他许多法力 此事根本就无心再斗下去 赶紧收了青铜顶 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窜出去 快跑 他还不忘提醒自己的师弟 跟着自己一起跑路 矮小老者反应也是极快 连忙跟着三目天君一起跑了 师兄弟两人都是高手 跑路的功夫也是极为出色 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已经非得看不见身影了 半个时辰之后 师兄弟两个 才在北川地底之下停歇下来 飞天之后又遁地 算是把跑路完的明明白白 师兄 咱们至于逃这么远吗 矮小老者有些无奈地说道 三目天君的三只眼睛 一起瞪着矮小老者 你还有脸说话 我要不是替你出头 能吃这么大亏吗 矮小老者顿时不敢说话了 一脸的委屈巴巴 只是我也没想到 那个女鬼如此厉害 还有那把锤子 太过古怪了 从未见过这等宝物 三目天君面色阴沉 回忆着之前的交战 四圣虚影也仿佛受到了什么力量的影响 竟然发挥不出分毫威力 矮小老者犹豫了一下 师兄 会不会是你的宝顶太久没用 有点不太顶用了 三目天君直接一个大逼斗拍在了矮小老者脸上 矮小老者嘴角一憋 都快要哭了 我好歹也是你师弟啊 咱们师兄弟俩人相依为命上万年了 你知道 你这个大逼斗 对师弟 我这幼小的心灵 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吗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的宝顶是从当年古妖一族那里弄到的 三目天君没好气的骂道 古妖一族的宝物 就算是过去了数万年 也不可能会出问题 更何况 这万年来我一直都在温养宝顶 更加不可能出问题 矮小老者捂着自己被打的脸 那刚才是咋回事啊 三目天君不说话了 他要是知道怎么一回事 也就不用这么猴急的跑路了 实在是心里太慌了 整个交手的过程 自己好像都一直遇到怪事 让三目天君这个北川老怪物 完全摸不着头脑 师兄 咱们莫非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吗 矮小老者双手捂着脸 生怕又被自己师兄揍了 咽下这口气 三目天君面容抽搐 你何时见师兄 我忍气吞声过 矮小老者有些惊诧 师兄 你还要去和那个女鬼交手啊 三目天君冷哼了一声 眼中闪烁着阴冷光芒 既然我一个人不够 那就再叫上的帮手 矮小老者连连摆手 师兄 我不行的 你知道我的本领 我上去只能给你添乱 三目天君撇撇嘴 我要是指望你 我他妈早就死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顿了顿 三目天君拿出了一枚传讯预检 望尘老道那个家伙 最近活跃得很 而且据说他得到了一尊极为厉害的木雕 是老道还欠我一个人情 就让他过来帮我对付那个女鬼 第1037章 好熟悉的剧情 于矮小老者与三目天君一战之后 三大古族对于叶清明的敬畏更加深重了 无论是矮小老者 还是那三目天君 对于三大族长来说 都是如同天神一般强大的存在 尤其是三目天君 更是他们完全不可对抗的强者 可即便是这样强大的存在 被叶清云挥下的强者就给打跑了 而叶清云自己都还未曾真正出手 这说明什么 说明神使大人的实力更加深不可测啊 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足以让神使大人亲自出手 只需要随便派出一两个手下就可以应付 所以神使大人才是最最厉害的 跟随着神使大人 我们三大谷族也必然可以长胜不衰 叶清云则是被这一战下的不轻 匆匆忙忙交代了几句之后 就带着惠空和见天明直接回萧架去了 北川好危险 不对 我怎么感觉我到哪 哪里就变得很危险了呢 难道说我才是万恶之源 仔细一回想 好像真是这样啊 南皇就不说了 一直都是多事之秋 隔三差五就冒出点事情来 后来自己两次去大堂 每次都是奔着舒舒服服过日子去的 结果两次都遇到了很多麻烦事情 尤其是第二次 更是经历了诸多危机 虽然都过来了 但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 后面去了西境也是如此 去了海外之地 又他娘的出事了 叶清云忽然觉得 自己怎么像的扫把心似的 去哪哪倒没 现在到了北川 本以为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很安生 结果还是出事了 莫非这就是穿越者的特殊待遇吗 走哪哪就不太平 叶清云扪心自问 自己也算是有道德有思想的大好青年啊 也没干啥去的事 除了随地大小便 以及有时候偷看人家姑娘洗澡 这也不算什么事情吧 至于这么针对我吗 想想都是累 叶清云回到肖家之后 便不打算出门了 我不出去 等过段时间就直接回南荒 这样总不至于再出事了吧 这要是还能再出点事情 那叶清云就可以断定 这个世界肯定有什么玩意 再和自己对着干 肖震男一脸神秘的来到了叶清云跟前 还冲着叶清云攻身一拜 看样子很是郑重 叶清云一正 肖家主 你这是怎么了 肖震男犹豫了一下 叶公子 在下有一件事情 想请教叶公子 叶清云笑了笑 没事 你直说就行了 遵命 下一刻 肖震男就从储物袋里掏出了一把刀 与一把剑 一左一右拿在手里 这可把叶清云吓了一跳 卧槽 不会是要砍我吧 叶清云一下子紧张起来 不过肖震男明显不是要砍叶清云 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做出这种找死的事情 肖家主 这是什么意思 叶清云声音有点颤抖的问道 叶公子 这是我肖家祖先留下的宝刀与宝剑 肖震男说道 叶清云松了口气 好家伙 还以为要砍我呢 肖家主不用这么客气 我在肖家如此讨扰 岂可再收你肖家祖先留下的宝物呢 快快收起来 万万使不得 叶清云很自然的就以为 肖震男是要把这宝刀与宝剑送给自己 肖震男顿时尴尬了 他可不是来送礼的呀 况且真要送礼的话 也不至于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送出去 嗯 叶公子误会了 在下要请教的事情 就关于这宝刀与宝剑 肖震男神情古怪的说道 叶清云闹了的尴尬 赶紧干咳一声 但表面上依旧是云淡风轻 丝毫没有窘迫的样子 却不知这宝刀与宝剑有何说法 提及正是 肖震男也是赶忙回答 我肖家祖先 曾经是纵横北川的强者 连上古百家 也曾经十分忌惮 我肖家祖先 而我肖家祖先 当年有三大绝学 其一便我肖家如今所修炼的功法 但还有两门绝学 却不曾流传下来 只有这宝刀与宝剑传承下来 我肖家之人钻研许久 也未曾从这宝刀与宝剑之上 参透玄机 至今也不知道 祖先的另外两门绝学是什么 说到这里 肖震男有些苦涩 说来惭愧 其实肖某早就想带着宝刀与宝剑 去南荒拜访叶公子的 只是一直琐事缠身 又听闻叶公子时长外出 这才耽误到了今日 叶清云摆摆手 没事 你接着说 肖震男 在下猜测 我肖家先祖的两大绝学 应该就蕴藏在这刀剑之上 只是需要特殊的参悟方式 却不知叶公子能否看出玄机 当然 无论叶公子能否看出什么 在下都必然对叶公子感激不尽 说话间 肖震男便是将手中的宝刀与宝剑 放在了叶清云跟前 心里则是有些期待 也有些忐忑 他不知道 叶清云能否看出玄机 毕竟肖家这么多年了 也没参悟出什么来 就算叶清云是世外高人 也不见得 就能立马看出什么来吧 所以 肖震男心里不敢抱有太大的期望 期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要不是 女儿肖师劝说自己 一定要拿给叶清云来看 肖震男都不想来麻烦叶清云 此时 叶清云把宝刀与宝剑都拿了起来 各自看了看 刀是好刀 剑是好剑 只是叶清云目光浅薄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觉得 这一刀一剑沉甸甸的 惠空 你能看出什么来吗 叶清云转头问向了一旁 站着如同保安的惠空 惠空立即双手合十 圣子慧眼独具 能看破世间一切 必然早已看出这刀剑之秘 肖僧不敢多言 叶清云 我就随便一问一 你居然还能顺带着拍的马屁 不愧是你 叶清云摸了摸下巴 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神情变得有点古怪起来 这一刀一剑 再加上蕴藏武学秘籍的说法 怎么这么眼熟 这剧情我看过呀 叶清云当即看向了肖震男 嗯 你们肖家有没有试过 用这一刀一剑互相攻击 肖震男一愣 然后连连摇头 祖先传下来的宝物 却敢如此啊 第1038章 刀剑相击 肖震男很奇怪 叶高人 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想法 让宝刀与宝剑互相攻击 这不纯纯脑贪吗 但凡是个正常人 会有这种离谱的念头 万一这刀剑损坏了 岂不是哭都来不及 惠空也露出了诧异之色 圣子还真是想法独特呀 居然会想让这刀剑相击 这岂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不过圣子既然这么说 那或许这真是发掘出这刀剑秘密的方法 也说不定 嘿嘿 肖家主 我觉得你可以照我说的办法试一试 叶清云摸了摸鼻子 肖震男一脸呆滞 啊 真要如此吗 他本来还以为叶清云在开玩笑呢 没想到叶清云真要让自己这么做 嗯 试试吧 叶清云点了点头 他觉得自己应该没猜错 实在是这记事感太强了 让叶清云只能往这个方向去猜想 肖震男有些犹豫 他倒是愿意相信叶清云 只是这宝刀与宝剑十分珍贵 他们肖家传承了一代代人 始终都是小心翼翼的保存 不敢磕着碰着 现在叶清云要让他刀剑相击 肖震男又岂能立马下决心 肯定是要纠结一番的 这也是人之常情 叶公子 我回去与家族众人商议一下 肖震男小心翼翼的说道 生怕自己没有立即按照叶清云所说的去做 而让叶清云有所不悦 叶清云倒是并不介意 没事 你好好和族人商量吧 毕竟也不是小事 是是是 多谢叶公子 肖震男连忙退下了 他带着宝刀与宝剑 立马就召集了家族高层 连带自己的女儿肖师也一起来了 肖家高层齐聚一堂 父亲 叶高仁怎么说 肖师连忙问宝 是他劝父亲肖震男去找叶清云请教的 在肖师看来 要说有人能够参悟自己家族宝刀宝剑的秘密 那就只有叶清云了 而自己父亲此刻的脸色却不像是已经得到刀剑秘密的样子 反而是很纠结 叶高仁 他说 当下 肖震男便是将叶清云的说法告诉了在场众人 众人文言 都是愣住了 这好像有点太荒谬了吧 是啊 刀剑相机 这可是我肖家的宝刀与宝剑啊 老祖宗的东西 岂能如此糟剑 家主 那位叶公子 不会是在戏弄我们吧 就算这叶公子实力超群 麾下更有诸多强者 但也不能这么捉弄 我肖家吧 肖家不少人都是纷纷出言 在他们看来 叶清云这个说法简直就是荒谬 哪有这样的 肖震男神情苦涩 他就知道自己家族这些人会有如此反应 唯有一人 没有说话 正是肖师 都住口 肖师忽然间大喝了一声 所有肖家这人都愣住了 一个个看向了肖师 十二 你 肖震男正要说话 肖师却直接打断了 父亲 还有你们所有人都不该说这些话 这是再给我肖家带来灭顶之灾 肖师历生说道 神情无比的严肃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肖师如此的严厉 要知道 在场这些肖家高层 辈分上都高于肖师 而肖师却用这种态度和他们说话 这让他们有些无法接受 肖师 你 一个老者正要出言训斥 你们难道忘了 九大家族的下场吗 肖师怒声说道 此言一出 整个大唐彻底安静下来 刚才想训斥的老者 也是一下子呆滞了 是啊 九大家族的下场 他们肖家是历历在目啊 昔日强盛无比 称霸北川的十大家族 在一夕之间被灭到了九家 只剩下了他们肖家 幸免于难 九大家族的覆灭 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个人 叶青云 准确地说 是得罪了叶青云徒弟郭小云 但这又有什么分别呢 郭小云被九大家族迫害 几乎生死 引得叶青云震怒之下 号召群雄讨伐帝尊 帝尊 帝尊一败 九大家族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最终在魔伏波巡的掌下 化为了尘埃 无疑幸免 可谓是凄惨无比 而他们肖家得以幸免 并且有了今日 就是因为站对了方向 叶高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你们在这里说这些话 叶高仁必然听得一清二楚 肖师继续说道 众人一听 一个个都是脸色大变 尤其是刚才 那几个质疑的肖家之人 更是神情慌张无比 生怕因为自己等人刚才的话 就给肖家招来滔天灾祸 肖镇男赶紧朝着叶青云所在的方位 攻身一拜 叶公子 我等无意冒犯 还望叶公子恕罪 叶公子恕罪 众人也是赶忙齐齐攻身 等了片刻 见没有什么动静传来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哼 这也就是叶高仁心胸宽广 不曾与你们计较 肖师冷声道 如若不然 我肖家真就要 毁在你们的嘴巴上面了 众人一个个低着头 此刻都如同鞍唇一样 不敢再随意开口了 那身儿 这宝刀和宝剑 肖镇男连忙转移话题 既然叶高仁说了 要刀剑相机 那就不会有错 肖师一脸的坚信 真要这么做 肖镇男还是有点犹豫 爹 你不行就让我来吧 肖师一点也不拖拉 上手就要把肖镇男手里的宝刀 与宝剑拿过来 不不不 还是为父来吧 肖镇男咬了咬牙 随即当着众人的面 将宝刀与宝剑举了起来 众人全都看着 心中十分忐忑 唯有肖师 丝毫没有怀疑 他坚信叶清云 不会无地放逝 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必然是有他的道理 肖镇男深吸了一口气 心想豁出去了 下一刻 刀剑相机 当 一声脆响 紧接着 咔嚓咔嚓咔嚓 宝刀与宝剑同时出现一道道裂痕 在肖家众人惊恶目光之下 宝刀与宝剑直接变成了满地碎片 一阵寂静 有人面容抽搐 有人呼吸急促 也有人心头滴血 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宝物啊 毁了 就这么毁了 就知道这个什么刀剑相机的说法 纯粹是糊弄人的 肖师却是一点不慌 眼睛盯着地上 忽然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翘脸上浮现惊喜之色 第1039章 帝尊的突破 有了 肖师惊喜地指着地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肖师就已经是从刀剑碎片之中 捡起了两块玉片 还真有 众人都愣住了 随即一个个露出震惊之色 没想到这刀剑之中 竟然还藏着玉片 这要是没有刀剑相机 使得刀剑尽碎 还真发现不了 肖师没有自己查看 而是将两块玉片 都交给了父亲肖振南 肖振南心情是激动的 双手是颤抖的 赶忙接过了玉片 小心翼翼查看了起来 这一看之下 肖振南面露狂喜之色 是我肖家祖先的两大绝学 狂龙十八手 与九玄五金 此言一出 众人也是欢喜无比 天哪 真是老祖宗的绝学 没想到我肖家时至今日 还能有如此机缘 有了这两大绝学 我肖家百年之内 必然会有话缘静强者出现 肖师看着满堂欢喜的众人 倒是没有说话 他心中只有对叶青云的无比感激 肖振南也在喜悦之后冷静下来了 他有些尴尬的看向自己女儿 之前肖振南还有些怀疑 要不要相信叶青云 现在看来 自己之前的怀疑和犹豫 简直是太可笑了 尤其是刚才不少人都对叶青云有所质疑 此时玉片一出 更显的讽刺 很快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等人的浅薄 一个个面红耳赤 羞愧不已 肖师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都是自己的族人 也不好直接嘲笑他们 哎 叶高人一眼就看出了这刀剑之中的秘密 让我肖家能得此机缘 当真是恩重如山 肖振南由衷说道 是啊 叶高人便是我肖家最大的恩人 我肖家能有今日 皆是叶高人的恩惠 一定要好好感谢叶高人才行 肖家众人也是纷纷附和起来 肖振南还看了肖师一眼 心中暗暗叹息 自己女儿好像入不了叶高人的发言 叶高人身边的那个妖族女子 论相貌 身段似乎都凌驾于自己女儿之上了 可惜了 不过虽然八戒不上叶高人 但八戒叶高人的徒弟 那不也是一样的吗 虽然自己女儿的年纪是比叶高人的徒弟大了一点 但俗话说的好 女大三报金砖 大个七八岁的 好像也没什么要紧的 肖师察觉到了自己父亲的目光 不由微微醋眉 爹 你看我做什么 肖振南有些尴尬的摸了摸头 然后先让众人离开了 大堂之中 只剩下了他们父女两人 十二 要不然跌后着脸皮 去问你说没 肖师一正 说没 说什么没 肖振南干咳一声 就是你与郭晓云呀 为父看得出来 你与那郭晓云关系亲密 而且他也曾经在我肖家待过一段时间 肖家对他都很熟悉 你们两人要是能成亲 那郭晓云也就是我肖家的人 肖振南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 那就是一旦肖师与郭晓云成婚 那他们肖家可就算是彻底 靠在了叶青云这棵大树之下了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虽然这有点卖女儿的感觉 但大家族的联姻 那也算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更何况 肖振南看得出来 肖师心里也喜欢郭晓云 只不过并未点铺而已 年轻人不好意思 那我这么做长辈的 自然要出手帮一把 肖师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自己轻垫 转身便走了 肖振南倒也不在意 手里拿着两个玉片 心中不由冒出来一个想法 既然这两大绝学是靠着叶青云相助才弄到的 那为了肖家 为了自己的女儿 这两大绝学奉献出来也完全值得了 当下肖振南便带着两块玉片 直接就去找郭晓云了 南荒大地 一处隐秘的山洞 山洞之外 有两人正在等候 这两人 正是孟悠然 与兵家传人吴千锋 两人都是红光满面 看起来似乎心情都很好 而他们等待的人 正是在山洞之中闭关突破的帝尊 三人自从联手埋伏 杀死了那位儒家问鼎强者周寻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直到数日前 孟悠然与吴千锋才一起来到这里 一边是位帝尊护法 一边也是等待帝尊出关 吴千锋几次看向孟悠然 几次都是欲言又止 孟悠然也看出了 吴千锋想问什么 但他并未多言 夜幕降临 山洞之内忽然间传来了一道惊人的气息 孟悠然与吴千锋同时看去 就见一道身影 已然迈出了山洞 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之中 正是帝尊 帝尊副手而出 神情沉稳如山 眉宇之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 而他周身的气息 与闭关截然不同 问鼎 这一刻 帝尊已经踏入了问鼎之境 成为了当时的问鼎强者 孟悠然立即拱手 恭喜阁下 踏入了问鼎之境 帝尊只是恩了一声 倒也没有太过欢喜的样子 吴千锋有些羡慕 也朝着帝尊报了报权 帝尊的突破 是靠着炼化了那儒家强者周寻的气云 一个问鼎强者的气云 自然是十分不凡的 帝尊也算是后机勃发 靠着这一次的机缘 顺利地踏入了问鼎之境 虽然只是问鼎初期 但对于帝尊而言 这已经是他数千年都未曾有过的巨大提升了 心中若无欢喜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孟教主 你的傀儡已经炼制好了吗 帝尊出言问道 孟悠然笑着点点头 一抬手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竟然是之前被他们三人联手偷袭所杀的儒家强者周寻 此刻成了傀儡 面容呆滞 双目无神 但周身气息却是依旧强大 你竟然把周寻炼制成了傀儡 吴千锋大惊失色 这要是被中原儒家知道了 只怕是儒家的圣人都要愤怒献身了 这胆子也太大了 物尽其用而已 孟悠然淡淡说道 吴千锋没话说了 他心里有些后悔 自己算是彻底被这两人给拉下水了 现在想和他们划清界限都不可能了 只能是一条倒走倒黑 这具傀儡将此人身前的实力都保存了下来 而且肉身会更加强大 战力胜过生前 孟悠然说道 帝尊恩了一声 但即便如此 以我等现在的实力 只怕也难以对抗得了浮云山 孟悠然摇了摇头 浮云山的秘密太多 现在远不是与浮云山为敌的时候 但有一个地方 我已经注意很久了 那里 有一个叫做青云宗的宗门 似乎与浮云山也有些关系 我们倒是可以先从这青云宗入手 或许能有一番不错的收获 第1040章 卧底叛变了 青云宗 帝尊和吴千锋面面相去 这宗门的名字 听起到 倒是真和那叶青云有些关系 不会是叶青云创建的宗门吧 那谁敢去招惹啊 孟悠然似乎看出了两人的顾虑 微微一笑 自信满满 放心 那青云宗 虽然与浮云山中的那位有些关系 但并非是他所建立 帝尊皱眉 那这青云宗是何人所建 我玄皇教仲已经查清楚了 此宗乃是当初丐帮的一些弟子所建立 而这些丐帮弟子 曾经去过浮云山下 被浮云山中的妖兽所震慑 命令之下建立了这个青云宗 孟悠然缓缓道来 一群乞丐建立的宗门 那能有什么特别的 吴建峰有些不屑 非也 孟悠然摇了摇头 这青云宗虽是乞丐所建立 但却非同寻常 曾经大周后一击好玄 也派手下强者前去征讨 结果杀鱼而归 若真是寻常宗门 岂有如此能耐 而且 这青云宗内 疑似有一种玄妙秘法 可以让修炼之人短时间内实力暴增 说到这里 孟悠然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十分感兴趣的神色 死斗秘法 对你我三人而言 都是十分需要的 听到这里 帝尊和吴千锋也都是洞容 好 那咱们 就去探一探这个青云宗 帝尊直接说道 他现在突破了问鼎境界 已经是当时罕见的问鼎强者 可谓是自信爆棚 天下之大 除了浮云山和中原之外 他什么地方都可以横着走了 甚至 就连中原之地 他也敢去闯一闯 在帝尊看来 浮云山的危险程度 要更在中原之上 至于这个什么青云宗 一群乞丐建立的宗门而已 哪怕是和浮云山有那么一丁点关系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我问鼎强者降临 那小小的青云宗 岂不是要在寝刻间化为尘案 毫无压力 更何况 还有孟悠然与吴千锋同行 更加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那就去这个青云宗看看 吴千锋也说道 三人商议完毕 便一起朝着青云宗的方向而去 孟悠然手底下的教众 一直都在暗中调查这个青云宗 一开始倒也没有太在意 但随着这个青云宗 在南荒之地名声见证 玄黄教也对其有了更多的关注 为了能更好地弄清楚 这个青云宗的内幕 还有几个玄黄教众 选择主动加入青云宗 也就是当卧底 结果这一卧 反而是让其他教众 与那几人失去了联系 完全没了回应 这也让青云宗蒙上了一层 神秘诡异的面纱 也正是因为得知了 有教众卧底青云宗 结果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事情 孟悠然才真正对青云宗产生了兴趣 三人都是高手 飞得自然很快 半个时辰之后 便已经是落在了青云宗的山门之下 三人没有贸然进入 而是先站在山下观望起来 在三人的注视之下 整个青云宗仿佛缭绕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使得三人都是心中不禁诧意起来 这座山隐隐透露着不凡 吴千锋定睛说道 不错 此山与周遭天地十分融洽 可惜我等不是道家与阴阳家之人 否则能看出更多东西 孟悠然点头道 帝尊副手里 悄然运转铜树 想要把这山中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嗡 帝尊的双眸 变得荧光四溢 下一刻 帝尊的目光便是落入了青云宗内 可没想到 这青云宗内仿佛笼罩着一片迷雾 阻隔了帝尊的视线 我的铜树 却无法看透这脸 帝尊有些惊讶 当即将铜树的力量提升 但无论他如何催动铜树 那层迷雾却始终不散 最终 帝尊也只能放弃了 此地 我无法看透 帝尊语气略显凝重地说道 无妨 孟悠然摆了摆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手段都是无用的 只见孟悠然拿出了一枚传讯预检 他要将卧底在青云宗内的几个轿众呼唤出来 孟悠然想来 那几个教众之前失去联系 只怕是迫不得已 无法与外界联系 但现在 自己这个教主来了 那几个卧底的教众 必然不用再畏惧什么 可以直接现身出来了 当下 孟悠然催动预检 然后站在原地静静等待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 还真有人出来了 一共五个人 皆是穿着青云宗弟子的服饰 而这五人 也正是玄黄教之前卧底进去的五个教众 一个没少 都好端端的还活着 孟悠然不由露出了一丝笑容 果然 和自己料想的没错 他们五人之前 必然是不敢轻易与外界联系 而现在自己来了 他们五个也就不用怕什么了 卧底了这么久 这五人应该也掌握了不少的情报 他们也算是功劳颇大 等解决了青云宗 也要好好地奖赏他们五人一番 五人一起走到了山门之外 来到了孟悠然的面前 孟悠然面带微笑 副手而立 准备接受这五个教众的拜见 结果 这五人来到面前之后 却都只是看着孟悠然 并未行礼 这让孟悠然有点错愕 什么情况 教主就站在你们五个的面前 你们身为教众 居然敢不见脸 反了天了 孟悠然脸上的微笑 顿时就挂不住了 冷冷看着面前五人 见到本教主 你们为何不行礼 五人面面相去 然后齐齐摇头 孟教主 我们五人已经和玄黄教没有关系了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什么 孟悠然直接呆滞 这五人什么意思 卧底卧着卧着 尼玛直接叛变了是不 孟教主 我们五人现在已经是清云宗的弟子了 我们与玄黄教不再有任何的牵扯 还望孟教主能明白 现在的我们 只忠诚于清云宗 孟教主也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我们担心宗门内的师兄弟们误会 五人接连说道 孟悠然脸色铁青 气得真要吐血了 而一旁的帝尊和吴千锋则是神情古怪 尤其是吴千锋 想笑也要憋着 还真挺难受的 第1041章 你们撒杂也叛变了 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孟悠然怒道 这也就是孟悠然修养极好 换一个稍微脾气差点的 听到这五人所说的话 当场就要把他们五个活活拍死了 孟教主 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五人神情坚定 不见丝毫的畏惧更没有半点的动摇 我们五人早已决定 毕生都会留在青云中 永远不会离开的 孟悠然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了好几次 很想直接杀了这五个叛徒 好 很好 孟悠然深吸一口气 整个人反倒是平静了下来 人各有志 我玄黄教倒也没有说 加入了就不允许退出的规矩 但你们五个 深受我玄黄教栽培 算是我教中的得力骨干 孟悠然画风一转 现在你们既然要退教 那就把这些年 花在你们五人身上的一切 都还给玄黄教 言下之意 便是要让这五人自费修为 孟悠然心头冷笑 要让你们五个知道 背叛玄黄教 可是有相当大代价的 岂会让你们这么容易就脱身去 现在你们知道要自费修为 估计会吓得面无人色 赶紧趴在地上求饶了吧 孟悠然等着这五人露出惊恐之色 但下一刻 孟悠然人傻了 就见这五人 齐齐一拍自己的眉心 然后浑身一阵颤抖 五人当场修为尽废 这一下 不仅把孟悠然看傻了 连帝尊和吴千锋也猛了 好家伙 这五人自费修为 可真是一点不带犹豫的 那叫一个干净利索 就像是早就迫不及待 想这么做了一样 孟教主 现在我五人已经自费修为 算是彻底与玄荒教脱离关系了 五人看着孟悠然 脸上都不见任何的后悔和惋惜 反而是有一种解脱 与如是重负的感觉 这让孟悠然极为凌乱 什么鬼啊 你们五个啊 好歹也都是通天境的修为啊 修炼起来着实不易 居然说自费就自费 也太离谱了吧 一时间 孟悠然当真怀疑 这五人的神智 是不是被控制了 失了智 五人也不多话 自费修为之后 欢天喜地蹦蹦跳跳 就回山上去了 那欢快的脚步 让孟悠然在原地无比凌乱 一时间 他竟分不清谁才是小丑 孟教主 看来你麾下的这些教众 并不是十分忠诚呀 吴千锋故意取笑道 孟悠然一张脸黑的跟锅底一样 饶食他氧气功夫极厚 此刻也是几乎要绷不住了 很想骂娘 他很后悔 刚才怎么就没直接拍死那五个家伙呢 还让他们回去了 哼 定然是这青云宗有所古怪 孟悠然冷声说道 那不如直接动手吧 帝尊提议道 他已经是不想继续站在这里干好着了 好 孟悠然当即出手 一道雄魂力掌 瞬间从天而降 这一掌 孟悠然可谓是毫不留守 是因为心中有怒火 直接就动用了十成的功力 不管这青云宗那有什么秘密 先给你来一掌 打得你青云宗人仰马翻 然后我再慢慢的来收拾 哄咚咚 力掌瞬间压下 眼看着整个青云宗 就要在这一掌之下覆灭 可就在这时 嗡 一道硅甲纹路的光幕 凭空出现在了青云宗的上空 而孟悠然的这一掌 也是结结实实落在了这道硅甲纹路的光幕之上 却见 光幕微微荡漾 紧接着 便是将孟悠然这一掌的力道尽数吸收 孟悠然瞬间变色 地族与吴千锋也是露出金融 这是何等金人的力量 吴千锋惊呼道 为何有古老妖兽的气息 帝尊神情凝重 从那硅甲纹路的光幕上 察觉到了什么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是把青云宗内的众人惊动了 何人胆胆来我青云宗闹事 一声力喝 从山上呼啦 一下子就冲出来一大群人 很快就冲到了山门之下 与孟悠然三人对上了 只见人群之中走出来一个秃头 正是青云宗大弟子狗不利 狗不利威严不凡 走路的架势都仿佛是一代宗师的气魄 你们是何人 竟敢在我青云宗山门下道士 孟悠然三人看着狗不利 一时间 他们竟然都有点看不透 这个秃头的修为 心中不仅有了三分忌惮 你便是青云宗大弟子狗不利吗 孟悠然出言问道 他毕竟是调查过青云宗的 知道狗不利的身份 不错 我就是狗不利 你又是谁 狗不利淡淡说道 孟悠然自然不会道出自己的来历 他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两人 示意他们准备出手 掀灭了这些青云宗弟子再说 可就在这时 吴千锋却是朝着对方露出了惊恶之色 你们三个怎么会在这里 吴千锋看见熟人了 就见狗不利的身后 三道年轻身影并肩走了出来 他们也穿着青云宗弟子的服饰 乍一看和其他人没啥区别 但吴千锋却是认得他们三个呀 墨家天骄徐少阳 阴阳家天骄楚人 以及道家天骄玉英子 失踪许久的三个中原天骄 竟然会在这里出现 而且还穿着青云宗弟子的服饰 让吴千锋十分意外 徐少阳三人也在看着吴千锋 他们也没想到 吴千锋会出现在这里 吴千锋 没想到会在这里与你见面 徐少阳平静说道 吴千锋看着他们三人 你们 你们这是加入青云宗了 三人齐齐点头 吴千锋一脸震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玄黄教的五个教众 加入青云宗也就罢了 毕竟都是一些庸禄之辈 但徐少阳三人可不一样啊 你们可都是从中原来的呀 都是各自势力的年轻天骄啊 一个个都是光芒耀眼的存在 结果你们仨全都加入青云宗啊 这地方是有什么魔性吗 孟悠然和帝尊也没想到 这消失许久的三个中原天骄 居然会在这里 而且也加入了青云宗 这下子 让孟悠然和帝尊对于这青云宗就更加好奇了 徐师殿 你们三人认识他们吗 狗不利出言问道 师兄 我们只认识其中一人 与我们来自同一地方 至于另外两人并不曾见过 徐少阳恭敬回答道 第1042章 前程的中原三天骄 吴千锋有些无法接受 徐少阳三人怎么可能加入青云宗呢 这不是放着大好的金山银山不要 转而去要一堆废铁吗 你们可都是中原的天骄啊 有没有点身为中原天骄的骄傲啊 徐少阳 你们三个是背叛中原了吗 吴千锋沉声喝道 虽然他自己也算是背叛了中原 但毕竟所做的事情并未摆在明面上 而徐少阳三人则是明目张胆的加入了这个青云宗 所以 吴千锋还是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来狠狠批判一下徐少阳三人的 本以为 徐少阳三人听到自己的质问 多少会露出一些惭愧的神情 甚至可能会无地自容 吴千锋也可以继续唾骂他们三个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 要是在中原 吴千锋在他们三人面前 还是要矮上一头的 毕竟 天骄与天骄之间 亦有差距 可没想到 徐少阳三人一点惭愧的表情都没有 三人都是面色平静 眼中更是清明透彻 别说惭愧了 连一丁扁的心绪波动都没有 吴千锋 我们三人现在只是青云宗的弟子 与中原不再有任何关系 徐少阳淡淡说道 即便是当初我们的师门长辈站在这里 我们三人也不会有半点动摇 更何况是你 吴千锋彻底傻眼 尼玛 这三个家伙 是被灌了迷魂汤吗 全这么的坚定 完全想象不出 这青云宗 有什么东西能这么吸引他们三个的 孟悠然看见这一幕 心情突然间就好了 刚才他的五个手下 当着他这个教主的面 表明态度与玄皇教划清界限 为此还不惜自费修为 气得孟悠然几乎吐血 现在好了 见到这三个中原天骄 居然也背叛了中原 加入了青云宗 这心情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自己的手下虽然背叛了自己 但这又算到了什么呢 看看 看看人家中原来的天骄 一个个都是当时杰出的年轻豪杰啊 结果还不是背叛了中原 所以 不是我孟悠然遇下无方 必然是这青云宗太过诡异 才会如此 嗯 这么一想 孟悠然的心情就更好了 甚至都忍不住想 吟诗一首 当然 这个场合吟诗的话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只不过谁都看得出来 刚才还面成似水的孟悠然 此刻却是一脸的神清气爽 嘴角还有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整个人都直冷起来了 反倒是刚才憋笑的吴千锋 此刻的神情有些难看 难道 你们就不怕我将此事回禀中原吗 吴千锋怒道 吴光 你如何回禀是你的事情 我等早已不在意了 徐少阳摇头说道 这一下就把吴千锋给掖住了 狗不利却是看着吴千锋 露出一丝笑容 既然你与我这三位师弟师妹 来自同一地方 不如也留在我青云宗吧 吴千锋 好家伙 这都直接要连我也一起 拉进这青云宗了 哼 我吴千锋身为兵家传人 岂能看得上你这小小青云宗 吴千锋自然是不愿意的 他可还没到连中原都不想回去的地步 身为兵家传人 吴千锋还是对自己这个身份很骄傲很在意的 那真是太可惜了 狗不利摇了摇头 也未曾再多劝说什么 废话就莫要再多言了 帝尊没耐心了 一步踏出 问顶强者的气息直接爆发出来 笼罩四方 你想干什么 狗不利丝毫不惧 怒视帝尊 灭你青云宗 帝尊人狠话不多 抬手便是一道掌印 直奔狗不利而来 这是问顶强者的一掌 而且 帝尊并未有多少留守 这一掌之力 足可将化缘进高手打成重伤 这些所谓的青云宗弟子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一群娄一罢了 自己一掌下去 还能活下来的 估计也就只有徐少阳他们三个中原添交了 面对如此一掌 却见狗不利等青云宗弟子 一个个都是毫无巨色 却见徐少阳三人当即跃重而出 挡在了狗不利的身前 三人联手一掌 哄 挡住了帝尊的这一掌 帝尊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徐少阳等三人 虽然都还只是化缘进 但毕竟是出身中原 实力非同凡响 三人联手 能挡住自己未尽全力的一掌 也不算什么太奇怪的事情 狗师兄 我们三人入宗以来 魏力寸功 徐少阳对着狗不利说道 今日既然强敌来袭 就让我等三人来迎战吧 狗不利点了点头 那好 此战就交给徐师弟 你们三人了 可不要给青云宗丢人呀 说完 狗不利退到了后方 与青云宗一众弟子 站在一块 把地方留给了徐少阳三人 帝尊面露冷笑 就凭你们三个 非是我的对手 孟悠然和吴千锋 并没有要出手相助的意思 以帝尊的实力 对付徐少阳三人 应该不成问题 吴千锋 现在带着你这两个同伴离去 此事就当不曾发生过 玉英子一指吴千锋 语气冰冷地说道 吴千锋双手一摊 我人为严青 他们要如何 我也劝阻不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 徐少阳三人 当即摆出了架势 一个个砸起了马步 满脸都是虔诚与坚定 这等姿态 让帝尊三人都是面露错额 这是什么造型 挺别致呀 中原的人是这样的吗 吴千锋更是满头问号 这三人在干什么 为何不直接施展 你们各自施门的法术神通啊 扎马不干啥 一个个还露出那样的表情 青云老线 猛然间 徐少阳当先一声大吼 声弱闷雷 把帝尊三人都吓了一跳 紧接着 法力无边 楚人也跟着吼了一声 帝尊三人更猛了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神通广大 玉英子昂首挺胸的喊了一声 最后 中原天交三人组 齐声大喊 古今第一 哼 喊声未落 就见三道金光从天而降 一下子就照耀在了徐少阳三人的身躯之上 第1043章 小鸡人 徐少阳 楚人以及玉英子 三人浑身金光四溢 强横的气息 从他们的体内不断弥漫出来 他们的身躯似乎变得更加健壮一些 就连玉英子也不例外 看起来十分魁梧 卧槽 吴千锋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眼中满是震惊 帝尊 孟悠然 也是一样的神情 脸上竟是难以置信之色 仿佛见了鬼一样 而狗不利等人 却都是带着满意之色 徐师弟三人 当真是资质出众 更深得清云老仙的眷顾 这么快就能达到如此境界了 狗不利用欣赏的目光 看着徐少阳三人 徐少阳三人 感受着此刻身上的力量 脸上竟是陶醉与狂热 这就是他们三人 在清云宗这段时间的收获 清云老仙的光辉 与他们之前所修炼的力量完全不同 让他们三人感受到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原来修炼还能这样的 喊喊口号 就可以变得如此强大 那我们还修炼的屁屁啊 肯定是不愿意再离开清云宗了 而且 越是待在清云宗 越是喊口号 就越发的虔诚与狂热 心中没有其他 唯有清云老仙 来战吧 徐少阳三人看向了帝尊 帝尊有点惊疑不定起来了 实在是这三人此刻看起来太奇怪了 身上冒着金光 一个比一个魁梧 也完全感受不到 他们此刻到底是何等的修为 只觉得他们三人身上的气息 十分浑厚强大 简直强的不合理 帝尊深吸一口气 使得自己镇定下来 我已经是问鼎强者 又何必忌惮 他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想到这里 帝尊直接运转自身武学 苍穷三世 穷咒急鱼 一道弘大匹炼 裹挟着浑厚的气韵之力 瞬间便是降临在了徐少阳三人之前 这是帝尊自身所领悟的武学 以气韵之力催动 威力极为惊人 曾经在北川对战群雄之际 有过十分傲人的发挥 而此刻 他如问鼎静的帝尊 这苍穷三世施展起来 威势更是远胜当初 匹炼落下 如同苍穷轻腹 又好似天地崩塌 却见徐少阳三人站在一块 没有丝毫要躲闪的迹象 反而是齐齐大吼一声 用肉身去硬抗这一击 青云老先庇佑 三人齐声大吼 轰隆隆 恰好此刻 攻势落下 冲击在了三人的身躯之上 恐怖的气静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可令人奇怪的是 往青云宗众人而去的气静 却很快就消散一空了 似乎是这青云宗内 有什么力量将其抵挡下来 而孟悠然和吴千锋 则是赶紧运功抵挡 即便如此 两人还是被震得连连后退 脸上惊讶不已 这就是帝尊此刻的实力吗 果然强悍 问顶强者的威势 此刻在帝尊的身上 净显无疑 而被帝尊招式所吞没的三人 似乎已经生死 帝尊露出冷笑 刚要出炎 却见刺眼的金光再度亮起 嗡嗡嗡 三道金光并未黯然 依旧明亮如火 而金光笼罩之下的三人 也是毫发无损 根本未曾受伤 什么 帝尊惊骇不已 自己这一招 化缘镜绝对不可能幸存才是 这三人按理说 都是化缘镜舞者啊 怎么一个个都还好端端的 就在帝尊猛逼之际 徐少阳三人也出手了 他们可不会站着挨打 此刻正是他们为青云宗立功的大好机会 岂能错失 而且还要展现他们青云宗的威风呢 三人如狼似虎一般 在金光照耀之下冲向了帝尊 帝尊怒喝一声 再度出手 苍穹三世 天荡地面 两道巨大手掌 一左一右朝着三人横扫而至 依旧是强横无匹的威势 更胜之前一招 青云老先庇佑 同样的口号 从三人口中怒吼出来 哄 一道金色人影赫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这金色人影伟暗如神明 仿佛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磅礴之力 这道身影一出现便是挥动双手 轻轻一推 帝尊施展出来的招式 瞬间计免 一丝一毫都未曾剩下 这不可能 帝尊惊骇欲绝 忍不住直接失声惊呼起来 而此刻 三个小金人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 喷喷喷 三人各自出拳 结结实实砸在了帝尊身躯之上 帝尊下意识地运转气韵之力化为屏障 可结果三拳都下来 屏障直接碎裂开来 帝尊被震得连连后退 身上被打中的地方疼痛不已 好惊人的体魄之力 帝尊这才意识到 原来徐少阳三人此刻所运转的乃是体魄之力 单纯的肉身力量却达到了这般恐怖的程度 连他这个问鼎强者 竟然都有些吃不消 帝尊怒了 奶奶爹 我他娘的刚刚才突破成为问鼎 还没来得及大展神威呢 岂能在这小小的青云踪里栽了跟头 我今天要说不灭了此地 我帝尊还有何面目立足 当下 帝尊也是活出去了 直接祭出了自己最强的手段 帝尊命盘 此乃帝尊一身气韵与修为的凝聚之物 更是熔炼了一丝天地大道 极为厉害 同境界之内 无人可以将其打破 即便是同时与好几个同境强者交战 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当初北川一战 帝尊被群雄围攻 其中与之实力相当者 就有好几位 但帝尊就硬生生靠着帝尊命盘 抵挡了群雄攻势 立于不败之地 让群雄十分吃惊 当然 最后是叶青云及时赶到 一枪破到了他的帝尊命盘 才使得帝尊一败涂地 而此刻 帝尊命盘再度施展 威势远胜当初 问鼎境内 没有人可以打破他的帝尊命盘 你们三人的突破虽强 但绝对不可能突破我的帝尊命盘 帝尊大吼道 正要以帝尊命盘之力 强势镇压徐少阳三人 却见徐少阳三人身后的那道金色身影 轻描淡写地点出一纸 这一纸 恰好就点在了帝尊命盘之上 嗡 一瞬间 万类俱进 但紧接着 碎裂之声自帝尊命盘之上响起 PS1 嘿嘿 我又在阴间时间更新了 嗨嗨 其实我每天的更新 基本晚上十点前就写好了 只不过 因为网站同步的关系 才会在后半夜冒出来 PS2 这两天事情缠身 更新略少 还望见谅 第1044章 青云宗战力最强之人 咔嚓 破碎之声 从帝尊命盘之上响起 这声音的出现 让帝尊为之一论 甚至觉得有点耳熟 好像 当初在北川对战群雄之时 自己的帝尊命盘 也出现过相同的破碎声 紧接着 在他的帝尊命盘之上 裂痕如同珠网一般 迅速扩散开来 帝尊命盘 我踏马当场裂开 轰咚咚咚 又伴随着一声巨响 帝尊命盘轰然破碎 恐怖的反正之力 一下子冲击在了帝尊的身躯之上 直接把帝尊整个人先飞出去十几里地 帝尊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脸色苍白 眼神带着惊恐与难以置信 自己的帝尊命盘 竟然又被打破了 这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的自己 可是问顶尽强者啊 帝尊命盘的威力 也远胜当初了 按理说 就算是半胜出手 也不可能这么轻松打破自己的帝尊命盘啊 结果那三人身后的金色身影 只是轻轻一指 就把自己的帝尊命盘给破了 要不要这么容易啊 你这样我堂堂帝尊很没面子的 竟然破了帝尊命盘 孟悠然也是大吃一惊 他当年也是和帝尊交过手的 领略过帝尊命盘的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帝尊命盘这门神通 足以堪比那些上古绝学 能在数个同镜武者围攻之下 立于不败之地 可现在 却是被如此轻易地击溃了 他们三个 怎么突然 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吴仙峰脸上的神情极为精彩 他也是中原出来的 对于徐少阳三人的实力 也算是比较了解 若实力 这三人虽然是天骄 但比起自己 顶多也就是烧胜一筹而已 即便是三人联手 也不太可能是如今 踏入问顶境的帝尊的对手 可现在 徐少阳三人 简直是强的离谱 三人联手 居然是把帝尊打得节节败退 而且看起来 帝尊似乎 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三个 差距有点大 你们两个还在看什么 还不一起出手 帝尊此刻也顾不上什么颜面了 丢了这么大的人 他此刻怒火中烧 只想赶紧灭了青云宗 孟悠然和吴千锋对视一眼 两人也没有在袖手旁观 选择出手相助帝尊 吴千锋大喝一声 兵家杀气骤然爆发 黑色长脊出现在手 挥动之间 浓烈杀气化为道道狂风 直奔徐少阳三人袭来 而孟悠然则是施展秘法 无数黑色手臂 自他的影子之中呼啸而出 这是孟悠然不曾施展过的秘法 也无人知晓 这等秘法有何等威力 但看起来 却是十分的诡异莫测 两人虽然都不是问鼎强者 但实力也极为不凡 此刻出手之下 徐少阳三人也必须要来应对 青云老线 三人齐声大喝 哄 金光暴涨 三人直接硬扛下了 吴千锋的兵家杀气 其中 楚人一拳轰出 与吴千锋横扫而来的漆黑长脊 碰撞在一处 碰 一声闷响 吴千锋只觉得双手一阵发麻 长脊直接就脱手飞出了 什么 吴千锋大为吃惊 赶紧后退 并且接住了自己被震飞出去的兵器 也幸好自己这杆兵器材质特殊 并且转刻了阵法 可以化解力道 不然的话 只怕是要出现损伤了 孟悠然施展的秘法 也已经到了三人跟前 一道道黑色手臂 直接缠住了徐少阳三人的身体 如同锁链一样 徐少阳三人顿时身形僵住 无法动弹 仿佛是有什么力量 牵扯住了他们的身体 孟悠然露出一丝笑容 中了我这秘法 你们现在的一切行动 都要受我操控了 只见孟悠然抬了抬手 那边被黑色手臂缠住的徐少阳三人 也是做出了跟孟悠然一模一样的动作 看起来十分的古怪 孟悠然踢了踢脚 徐少阳三人也是跟着踢脚 你有这么厉害的秘法 为何不早些使用啊 帝尊脸色难看的 蹬着孟悠然 这要是早点施展出来的话 刚才自己也不会这么丢人了 孟悠然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放出了自己储物袋中的傀儡 儒家强者周寻 我已经控制住了这三人 你们与傀儡一起出手 灭了青云宗其他人 孟悠然沉声说道 好 吴千锋与帝尊当即便是冲向了狗不利等人 而傀儡周寻也是在孟悠然的控制之下 瞬间便是来到了狗不利等人的上方 浩然如气 骤然压下 周寻虽然被炼制成了傀儡 但孟悠然的炼制之法极为上乘 保留了周寻生前全部的实力 甚至连生前所会的儒家武学 都可以完好的施展出来 并且体魄得到了提升 所以战力比起生前不减反增 再加上帝尊与吴千锋 狗不利等人似乎陷入到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可狗不利等人却是一个个面色如常 丝毫不慌 显得出奇的镇定 这一幕让帝尊和吴千锋心里都是有点打鼓起来 这些人明明看起来很弱 可为何他们此刻如此的镇定 莫非是吓傻了 亦或是有什么依仗吗 但此刻他们已经出手 也容不得多想 或许这些青云宗弟子只是单纯的反应比较慢而已 狗不利深吸一口气 诸位师弟师妹 你们无需出手 让师兄我来应付即可 狗不利说完 整个人一步跨出 紧接着 他双手高举 猛然大喝 青云老仙在上 弟子狗不利祈求老仙之力 哼 金光落下 浓郁耀眼 宛若烈阳之光 比起徐少阳三人身上的金光 更加的刺目浑厚 而且 狗不利整个人也是发生了变化 他的眉毛 眼珠都变成了金色 身躯魁梧雄壮 如同铁塔一般 浑身上下 充斥着足以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息 这就是狗不利的实力 他才是青云宗所有弟子之中 站立最强之人 因为他是青云宗的缔造者 也是青云宗最为虔诚的弟子 无时无刻都在默念青云老仙的口号 老仙之力时时刻刻滋润着他的身躯 现在他都不需要喊口号 直接心中默念一声 就可以获得老仙之力的加持 成为狂暴小惊人 第1045章 跑 赶紧跑 狗不利变成狂暴小惊人之后 金色的眼眸看向了正面袭来的两人 帝尊和吴千锋 只见狗不利大吼一声 声如巨雷 震得两人心神一颤 趁此时机 狗不利脚下一蹬 地面顿时被他踩出一个大坑 下一刻 满身惊光的狗不利 已然出现在了吴千锋的眼前 好快 吴千锋心头亥然 连忙挥动长脊 想要击退狗不利 可狗不利出手太快了 一拳袭来 吴千锋都来不及挥动长脊 只能勉强将长脊横在身前抵挡 哼 吴千锋连人带脊飞了出去 破 一口鲜血 从吴千锋口中喷涌而出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起来 而他手中的漆黑长脊 也是被打弯了 掰都掰不过来 一拳 就击败了吴千锋这个 自中原而来的化缘强者 就是这么的简单 而面对帝尊强势的双掌 狗不利又是身形一闪 轻易避开 帝尊一正 猛然回头看去 就见狗不利站在自己的身后 眼神冷漠地看着他 冒犯老仙为言 必须付出代价 话音未落 狗不利又是干净利落的一拳 直奔帝尊面前袭来 帝尊到底是问顶强者 立即运转气韵之力 凝聚身前 同时 身后浮现出一道巨大的拳印 对着狗不利头顶压下 狗不利不闪不闭 硬生生承受了帝尊这道拳印 他周身金光不散 身上更是没有半点伤势 而狗不利的一拳 却是轻易击溃了帝尊的气韵之力 不好 帝尊按道不妙 赶紧抽身而退 显而又显避开了狗不利这一拳 从这就可以看出 帝尊确实要比吴千锋强上不少 换作是吴千锋 这一拳是绝对躲不开的 帝尊却能够躲开 问顶强者 毕竟不是白给的 但躲开虽然是躲开了 却也让帝尊深切感受到了狗不利的强悍之处 这尼玛 简直是怪物啊 完全不能以修为高低 来衡量狗不利的实力 金光护体 所有攻势落到狗不利身上 都不起作用 而金光 再深的狗不利 每一次出手的力量 都强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化缘强者被一拳中创 而问顶强者 估计也顶不住个三五拳的 这谁顶得住啊 估计也只有半圣强者过来 或许可以与这个秃头斗一斗 但也不见得能够取胜 等等 孟悠然你的傀儡呢 帝尊忽然反应过来 猛然抬头看去 却见苍穹之上 傀儡周寻 居然一动不动的愣在了那里 孟悠然也是变了脸色 她发现自己 居然无法控制傀儡周寻了 仿佛这青云宗内 有另外一股力量 压制了傀儡周寻 让孟悠然难以操控 孟悠然与傀儡周寻之间的联系 并未被切断 但就是控制不了 怎会如此 孟悠然 赶紧想要把傀儡周寻收回来 可她一抬头 就看见苍穹深处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只粗大的爪子 就这么抓住了傀儡周寻 让其动弹不得 并且 四周的天地之力也在滚滚而来 缭绕在了那只大爪子上 使得大爪子的力量极为惊人 看似是一只爪子在抓着傀儡周寻 但实际上 是这青云宗方圆百里的天地之力 都倾泻了下来 一起禁锢在了傀儡周寻的身上 这让孟悠然如何去驱策傀儡周寻 当然是使唤不了了 孟悠然瞳孔一缩 心中顿时冒出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猜测 这青云宗 莫非如那浮云山一样 也有古老妖兽坐镇吗 浮云山的古老妖兽可就太多了 那几条真龙就不说了 后面还出现了麒麟 并且 还有一丝猪雀血脉的大公鸡 还有其他几只妖兽 虽然血脉并不古老 但实力也都还算不差 这也是孟悠然十分忌惮浮云山 不敢轻易去触及的缘故 她本想把矛头转向这青云宗 想挑一个软柿子来捏一捏 可没想到 这青云宗哪里是软柿子啊 分明就是铁疙瘩啊 别说捏了 反倒是他自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 帝尊和吴千锋也看见了天上的大爪子 心头一阵突突 卧槽 这青云宗原来还藏着更厉害的大家伙 那还打个屁啊 光是这些青云宗弟子 他们仨就搞不定了 此时 孟悠然的秘书也有点快撑不住了 被黑色手臂禁锢住的徐少阳三人 周身金光闪耀之间 使得黑色手臂的力量急剧消耗 眼瞅着三人就要脱困了 一个狗不利就已经能追着帝尊和吴千锋暴打了 徐少阳三人要是脱困的话 那情况可就更加不妙了 孟悠然对着帝尊使了个眼色 帝尊心领神会 两人同时冲天飞去 帝尊再度凝聚气韵之力 强行让四周的天地之力稍稍退散 孟悠然则是反手拿出一幅画卷 将傀儡周巡直接收入画卷之中 走 两个老鹰笔毫不犹豫 收走傀儡周巡之后 直接以最快的速度跑路了 速度之快 眨眼间就看不见身影了 也是深谙跑路之道的高手 吴千锋傻眼了 卧槽 我还没上车呢 不对 我还没来得及跑呢 你们跑得这么快 岂不是显得我吴千锋很呆吗 吴千锋也想跑 可他毕竟不是那两个老鹰笔 此刻想跑 已经晚了 徐少阳三人金光闪闪从天而降 将吴千锋给围在了当中 三个小金人盯着吴千锋 吴千锋浑身冒冷汗 蓝锦想要遁地 结果却是被徐少阳三人一把抓住 遁都遁不进去 三个小金人 如同拎小鸡一样 把徐少阳拎回了青云宗内 来到了狗不利等人的面前 徐师弟 楚师弟 玉英子师妹 你们三位做得很好 狗不利不吝夸赞 三人得到了夸奖 一个个也都是露出了荣幸的笑容 为宗门效力 为青云老仙效力 是我等最大的荣耀 三人齐声说道 满脸都是狂热之色 吴千锋哼了一声 对于三人此刻的样子 嗤之以鼻 丢人现眼 简直愧对天骄之命 我吴千锋虽然被擒住了 但我绝对不会屈服的 此时 狗不利满脸和善地看向了吴千锋 这位朋友 可愿加入青云宗 成为青云老仙的信徒吗? 第1046章 鬼仙之力的下落 孟悠然和帝尊一路逃窜 直接飞出了数万里之遥 才算是停了下来 两人却也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还时不时回头看去 没有人追来吧? 好像没有 不太安全 再飞远点 好 两人心中不安 又飞出了千里之遥 三番两次确认身后没有任何人追来 这才彻底安心 孟悠然和帝尊 站在一片林子里面 面面相去 谁都不想说话了 太糟心了 本来以为去这个青云宗可以大展神威 顺便能弄点好处 结果没想到 这青云宗如此的恐怖 里面全部都是怪人 不仅没捞到任何好处 反而是差点把自己折在那里 尤其是帝尊 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恼火呀 我才刚刚成为问鼎强者呢 结果就一头撞上了这个青云宗 被打得狼狈而逃 我问鼎强者不要面子的 帝尊狠狠瞪了孟悠然一眼 他忽然发现 自己自从跟着这家伙一起搞事情之后 好像总是会倒霉 虽然实力是在提升 可倒霉事也是一件接着一件 就他妈离谱 孟悠然被帝尊瞪得有点尴尬 这一次对青云宗的失利 他确实是要负点责任的 毕竟 去搞青云宗也是孟悠然率先提出来的 并且还是一副信誓旦旦 完全可以拿下的架势 结果他们三个就屁颠屁颠的去了 结果说好的卧底叛变了 没有搞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在摸不清楚青云宗状况之下 孟悠然还是选择动手 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今日之事的确是我太过唐突 未曾弄清楚那青云宗的底细 孟悠然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哼 帝尊也没抱怨什么 只是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也不知道吴千锋逃出来了没有 若是他没有逃出来的话 那咱们可算是损失了一个助力啊 孟悠然又说道 帝尊斜眼瞅着孟悠然 你跑的时候没戴上他吗 孟悠然也看着帝尊 没有 你呢 我也没有 两人都是神情一阵古怪 都没想着戴上吴千锋 那没事了 谁也怪不到谁 那青云宗着实太过古怪 他们口中喊的什么青云老仙 到底是什么来头 帝尊眉头紧皱 回忆着刚才的交战 这青云宗出手之人 无论是那个秃头 还是徐少阳三人 都数次提到过青云老仙 而他们身上的力量也是完全一样 充斥着金光 然后体魄之力极为强悍 青云老仙 孟悠然神情一变 莫非 还是与浮云山上的那位有关吗 什么 帝尊露出金融 这不可能 仅仅只是念了他的名字 难道就能得到如此惊人的力量吗 帝尊不敢相信 因为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尼玛喊两句口号而已 就能变得生吗 那天底下的修炼之人 还修炼个屁啊 干脆全部都加入青云宗 天天跟着一起喊口号 不就行了 那多省事啊 帝尊不相信 天底下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完全超越了修炼界的常理 那或许是一种秘法 要以口诀的形式来施展 孟悠然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他又迟疑了一下 要不然我们也试一试 帝尊一证 没想到孟悠然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帝尊心里也有点跃跃欲试 要不然 自己也学着那青云宗的人喊两声 看看是不是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两人对视了一眼 孟悠然率先开口 青云老先 然后他看了帝尊一眼 帝尊面色紧绷 有点难以启齿 但为了印证两人的猜想 还是要喊出来才行 法力无边 孟悠然紧接着跟了一句 神通广大 最后两人齐声大喊 古今第一 刚刚喊出声来 就见两道极为微弱的金光 从两人身上冒了出来 一闪而逝 孟悠然与帝尊都愣住了 我乐个去 真有金光啊 不会真这么邪门的吧 就在两人震惊的时候 猛然见 剧痛从两人的体内 骤然涌现而出 两人都来不及反应 一下子就瘫倒在地 手脚不停地抽搐 脏腹之间也是剧烈疼痛 如同有烈火在灼烧 又好似有无数把利刃 在他们的脏腹之间来回穿梭 突破 两人直接吐血 面色都是变得惨白起来 即便他们运转修为 也无法改变什么 甚至反而使得疼痛加剧起来 两人都不敢运转修为了 只能是躺在地上一边抽搐着 一边忍受着疼痛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疼痛才渐渐缓解下来 一个时辰后 彻底消失 孟悠然和帝尊躺在地上缓了半天 这才缓过进来 为何会这样 两人站起身来 刚才的疼痛来得实在是太莫名了 而且还如此的剧烈 此刻两人纵观全身 也没有什么暗伤 更没有中毒 那剧痛就像是凭空出现 有凭空消失一般 会不会 和我们刚才所喊的那几句话有关 帝尊忽然说道 梦悠然一正 不由得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 两人又对视了眼 要不然 再试试 好 试试就试试 两人再度你一句我一句的喊了起来 直到喊完了四句话 又是一闪而逝的金光 紧接着 剧痛再度出现 两人又倒在了地上 不停的抽搐起来 半个多时辰后 两人爬了起来 这一刻 他们已经确定 就是因为自己两人喊了那四句口号 导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这其中的缘由 一时间还无法弄清楚 清云宗的事情 只能是暂且先放一遍了 孟悠然无奈道 那天狼族的圣地 你还要去吗 帝尊问道 当然 现在就去 孟悠然眼中闪烁着金光 那天狼族圣地 有着东土天狼神索一流之物 能让你我得到一番大造化 等去了天狼族圣地 那个得到了鬼仙遗留之力的少年 也该觉醒了 想到那个少年 孟悠然心中不禁一阵期待 那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少年 仿佛是上天注定一般 而且 这个少年也与浮云山有那么一丁点关系 第1047章 木昆道人的震惊 浮云山 十分平静 自从叶青云带着一大帮人跑路之后 山上便一直很安静 除了偶尔有几个不开眼的人过来捣乱 山上倒也不是没有人 来自中原之地的墨家高手周志源 再加上一个儒家的高手韩春秋 现在一个是浮云山房乌修善处的处长 一个是浮云山环境卫生部的负责人 可谓是身兼要职 地位非凡 再加上山脚下 还有一处道观 道观里面 只有一个老道人 便是那来自中原之地的道家高手 木昆道人 木昆道人的道观 叫做青云观 本来他不打算叫这个名字的 是龙大从池子里飞出来 特意叮嘱木昆道人 让道观的名字叫做青云观 木昆道人自然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且青云观这个名字 听起来也还可以 只是这道观 就只有木昆老道一个人 还不能随便上山 整天待在山下 来往路过的人都没几个 着实是憋猛无聊 木昆道人一开始还想着 要不要趁机再探查一下浮云山 但考虑再三 还是放弃了 山上的那些木雕 是他完全惹不起的 真要是贸然上山惹怒了那条黑龙 再把木雕放出来的话 自己这把老骨头可就真要丢在这里了 无聊归无聊 木昆道人闲着没事 整日就在道观之中修炼 至于中原方面 道也时常会传讯过来 询问木昆道人等人为何迟迟不归 木昆道人自然是不会回应什么的 想来山上的那两位 应该也不会有所回应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寸功未利 还损兵折将 这要是回去了 难免会有严惩 而留在这里 虽然也不太光彩 但至少可以保全自己 算是无奈之选吧 中原方面得不到任何消息 也完全不知道派出去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但中原方面短时间内 不敢再轻易派人出来了 实在是这接连派人出去都出事了 从兵家传人吴千锋开始 到木昆道人 他们九个问鼎强者 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出去了 就没有一个人能回来的 这谁还敢轻易出去啊 四镜之地 在中原之人的眼中 俨然是一幅 危机四伏的情形 这一日 木昆道人 盘膝坐在道观之内 默默地修炼 说来也怪 自从木昆道人 在这山下建立道观 待在此地之后 每日的修炼 都感觉比以往在中原的时候 更加有效率 即便他的修炼方式 和以往并无不同 但却是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要知道 到了木昆道人 问鼎后期这般的修为 想要有所精进 可谓是难如登天 木昆道人知道自己的资质 并不算是绝顶 勉强算个一流资质吧 修炼到问鼎后期 可以说就是他这辈子的极限了 除非是有天大的机缘 否则已经是到头了 吃多少丹药都没用的 只会白白浪费资源 也正因为如此 到家才会把木昆道人派出来 反正你已经没有提升的空间了 这种脏活累活 就交给你来做吧 可没想到 在这浮云山下 木昆道人修炼了这十几天 百年不曾有所精进的修为 竟然有所松动了 隐隐提升了一丝 虽然只是十分微弱的一丝 但也让木昆道人十分的欣喜 这都多少年了 自从侥幸的踏入问鼎后期 多少年都没有动静了 哪怕是一丝的提升 都足以让木昆道人热泪盈眶 莫非 因为此地极为不凡 可以让平道的修为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吗 木昆道人不止一次的这么猜测过 虽然还不能确定 但只要继续待在这里 若是修为还能够提升的话 那就足以说明 这浮云山有着无法想象的玄妙 可以让自己的修为再进一步 嗯 就在木昆道人专心修炼之际 他忽然察觉到 道观外似乎有人经过 木昆道人立即停止修炼 从道观之中走了出来 就见道观大门外面 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正好奇地对着道观里面张望着 这什么时候有道观了 年轻男子还在喃喃自语 无量天尊 木昆道人笑着走了出来 平道木昆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可有什么能帮到阁下的地方 眼见木昆道人一脸的先锋道骨 看起来十分不凡 年轻男子也不敢怠慢 敢忙躬身行礼 道长你好 在下黄福生 是附近镇子上的百姓 木昆道人笑着点点头 黄福生 好名字 福气顿生啊 黄福生尴尬地笑了笑 木昆道人注意到 黄福生的手里提着一只肥肥的鸭子 而且看起来似乎是要往浮云山上而去 不由得有些好奇 这个黄福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凡人而已 他居然要去浮云山 手里还滴溜着一只鸭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 木昆道人人老成精 当即便察觉此事不太对劲 打算问个明白 黄公子这是要上山 对啊 我要去山上 黄福生很自然地说道 木昆道人一正 黄公子 这山上可非是寻常之地 不是一般人能上去的吧 黄福生笑了笑 没事 我经常上山的 山上的主人与我也相熟 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了 木昆道人心里顿时一惊 眼前这个看似寻常的凡人 居然和浮云山上的主人是相熟老友 这可不得了 莫非老到我看走眼了 这位不是什么凡人 也是一位深藏不露 极为强大的恐怖存在吗 他之所以看起来像的凡人 实际上是修为远超自己的想象 好像也能说得通 木昆道人心中惊疑 道长 你会算卦吗 黄福生忽然问道 算卦 木昆道人当然是会的 道家的人 总归是会一点这些玩意 评道略知一二 木昆道人如此回答道 黄福生笑了笑 那烦请道长为我算一算吧 木昆道人一正 黄公子想算什么 黄福生想了想 我有一个儿子 我想请道长算一算我儿子的前程 另外 还有我和我的夫人 想算一算我们夫妇还有多少年的寿数 第1048章 算吐血了 算虔诚 算寿数 这还真是很符合凡人的追求 木昆道人心中疑惑 莫非老道 我想多了 眼前这个提着鸭子的青年 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或许那位浮云山之主性情古怪 喜欢和凡人交朋友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木昆道人倒也平静下来 但心里也是很快打定主意 自己虽然还没见到那位神秘莫测的浮云山之主 但若是可以从其结交的凡人朋友入手 或许也能够有一番收获 想到这里 木昆道人便打算好好与眼前的黄福生认识认识 最好是能从他口中 多了解一些关于浮云山之主的事情 原来黄公子已有子嗣 人生如意 值得恭贺 木昆道人笑着说道 黄福生挠了挠头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人生如意的 只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很踏实 就是儿子一直远在东土 难以得见 心中颇为挂念 这一次 他来浮云山 也是希望能通过夜云的关系 让自己和妻子去一趟东土大堂 见一见自己的儿子 不知令郎的生辰是几时 又叫什么名字 木昆道人主动问道 既然想要套近虎 那自然是要先满足人家的需求 先帮着算一算命 说点好听的话 再来慢慢的跟你唠嗑 保准把你身上那点事情全部唠出来 我儿子叫黄飞红 生辰是 当下 黄飞生便是将自己儿子的生辰八字 告诉了木昆道人 还请道长算一算 说完之后 黄飞生对着木昆道人拱了拱手 好 木昆道人微微汗手 随即开始用手指掐算起来 他的样子本就先锋道鼓 此刻掐算的样子 也着实是有些高深莫测 黄飞生毕竟是凡人 当即就被唬住了 心中也有些紧张 站在一边不敢说话 生怕打搅到了这位老道士 掐算了一会儿 木昆道人 却是逐渐皱起了眉头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他这样子 倒是把黄飞生吓住了 难道自己儿子的前途不好 所以 这位老道士的脸色 才会如此难看吗 还是说 自己儿子是个短命鬼 压根就算不到前程 观心则乱 黄飞生平日里 也不是胡思乱想之人 可涉及到自己儿子 就很容易变得胡思乱想起来 提着鸭子的手 都不禁钻井了 疼得那鸭子 顿时嘎嘎叫了起来 而木昆道人的脸色 也是越来越难看 甚至还浮现出了震惊之色 噗 一口鲜血 从木昆道人的嘴里喷了出来 这可把黄飞生给吓傻了 这什么情况 算命 怎么还算吐血了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黄飞生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而木昆道人 此刻却是身体一阵发颤 几乎要站不稳了 他的内心 更是极为震撼 为何会如此 为何会如此 木昆道人 心中惊呼不已